并不需要生物细胞那么大的开销 他们也不需要支持生物繁殖系统 虽然自从弗雷塔斯的设计概念到现在已经过去几十年 但是血液中设备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例如 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的研究员利用结合了胰岛细胞的纳米工程设备 治愈了老鼠的一型糖尿病 156这种设备带有7个可以打出胰岛素的孔 但是不会让破坏胰岛细胞的抗体进入 还有许多其他类似项目也在进行中 茉莉2004 那么在我的血液中将会存在所有这些纳米机器人 他们除了能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坐上几小时外 还能为我做什么 雷 它能让你保持健康 他们会除去细菌 病毒的病原体和肿瘤细胞 并且不会受到如自身免疫反应等各种免疫系统陷阱的影响 他们与你的生物免疫系统不同 如果你不喜欢纳米机器人正做的事 你可以让他们去做别的事 茉莉2004 你的意思是 给我的纳米机器人发送一封邮件 就像 喂 停止破坏我肠胃里面的细菌 因为那些是对我的消化有益的 雷 对 你举的例子很好 纳米机器人会在我们的管控下工作 他们会通过互联网彼此交流 甚至现在 我们通过神经嵌入 比如帕金森试症的方式来给病人下载新的软件 茉莉2004 这种方式使软件病毒事件更加严重 对吗 现在 如果我受到了软件病毒的攻击 我不得不运行病毒清除程序 并装载备份文件 但是 如果我血液里的纳米机器人得到一个流氓信息 他们可能就会破坏我的血细胞 雷 对 这就是你想要机器人血细胞的另外一个原因 但是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很好的考虑了 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 甚至在2004年 我们已经有了关键任务软件系统 来监护管理911种应急系统 控制核能发电站 飞机着陆和引导巡航导弹 因此 软件完整性已经是相当重要 茉莉2004 对 但是在我的身体和大脑里面运行程序似乎挺令人畏惧的 在我的电脑里面 我每天会收到100多封的垃圾邮件 其中的一些还包含恶意软件病毒 如果我身体里的纳米机器人感染了病毒 那么 我会真的不舒服的 雷 你考虑的是常规互联网的接入方式 随着虚拟专用网的使用 我们现在想建立安全防火墙 不然的话 实施当代的关键任务软件系统也是不可能的 它们确实运行得相当不错 英特网的安全技术会不断地演变 茉莉2004 我认为一些人会对你的防火墙的信任度展开争论 雷 诚然 它们不是尽善尽美的 而且永远也不是 但是在把我们的软件广泛应用于身体和大脑之前 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来研究 茉莉2004 哦 但是病毒作者也会增强它们的攻击能力啊 雷 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但明显的是 益处要多于坏处 茉莉2004 明显在哪呢 雷 哦 没有人与我严肃的争论 是否要因为英特网上存在软件病毒这样一个大问题 而废除网络 茉莉2004 我承认你说的有道理 雷 纳米技术成熟以后 就可以解决一些生物学问题 克服生物病原体 清除毒素 更正DNA错误和逆转老化源 就像英特网产生软件病毒的危险一样 我们也会争论 纳米技术产生的新危险 这些新陷阱 包括具备自我复制的纳米技术失控的可能性 也包括强有力的软件控制 分布是纳米机器人的完整性 茉莉2004 你刚才说逆转衰老 雷 你注意到了一个关键的好处 茉莉2004 那么纳米机器人下一步会怎么做 雷 我们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大多数的生物技术和方法 比如通过核糖核酸干扰抑制破坏性的基因 通过基因治疗来更换遗传密码 通过治疗性克隆来再生细胞和组织 通过智能药来改变代谢途径的指令序列 还有很多其他的新兴技术 但无论如何生物技术也不可能完成所有的工作 我们已经在纳米技术里面找到了窍门 茉莉2004 比如 雷 纳米机器人可以在我们的血液里流动 那么就可以在细胞的内部或周围完成各种不同的服务 比如清除毒素 扫除残骸 更正DNA错误 修复细胞薄膜 改善动脉硬化 修正荷尔蒙 神经传递素和其他新陈代谢物质还包括许多其他的功能 对于每一种老化过程 我们可以给纳米机器人描述一种方法来逆转这个过程 直到个体单元细胞成分和分子这样的级别 茉莉2004 那么我就可以永远年轻 雷 正是这个意思 茉莉2004 你说什么时候我可以得到这些 雷 我以为你会担心纳米机器人防火墙的安全性 茉莉2004 是的 我有时间去担心 那么什么时候会再现 雷 大约20-25年吧 茉莉2004 我现在25岁了 因此我大约要等到45岁 并保持在那个年龄上 雷 不 并不完全是这个意思 你可以通过 获取我们已经存在的知识来减缓衰老 在10-12年里 生物技术革命将提供更强的手段 可以在许多情况下 抑制和扭转各种疾病和衰老过程 这并不意味着与此同时什么也不会发生 我们每年都会有更强的技术 而且进程也会加速 纳米机器人就会完成这项工作 茉莉2004 是的 当然 我们很难避免在一个句子中不使用加速这个词 那么我们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生物年龄 雷 我想你可能停留在30多岁 并保留一段时间 茉莉2004比30多岁 听起来不错 我觉得比25岁更加成熟一些 不管怎么说 这是一个好主意 但保持一段时间是什么意思呢 雷 抑制和扭转老化仅仅是一个开始 使用纳米机器人来保持健康和长寿 只是把纳米技术和智能计算引入身体和大脑的早期适用阶段 更深刻的含义是 我们会加强我们的思维过程 使纳米机器人能够彼此间以及同我们的生物神经元通信交流 一旦非生物智能得到一个立足点 可以说 在我们的大脑层面 这将受制于加速回归并且以指数方式扩张 从另一方面来说 我们的生物思想就基本上停滞了 莫莉2004 你又提到事物加速 但是当它真正开始的时候 相比较而言 生物神经元的思维将是微不足道的 雷 确实如此 莫莉2004 那么 未来的莫莉女士 什么时候 我可以甩掉我的生物之身和大脑呢 莫莉2104 哦 你并不希望我讲出你的未来 对吗 何况它实际上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莫莉2004 怎么会这样 莫莉2104 在2040年代 我们发展的手段 是立即创造出自己新的一部分 无论是生物还是非生物 很显然 我们真正的本质是信息的模式 但我们仍需要表现出一些实体形式的自己 不过 我们可以迅速改变这一物理形式 莫莉2004 如何改变 莫莉2104 通过应用新的高速微纳米制造 我们可以很容易 而又迅速地重新设计我们的实体形式 因此 我可以在一段时间是这样的生物体 而别的时间又是其他的 拥有它 改变它 如此而已 莫莉2004 我想我能理解你的意思 莫莉2104 关键在于 我到底能拥有我的生物大脑和机体 还是不能拥有 这并不是一个放弃任何东西的问题 因为我们总是可以获得我们放弃的东西 莫莉2004 所以 你仍然在这样做 莫莉2104 有些人仍然这样做 但现在2104年 是有点不合时宜的 生物学的模拟 是完全不能与实际生物学区分开来的 所以 为何要为身体实力而费心 莫莉2004 是的 这有些混乱是不是 莫莉2104 当然 莫莉2004 我不得不说 能够改变身体的体征 听起来有些奇怪 我是说 你我的连续性在哪里 莫莉2104 冒号这与 你在2004年 是有相同连续性的 你也在时时刻刻改变着你所有的部分 这在于 你的信息模式 是有连续性的 莫莉2004 但在2104年 你可以迅速改变你的信息模式 我还不能这样做 莫莉2104 这实在没有什么不同 你变更记忆 技能 经验 甚至个性的模式 需要时间的推移 但有一个连续性 核心只能逐步改变 莫莉2004 不过 我想你可以在瞬间改变你的外表和个性 莫莉2104 是的 但是这只是一个表面的表现 我的真正核心只能逐步改变 就像我在2004年的你 莫莉2004 嗯 很多次 当我瞬间改变我的外观的时候 我都很高兴 机器智能 强人工智能 考虑到图灵提出的另一个论点 到目前为止 我们只是构建了相当简单和可预见的人工产品 当我们增加了机器的复杂性 或许我们会为我们的存储感到惊讶 他列举了反应堆分裂的例子 如果低于某一关键值 那么什么也不会发生 但是如果高过这个值 就会迅速发生爆发 因此 大脑和机器也可能如此 大多数大脑和所有的机器 目前都处于次灵界状态 它们仅仅以平常的方式回应刺激 而没有自己的思想 只能产生平常的回应 但现在也有一些大脑 或是一些未来的机器 正处于超灵界状态 它们有自己的思想 图灵表明 这只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如果复杂性超过一定的级别 那么将会出现质的区别 因此 超灵界机器与之前的简单机器相比 将是与众不同的 卢卡斯 牛津大学哲学家 写于1961年的文章 Minds, Machines and Godel 157 假定超级智能有朝一日 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人们是否会选择去开发它 这个问题的答案 毫无疑问是肯定的 与超级智能紧密联系的是 巨大的经济回报 只要是有竞争压力 和利润产出 计算机产业在新一代的硬件和软件上的巨额投资 将会持续下去 人们需要更好的计算机和更智能的软件 他们希望机器生产的利益能够帮助生产 希望机器可以产生更好的医疗药品 机器可以减轻人类的负担 可以执行无聊或危险的职业 娱乐 产生永恒的消费利润 在这个过程中的任何一个位置 恐惧新技术的人都会振振有词地说 到此处为止 不要再更进步 尼克 波斯特拉姆 How long before super intelligence 1997 超级智能可以解决 或者至少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任何问题 疾病 贫困 环境破坏 以及各种不必要的痛苦 这些痛苦都是可以通过配备先进纳米技术的超级智能消除的 此外 通过纳米医学 我们不仅可以停止和扭转衰老过程 还能够选择上载我们的智能 超级智能 还可以为我们创造机会 极大的提高智力和情感的能力 还可以协助我们创造一个充满吸引力的体验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 我们可以快乐地娱乐 快乐地与他人相处 快乐地体验 成长 这便是近乎完美的生活 尼克 波斯特拉姆 Ethical Issues in Advanc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03 机器人将继承地球 是的 但是他们将是我们的孩子 马文 明斯基 1995 在这三个 遗传学 纳米技术和机器人技术主要的 根本性的起点革命中 最深刻的是机器人技术 它所涉及的非生物智能的创造 超过了非增强性的人类 较高的智能处理 定然会超过低智能处理 它将令智能真正成为更加强大的力量 在GN2中 2代表机器人技术 这里涉及的真正问题是 强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超越了人类智能 在这一构想下 强调机器人技术的原因在于 智能需要一个具体化的物质存在的形式来影响世界 我不赞成强调物质存在 但我相信关注的中心问题是智能 智能必然会以一种方法来影响世界 包括建立承载自己的实体方式和实际操作 此外 我们还可以将身体技能归为智能的基本组成部分 例如 人类大脑的一大部分 小脑包含了超过一半的神经元 就用来协调我们的技能和肌肉运动 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 为什么人类级别的人工智能 一定会大大的超越人类智能 正如我刚才指出的 机器可以很轻易地分享其知识 作为非增强型的人类 我们没有分享大量的神经元连接 和神经传递速浓度的大量模式 后者 构成了我们的学习 知识和技能 而非缓慢的 基于语言的交流 当然 这种交流方式是非常有益的 因为它使我们与其他动物相分离 并且是科技创造的促进因素 人的技能 只能在变革性的激励下发展 这些技能 主要建立在大规模并行的模式识别基础上 提供熟知诸如区分心面孔 确定对象和辨识语言发音这些任务的能力 但它们并不适于很多其他的需求 比如确定财务数据的模式 一旦我们充分掌握了模式识别的范式 机器方法就可以将这些技术应用到任何模式类型 158 机器能够以人类所没有的方式综合利用其资源 虽然与个体相比 人类集体可以实现物质的和精神的伟大事业 但是机器可以轻松而又迅速地集中其计算 存储和通信资源 如前所述 互联网正在演变为一个全球性的计算资源网格 这些资源可以即刻汇集起来 形成大规模的超级计算机 机器有精确的回忆力 当代计算机可以精确地管理数十亿的资源 而且这种能力每年还在翻翻 159计算机根本的速度和性价比每年都在提高 而且增速率本身也在加快 随着人类知识迁移到网络 机器将能够阅读、理解并合成所有人类的机器信息 而上一次 生物人掌握所有的人类科学知识还要追溯到数百年前 机器智能的另一个优点是 它可以无休止地高速执行任务 并可以整合最尖端的技术 云云众生中的艺人可能已经掌握了音乐创作 而另一个可能掌握晶体管的设计 但是以固定的人脑结构来说 我们没有能力或时间来开发和利用这种日益专业化的领域的最高级别水平的技术 在一些特定的技能上 人们彼此也有很大的区别 以至当我们谈论作曲人的水平时 我们到底是指贝多分还是指一般人 非生物智能将达到并超过每个领域的高精尖人才的技能 基于这些原因 计算机一旦达到人类智能的范围和精妙程度 那么它一定会超越过去并继续以指数级速度上升 一个关键的起点问题就在于 是先有机强人工智能还是先有弹纳米技术 换言之 是强人工智能将导致完整的纳米技术分子制造装配 可以转化为物质产品的信息 还是完整的纳米技术会导致强人工智能 正如前面内容中提到的原因 第一个前提逻辑是强人工智能将意味着超强的人工智能 而超强人工智能将有能力通过实施完整纳米技术的方法来解决余下的设计问题 第二个前提是基于实现强人工智能的硬件要求 应与基于纳米技术为基础的计算相符合 同样 软件需求将促使纳米机器人对人类大脑机能进行非常详细的扫描 从而完全实现逆向工程人脑 这两个方面都是合乎逻辑的 很显然两种技术是相辅相成的 现实情况是 这两个领域的进展一定会利用我们最先进的工具 这样在一个领域的进步便将同时促进另一领域的发展 尽管如此 我确实希望出现优于强人工智能的完整分子纳米技术 这个过程只需要几年的时间 2025年左右为纳米技术 2029年左右为强人工智能 随着纳米技术革命的到来 强人工智能将有更深远的影响 纳米技术是强大的 但不一定是智能的 我们至少可以设计出管理纳米技术的强大权力的方式 但超级智能却是天生无法控制 逃逸的人工智能 一旦强人工智能实现 它可以很轻易地获得提高 其能力也会增倍 因为这是机器能力的根本特质 随着强人工智能的到来 很快便会产生许多强人工智能 后者又开始自身的设计 理解和改进自身 从而很快演变成更多的能力 以及更加智能化的人工智能 这个充分过程会无限循环下去 每个周期不仅会创建一个更智能化的人工智能 而且比上一次循环花费更少的周期 这是科技发展或任何进化过程的本质 前提是一旦实现强人工智能 它会立即成为迅速增长的超级智能 从而失去控制 160 我个人的看法略有不同 失控的人工智能在逻辑上是有效的 我们需要考虑实际问题 一台机器达到了人类智力的水平 并不会马上产生一个失控的现象 这需要考虑到人类的智力水平是有限的 我们现在就有这样的例子 约有60一个例子 考虑这样一个场景 你从一个购物中心带来由100人组成的一个小组 这个小组有理智的 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构成 然而 如果这个小组被授予改善人类智慧的任务 进展就不会很大 即使他们也拥有人类智慧的模板 制造一个简单的计算机 对他们来说可能也很辛苦 加速他们的思考能力 和扩张这100个人的记忆容量 也不会立即解决这个问题 前面的内容已经指出 机器将会匹配 并迅速超越各个领域顶级的人类技能 因此 我们换成100名科学家和工程师 这是一组在技术上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人 他们将有能力改善设计 如果一台机器的能力 等效于100最终1000或100万 各受过技术培训的人的能力 每项操作的速度远远快于自然人 那么一个迅速加快的智能将最终实现 然而 当计算机通过了图灵测试 这种加速并不会立即发生 图灵测试相当于平均水平的匹配能力 受过教育的人比从商场里面找的人 更接近于我们的范例 对计算机来说 管理所有这些必要的技能 并把这些技能与必备的知识基础相匹配 是需要时间的 一旦我们成功的建立了一台机器 并且其能通过图灵测试 大约在2029年 随后将是一个统一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 非生物智能将迅速增长 起点预期的非凡扩展 人类的智慧数十亿计的翻番 这些将会在21世纪40年代中期发生 就像在第三章讨论的一样 人工智能的冬季 有愚蠢的谣言说 人工智能已经失败 但人工智能在你周围 是无处无时无刻存在的 人们恰恰没有发觉 在汽车系统里 调整燃油喷射系统的参数 就是人工智能 当你下飞机的时候 人工智能调度系统会为你开门 当你用一个微软软件的时候 都有人工智能系统试图解决你所做的事情 比如写信 他做得相当好 当你看一个由计算机制作角色的电影时 作为一个群体的行为 他们都没有人工智能 当你玩视频游戏时 你的对手就是人工智能系统 罗德尼、布鲁克斯、麻省理工学院 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161 我仍然能碰到 有人声称人工智能 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枯竭 但这种论点相当于坚持认为 互联网将在21世纪初 灭亡162 互联网技术表现在带宽和价格方面 节点、服务器、数量 以及电子商务的交易量 在度过了低谷和萧条时期后 进入了平稳加速的繁荣期 人工智能也曾经是这样 范式迁移 从铁路、人工智能、网络、电信 到现在可能是纳米技术中的 技术成熟曲线 通常开始于不切实际的期望 由于对促进因素 缺乏了解而造成的个时期 虽然这一新的模式利用率 成倍增加 但是早期增长缓慢 直到达到指数增长曲线拐点 革命性变革的普遍预期是准确的 它们却是不同步的 当前景并非一帆风顺时 就进入了幻觉期 不过指数增长继续有增无减 多年后 一个更加成熟 更切合实际的转变 一定会发生 我们看到19世纪铁路的迅速发展 随后便是普遍的破产 在我收集的历史文件中 发现了有一些早期没有兑付的铁路债券 我们仍然受到几年前电子商务与电信业萧条的影响 这也导致了燃油经济的衰退 从那时起 我们正走向复苏 人工智能经历了一个相似的过早 并过于乐观的时期 紧随其后的 就是1957年 由艾伦、纽厄尔、J.C.肖和赫伯特 新蒙创造的通用问题求解程序 这个程序找到了曾经难导向罗素等数学家的定理的证明 早期的程序都来源于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 这些程序可以解决大学生级别的学术能力测试问题 比如相似性和经历问题 163人工智能暴露问题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 20世纪80年代是人工智能的萧条期 那时的人工智能无法转化为利润 那个年代也称为人工智能的冬季 许多观察家仍然认为 人工智能冬季是这个故事的结束 并且人工智能领域也无法创造任何东西 然而 今天成千上万人工智能的应用 都已经深深植根于每一个工业基础设施中 这些应用大部分是10至15年前的研究项目 那些提问人工智能到底会带来什么 等人时我想起了在雨林中的旅客的疑问 应该住在这里的许多物种去了哪里 当数百种动植物在一个区域蓬勃繁衍时 它们已经与当地的生态紧密结合在一起了 我们都顺利地进入了狭义人工智能时代 这个概念指的是人工智能正在扮演一个有用而又特定的功能 一旦需要人类智力发挥 人工智能就可以发挥到人的水平或者做得更好 通常狭义的人工智能系统大大超过了人类的智力速度 能够提供管理和考虑成千上万个人同时进行工作 我接下来要描述关于狭义人工智能的例子 这些时间框架相对于快速发展的互联网和电信的阶段周期 以年来衡量 而不是几十年来说 人工智能的技术周期数十年的热情成长 十年的幻灭 十五年在利用上的扎实推进 看上去有些漫长 但有两个因素必须考虑 首先 由于互联网和电信周期相对较劲 它们更受范式转型加速的影响 正如在第一章中讨论的一样 因此最近通过的周期要大大快于四十年前开始的周期 其次 人工智能革命将是人类文明要经历的最为深刻的变革 所以 它要比那些成熟而又不太复杂的技术经历更长的时间 理解了现象的技术本质 设计系统集中于该现象 并将它不断放大 例如 科学家发现了曲面的一个微妙的性质 成为波努力原理 气体例如空气在曲面上要比在平面上运行快得多 因此 空气压力在曲面上要比在平面上的低 通过了解 聚焦 放大这些奇妙发现的启示 我们在工程中创建了当前所有的飞行技术 一旦我们理解了智能的原理 我们也有相同的机会聚焦 集中 并放大其能力 我们回顾第四章 可以发现 理解 建模和模拟人类大脑的每个方面都在加速 包括大脑扫描的性价比和时间与空间分辨率 大脑机能的可用数据与知识的总量 大脑不同区域的模型与模拟的混合度 我们已经有了一套从人工智能的研究中获取的强有力的工具 这个研究也经过了几十年发展的精炼与完善 大脑逆向工程通过全新包装 生物启示和自我组织等技术 可以极大的提高这个工具包 我们最终将能够运用工程能力来集中和放大人工智能 其智能化程度将是以百万亿倍超越现在人类的神经元连接 智能将从属于加速回归定律 该定律说明了 现在每年信息技术的能力都在加倍 人工智能在这个领域 我已经亲身经历了40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 一旦需要AI技术发挥作用 便会涉及各个领域 例如字符识别 语音识别 机器视觉 机器人技术 数据挖掘 医疗信息和自动化的投资 计算机科学家伊莱恩 理查德将人工智能定义为 研究如何使计算机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刻使人生活得更好 罗德尼 布鲁克斯是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 用另外一种方式定义人工智能 每当我们领会了一种技术 它就会神奇地终止 我们会说 哦 这只是个计算 我还想起了沃森对福尔摩斯的评论 起初我以为你做了一些聪明的事情 但事实上那根本算不了什么 164 这是我们作为人工智能科学家一贯的经验 智能魅力看上去减少到无时 我们就可以完全理解它的方法了 剩余的就是你 是有待于激起兴趣的部分 是还没到智能方法理解的部分 人工智能工具包 人工智能就是在多项式时间内 通过探索问题与知识 来解决非常困难问题的技术研究 伊莱恩、理查德 正如我在第四章所提到的 这仅仅是我们最近能够获得的 关于人类大脑区域功能 如何影响人工智能设计的详细模型 在此之前 在缺乏足以了解大脑的工具的情况下 人工智能科学家和工程师 开发了自己的技术 正如航空科学家 没有模拟鸟的飞行能力 早期的人工智能 并不熟悉基于反向设计 自然智能的方法 接下来 介绍这些方法中的一个小样例 自采用以来 它们就在争议中成长 这使得实用产品的创造 可以避免早期系统的脆弱性 和高错率 专家系统 20世纪70年代 人工智能经常等同于一种特定的方式 专家系统 这涉及应用具体逻辑规则的发展 来模拟人类专家的决策过程 该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知识工程师与领域专家合作 比如 医生与工程师合作编撰其决策规则 这个领域 在早期取得了一些成绩 比如医疗诊断系统 至少对于某些测试来说 可以与内科医生相媲美的 例如 20世纪70年代 开发的一个称为 Masin的系统 就是用来为传染病诊断 和提供治疗的 1979年 一个专家评估组 比较了由 Masin和人类医师提供的 诊断与治疗 发现 Masin和医生 做得一样好 甚至比任何医生 做得还要好 165 很显然 这项人类决策研究 往往不是基于 明确的逻辑规则 而是基于 更软的证据类型 医学成像检查出来的黑斑 有可能是癌症 但是其他因素 诸如它的确切形状 位置 与周围的对比差别 这些可能会影响诊断 人类决策的预感 通常受很多 先前经历的 多种证据综合的影响 而并不是局限于自身 我们甚至常常不自觉地意识到 我们使用的许多规则 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 专家系统正在结合一些不确定性的概念 并且综合许多随机性的根据进行决策 Masin系统开创了这种做法 一个典型的 Masin规则内容如下 如果需要治疗的疾病是脑膜炎 并且是真菌感染类型 那么在染色体上 无法看到微生物 病人的身体并不脆弱 病人一直待在一个地方 却水土不服 造成囚包子菌病 病人的种族是黑人 亚裔或印第安人 脑脊液测试中的 引球菌抗原不成阳性 那么就有50%的可能性 引球菌 不是其中引起感染的生物体 尽管像这样单一的概率性规则 不足以得到一个有效的结论 但是通过汇集数以千计的这样的规则证明 可以获得一个可靠的结论 SYC可能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专家系统项目 由道格、莱纳特和他的同事 在SYCOP公司创建 从1984年开始实施 SYC系统已经往数据库里 装载了许多具有常识性的知识 他能对从未直接学过的东西进行推演 这个项目涉及从困难编码逻辑规则到概率性规则 现在又包括从书面材料里面提取知识的手段 在人类监督的前提下 最初的目标是产生100万条规则 这反映了只是人类了解世界的一小部分 莱纳特最新的目标是让SYC掌握上意的规则 截止到2007年 这是一个人能够了解世界规则的大约数目 166 另一个雄心勃勃的专家系统 正在由日本驻波大学生物科学副教授达里尔梅瑟进行着 他计划开发一个包含所有人类思想的系统 167该应用程序可以用来通知决策者 在哪个社区使用哪些思想 贝业斯网 在过去的十年里 一种称作贝业斯逻辑的技术建立了强大的数学基础 该技术可以组合上千甚至上百万的所谓信息网络或贝业斯网络的概率规则 该技术最初是由英国数学家托马斯 贝业斯所设计并在其1763年去世后发表 该方法旨在确定未来事件可能是基于过去发生的同类事件168 许多专家系统就是基于贝业斯技术不断地从经验中汇集数据 从而持续学习并改进他们的决策 最有前景的一类垃圾邮件过滤技术就是基于该方法的 我个人使用一个名为Spam-based的垃圾邮件过滤器 它可以帮你把电子邮件分辨出垃圾还是正常169 你给每个过滤器提供一个文件夹 它就根据这两个文件类型 自动训练自己的贝业斯信息网络来分析各自的模式 从而使它能够自动将随后的电子邮件放到正确目录里 它还会根据接下来的邮件继续训练自己 尤其是用户对其做了更正 该过滤器对我来说已经使得垃圾邮件得到控制 因为它每天可以剔除两三百条垃圾消息 并保留上百条正常的信息 它认为是正常信息 而事实是垃圾邮件的可能性只占1% 但却几乎没有把标记为好的消息 认为是垃圾邮件 该系统几乎与我辨别垃圾邮件能力一样 甚至还更有效 马尔科夫模型 另一种模型基于马尔科夫过程 这种模型的特点是将概率随机网络转换为复杂序列 170马尔科夫·安德烈·维奇·马尔科夫 1856-1922 因为建立了马尔科夫链而成为享誉世界的数学家 马尔科夫链在1923年被诺伯特 为那1894-1964重新定义和完善 这个理论提出了一种估计一个可能发生事件序列概率的方法 这个理论经久不衰 例如 在语音识别领域 这个可能发生的事件序列就是音符 在语音识别领域 马尔科夫模型将会估计各种不同的音符模式 这些音符相互之间如何影响 还有可能出现的音符序列 这个系统在更高层的语言中引入随机网络 例如可以估计词语的出现概率 模型使用的实际概率是在实际的语言数据训练中得到的 因此其是自组织的 马尔科夫建模是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曾经在自己的语音识别领域研究用到的一种方法 171不同于音阶方法 关于音符顺序的规律是人类语言学家已经规定好的 我们既没有告诉系统在英语中大约有44个英语因素 也没有告诉它什么样的序列出现的概率比其他的概率大 我们让系统从数千小时的录音数据中发现这些规律 这种方式的优势就在于能发现人类专家不能发现的微妙规律 神经网络模型 神经网络是另一种流行的自我组织的方法 也被用在语音识别和其他多种模式识别的任务中 这项技术涉及模拟简化模型和神经元网络连接 一个基本的神经网络描述如下 每一个给定输入点对于语音 每个点代表两个维度频率和时间 对于图片 每个点表示二维图像中的一个像素 被随机连接到第一层的模拟神经元中 每个连接都有一个关联的突出的强度 代表其重要性 这是一个随机值 每个神经元将发给它的信号合并起来 如果合并后的信号超过某一预值 神经元被激发并且向其连接的输出一个信号 如果合并后的输入信号不超过预值 不会激发神经元 它的输出是零 每个神经元的输出都被随机连接到神经元的下一层 一般会有多层 一般三个或以上 并且这些层要被丰富的配置 例如 一个层可以反馈到前一层 在顶层 一个或更多的神经元为随机的选择提供答案 有关的神经网络算法的说明 请参见本章后 注释172 由于神经网络的不限和突出权重的初始化都是随机的 所以 一个未经训练的神经网络的答案也是随机的 一个神经网络的关键是学习它的主题 如同人类对哺乳动物大脑很浅显的认知上 神经网络开始了我们对于无知的探索 神经网络的老师可能是人也可能是一个计算机程序 甚至是另一种更成熟的经过训练的神经网络 当他生成正确的输出时会奖励他 当然也会惩罚他 这反过来又会反馈给这个学习中的神经网络 以调整每个神经元间的强度 与正确结果一致的连接会被加强 产生错误结果的连接将会被削弱 随着时间推移 该神经网络会在没有老师的帮助下产生正确的答案 实验表明 神经网络甚至能够从不可靠的老师那里学到知识 即使老师只有在60%的时间内是正确的 但是他仍然会汲取营养 一个强大的 经过良好学习的神经网络 可以仿真许多人类识别方面的才能 多种多样的采用多层神经网络的系统在模式识别中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 包括手写识别 人脸识别 在商业交易中的欺诈行为 如信用卡交易欺诈 等等 我在使用神经网络进行上述研究的经验 就是最具挑战性的工作不是如何编码实现它 而是为他们提供自动学习的能力 由于在大脑逆向工程中我们开发了详细的神经功能模型 神经网络目前的趋势是采取实际的生物神经网络工作的机理 实现更现实和更复杂的模型 173 由于在自我组织的模式方面有了几十年的经验 因此在大脑研究方面的新进展可以迅速地用到神经网络的实验中去 神经网络也是并行处理的过程 因为大脑就是这样工作的 人类的大脑没有一个中央处理机来模拟每个神经元 相反 我们可以考虑每一个神经元和每个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是一个独立的 运行速度较慢的处理器 目前广泛开展的工作是开发专门的芯片 实现并行神经网络体系结构 从本质上提供更大的产出和效率 174 遗传算法 Genetic Algorithms GA 另一个源于自然的自我组织的灵感是遗传算法 或称为进化算法 算法的思路是模拟进化 包括有性繁殖和突变 下面是一个对它们如何工作的简单描述 首先对一个问题确定一种解决方法 如果这个问题是设计一个喷气发动机的最优化的参数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确定一系列的参数包括这些参数的类型和所占空间的大小 这些参数在遗传算法里称为遗传密码 然后随机产生数以千计的遗传密码 每个这种遗传密码代表了一种方案的参数被看作是模拟解决方案的有机体 接下来在模拟环境中使用确定的方法来评估每组参数 从而评估每个仿真的生物体 这一评价是遗传算法成功的关键 在例子中 我们将每个解决方案应用到喷气发动机的模拟上 通过采用已确定的评判标准 比如油耗或者速度等来确定这种解决方案的优劣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优胜劣汰 每个幸存者将繁殖直至达到自己的解决方案所要求的数量 以上过程是通过模拟有性繁殖完成的 换句话说 每一个新的解决方案来自其中一个附带的基因组合的一部分 另外的部分来自于另一个附带 通常不加以区分男女 这样足以使得任意两个个体产生后代 当他们繁殖时允许发生一些基因突变 我们现在定义了模拟繁殖后代的方式 然后重复这种方式进行多代的繁殖进化 在每一代都要确定这种方式的改进程度 当两代之间的差异小于一定的预值 或者说两代之间的差异性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我们将停止这种方案的模拟进化 并且应用评判标准最好的那一代作为最终的选择 对于遗传算法的算法描述 参看本章注释175 遗传算法的关键是 算法的设计者没有直接使用程序来解决问题 相反 而是让各种情况一一出现 通过模拟竞争和改善反复完善这种算法 正如前面讨论的 生物进化适者生存 但是进展缓慢 因此 为了加强进化的智能 我们保留其优胜劣汰的鉴别力 但是同时也大大加快这种笨重的步伐 计算机运行速度足够快 使得可以在数小时 数天或数星期内 模拟出许多代的进化 虽然我们还是在一次模拟中完成这个反复的过程 然而 既然让这种进化按照常规发展 那么我们将高度精炼的方式加以应用 以加快问题的解决速度 就像神经网络一样 遗传算法也是一种从杂乱无章的数据中 挖掘出隐藏其中的精妙关系的方法 这种方法成功的关键 就是对每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能够进行有效的评估 这种评估的速度要求必须快 因为每次模拟进化都可能产生成千上万的解决方法 遗传算法善于处理拥有大量参数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参数数量庞大到无法精确的分析 或者寻找最优解 例如 设计喷气式飞机的引擎 需要涉及上百个参数和数十种限制 通用电器公司的研究员们 使用遗传算法设计的引擎 比使用传统方法具有更精确的结果 当你使用遗传算法时 一定要注意你要求的结果 苏塞克斯大学的研究人员乔恩·巴德 曾经用遗传算法优化震荡电路的设计 通过反复尝试使用少量的晶体管的传统设计 最优的设计是一个简单的无线电电路 而不是震荡器 很显然的是 遗传算法发现了从临近计算机发射出的无线电波 176基于遗传算法的解决方案 只有在确切的位置才能确定最佳的解决方案 遗传算法作为混沌和复杂性理论的一部分 越来越多地应用在解决复杂的商业业务问题上 比如优化供应链 这种方法正在开始成为整个行业的分析方法 这种模式也正在应用到模式识别 并且经常和神经网络等字组织的方法结合起来 同时这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编写计算机软件 特别是那些需要协调资源竞争的微妙平衡的软件 克里·多克托罗是一位著名的科幻小说家 他在小说USR BINGOB中使用了一个有趣的通过遗传算法产生的AI 通过遗传算法 GA将许多复杂的技术相结合 能够产生许多智能系统 每一次结合都是以遗传密码为特征 然后这些系统通过遗传算法来进化 评价功能的方法如下 每个系统登录到不同的聊天室 并且假冒成一个人进行聊天 实际上这是一个秘密的图灵测试 如果这个聊天室的一个人发现了这个聊天机器人 那么评估就结束了 这个系统就停止进一步的优化 并且将它的成绩报告给GA 这个成绩是由它与人类对话时间的长短来决定的 GA通过逐渐的进化来提高它的智能性 尽管它仅仅是在系统具有一定的智能性时 才会使用可预期的时间进行评估 实现上述理念的主要困难是评价进化的功能 需要大量的时间 同样 进行评估时可以很大程度上帝使用并行 只要我们认识到问题的核心 像GA中注入成熟的算法 那么进化到图灵的智能是可以现实的 这是一个很有趣和有用的可以通过图灵测试的方法 地规搜索 有时为了得到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 我们需要在大量的可能解中进行搜索 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玩游戏 比如下棋 一个玩家围了走一步棋 他需要想到所有可能的走法 以及每种走法可能会引起的结果 等等 然而 对于人类来说 把所有走法的序列记起来是不可能的 他们必须依靠经验分析每种情况来确定下一步的走法 而计算机则依靠逻辑运算来分析数以百万计的走法 这种逻辑数是大部分游戏的核心 现在我们考虑一下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建立一个称为选择最佳下一步的程序 这个程序可以罗列出所有可能的走法 如果不是一个游戏 而是解决一个数学理论问题 这个程序需要在一个证明中 罗列出所有的下一步的可能算法 对于每步走法 程序会建立一个由这种走法而引起的所有可能性的表 对于每个表 我们需要考虑如果这么走 我们能遇到的所有情况 现在地规出现了 因为这个程序被自己调用 Pick Best Next Step 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确定最佳的下一步走法 在调用自己后 程序会列出所有可能的走法 这个程序不断调用自己 在给定的时间内 尽可能多地考虑未来的走法 这样就会产生以指数型增长的逻辑处理数 这是另外一个以指数增长的例子 因为预先处理以后的走法 或者说是对策需要大约5倍于现在的计算量 递推公式成功的关键是逻辑数的裁减 并且最终能够停止增长 在游戏中 如果在一点上的每种走法都行不通 那么程序会在这一点成为这个数的页节点 结束逻辑数的增长 并且考虑最优的能够导致成功或者失败的走法 当所有的地规的程序调用结束时 程序就能在一定的地规深度下 在一定的时间限制内得到最优的走法 了解更多的地规算法 参见本章注释177 地推公式在数学方面往往是相当高效的 不仅仅是游戏中的移动 这种地推已经在数学领域解决并证明了定理 在每个点的扩展都是能够用公理或以前的定理证明 证明的这是纽厄尔 萧和西蒙斯的通用问题求解程序使用的方法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 地规仅仅适用于那些可以清晰定义规律 并且目标也很明确的问题 但它在计算机艺术创作领域却给了我们很多惊喜 例如我曾经设计过一个使用了地规方法的叫做 Ray Kurzweil's Cybernetic Poet的程序 178这个程序对于每个词都建立了一套目标 达到一定音律诗的结构诗的画龙点睛的地方 如果它无法找到一个符合上述目标的词 它就备份并删除前一个词 按照原来的标准重新开始寻找所期望的词 如此循环往复的寻找 如果所有路径都导致死角 如果最终所有的寻找都是徒劳的 那么它会放宽一些限制 重新寻找 徒5-3 身符理词的平局 是人类在变得聪明 还是机器在变得愚蠢 在计算机国际象棋比赛世界里 我们找到一个在软件上有好转的例子 即按照通常的看法 这些是靠计算机硬件的蛮力来统治的 在2002年10月的国际象棋锦标赛上 一流的选手弗拉基米尔 克拉姆尼克与身符理词软件打成平局 我想指出的是 身符理词很有效 只用到先前的冠军 深篮1.3%计算能力 尽管这样 但是它下棋的水平几乎没有下降 这是因为其基于模式识别的优秀的简直算法 后面将会解释 在6年之内 一个像身符理词的程序将拥有深蓝的能力 每秒分析两一个棋盘位置 运行在个人计算机上的 类似身符理词的下棋程序 将在这10年之内 再一次击败所有人类 在我1986年到1989年间曾写的书 DHF Intelligent Machines中 我已经预言 在20世纪90年代末 计算机将击败人类国际象棋冠军 我也曾提到 计算机在国际象棋等级上 每年增长约45个百分点 反观人类最好的选手 本质上已经定型 所以1998年迎来了焦点 的确,在1997年铺天盖地宣传的世界锦标赛上 深蓝确实击败了盖里、卡斯帕罗夫 但是,在申弗里词与克拉姆尼克的比赛上 目前本届的计算机程序只能够打成平局 据深蓝的胜利已经过去了五年 那么我们怎么解释这种情况呢? 我们应该可以总结出 一,是人类越来越聪明 还是机器越来越愚蠢 二,计算机在下棋上变得糟糕 如果这样,我们可以总结出 在过去的五年里 众多宣传计算机速度方面的提高 并不像人们说得那么好 还是计算机软件变得糟糕 至少在下棋上是这样 专用硬件的优势 上面的两个结论 没有一个是确定的 目前的结论是 软件正在变好 因为深浮里茨本质上已经敌得过深蓝 而且利用更少的计算资源 为了获得更多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刻理解 我们需要测试一些必要条件 当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写下计算机下棋的预测时 卡内基,梅隆大学开始着手编写一种程序 用来开发专门的芯片 来指挥极大极小算法 游戏博弈标准的理论 依赖于建立博弈序列的数 然后评估数的每个分支的终点叶子位置 特别是用来计算骑路 基于此专用硬件 1988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下棋机器 HITEC它已能够每秒分析17万5千个棋盘位置 它下棋的等级已经达到2359 只比人类的世界冠军约低440个点 一年以后的1989年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深思机器 将性能提高到每秒分析1000个棋盘位置 等级达到2400 IBM最后接管该项目 重新改名为深蓝 但是仍采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基础体系结构 1997年 击败卡斯帕罗夫的深蓝 拥有256个并行工作的专用下棋处理器 每秒可分析两一个棋盘位置 注意专用硬件的使用是很重要的 用它来加速特殊运算 需要为棋子移动生成极大极小算法 众所周知 专用硬件计算机系统设计器 一般执行一个特殊算法 可以比通用计算机至少快100倍 专用的SX专用集成电路需要很大的开发工作和消耗 如果不是重复基准所需的临界运算 例如编码MP3文件或者为电子游戏渲染图形机缘 这项花费还是非常值得的 深蓝对抗深福里茨 由于总是有大量的焦点聚焦在里程碑式的事件上 计算机有能力打败人类对手 所以寄希望于专用象棋电路的支持是有用的 虽然关于深蓝对卡斯帕罗夫比赛的参数保持了一定热度的争论 但是人们对计算机下棋的兴趣自1997年后非常明显的衰落 毕竟目标已经达到了 再去白费力气 意义不大 因此 IBM取消了该项计划 从此以后再没有关于专用下棋芯片的工作 人工智能的诸多领域的研究关注点已经不再是重大的结论 而是向导航飞机、导弹、工厂机器人、理解自然语言、诊断心电图和血液细胞图像、侦测信用卡欺骗 以及大量其他人工智能侠义上的应用 尽管如此 计算机硬件仍呈指数增长 自从1997年以来 个人计算机计算速度每年翻一番 因此 深浮里茨的专用奔腾处理器大约比1997年的处理器快32倍 深浮里茨仅用8台个人计算机组成的网络 所以硬件上相当于256台1997水准的个人计算机 每一台都比1997年的个人计算机约快100倍 当然 这是计算下棋的极大极小算法 所以 深蓝比1997年的PC机快上25600倍 比深浮里茨快100倍 这项分析可以由两个已经报到的系统速度来确认 深蓝可以每秒分析两一个棋盘位置 而深浮里茨仅约为2500个 重大的软件收益 由此 我们能对深浮里茨的软件说什么呢 尽管下棋机器通常被看作暴力计算的例子 但是这些系统有一个重要的方面 就是需要定性的判断 一系列的移动反对移动可能带来的组合爆炸更为可怕 在DHF Intelligent Machines我曾预计 如果我们没有成功的对移动反对移动数减之 或者试图在一场典型的比赛中走一步完美的庙棋 那样大约需要400亿年来移动一步棋子 假设一场典型比赛约有30步 每一步有8种可能的选择 那么得到830可能的移动序列 因此 一个实用系统需要不断地修减掉没有希望的作用线 这需要洞察力 而且本质上是模式识别判断 人类 即使是世界级国际象棋大师 完成极大极小算法也非常缓慢 通常比每秒一个移动反对移动的分析要慢 所以 一个国际象棋大师究竟能否与计算机系统对抗 回答是 我们控制了强大的模式识别 可以使我们利用极好的洞察力来进行简支 准确地说 在这个领域 对申福里茨的改进已经超越了申栏 申福里茨直比卡内基 梅隆大学的深思具有一些微小的有效计算能力 但是被认为 高出几乎400点 人类国际象棋玩家注定失败 我在DH of Intelligent Machines里做的另一个预言是 一旦计算机在国际象棋比赛方面做得跟人类一样好 甚至更好 那么 我们不是更多的思考 计算机智能就是较少的关注人类智能 或者较少提及国际象棋 如果历史是向导 结局很可能是这样 的确 它恰恰发生了 在深蓝胜利后不久 我们开始听到很多关于国际象棋 只是简单的组合计算游戏的说法 计算机的胜利只证明它是个好的计算器 事实上稍微复杂些 人类在国际象棋的良好表现显然不能归于我们的计算技术 事实上我们的计算技术还是很糟糕的 我们使用典型人类的判断形式来弥补缺点 对于这种定性判断的形式 深浮里茨比早先的系统表现出真正的进步 附带提及 人类在过去五年并没有进步 人类最高积分保持在2800以下 从2004年起 卡斯帕罗夫的等级是2795 克拉姆尼克是2794 我们该去向哪里? 既然计算机下棋 依赖于普通个人计算机上运行的软件 下棋程序将继续从持续增长的计算能力中获益 到2009年 一个类似深浮里茨的程序将再次达到深蓝的能力 每秒分析两一个棋盘位置 随着互联网计算成果带来的机会 我们将能够早于2009几年达到这个可能 计算机的互联网成果将需要更多无所不在的交流宽平带 但是这已经到来 随着这些必然的增长速度 以及模式识别持续不断的提高 计算机下棋等级将继续升高 在这个十年里 普通个人计算机上运行的类似深浮里茨的程序 不久将再次打败所有人类 那时 我们将彻底失去对国际象棋的兴趣 组合方法 组合方法是最强大的构建AI系统的方法 它仿真人类大脑的工作方法 正如前面讨论的 人的大脑不是一个巨大的神经网络 而是包含了数百个区域 每个区域都以不同的方式优化处理所负责的问题 没有一个区域能够单单依靠自身的操作而达到人类的水平 但是所有的区域在整个大脑系统中被精妙地设计 可以准确地完成人类的各项工作 我曾经在做AI相关的工作时使用过这种方法 尤其是在模式识别方面 举例来说 在语音识别中 根据经验与范例 我们可以实现一些不同的识别系统 有的系统是专门按照专家的语言和语音知识建立的 有的是根据规则来分析句子 这就涉及表现句子的单词使用情况的图 类似于小学时学的相关表格 有的是基于自组织技术 如马尔可夫模型 通过在图书馆中存储的录音和人们的演讲中广泛地进行训练 然后 我们做一个专家管理软件 以了解不同的专家的强度和弱点 然后通过组合这些结果来进行优化 在这种方式中 一个特殊的技术本身可能会产生不可靠的结果 却依然能有助于提高系统的整体准确度 在AI工具箱中 有很多结合不同方法的复杂办法 例如 可以使用遗传算法 为神经网络或者马尔科夫模型 优化最优拓扑节点和连接的组织 使用遗传算法的神经网络的最终输出 可以作为地规算法的控制参数 对于模式识别系统 我们还可以借助于强大的信号处理和图像处理技术 每个不同的应用需要不同的架构 计算机科学教授和人工智能的企业加本 哥特兹在人工智能领域整合不同技术的策略和架构方面 已经发表了很多文章和专注 他提出的 Novament架构 旨在提供一个通用人工智能框架 179 以上只是简单介绍了当前日益成熟的AI系统 对于AI技术的详尽讲解和阐述 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畴 甚至现在一个计算机科学的博士课程 也不能包含现有的技术 接下来介绍的精密 AI系统使用各种方法来对每个特殊的任务 进行整合与优化 精密AI系统由于顺应了现在的发展趋势 而得到不断加强 计算可用资源 呈指数级增长 现实世界中已经存在成千上万的智能应用 对于人类大脑机里的深刻认识正在不断深化 一个狭义AI的例子 在20世纪80年代末 我写了我的第一部关于AI的书DH of Intelligent Machines 我花费了很大的力气 做了一些调查 以查找一些在实践中成功的AI例子 那个时代互联网还没有普及 我不得不去图书馆和AI研究中心 足迹遍及美国 欧洲和亚洲 我将所有我认为可以作为合理的例子都收录在我的书中 我沉浸在数以千计的令人欣喜的例子中 在cursewhileai.net网站上 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报告至少一个梦幻般的系统 180 商务通信公司Business Communications Company 2003年 预测在2007年181 AI的市场规模达到了210亿美元 2002-2007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2.2% 领先的AI应用的行业 包括商业智能、客户关系、金融、国防和国内安全和教育 下面介绍一个小型的正在使用的精密AI系统 军用智能 美国军方一直是AI系统的狂热爱好者 模式识别软件系统 可以引导如巡航导弹、飞行数千公里 攻击特定的建筑物 182 尽管已经获得导弹飞跃地形的详细资料 但是由于存在天气、地面覆盖物和其他因素 因此需要一个灵活的实时图像处理程序来实施具体的处理 军队已经开发出自组织通信网络 称为网状网络的原型 当一组节点进入新的位置时 他们能自动配置数以千计的网络节点 183 专家系统结合贝叶斯网络和遗传算法 用以优化复杂的供应链 可以协调补给链 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备用物资 供应品和武器 这些物资的供应都将基于快速变化的战场需求 AI系统还可以模拟武器的性能 包括核爆炸以及导弹发射 美国国家安全局 基于AI的Achelon系统 在2001年9月11号前 通过分析公共交通监控信号 发出过存在明显恐怖袭击的警告 184遗憾的是 Achelon的警告没有得到重视 所以酿成了惨剧 2002年 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 见证了捕食者的首次亮相 美国无人战斗机 无人机尽管已经发展了许多年 但直到在其上装载了导弹 才证明它是非常成功的 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 武装俄的捕食者 由中央情报局操纵 和其他无人机 摧毁了数以千计的敌人坦克 和导弹发射点 所有的军事服务 都正在采用机器人技术 军队利用该技术搜索洞穴 在阿富汗和建筑物 海军使用小型机器人 船只保护航空母舰 正如我将要在第六章讨论的 使士兵远离战场 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 太空探索 美国航天局现在 正试图将自我控制 加入到无人航天器的软件中去 因为火星距离地球 大约是三光分钟 木星大约为四十光分钟 取决于行星的确切位置 航天器与地球的控制器之间的 通信存在明显的延时 由于这个原因 软件需要拥有重要的决策能力 为了做到这一点 美国宇航局正在设计软件 包括该软件的自身能力模型 和一艘飞船 以及完成每个任务 可能遇到的挑战 这种人工智能的系统 都能够通过新的形式来做决定 而不仅仅是在已经设定的 规则下进行推理 这种方法使得航天器 可以深入太空 1999年 一个飞船使用自有的知识 设计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法 避免了导致本次探索失败的危险 185 AI系统的第一个计划失败了 但它的第二个计划完成了使命 这些系统有一个关于 内部元件物理性质的常识性模型 布莱恩、威廉姆这样解释 布莱恩是深入太空智能软件的首创者 现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太空系统 和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科学家 他还提到 飞船可以从这一模型中进行推理 以确定哪些是错误的 并且如何采取行动 美国航天局使用计算机网络 通过遗传算法 发展三维空间技术的天线设计 使用五颗卫星来研究地球的电磁场 数以百万计的设计 在这次模拟进化中竞争 美国航天局的科学家 和项目领导杰森、罗汉提到 我们使用遗传算法 来设计微观机器 包括陀罗仪 并用于航天导航 软件还有可能发现 人们永远不可能想到的解决方案 186 另一个AI系统 可以将行星 从分辨率很低的宇宙图像 中辨别出来 其精度超过了这个领域的人类专家 新的陆地 机器人望远镜 能够决定在哪里观察 并且懂得如何提高 找到期望情况的可能性 成为自主 半智能观测站的系统 能够适应天气 注意感兴趣的项目 并且自主决定如何跟踪它们 它们能够检测到 非常微弱的太空现象 比如一个行星 仅仅一那秒的闪烁 这可能说明我们的太阳系 接收到了来自外宇宙的一个光线 187 一个称为运动目标 和顺态事件查询系统 MOTS 的类似系统 曾经在其投入使用的前两年 发现了180颗新的小行星和彗星 我们有一个智能观测系统 英国埃克赛特大学的天文学家 埃拉斯戴尔·艾伦解释说 它能够思考 并且能自主做出决定 决定 对某些观测 是继续还是放弃 如果需要更多的观测 它就将继续 并且得到想要的结果 类似的系统 还被军方用来自动分析 来自间谍卫星的数据 目前的卫星技术 能够观测到 地面上约一英寸大小的面积 而不受恶劣天气 云或黑暗的影响 188 在海量数据不断产生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自动图像识别的方案 就不能从相关的联系中得到规律 医学 如果你拿到一张新电图 ECG 医生就有可能通过 适用于新电图记录的识别模式 得到自动诊断 为了进行长期不引人注目的监测 嵌入衣服中的Wire Sensors 和无线通信使用手机 心脏病的 早期症状 Curswell Technologies公司 正在和United Therapeutics 合作开发新一代的 对新电图的自动分析 189 其他的识别模式系统 被用于诊断大量的图像资料 每个主要的药物开发者 都在使用人工智能程序 进行模式识别 以及挖掘新药物疗法 发展领域中的有用数据 例如 SRE国际公司 正在建立一个灵活的知识库 该知识库将我们所知道的 有关典型疾病的所有事情进行了编码 包括肺结核和幽门螺旋菌 引起溃疡的细菌 190 这样做的目的是 应用智能的数据挖掘工具 能够寻找出数据间新联系的软件 找出破坏 或中断这些病原体代谢的新方法 相似的系统被用于掩饰其他疾病的新型医疗方法 并自动发现和理解基因的功能 以及他们在疾病中的角色 191例如 阿尔伯特实验室宣称 一个新的实验室里配有AI机器人 数据分析系统和6个研究者 能完成以前拥有200名科学家的药物发展实验室的工作 192 前列腺特殊抗原 PSA 水平偏高的男性 通常要经历外科手术 但是这些男性中的75%没有患前列腺癌 一个以血液中的蛋白质的模式识别为基础的新测试 将会使这个错误的阳性比率下降到大约29% 193这个测试 是建立在由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 Korella JIC系统设计的 AI程序的基础上 准确性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改进 应用于蛋白质的模式识别 同时也可以用于检测卵巢癌 当代最好的卵巢癌检测 是和超音波检测一起使用的 CA-125 它能发现几乎所有的处于早期阶段的肿瘤 通过长期的诊断 发现卵巢癌十分致命 SDA和美国癌症研究所经营的临床蛋白质组织程序的伊曼·牛尔 帕特克因三世说 帕特克因是以AI为基础的新型测试的领先研究者 该测试可以寻找能在目前的癌症中发现的独特蛋白质模式 在一项包含数以百计的血样评估中 根据帕特克因的说法 测试结果表明 可以100%地发现癌症 即使癌症还在早期阶段 194 在美国几乎10%的百事抹片 是由名为Focal Point的自动化 AI程序分析进行的 其发明者是Tripath Imaging公司 研究者们开始用他们的标准 去面试病理学家的职位 AI系统通过观看病理专家继续学习 只有最好的人类诊断家才允许被该程序观察 这是专家系统的优点 Tripath的技术产品经理鲍博·施密特解释说 他只允许你复制该领域最优秀的人 俄亥俄州立大学健康组织已经建立了 以囊括多个专业 大量知识并以专家体系为基础的 CPA Computerized Physician Order Entry系统 195这个系统能够自动检测很多内容 如病人中可能的过敏者 药物的相互作用 年纪大者 药物限制 剂量指南和适当性等 病人的相关信息 这些信息来自医院的实验室和放射科 自然科学和数学 威尔士大学基于综合的AI系统 发明了机器人科学家 该系统能明确地叙述基本理论 这个机器人科学家是一个能自动进行实验的机器人系统 同时也是一个评价结果的推理机 研究者根据在教母中的基因表达模式创造了该系统 这个系统可以自动地产生假说来解释所观察的现象 设计实验来验证这些假设 用实验室的机器人来真正地进行实验 解释伪造与数据不符的假设所造成的后果 然后重复整个过程196 该系统能够通过其自身的经验来改善其性能 人类科学家设计的实验比机器人科学家设计的实验贵三倍 机器的测验与一群人类科学家的测验对比 表明机器所发现的东西比得上人类所发现的东西 威尔士大学的生物系主任迈克 杨氏从事机器研究的人类科学家之一 他解释说 机器人打败了我 但那仅仅是因为在那一刻我按错了键 一个长期存在的关于代数学的猜测 最终被阿尔共美国实验室的人工智能系统证明 人类数学家称这个证明是具有创造性的 商业、经济和制造业 每个产业的公司都在用人工智能系统控制和完善物流 发现欺诈和洗钱 以及将智能数据挖掘技术应用于他们每天收集到的大量信息 例如沃尔玛从顾客的交易中获得大量的信息 人工智能工具用神经网络和专家系统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 从而为经理提供市场调查报告 这种智能信息挖掘技术能够使他们为每天每个商场 对每种产品的需求清单进行非常准确的预测 197 人工智能程序通常也用于发现金融交易中的欺诈行为 例如一个叫FutureRot的英国公司 用以牛津大学研究的人工智能为基础的iHacks系统 去发现信用卡交易和贷款申请中的欺诈 198这个系统能够根据经验不断地产生和更新自己的标准 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夏洛特的第一厅权益联合银行 用Loan Arranger系统 类似于人工智能系统 决定是否批准抵押申请 199 全国证券交易商自动报价系统协会 NASDAQ也在使用一种名为 Securities Observation Nuse Analysis Regulation Sonar的系统去监督欺诈交易 和可能存在的内部交易 200到2003年年末 Sonar发现了180多起事件 这其中涉及美国证 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司法部 这其中的一些案件在事后被作为重要新闻报道 1972至1997年 麻省理工学院AI实验室的领导者帕特里克 温斯顿建立的Ascene Technology公司 已经设计了一个名为 Smart Airport Operations Center SCOC的系统 该系统也是基于基因算法的 它能够处理飞机场的复杂后勤 如平衡众多员工的工作分配 协调部门和设备的工作分配 并管理其他无数的细节 201温斯顿指出 找出方法去处理复杂的情况 正是基因算法所做的是 应用SALC的机场的生产率提高了大约30% Ascene公司的第一份合同就是将它的人工智能技术 用来管理1991年在伊拉克的沙尘暴行动的后勤 防御远景研究规划局 DARPA声称基于Ascene系统的人工智能 逻辑计划系统创造的价值 将大于政府在过去十几年中对人工智能的研究的投入 软件领域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 是用人工智能系统处理复杂的软件程序演示 发现故障 并在没有人类指示的情况下 选择最好的方法自动恢复202 实现该功能的一个主要思想是 随着软件系统越来越复杂 像人一样 它们不可能完美 除去所有的漏洞是不可能的 AI系统和人类采用相同的策略 我们不期望完美 但我们经常试着从不可避免的错误中恢复过来 我想让这个系统用自己的头脑进行管理 斯坦福大学的软件基础设施集团的领导者阿曼多 福克斯说他正在进行自动计算的研究 福克斯补充道 这个系统必须自己建立自己 完善自己 修理自己 当出现错误的时候 他必须知道如何应对这种客观的威胁 IBM 微软和其他的软件厂商 正在开发融合了自制能力的系统 制造业和机器人技术 计算机集成制造 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CIM越来越多地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完善资源的利用 使后勤合理化 并及时通过购买部件和物资减少清单 CIM的一个新趋势是用基于事件的推理 而不用硬编码的基于规则的专家系统 这些推理代码的知识源于视力 而这些视力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最初的视力是由工程师设计的 一个成功的视力论证系统的关键 是他能从实际经验中不断获取新视力的能力 这个系统能够应用推理 在其存储的众多视力中找到适用于新情况的解决办法 机器人已广泛地用于制造业 最新一代的机器人使用了灵活的人工智能影像系统 该系统由一些公司建造 如马萨诸塞州的Cognex Corporation公司 它能应对各种情况 这降低了机器人正确执行操作时的精确度需求 加州一家自动化公司Adapt Technologies的CEO布莱恩·卡莱尔指出 即使劳动力的成本很低 智能机器人和其他智能设备之间的交互也是一个重大方面 除了质量和容量外 硬件工具在使用户接受产品转变和演变方面也是不可比拟的 人工智能专家汉斯·莫拉维茨成立了一家名为CGrid的公司 该公司主要提供尤其开发的视觉机器 以便于完成制造、材料处理和某些军事任务 203莫拉维茨的软件可以使一个设备、机器人或者仅仅是一个材料处理车在 非结构化的环境中以步行或滚动方式运行 并且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建立一个可靠的三维地图 该机器人可以利用此地图和它的计算能力来确定执行任务的最佳路径 这项技术使得不需要前期繁琐的预编程 便能使智能机器在生产过程中传输生产材料 在军事方面 这种智能机器可以完成精确的任务 同时适应快速变化的地理环境和战场环境 视觉机器也能够提高机器与人交流的能力 使用小型、廉价的相机就可以使得机器人识别人的头部和眼睛 以此实现自然界中的一种重要的交流方式 眼神交流 卡内基、梅隆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头部和脸部跟踪系统 已经发展得比较完善 并且一些像See Machines of Australia这样的小公司 也已经开始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视觉系统强大的另一个有力证明是 一辆由人工智能系统驾驶的无人车辆 在没有人干预的情况下 几乎从华盛顿特区开到了圣地亚哥 204美国Pittsburg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 美国人工智能协会会长布鲁斯 布鲁兰说 在十年前这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 Park正在开发一个机器人 该机器人可以在诸如沙漠等复杂环境中进行导航 并且发现一些可能重要的目标 例如找到一个受伤的人 2004年9月在对圣河赛 举办的一个人工智能会议上 他们在模拟环境中展示了一些自我组织 用于现实受灾地区的机器人 205这些机器人 可以在崎岖的地形上移动 可以相互交流 组织处理图像 并且通过体温来寻找人类 演讲和语言 自然语言处理是人工智能方面 最具挑战性的一项任务 已经革命性的改变了研究和获取知识的方式 是用自然语言进行搜索 微软已经开发出了一套自然语言搜索引擎 SMSR SMicrosoft Research 这个搜索引擎可以回答自然语言的问题 如 米奇曼陀什么时候出生 206在系统将这句话 按照词类动词名词等进行解析之后 一个特殊的搜索引擎将会基于这些词找到匹配相 系统将会找到匹配的文档 以回答这个问题并进行排序 正确的答案被排在前三位的概率至少有75% 而且通常不正确的答案将会非常明显 例如 米奇曼陀出生再三 研究人员希望可以包含一些知识 这样就可以降低错误答案出现的概率 曾领导SMSR项目的微软研究员埃里克·布里尔 尝试完成一个更艰难的工作 建立一个可以用大约50个词的句子 回答一些更复杂问题 例如 如何才能获得诺贝尔奖 这个系统所用的其中一个策略 就是在网络上找一个适当的FAQ 断来回答这些问题 自然语言系统包括大量的词汇 电话中非特定语者语音识别 已经进入市场 并可以用于处理日常的事物 你可以询问大英航空公司 虚拟旅行代理人 任何已经录入的大英航空公司的航班 207 假如你需要Volison公司的客服 或者需要查尔斯 施瓦布和美林 林奇帮你做财务汇报 你也可以通过 与一个虚拟人类对话来获得 尽管这些系统汇令有些人厌烦 但是这些系统对于人们的日常口语 确实可以做出比较快和比较适当的反应 微软和其他一些公司正在提供一些系统 这些系统可以通过交互 合理而自然的对话来预定诸如旅店 旅行并处理常规的交易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这些虚拟代理人的工作能力感到满意 但是大多数系统都提供获得真人在线帮助的功能 使用这些系统的公司报告说 他们已经将需要使用人力的服务减少为原来的80% 除了可以省钱以外 接线员的减少也带来了一些管理上的利益 因为很多人对工作不满意 所以接线员的需求量非常大 据说大多数男人都不愿问路 但是汽车厂商证明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愿意向自己的汽车问路 2005年 Iteria RL和Honda Odyssey将会通过IBM提供的一套系统 允许驾驶员和他们的汽车进行对话 208汽车导航将会包含街道的名字 例如在Main Street左拐 然后在Second Avenue右拐 驾驶员可以提出诸如最近的意大利餐馆在哪的问题 或者可以进入特定的位置清楚的问路 然后给出汽车指令 例如打开空调 Iteria RL还将在它的屏幕上实时显示交通拥挤程度 语言识别系统号称是独立于说话者的 不受引擎声音、风声和其他噪音影响 据报道 这个系统能够识别170万个街道和城市的名称 并且可以执行大约1000条指令 计算机语言翻译正在稳步发展 因为这是一个图灵级的问题 即需要完全达到人理解语言的级别 才能像人一样熟练地完成任务 这将是最新的能够与人类行为相媲美的应用领域 美国加利福尼亚南部的一个计算机专家弗朗茨 约瑟夫、奥克已经开发了一种用大约几小时或几天时间就能在任何语言之间进行翻译的系统 209它所需要的仅仅是Rosetta Stone 一种语言的文本 以及该文本对应的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文本 尽管它需要这种翻译文本数百万的文字 通过自组织技术 这个系统可以为两种语言间的互译建立统计模型 而其他的翻译系统需要语言学家费尽心机地建立语法规则 对于每个规则还需要处理大量的异常情况 最近在美国商务部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举办的翻译系统竞赛中 奥克的系统获得了很高的评分 娱乐和体育 遗传算法有一个很有趣又吸引人的应用 牛津大学的一个科学家托马斯 瑞尔利用仿真的关节肌肉和一个大脑神经网络 创造了一个活生生的生物 然后他给这些生物下达指令 行走 他用了一个具有700个参数的遗传算法来实现这种能力 瑞尔说 假如你用人眼观察这个系统 你永远也不能完成它 因为这个系统太复杂了 这就是进化所能达到的效果 210 在这些生物平稳 令人信服地行走的同时 这项研究展示了遗传算法的一个著名属性 你将得到你所想要的 一些生物想出新颖的方法来代替行走 瑞尔提出 我们有一些生物根本不能行走 但是可以采用一些奇特的方法来向前行进 爬行或者翻跟等 软件已经发展到可以从一些体育视频中自动提取更重要的视频 211都柏林的三一学院的一个团队正在开发一种类似于抬球的桌面撞球游戏 在这种游戏中软件可以追踪每个球的位置并且可以识别一些重要的射门 佛罗伦萨大学的一个团队以足球作为研究对象 这个软件追踪每个队员 并且可以判断一种球的运动类型 例如任意球 射门等 进球的时间 被处罚的时间和其他一些关键因素 伦敦的大学学院的数字生物兴趣研究团队正在利用一些遗传算法设计一级方程式赛车 212 人工智能的冬季早已过去 我们已经进入了狭义人工智能的春天 前面介绍的这些例子都是10至50年前的研究项目 假如所有的人工智能系统突然都停止工作 那么我们的经济基础设施将会限于停顿 银行将会停止交易 大多数的交通会受到重创 通信将终止 而在10年前则不会有如此大的影响 当然 就目前来说 我们的人工智能系统还不具备筹划类似阴谋的能力 强人工智能 假如你只用一种方式去理解某件事 那么你并不能真正的理解这件事 这是因为假如有一个步骤发生错误 你将会被自己的思维所束缚 一件事对于我们的意义取决于如何把这件事同其他的事关联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死记硬背不能理解其真正含义 然而 如果你有几种不同的思路 那么当其中一种失败时 你就可以用另一种思维去尝试 当然 如果将过多的不相关的事物连接起来 将会使自己陷入困惑 但是良好的连接可以使你多方位的转变思路 直到找到一个合适你自己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思考 马文 明斯基213 提高计算机的性能就像水流蔓延的情景 大概半个世纪前 它开始灌溉滴滴 推进了人工计算器的发展 并改进了一些记录员的工作 但没有汇集大多数领域 现在 洪水已达到山路 就连我们的哨所都在考虑撤退 在山峰上 我们才能感到安全 但以目前的速度 高峰也将在另半个世纪被淹没 由于那一天的临近 我建议建一个方舟 并开始适应航海生活 但是现在 我们必须依靠我们在低地的代理人 来告诉我们洪水的真正情况 我们在山路的代理人和理论 向我们报告了智能的迹象 在数十年前 我们为什么没有 从低地获得如下的报告 电脑在计算和记忆力方面都强于人类 事实上 在那个时代 我们已经获得了同样的报告 当时计算机的计算效率 能像成千上万的数学家加在一起一样 人们称其为巨人的大脑 这鼓舞了第一代人工智能的研究 毕竟机器在从事某些事情的时候超越了任何动物 因为机器包含了人类的智慧 专注和数年的训练 但是现在我们很难再体会到那种魔力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计算机在其他领域愚蠢的表现造成了我们判断上的偏见 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们确实费尽心力的计算和记录数据 使得一个复杂计算的每一个很小的机械步骤都很明显 然而这样庞大的描述往往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 像制造的深蓝 从内部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处理 而从外围我们可以欣赏它设计的精妙 但通过天气模拟的繁琐计算来预测出风暴和龙卷风 或者通过电影动画中的计算来表现栩栩如生的皮肤 这些不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很少称这些是智能 但相比人工智能 人工现实可能是更加深刻的概念 潜藏在优秀人类其手中的精神步骤和理论证明是复杂而又不可见的 无法进行机械式的解释 那些可以自然地理解这些过程的人使用策略 理解力和创造力来描述它 而不是使用精神语言 当机器能够以同样丰富的方式兼备意义和惊喜 那么我们就智能地用精神语言进行解释 当然 在这个场景的背后 程序员能够从原理上给出机械解释 但即便对于程序员来说 当运行程序向内存中填入需要理解的大量细节时 这种机械解释将是无效的 就像上涨的洪水达到更多的居民居住地的高度 机器在众多领域的能力也会提高很多 机器的思考中存在的本能意识将逐渐普及 当最高的山峰被淹没 在各个领域 机器将具有与人类一样的智能 机器中思想的出现将是不容怀疑了 汉斯·莫拉维茨214 因为信息技术的指数及发展 其性能将由乏上可尘发展到令人惊叹 如前面几张所述 在很多不同的领域 狭义人工智能的表现已经让人印象深刻 机器使用人工智能 可以完成的智能任务的范围正在不断地扩大 在我为DH of Spiritual Machines 一书设计的一张图片中 《箭图5-4》一个充满戒备的人类 正在写出 只有人类能做的事件标志 机器不能做到 215地板上的是人类已经抛弃的标志 因为机器已经能够实现这些功能 新电图诊断 创作巴赫风格的曲子 识别人脸 引导火箭 打乒乓球 和国际象棋大师下棋 挑选股票 即兴爵士乐创作 证明重要定理和理解连续演讲 早在1999年 这些就不是只有人类智能领域能够完成的任务了 机器也可以完成所有的这些 图5-4中 那个人后面的墙象征着只有人类才能完成的任务 如具有常识 附数电影 举行记者招待会 翻译演讲 打扫房间和驾驶车辆 如果经过一些年后 我们重新设计这张图片 这些标志中的一些 可能将落在地板上 当SAC达到上千万的常识知识时 人类可能在常识推理领域上的优势 就不那么明显了 图5-4 家用机器人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虽然现在上处于原始阶段 从现在开始的后十年 我们可能会考虑使用具有清理房间能力的计算机 对于驾驶车辆 没有人工干预的机器人已经在不同的交通道路上驾驶车辆 而且几乎可以穿越美国 我们不会让机器人掌控开车 但创建汽车能自己开的电子化高速公路是一个重要提议 附数一部电影 举行记者招待会和翻译演讲 这三个任务是非常难的 只有达到人类对自然语言的理解才能办到 一旦我们取下那些标志 那么我们将会拥有新一代机器 那时强人工智能纪元将会到来 这个纪元将会悄悄来到我们身边 只要在人类和机器行为之间存在差异 比如在一些领域只有人类才能做到 而机器不能 那么强人工智能的怀疑者就会抓住这些差异不放 但我们的每一个技能和知识领域的经验 都可能紧随卡斯帕罗夫 我们对机器行为的认识将会很快从毫无希望变成令人畏惧 如同指数函数的底数超出人类预计的范围一样 强人工智能是如何到来的 本书中的大部分材料都已经设计出对硬件和软件的基本需求 并且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确信在非生物系统中这些需求将会达到 计算性能的持续性指数及增长会使得硬件具有模拟人工智能的能力 这个观点在1999年依然存在争议 在过去五年中三维计算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现在很少有资深评论员质疑它的发生 即便只使用半导体工业发布的ITRS路线图的预测 在2018年只需要合理的花费就可以制造达到人类水平的硬件 216 为什么我们能这么自信地认为到20世纪20年代的后期 能够实现人类大脑各部分的详细模型和模拟 在第四章就开始说明这种情况 直到最近 分析大脑内容的工具还不具有空间和时间解决方案 或者构造足够的数据去创造充分详细模型的实现成本太高 这些问题正在逐渐改善 在实时运行环境下 新出现的一代扫描和感知工具能够精准地分析和检测神经元和神经部件 将来的工具应该具有更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到了21世纪20年代 我们能够将扫描和感知纳米机器人送入人脑的毛细血管中 让他们从里面检查 我们已经具有了将不同来源大脑扫描与感知的数据转化为模型和计算机模拟的能力 而且可以与生物人在这些区域的性能相媲美 我们已经具有强大的模型 并且可以模拟大脑的一些重要区域的功能 就如在第四章讨论的 21世纪20年代后期 人们将对所有大脑区域建立详细和现实的模型 对强人工智能的推测是这样的 我们将在对所有大脑区域的逆向工程中学习到人类智能的实现原理 并且我们将应用这些理论到具有大脑智力能力的计算平台 这个将会在21世纪20年代实现 我们已经具有有效的工具来实现狭义人工智能 由于各种方法的持续改进 新算法的发现和各种方法向这个错综复杂体系融合的趋势 狭义人工智能将逐渐变得不是那么狭隘 这就是说人工智能的应用将有更广阔的领域 并且它们的表现会更加灵活 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为解决不同的问题提供不同的方法 就像人一样 更重要的是 人脑逆向工程的加速发展将创造新的洞察力和范式 这将极大的丰富不断发展基础的工具集 这个过程正在很好的进行中 经常会听到 由于人脑与计算机的工作机里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不能够将关于脑功能的分析 应用于可行的非生物系统 这个观点完全忽略了自组织系统领域 我们有一组逐渐改善的精密数学工具 应用于该领域 正如我在之前的内容中所讨论的 人脑与当代普通的计算机相比 在很多重要方面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打开你的掌上电脑 切断里面的一根线 就会很轻松地破坏一台机器 我们经常失去很多神经元和神经元间的连接 但却没有产生负面影响 这是因为人脑具有自组织能力 并且依赖于分布式模式 所以很多特别的细节并不是很重要 当我们到达21世纪20年代中晚期的时候 我们将能够制造出非常详细的人脑区域模型 最终这个工具将会逐渐丰富那些新的模型和模拟器 并且能够包含人脑如何工作的完整知识 我们可以应用这个工具到智能任务中 并且将在整个范畴利用这个工具 一些工具来源于人脑的逆向工程 一些工具源于我们对人脑理解的灵感 还有一些工具不是基于人脑 而是基于人工智能 人脑策略的一部分是学习信息 而不是源于硬编码的知识 我们用本能这个词来特指内在的知识 学习依然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我的经验里 在发展模式识别系统 如字符识别 语音识别和经济分析 培养AI的学习能力是最具挑战性的 同时也是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线的人类文明的知识积累将会越来越多 将来的人工智能将有机会通过学习大量的信息实体来获得教育 对人工智能体的教育将比没有经过强化训练的人类快得多 一个生物人类需要25年的时间来完成基础教育 而人工智能体则可以压缩到数周或者更短的时间 并且因为非生物智能具有分享学习和知识的模式 所以只需有一个人工智能体掌握特殊技能 就如我所指出的 我们可以训练实验室的一组计算机来理解对话 只要通过加载已经训练完成的模式到他们的电脑 那么成百上千的用户都可以获得我们的语音识别软件 非生物智能的一项技能是通过对人脑的逆向工程 实现掌握人类的语言和分享人类的知识 从而通过图灵测试 这个图灵测试是非常重要的 不仅是因为它重要的实际意义 更是因为它是一个决定性的预值 正如我们之前指出的 通过图灵测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不同于模拟人类智能的适应性 巧妙性和柔软性 在我们的技术中已经具备了这种能力 该能力通过功能的集中聚焦而放大 已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图灵测试 一年一度的洛伯纳奖比赛的同奖 颁发给最能理解人类话语的机器人 217获得银奖的标准是通过原始图灵的测试 但该奖项还没有授出 金奖是能够通过视觉和听觉 与人类流利的交流 换句话说 人工智能体必须具有一个令人信服的面孔和声音 就如从一个终端播放出 并且它必须显示出类似人类的判断 就好像它能够通过视频电话和一个真人进行交流 从表面上看获得金奖非常困难 我已经讨论过 金奖可能更加容易 因为裁判可能付出更少的注意给语言交流部分 而是被有说服力的面部和语音动画分散精力 事实上 我们已经具有实时的面部动画 然而 它并没有达到那些改进的图灵测试的标准 但已经非常接近了 我们已经掌握了非常自然的语音合成技术 尽管在调整音调方面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但其发音与人类的演讲已经很难区分 相比达到图灵测试级别的语言和知识能力 我们在面部动画和语音生成方面 将更迅速地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 图灵为其测试所设定的规则是不精确的 并且还有一些重要文献 专注于建立图灵测试准确的评价过程 218 2002年 我和米奇 卡普尔在LongNowWeb219网站上 讨论图灵测试的规则 并打赌是否可以通过 这个问题包含了2万美元赌注 最终的受益会转给获胜者选择的慈善机构 这个问题 是到2029年 机器能否通过图灵测试 我说会通过 而卡普尔说不会 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对话 并达成了复杂的规则 来执行我们的打赌 例如 简单到定义机器和人类 是不是一个直接的事 人类判断是否允许含有非生物思考过程存在于它的大脑中 相反的 机器能否具有任何生物部分 因为每个人对图灵测试的定义都不一样 能够通过图灵测试的机器们不会在一天出现 在一段时期内 我们将会听到机器通过图灵测试的声明 唯一不变的是 这些早期的声明估计会被知识丰富的观察者们揭穿 可能包括我在内 事实上 预值通过图灵测试与大家能达成广泛共识的通过图灵测试的标准 还有相当距离 爱德华 费根鲍姆提出了一系列的图灵测试 他们不是用来测试机器能否胜任普通人日常对话的 而是用来测试机器能否胜任一个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在一个阶段内的工作 220费根鲍姆测试FT可能比图灵测试重要 因为能通过FT的机器更加精通技术 他们能够改善自身的设计 费根鲍姆是这样描述该测试的 两个选手参加FT测试 其中一个选手是从预先选好的科学、工程或医学三个领域之一的精英中选拔出来的 数目可以更大 但针对这个测试不超过10个 举个例子 我们可以从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研究领域中来挑选 比如 我们可以选择天体物理学 计算机科学 分子生物学 在每一轮的比赛中 两个选手 科学精英和计算机的行为 将由另外一名同领域的专家来裁定 比如天体物理学的专家 裁定天体物理学的测试 当然 选手的身份是隐藏的 就跟图灵测试一样 裁判提出问题 希望得到相关解释 理论依据等 就像跟一个科学院的同僚讨论问题一样 人类裁判分辨 谁是 他在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同僚 谁是机器吗 费根鲍姆审视了计算机 被认为是科学院院士的可能性 很明显 费根鲍姆并不认为 目前存在机器入侵科学院的可能性 因为目前科学院院士清一色的都是人类 FT测试看上去要比图灵测试难 整个人工智能的历史显示 机器的智能 总是从科学的专业技术 开始逐渐向孩童的语言方向转化 早期的人工智能系统 在专业领域展现了其威力 比如改进数学理论和开医疗处方 这些早期的系统不能通过FT 因为他们不具备语言能力 而且他们不具备从不同的视角来建立知识模型的灵活性 而这是FT中的专业对话所必须的 和图灵测试一样 语言能力是必须的核心能力 许多技术领域的推理 并不一定比一个成年人的常识推理困难 我可以预计 再有机器能够通过图灵测试的同期 也能有机器在某些学科方 那将意味着 一个人类发明的事物能够控制自己的智能 并找到了克服自身局限性的方法 当人们理解了人类智能运转的原理之后 人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就可以扩展机器的能力 而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生物智能 通过和非生物智能的紧密联合 其能力已经被极大的放大 假以时日 非生物智能将占统治地位 本书通篇都讨论了这场变革各个方面的影响 在第六章中 我将集中地讨论这个主题 智能是利用有限的资源 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里的限制包括时间的限制 起点将以下面的快速循环为特征 人类智能 不断增长的非生物智能 非生物智能 具有理解和影响其自身的力量 公元前21年 细菌未来学家的朋友 那么请再给我讲讲你对未来的看法 公元前21年 细菌未来学家 好的 我认为细菌集合在一起 形成各种群落 整个细胞群的基本运作 如同一个能力得到很大增强的 巨大的复杂有机体 细菌未来学家的朋友 是什么让你有这样的想法 细菌未来学家 哦 我们的一些同伴 阅夺性细菌 已经侵入到其他大一些的细菌里 形成小的二人组 221不可避免 我们的同伴细胞将会集合成群 这样 每个细胞可以特化自己的功能 而现在 我们每一个人 都不得不靠自己 完成所有的事情 寻找食物 消化食物 排泄代谢物 细菌未来学家的朋友 然后呢 细菌未来学家 所有这些细胞将逐渐形成相互间新的沟通方式 这种沟通方式远并不是像你我之间的单纯的化学物质交换 细菌未来学家的朋友 好的 现在再给我说一下关于未来十万亿细胞的超组合部分 细菌未来学家 是的 根据我的模型 在大约20亿年后 一个十万亿细胞的大群落将会组成一个单独的有机体 该群落包含有数百亿的特殊功能细胞 它们相互间可以通过一种非常复杂的方式沟通 细菌未来学家的朋友 什么样的方式 细菌未来学家 音乐可以作为其中的一种方式 这些巨大的细胞群将创造出音乐沟通形式 并且与其他细胞群进行沟通 细菌未来学家的朋友 音乐 细菌未来学家 是的 声音形式 细菌未来学家的朋友 声音 细菌未来学家 嗯 这么来说吧 这些超级细胞群落非常复杂 群落自己都很难理解自己的构造 它们能够改善自身设计 变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快 它们将重新构造出 它们想象中世界的其他部分 朋友 等一下 听着似乎要失去我们赖以生存的细菌了 细菌未来学家 嗯 但是并没有损失 朋友 我知道你一直这么说 但是 细菌未来学家 那将会是向前迈了一大步 那是我们细菌的命运 而且 不管怎么说 将会很少再有细菌像我们一样 漂浮在四周 细菌未来学家的朋友 好吧 但是不利方面 会是怎么样的呢 我的意思是 我们的同伴 掠夺性细菌和 细菌制胡菌会带来多大危害 这些具有巨大能力的未来的细菌联合体可能会破坏所有事物 细菌未来学家 这还不确定 但是我认为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 细菌未来学家的朋友 你们通常都是个乐观主义者 细菌未来学家 你看 我们没必要为20亿年后的不利因素担忧了 细菌未来学家的朋友 好吧 那我们吃午饭去 21年后 内得 这些未来的智能机器 会比我在1812年反对的纺织机的情况更糟糕 那时候 我们担心 一人操作一台机器 可以代替12个人的工作 但是我们现在谈论的是 弹珠大小 可以超过所有人类智能的机器 雷 它只会超越人类的生物学部分 无论如何 那块弹珠仍然是人类 尽管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 内得 这些超级智能机器 不吃食物 它们不用呼吸 它们不用通过性来繁殖 那么 它们如何成为了人类 雷 我们将会融入技术 在2004年 我们就已经开始这么做了 尽管大多数的机器 现在还没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和大脑 我们的机器 仍然扩展了我们的智力 能够到达的范围 扩展我们的可达范围是人类的特性 内得 你看 说这些超级智能非生物实体是人类 就像是说我们是细菌一样 毕竟 我们是也从它们进化过来的 雷 的确现在的人是细胞的集合 我们是进化的产物 事实上是进化的优胜部分 但是 在更多有能力的基础方面应用逆向工程 建模 仿真 实力化 拓展改进来扩展我们的智能是进化的方法 将是我们进化的下一步 这就是细菌的命运 进化成一个技术创造型物种 同时 这是我们现在的命运 进化成为一个巨大的智能起点 第六章 影响的盛装 未来进入我们的视野 为的是替换我们当下的生活 尽管离一切发生还早 瑞尔 玛利亚 里尔克 对于未来的构想 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未来不是创造的 而是恰巧发生的 迈克尔 埃尼斯莫夫 扮演上帝 实际上是对人性的最高体现 我们有强烈的愿望 去不断完善自我 掌控环境 为我们的孩子们 铺就最好的道路 这些愿望 可能就是所有人类历史中 最基本的驱动力 如果没有扮演上帝的愿望 那么我们所熟知的这个世界 就不会有今天 数百万人将生活在草原和森林 以狩猎为生 没有文字 历史或数学 更不会对他们所拥有 如此错综的天地万物 和复杂的自身内部结构而感激 瑞米兹 南姆 影响的盛装 如果非生物智能成为主宰 人类的感受会是什么 如果人工智能和纳米技术 可以创造出我们想象的任何产品 任何位置 任何环境 人类机器文明又会暗示出什么 我在这里强调想象力的作用 是因为我们的想象仍然受到制约 然而 那些为我们生活带来幻想的工具 正在以指数级的速度变得强大 由于起点的临近 我们将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类生活性质的概念 重新设计我们人类的习俗 本章将探讨这些概念和习俗 例如 G、N和R的革命交织在一起 将使脆弱的人体1.0版本 转变为更持久的 更有能力的2.0版本 数十亿的纳米机器人 将参与我们身体和大脑的血液循环 在我们体内 他们将杀死病原体 修正DNA错误 消除毒素 以及执行许多其他任务 以增强我们的身体健康 这样 我们将能够无限期地生活下去 不会变老 在我们的大脑中 大量的分布式纳米机器人 将与我们的生物神经元相互配合 它将提供包括全部感觉的全沉浸虚拟现实 这种全沉浸虚拟现实 和与我们情感相关的神经一样 在神经系统内部作用 更重要的是 生物思想和我们正在创建的 非生物智慧之间的密切关系 将在很大程度上 扩展人类的智慧 战争将走向纳米机器人武器时代 正如现在的计算机武器一样 学习最先会转移到互联网上 然而 当我们的大脑也可以上网时 我们就可以把新的知识和技能下载下来 工作的职责 会变为创造各种知识 从音乐 艺术到数学 科学等 娱乐的职责 也一样会变为创造知识 所以 工作和娱乐之间将不会有明显的差别 地球上的智慧将继续以指数级扩张 直到我们所拥有的物质和能量 可以支撑起真正的智能计算 在我们即将到达银河系边界时 人类文明的智慧将以可能的最快速度 向外扩展到宇宙的其他部分 我们知道 速度的上限是光速 但也有人认为 我们可以绕过这一表面的限制 例如有可能通过虫洞来获取洁净 关于人体 这里有很多不一样的人 多诺万一 化过妆的婴儿插入我的身体 永远也找不到另一个这样的婴儿 我无法赋予它智慧 我那塑料的奇妙情人 杰弗森 埃尔伯兰 Plastic Fantastic Lover 我们的机器将变得越来越像我们 而我们也会越来越像我们的机器 罗德尼 布鲁克斯 一旦与城市永绝 我将不在 借由他获取肉身的形体 而仅仅可求希腊的巧匠们用断金 和金又所锤炼的式样 威廉姆 巴特勒 叶茨 史相拜占庭 我们正在利用生物技术 和新出现的基因工程技术 来使肉体和精神系统得到彻底升级 在未来20年内 我们将使用诸如纳米机器人之类的 纳米技术方式来改进我们的器官 并最终取代它们 新的吃法 我们从事某些活动 比如吃饭 能否只是出于乐趣 而不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消耗食物的原始目的 是为血流提供营养 然后这些营养被传递到人体内 数以万亿计的细胞中 这些营养素包括热量 能源物质 如葡萄糖 主要来自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 脂肪 以及无数的微量元素 如维生素 矿物质 和植物化学物质 植物化学物质 为不同的代谢过程 提供了构建模块和酶 像其他主要的人类生物系统一样 消化系统的复杂性令人惊讶 不管环境如何变化 都可以使我们的身体 提取出生存所必须的复杂资源 与此同时 它又能过滤掉多种毒素 我们正在迅速扩充 有关消化过程中的复杂途径的知识 但仍然有很多事情 我们不能完全明白 但我们知道 在人类进化发展期间 消化过程已经得到优化 那时的消化过程 与现在的相比 有着明显不同 在历史的大多数时期 我们面临的最大可能是 下一个秘食或狩猎季节 或者最近很短的几个世纪中的 播种季节 是灾难性的贫瘠 这是有道理的 因此 我们的身体会对每一个 可能消耗的热量 抓住不放 今天 生物战略却适得其反 已经变成过时的代谢规划 导致当代肥胖的流行 并加速了如关心病 二型糖尿病之类 蜕变性疾病的病理过程 从目前的情况看 我们的消化系统 及身体其他系统的设计 远远称不上完美 直到不久之前 在进化的时间尺度上 进化不会对像我这样 我出生于1948年 耗尽家族有限资源的老人有力 两个世纪以前 人类的平均寿命为37岁 进化青睐与短寿 这样可以把有限的储存 全部用于那些足够强壮的 可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年轻人 如前所述 所谓的祖母假说 她暗示部落中不多的聪明的长者 会有益于人类 一点也不会挑战这种说法 在人类寿命延展方面的基因 没有强烈的优胜劣汰的压力 二 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异常丰富的时代 大多数工作需要的是智力 而不是体力消耗 一个世纪前 30%的美国劳动力受雇于农场 另外的30%受雇于工厂 而目前这两个数字都低于3% 从飞行指挥到网页设计师 今天的许多职业类别 在一个世纪以前根本不存在 2004年是已经过了育儿期的年份 作为一个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 那肯定是我的看法 我们有机会继续为人类文明指数 及增长的知识库做出贡献 顺便说一下 这些知识包括像我们人类的独特属性等 人类已经通过技术来延长我们的自然寿命 药物 补品 为几乎所有的人体系统替换部件 以及许多其他干预措施 我们有各种装置来替代人体的部件 如臀部 膝盖 肩 肘 腕 颌骨 牙齿 皮肤 动脉 静脉 心脏半膜 胳膊 腿 脚 手指 脚趾 替代更加复杂器官 例如 我们的心脏的装置也正在引进 当了解了人体和大脑的运作方式 我们就能很快设计出极为优秀的系统 这些系统将有更长的寿命 更好的表现 不易崩溃 患病和老化 有一个例子是关于类似系统的概念设计 称作普里默后人 这是由艺术家和文化催化剂纳塔莎 维持摩尔提出的三 他的设计是为了优化机动性 提高灵活性 以及延长寿命 这一概念展望了一些特性 比如 超级大脑 用于一种人造的新大脑皮层整体网络的连接 人工智能 与纳米机器人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这种新大脑皮层 再比如 免受阳光伤害的智能皮肤 它有生物传感器 柔韧度与材质可以变化 有十分敏锐的感觉 尽管人体2.0版本 是一个持续而伟大的工程 这将最终使我们所有的肉体和精神系统发生根本改变 但是我们会一步一个脚印的不断向有力的方面努力 根据现有的知识 我们可以描述实现这一梦想每一方面的方法 重新设计消化系统 让我们从这一想法出发 回到对于消化系统的思考上 我们对吃的食物的成分已经有了综合的描述 我们知道如何使不能进食的人生存下去 那就是使用静脉注射营养 然而 这显然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因为现有的使物质进出血液的技术存在很大的限制 我们下一阶段主要是在生物化学方面进行改善 通过药物或补品的形式防止吸收过多的热量 并在其他方面改变新陈代谢的途径 使身体达到最佳健康状态 在乔瑟林糖尿病中心罗恩·卡纳博士的研究中 他已经识别出了脂肪胰岛素受体 FIR基因 他通过脂肪细胞来控制脂肪堆积 通过阻止小鼠脂肪细胞中单个基因的表达 卡恩博士开拓性的研究证明了 这些动物既能够不受限制的进食 又能保持身材和健康 虽然它们吃得远远比受控小鼠多 但摧毁FIR的小鼠实际上延长了18%的寿命 而且患心脏病和糖尿病的比率大大降低 因此许多制药公司开始努力地研究 如何将这些成果应用到人类FIR基因中取 在中间阶段 消化道和血液中的纳米机器人将会智能而精准地提取出 我们需要的营养素 通过我们的个人无限局域网 整理出额外的营养素和添加物 然后把剩余的物质转移 使其排出身体 如果这看起来像未来主义的东西 那么 请记住 智能机器已经进入我们的血液中 目前已有数十个基于血液的生物危机电系统 BioMEMS项目正在进行着 这种生物危机电系统用于广泛的诊断和治疗应用 似如前所述 有几个专门讨论这些项目的重要国际会议 五生物危机电系统设备 被设计为可以智能地侦查到病原体 然后以十分精准的方式发射药物 例如 传递诸如胰岛素质类激素的纳米血液 传输设备已经在动物身上得到证明 六 还有很多类似的系统可以准确地传递多巴胺 到帕金森市症患者的脑部 或者为血有病患者提供凝血因子 或者直接向肿瘤部位提供抗癌药物等 一个新的设计提供了多达20种物质的储备 可以在需要的时间和位置将它们释放到身体里 七 密歇根大学电气工程教授科德尔维兹 已研制出一种微小的神经探头 它可以对神经疾病患者的电活动提供精确的监控 巴胺带着未来的设计 也可以将药物传递到大脑中准确的位置 日本东北大学的石山一致开发了一种微型机械 它使用微观旋转螺丝将药物传递到较小的癌症肿瘤上 九 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研制出一种开拓性的微机械 它有一个可以开核的核 核里有微牙齿 用来捕获单个细胞 然后向其植入诸如DNA 蛋白质或者药品之类的物质 还有很多关于微型和纳米级的机器如何进入身体及血液的研究正在进行 十 最终 我们会精准地确定出每个人保持最佳健康所必须的营养素 包括所有的数以百计的植物素 这些将变得更加自由和廉价 我们不需要费力地从食物中提取营养素 营养素将由具有特殊代谢功能的纳米机器人直接带入血液中 而在我们血液和身体内的传感器通过无线通信 无时无刻地提供着身体所需要营养的动态信息 在21世纪20年代的晚些时候 这项技术应该会相当成熟 涉及这类系统的关键问题是 如何将纳米机器人引入和导出人体 我们今天的技术 比如静脉内导管 还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 与药物和营养补品不同 纳米机器人具有一点点智慧 能掌握自己的库存 并以十分聪明的方式进出我们的身体 一种方案是 我们可以在腰带和内衣中携带一种特殊的营养设备 营养供应纳米机器人可以装在这里的营养 并透过皮肤或体腔进入人体内 技术发展到那个阶段 我们可以吃到任何东西 无论是我们想吃的 还是令我们心情愉悦的 或者享受烹饪乐趣的 在拥有对血液最优营养循环时 我们就可以探索烹饪艺术的色香味 实现这一目标最有可能的途径是 使所有我们吃的食物通过一个经过改造的消化道 在这个消化道内不允许食物被吸收到血液中 但是这样会加大我们节肠和职肠的负担 因此更好的办法是把常规的排废功能分散开 我们可以通过使用特殊的类似小垃圾收集器的排废纳米机器人来完成这一功能 营养纳米机器人从一条通道进入我们的身体 而排废纳米机器人从另一条通道进入我们的身体 这种创新使我们可以不再增加对过滤血液杂质的器官如肾脏的需求 最终 我们将不会为特殊的衣着或明确的营养员而困扰 正如计算将得到普及一样 我们所需的基本代谢纳米机器人资源也将分布于我们周围 但是在体内保持足够的所有必要资源也一样重要 人体1.0版本只是在很有限的范围内做这件事 例如我们的血液中只储存可以使用几分钟的氧气数量 在甘糖和其他储备中只储存了足够几天使用的能量 2.0版本将大量增加体内的储备 使我们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离开代谢资源 当然 在这些技术刚开始引进时 大多数人不会废除老式的消化过程 正如引入第一代文字处理器时 人们也没有抛弃各自的打字机一样 然而 这些新技术在适当的时候将开始主宰这个时代 时至今日 仍有一些人在使用打字机 马和马车 木材燃烧炉 或其他被取代的技术不包括经过深思熟虑的古老的经验 同样的现象将发生在我们重新设计的人体中 当我们攻克了不可避免的困难 完全重新设计出肠胃系统时 我们会越来越依靠它 可以逐步地引进以纳米机器人为基础的消化系统 首先提高我们的消化道 而后经过多次迭代后就会取代消化道 可编成血液 一个基于逆向工程的普世系统 人的血液已经成为了广义上重新设计的主题 在前面的内容中介绍过 罗伯 弗雷塔斯以纳米技术为基础 取代人类红细胞 血小板和白细胞十一 如人类等大多数生物系统一样 大部分的血红细胞在完成充氧功能时 其效率很低 因此 弗雷塔斯重新设计了它们 以获得最佳性能 因为它的机器人红细胞 将使人在无氧的情况下 持续生活数小时十二 我们很想知道 这一新产品用于体育竞赛时会怎样 可能机器人红细胞等类似系统 将被禁止在像奥运会这样的比赛中 使用 但随后 我们将面对这样一种前景 青少年 其血液可能富含机器人红细胞 一般都会超越奥林匹克运动员 虽然在未来的十至二十年里 原型才会出现 但已经制定了 其物理和化学方面的要求 其细节令人印象深刻 分析表明 弗雷塔斯的设计 会比人类生物血液存储 及运输氧的能力强成百上千倍 弗雷塔斯还设想出一种 微米级的人工血小板 它可以实现比生物血小板 快一千倍的自我平衡 止血 还有纳米机器人 MicroBivore白细胞替代品 它可以通过下载软件 来摧毁特定的传染病 在速度上 它比抗生素快数百倍十三 还将对所有细菌 病毒和真菌感染 以及癌症有效 而且没有 耐药性的限制十四 心脏 有或没有 在我们的清单上 下一个要增强的器官是心脏 心脏是一个复杂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机体 而且会出现很多严重的问题 它从属于无数的失效模式 是我们挖掘潜在寿命时最重要的缺点 心脏通常是身体衰弱最早的部位 而且往往非常早 虽然人工心脏已经是可用的替代品 但更有效的做法将是完全摆脱心脏的束缚 在弗雷塔斯的设计中 纳米机器人构造的血细胞自己提供动力 如果血液可以自己流动 那么需要集中泵产生末端压力的工程问题 就可以消除了 当时纳米机器人进出血液的方式更加完美时 我们最终将能够持续地替换它们 弗雷塔斯还公布了一个复杂的 有500万亿个纳米机器人的系统设计 并称其为Vespulate 营养和细胞以非流体为基础的传递 这将会代替人类的全部血液食物 身体的能量也将由微型燃料电池提供 微型燃料电池使用的是轻或人体自身的燃料 ATP 正如我在第五章所述 在微积电和纳米级别的燃料电池两个方面 都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包括一些以人体自身的葡萄糖和ATP为能量来源的燃料电池16 随着机器人红细胞可以提供大幅改进的养合作用 我们就能够使用纳米机器人提供氧气和排出二氧化碳 这样肺也就可以消失了 与其他的系统一样 我们将经过中间阶段 中间阶段的技术只是加强我们的自燃过程 所以我们可以做到两全其美 最终 在每一个我们到达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不用复杂的实际呼吸 也无需那些可供呼吸的空气 如果认为 呼吸是愉快的 那么我们可以开发出 获得这种肉体上快感的方法 随着时间推移 我们也会 不需要各种器官产生的流入血液 或其他代谢路径中的化学品 激素和酶 在这些物质中 我们已经可以合成其中很多的生物对等合成版本 在未来10至20年 我们可以很常规的 大量创造出绝大多数的生化相关物 我们已经创造了人工激素器官 例如 美国劳伦斯 利福摩尔国家实验室 和加利福尼亚州的Metronic Minimd公司 正在开发一种皮下植入的人工遗造 它利用计算机程序来实现类似生物胰岛细胞的功能 它可以监测血糖水平和精准地释放一定数量的胰岛素时期 在人体2.0版中 激素和相关物质 在我们仍然需要的范围内将通过纳米机器人提供给人体 通过智能的生物反馈系统控制他们 供给并平衡身体所需的数量 由于我们将消除人类大部分的生物器官 因此 这些物质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类可能不再需要 并会由纳米机器人系统所提供的其他资源替代 因此 还剩下什么 让我们来关心一下 大约在21世纪30年代初可以达到什么程度 我们消除了心脏 肺 红 白细胞 血小板 胰腺 甲状腺 以及所有的激素生产器官 肾 膀胱 肝脏 食管下段 胃 小肠和大肠 从这个观点看 我们剩下的就只有骨骼 皮肤 性器官 感觉器官 嘴和食管上段 以及大脑 骨骼是一个稳定的结构 我们已经对它的工作原理有了一定的了解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取代它的一些部件 例如人工臀部和关节 虽然步骤中需要经过痛苦的外科手术 并且以我们目前的技术 做这些事情仍有很大的局限性 将来的某天 关联纳米机器人会通过一种渐进的 无伤害的过程 增强或从根本上替换骨骼 人体的骨骼2.0板 将非常强大 稳定 并且能够自我修复 我们不会注意到 如肝脏和一线等器官的缺失 因为我们并没有直接感受到它们的运作 但是 包含着第一和第二性器官的皮肤 可能可以证明 它实际上是 我们希望能够保留的一个器官 至少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保留 必不可少的沟通和娱乐功能 但是 最终我们将使用纳米柔性材料 以改善皮肤 这种纳米柔性材料 在增强我们亲密沟通能力的同时 可以在物质与热环境影响方面 提供更多保护 处于同样处境的还有嘴和上食道 它们构成了消化系统中依然存在的部分 用于体验饮食的感觉 重新设计人脑 正如我们前面讨论的 逆向工程和重新设计的过程 也包含着设计人体最重要的系统 大脑 我们已经有了基于神经形态模型的 人脑和神经系统的逆向工程填充物 以用于快速增长的大脑区域列表18 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 正在开发一种神经填充物 以代替受损的视网膜 用于帕金森病患者的填充物 已经可以使用19 这种填充物 直接与腹后核 Ventroposterior Nucleus 以及大脑的视丘下核 Supplymic Nucleus 去相通 从而逆转了这一疾病 所带来的最严重的症状20 一个用于脑瘫以及颅脑 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的填充物 连通了腹外侧丘脑 并在控制振战方面产生了效果21 与其像对待汤一样对待人脑 加入各种化学物质来增强或抑制某些神经传递素 这些疗法的先驱 美国的特罗斯里克医生这么说 现在 不如我们像对待电路一样对待它 很多技术正在研发当中 以提供生物信息处理的微模拟世界 与数字电子之间沟通的桥梁 德国麦克斯 普朗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开发出一种非侵入性装置 可以与神经元进行双向沟通22 他们通过在个人电脑上 控制活水质的动作来说明他们的神经元晶体管 类似的技术 已用于将水质的神经元重新连接起来 并让他们解决简单的逻辑和算术问题 科学家们在使用量子点Quantum Dot做试验 微型芯片包含光敏 对光企反应晶体半导体材料 可以涂在约束于神经元细胞表面特殊位置的态上 这可以使研究人员 以精确波长的光远程激活特定的神经元 例如用于药物输送的神经元 这样就可以取代侵入式的外部电脊23 这些发展也为神经损伤或脊髓损伤的患者带来了希望 可以将损坏的神经元路径重新连接起来 长期以来 人们一直认为 重建这些路径可能只对刚受伤的病人有效 因为在不使用时神经会逐渐坏死 然而最近的发现显示 神经治疗对脊髓长期损伤的患者也是可行的 由他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 让一组长期四肢瘫痪病人以多种方式活动四肢 然后利用磁共振成像MRI观察其大脑的反应 虽然他们四肢的神经通路已沉寂了多年 但当他们试图移动四肢时 他们的脑部活动与监测到的正常人的脑部活动非常接近24 我们还可以在瘫痪患者的大脑中放置传感器 将其编程为用于识别大脑中与有意图的运动相关的部分 之后刺激肌肉以恰当的次序运动 对于那些肌肉不再起作用的病人 已经有一些纳米基电NEMS系统 可以舒张和收缩 用来替换损坏的肌肉 它既可以被真正的神经刺激 也可以被人造神经刺激 我们正在成为机器人 人体2.0版本的描述代表着一个长期的趋势 这就是我们与我们的技术之间变得更加密切 最开始时 计算机作为巨大的远程机器 放置在空调房间里 有很多穿白大褂的技术人员在照看着 之后 他们移动到我们的办公桌上 然后放置在我们的手臂上 现在进入了我们的口袋里 按照以上的发展轨迹 不久之后 我们将把它们放入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中 到了21世纪30年代 我们将变得更加非生物一些 正如第三章中提到的 到21世纪40年代 非生物智能将拥有数十亿倍于生物智能的能力 战胜疾病和残疾 所带来的令人幸福的利益 会使得这些技术继续快速的发展 但医疗应用只会在早期阶段采用 随着技术进入正轨之后 深度挖掘人类的潜能将变得没有障碍 日前斯蒂芬霍金在德国杂志聚焦Focus中发表评论说 计算机智能将在未来数十年超过人类 他主张 我们迫切地需要开发一些直接到大脑的连接 以便计算机可以加入到人类的智慧中 而不是以相反的方式 25让霍金感到安慰的是 其建议的发展计划正在顺利地进行 在人体2.0版本中将会有很多变化 每一个器官和人体系统都将有他自己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生物进化只拥有称为局部优化的能力 也就是说 它可以改善一个设计 但必须限制在生物学很久之前达到的设计结果内 例如生物进化被限制在一类物质中 即蛋白质 蛋白质是由异为的氨基酸序列折叠组成的 它使用非常缓慢的化学转换 限制了思维的过程 模式识别 逻辑分析 技能的形成和其他认知能力 生物进化过程本身的工作就非常缓慢 只有逐步完善设计 这些基本概念才能被持续采用 它没有能力突然改变 例如 变为以钻石制品为结构性原料 或者基于纳米管的逻辑开关 然而 有一个解决这个固有限制的方法 生物进化 确实创造了一个物种 它可以进行思考 并熟练地控制它所在的环境 该物种在了解和改进它自身的设计方面 正在取得成功 并且有能力重新思考 并改变这些生物学的基本原则 人体版本3.0 我设想 在21世纪30-40年代 人体3.0版本将作为一个更加根本的版本进行重新设计 与其重建各个分系统 不如我们包括我们在思考和工作中协作的生物和非生物部分 以2.0版的经验为基础 改造人体 正如从1.0过渡到2.0一样 到3.0的过渡也是渐进的 这个过程中将涉及许多相互对抗的思想 我为人体3.0版本设想的一个属性是能够改变我们的身体 在虚拟现实环境中我们将能够很容易做到这一点见后面的介绍 但在真正的现实世界中我们也将获得这种方法 我们将把基于MNT的结构合并到我们的身体中 这样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愿迅速地改变容貌 考虑到美学在人脑中的影响 即使我们大脑的主要部分是非生物的 我们也很可能还是会保留人体中美学和情感的含义 即使已经得到拓展 但是我们智慧中的非生物部分将仍然起源于人类的生物智慧 也就是说很可能人体3.0看人的标准和今天一样 但考虑到人体大大增强的可塑性 我们的审美观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拓展 现在人们通过穿孔 纹身和整容等行为扩展了他们的身体 社会对这些变化的接受程度迅速提高 当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这些改变恢复原状 那么很可能会出现更加伟大的实验 J.斯托尔斯 豪尔这样形容他称为Foglights的纳米机器人设计 他可以相互连接 构成多种不同的结构 他也可以迅速地改变结构的组织形式 他们被称为Foglights是因为 如果在一个区域内 他们的密度足够 就可以控制声音和光线 并将其组织成变化的声音和图像 从本质上说 他们在体外 在物质世界建立了一个虚拟现实环境 而不是体内 在神经系统中 由于Foglights可以控制声音和图像 人们就可以利用这些机器人 改变他们的身体或周围环境 虽然其中一些变化 实际上是假象26 豪尔的Foglights 是一个概念设计 它建立了一个真正可变形的物质 媲美于那些虚拟现实中的物质 比尔一位环保专家 照字面意思理解 在关于人体2.0的内容中 难道你不是正在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扔出来 你建议把整个人体和大脑都用机器替换 那人类岂不是将不复存在 雷 我们不同意你对人的定义 但只想知道 你会提议把人与非人的界限划在哪里 通过生物或非生物手段来增强人体和大脑 才刚刚成为一个新课题 目前仍然有很多人正在遭受各种苦难 比尔 我对减轻人类的痛苦不反对 但是为了超越人类的性能 就用一台机器来替代人体 那么剩下来的也只是一台机器 在陆地上 我们有比人跑得更快的汽车 但我们并不认为他们是人类 雷 这个问题与机器这个词有很大关系 你对机器概念的了解 是一种比人的价值要少得多的东西 其复杂程度 创造性 智能 知识 辨别力 灵活这些方面都不如人类 对于今天的机器来说 这是合理的 因为我们见过的所有的机器 例如汽车 都是这样的 我的论文的整体观点是 即将到来的起点革命 是非生物智能机器的概念 这将从根本上发生转变 比尔 那么 这就是我的问题 我们的部分人性 是有局限性的 我们不敢说 我们成为最快的实体 有最强的记忆能力等 但是 人类拥有神秘的精神品质 而这是机器天生就不会拥有的 雷 那么再问一次 你把人与非人的界限 画在哪里呢 人类已经把他们身体和大脑中的一部分 用非生物替代品替换 这些非生物替代品 更好地完成着他们人的功能 比尔 只有在替换生病或残疾的器官和系统时 才有更好的感觉 但为提高人类的能力 你从根本上替换了人类所有的东西 那这天生就不是人类了 雷 或许我们的基本分歧 就是人的自然本质 对我来说 人的本质并不是人的局限 虽然我们也有很多局限 它是我们超越局限的能力 我们没有只停留在地上 我们甚至没有只停留在地球上 我们已经不再满足于人类的生物属性 比尔 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地 使用这些技术能力 超过某个界限 我们会失去一些无法形容的 能够赋予生命意义的东西 雷 我想我们都同意 我们需要认识到 什么对我们人类是重要的 但没有理由去庆祝我们的局限性 关于人类大脑 我们所有看见的或看似的 都只是一个梦在另一个梦里 埃德加 艾伦 波易 计算机程序员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 他仅仅是立法者 剧作家 舞台导演 君主 不管他有多么大的权力 他们之中 没有任何一个人 使用过如此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 去安排一个舞台或者战场 并指挥如此坚定不移 而又尽职尽责的演员或军队 约瑟夫 维登报母 一天 天刮着风 两名僧人正在讨论一面摇摆的旗子 第一个说 我说是旗子在动 而不是风 第二个说 我说是风在动 而不是旗子 一个路过的和尚对他俩说 风没有动 旗子也没有动 是你的心在动 佛教故事 假如有人准备说 想一想 蝴蝶究竟是什么 那么它的美将会被愁所替代 路德维格 维特根斯坦 2010年的推测 在下一个十年开始时 计算机将变得根本看不见 编织到衣服中 嵌入在我们的家具和环境中 它们将会使用 有高速通信和计算资源的全球网 一种万维网变化出来的网络 所有它连接的设备 都变为可以通信的网络服务器 从而形成巨大的超级计算机 和存储银行 我们将有很高的 可以激活或抑制附近神经元的触发31 它包括了神经元与电子神经元晶体管之间的双向交互 如上所述 样子点也显示出 有能力提供神经元与电子之间的非氢害通信32 如果我们想要体验真正的现实 那么纳米机器人只需保持其位置在毛细血管中 什么也不做 如果我们要进入虚拟现实 它们会抑制源自实际感官的输入 并用虚拟环境中恰当的信号替换它们33 你的大脑感受到了这些信号 好像它们是从你的身体里来的 毕竟 大脑并没有直接感受到来自身体的信息 正如我在第四章讨论的 从身体而来描述触摸 温度 酸减水平 食物流动和其他物质事件信息的输入 每秒几百兆的比特流过脊髓第一层神经元 透过秋脑腹内侧和后部 在导夜皮层的两个区域内结束 如果这些编码正确通过大脑逆向工程的努力 我们将会知道如何去做 你的大脑将感受到这些合成信号 与真实的情况一样 就像平常的那样 你可以决定引起肌肉和四肢运动 但纳米机器人会拦截这些神经元之间的信号 抑制你真正四肢的运动 以引起你的虚拟四肢运动作为替代 适当调整你的前庭神经系统 并在虚拟环境中提供合适的移动和再定位 网站将提供一整套的虚拟环境用于浏览 有的是真实地点的重建 另外一些是在物质世界中没有对应的稀奇环境 有些确实是不可能的 因为它们违背了物理定律 我们将能够访问这些虚拟的地方 可以与其中的真人或者假人 当然 最终两类人不会有明显的区别进行各种交互 从商业谈判到性感的邂逅 虚拟现实环境设计师将是一种新的职位描述和新的艺术形式 变成另一个人 在虚拟现实中 我们不会限于单一的人物 由于我们将能够改变我们的外表 事实上就变成了另一个人 无需改变我们物理的身体 在现实世界 在三维虚拟环境中 我们将能够很容易地变换我们设计出来的身体 在同一时间我们可以为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身体 所以你父母可能看到的是一个你 而你女朋友感觉到的是另一个你 然而其他人可以决定覆盖你的选择 看到一个不同于你为自己选择的躯体 你可以为不同的人挑选不同的身体映射 为聪明叔叔挑选本富兰克林的身躯 为恼人的同事挑选小丑的身躯 浪漫的情侣可以选择他们希望变为的人物 甚至变为对方 这些都是很容易改变的决定 2001年在蒙特雷举办的TED科技娱乐设计会议上 在一个虚拟现实的示范中 我有机会体验了把自己映射成为另外一个人会是什么样 通过放在我衣服上的磁性传感器 计算机能够跟踪我的所有运动 利用超高速动画 计算机生成了一个真人大小的 接近照片真实度的年轻女子 拉蒙娜的影像 她时时地随着我运动 利用信号处理技术 我的声音被转化为一个女人的声音 并且控制着拉蒙娜嘴唇的动作 因此 对于TED听众来说 好像是拉蒙娜自己在表演34 为了使这个概念更好理解 观众可以看到 我和拉蒙娜在同一时间有着完全相同的移动方式 一个乐队来到舞台上 与我 拉蒙娜合作演出了杰弗森 爱尔博兰的White Rabbit 以及一首原创歌曲 当时 我的14岁女儿也装备了磁性传感器 并加入了我 她的动作变成了一个男扮舞者在跳舞 她是虚拟的TED会议东道主理查德 索尔 沃尔曼 演示的焦点不是沃尔曼的街舞 而是她确实在做着我女儿的舞步 在场的观众是华纳兄弟富有创造性的领导层 她们悄悄地离开 并制作了电影西蒙尼 Simon 在电影中 人工智能帕西诺扮演的角色 以相同的方式把她自己转化为西蒙尼 这一体验对于我来说是深刻而感人的 当我在看Cyber Mirror 一种告诉我观众正在看什么的显示设备时 我认为这是西蒙尼 而不是我在镜子里看到的人 我体验到了把自己变为其他人的那种激动的力量 而不仅仅是一些理智的想法 人类在识别时经常与他们看到的身体 紧密联系起来 我是一个大鼻子的人 我很瘦 我是个大家伙 等 我发现有机会可以自由地成为另一个人 我们都能够在大量不同的个性之间转换 但是当我们没有容易可用的表达方式 表达这些个性时 我们通常都会抑制他们 今天 我们的技术非常有限 如时装 化妆品 发型 可以根据不同的场合和人际关系去改变我们自己 但在未来的全沉浸虚拟现实环境中 我们的性格调色版将会得到大大拓展 除了围绕所有的感官外 这些共享的环境也可以包含情绪涂层 纳米机器人也将能够产生神经相关性 包括情感以及其他感官体验 也能够产生心理反应 开卢手术的实验表明 刺激大脑中的某些特殊点可以引起情绪感受 例如 在DH of Spiritual Machines中 我报道过一个女孩 当刺激大脑中一个特殊点时 她就会对一些事物产生兴趣 35 某些情感和次要反应需要大脑活动模式 而不是特定神经元刺激模式 但通过使用大量的分布式纳米机器人 也可以刺激这些模式 体验喷射器 体验喷射器将会把人们整个的情感体验 以及情感反应的神经相关性 发送到网络上 就像人们今天用网络摄像机 播送他们卧室的影像一样 一个流行的娱乐活动 将是深入到别人的情感树中 体验那个人是什么感觉 这也是电影傀儡人生的前提 以虚拟体验设计出的新艺术形式 将会有以存当的大量可选择的体验 供人们挑选 扩展你的思想 大约在2030年 纳米机器人最重要的应用就是 通过将结合生物和非生物智能 我们的材质真正得到扩展 在第一阶段 通过纳米机器人之间的通信 建立起高速虚拟连接 这将增强我们数以百万亿计的 非常缓慢的神经元间的连接36 这将给我们提供机会 极大的增强我们的模式识别能力 记忆力 以及综合思考能力 当然也可以直接与强大的 非生物智能结构连接 该技术也可以提供 从一个大脑到另一个大脑的 无线通信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 在21世纪上半夜结束时 通过非生物机制的思考将占主导地位 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提到的 人类的生物思维被限制为每个人脑 每秒1016个结果 1016CPS 根据大脑区域 神经形态建模 对于所有人脑来说 这一数字约1026CPS 这些数字不会有一点改变 甚至通过生物工程调整我们的基因 都不会改变 相反非生物智能的处理能力 正以指数级速度 它自身以该速率提高成长 到21世纪40年代中期 它会大大超过生物智能 到那时 我们将会克服 只是把纳米机器人 放置在生物大脑中的模式 非生物智能将数十亿倍 强大于生物智能 所以它会占主导地位 我们将有3.0版本的人体 我们将能够以希望的那样修改或重新实力 化为新的样子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内 在全沉浸的视觉 听觉虚拟环境中 我们将能够迅速地改变我们的身体 20年代 在包含所有感官的全沉浸 虚拟现实环境中 我们能够迅速地改变它 40年代 在真正的现实中 就可以实现 非生物智能也应该视为人类 因为它完全是从人造机器文明起源的 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说 至少它是基于人类智慧的逆向工程 我在第七章中会讨论这个重要的哲学问题 这两个智能世界的合并 不仅是生物和非生物思想的合并 更重要的是思维的组织方式 它可以以任何实际上可想象到的方式 扩展我们的思维 今天我们的大脑在设计上是相对固定的 虽然我们已增加了神经元连接 和神经地质浓度这些形式 作为学习过程中的常规部分 但是目前人脑的整体能力是被高度限制的 到21世纪30年代末 当我们思想中非生物部分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时 我们将能够超越大脑神经区域的基本结构样式 基于大规模分布式智能纳米机器人的脑植入 将大大扩展我们的记忆 极大的改善我们所有的感官 模式识别 及认知能力 由于纳米机器人可以相互沟通 它们将能够建立任何一组新的神经连接 以打破现有的连接 通过抑制神经触发 创建新的生物非生物混合网 加入完全非生物网络 当然也包括与非生物智能的紧密连接 将纳米机器人作为脑添加剂来使用 相比于今天就已在使用的外科神经移植 有显著的进步 无需外科手术 纳米机器人就可以通过血液引入人体 并可以在必要时直接离开人体 所以这一过程很容易复原 它们是可编程的 因此 它们可以在前一分钟提供虚拟现实 而后一分钟提供大脑的扩展 它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形状 也可以改变它们的软件 也许最重要的是 它们是大量分布的 因此可以遍布大脑的数十一个位置 然而外科神经移植只能放置在一个 或最多几个位置上 莫利2004 全沉浸虚拟现实 似乎并不那么迷人 我的意思是 运行在我脑袋周围的那些纳米机器人 看起来像小虫子 雷 哦 你不会感觉到它们 它们甚至比不过你对大脑中神经元 或者胃肠道中细菌的感觉 莫利2004 事实上 我能感觉到 不过 我现在 已经可以让我的朋友完全进入 刚刚好的完全的融合 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 嗯 这与我年轻的时候 他们常常对电话的谈论一样 人们会说 当你们可以聚会时 谁需要与几百英里以外的人谈话呢 雷 没错 电话是听觉虚拟现实 因此 全沉浸虚拟现实 基本上是一个全身电话 你可以随时随地与任何人联系 但可以做的 就不仅仅是聊天了 乔治2048 你可以和你喜欢的娱乐明星在一起 莫利2004 任何我想要的时候 我都可以在我的幻想中做到 雷 幻想是好的 但真正的东西 或者这样说 虚拟的东西 是更加真实的 莫利2004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我最爱的名人 正在忙什么呢 雷 在大约2029年 虚拟现实将展现它的另一个好处 会有数百万的人造人 供你选择 莫利2104 我知道你 回到了2004年 但是当非生物人法案 在2052通过时 我们就可以去掉那个术语了 我的意思是 我们更加真实 嗯 让我描述它一下 莫利2004 是的 也许你应该这么做 莫利2104 这么说吧 你不必拥有明确的生物结构 你会 乔治2048 激动 莫利2104 我想你应该清楚的 蒂莫西 乐瑞 如果你有一个坏的旅行呢 雷 你是说 如果虚拟现实体验出了差错 蒂莫西 没错 雷 那么 你可以选择离开 这就像挂电话一样 莫利2004 是建立在你对软件还有控制的假设基础上吗 雷 是的 我们确实需要关注这件事 希格蒙德 从这里 我看到了一些对真实身心健康有益的可能性 雷 是的 在虚拟现实中 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任何人 希格蒙德 太好了 有机会表达压抑了很久的渴望 雷 不仅是你可以与你想要的人待在一起 也可以成为这个人 希格蒙德 没错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创造出自己的对象了 想一想 夫妻可以改变他们的性别 他们可以变为对方 莫利2004 我可以认为这是治疗的手段吗 希格蒙德 当然 只有在我小心的监督下 我才会建议这样做 莫利2004 这个自然 莫利2104 嘿 乔治 还记得那时我们每个人都在同一时间 变成了艾伦 库兹威尔小说中的异性角色吗 乔治2048 哈 我最喜欢你变为那个18世纪的法国发明家 就是做出怀表的那个 内德 路德 我可以看到 他正在失控 人们将开始花费大量的时间 沉浸在虚拟现实中 莫利2004 哦 我想 我10岁的侄子已经这样了 因为他在玩视频游戏 雷 这些视频游戏还不是全沉浸的 莫利2004 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 但我不知道他是否注意到我们了 但是 当有一天 他的游戏是全沉浸式的了 我们将再也看不到他 乔治2048 如果考虑2004年的弱虚拟世界的话 我可以理解你的焦虑 但在我们2048年的虚拟世界里 这不是一个问题 他们要比真实的世界更具吸引力 莫利2004 是吗 你怎么知道 你从来没有进入过真正的现实 乔治2048 我听说过不少这方面的讨论 不管怎样 我们可以模拟他 莫利2104 嗯 任何时间 只要我想 我就可以有一个真正的躯体 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 我不得不说 不依赖于特定的躯体 真是一种解放啊 更不用说 依赖于一个生物的躯体了 你能想象 被人用无休止的限制和负担 完全束缚起来的感觉吗 莫利2004 是的 我明白你的感受 关于人类的寿命 在所有生物科学领域中 没有任何线索是 关于死亡的自然规律 这是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之一 如果你说 我们想做永动机 在研究物理时 我们就发现了足够多的定律说明 要么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要么这些定律是错误的 但是在生物科学里 尚未找到任何表明死亡必然性的证据 这暗示我 死亡并非是不可避免的 在生物学家发现 究竟是什么 引起了我们故障之前 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可怕的世界性疾病 以及人生的短暂 都将会被治愈 理查德 费因曼 永不放弃 绝不放弃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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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放弃任何事 无论是伟大的或渺小的 巨大的或微小的 绝不让步 温斯顿 丘吉尔 不朽第一 一切都可以等待 哥恩 普拉特 非自愿死亡是生物进化的基础 但这一事实并不是好事 迈克尔 埃尼斯莫夫 假设你是一位二百年前的科学家 你解决了如何用更好的卫生学知识大幅降低婴儿死亡率 你做了关于这方面的报告 有人从后面站起来 说等等 如果我们这样做 我们将会人口爆炸 奥布里 德 格雷 老年病学 三十七 我们有责任死亡 迪克 拉姆 美国科罗拉多州前州长 我们中有些人认为这是相当可惜的 迪克 拉姆 一九五五年 对每天都有十万人死于与年龄相关原因的统计进行的评论三十八 进化 这个产生人类的过程只有一个目标 建立基因机器 它可以最大限度的复制自身 回想起来 这是唯一让像生命这样复杂的结构 可能在这个非智能的宇宙中出现的方法 但这一目标 往往与人的利益产生冲突 并且导致死亡 痛苦 以及生命的短暂 人类过去的进步 是一部摆脱进化约束的历史 建图六杠一 图六杠一 迈克尔 埃尼斯莫夫 本书的绝大多数读者 可能会感受到起点 当我们回顾前面的内容时 生物技术的加速进步 将使我们能够改变基因和新陈代谢过程 从而不再有疾病和衰老 这一进展将包括以下方面的快速发展 基因组学 影响基因 蛋白质组学 理解并影响蛋白质的作用 基因治疗 通过RNA干扰等技术 抑制基因表达 向细胞核内插入新基因 理性的药物设计 规划药物 直指疾病和衰老中的精确变化 对我们自己的细胞 组织 器官的年轻 端力延伸 和DNA校正版本 进行治疗性克隆 以及其他相关的发展 生物技术将拓展生物学 并修正其明显的缺陷 更迭的纳米技术革命 将使我们能够跨越生物学的苛刻限制 正如在其换旅程中特理 格鲁斯曼和我阐述的那样 活得足够长直到永远 我们正在迅速获得知识和工具 以无限期的保养和扩展 对我们称为家的身体和大脑 遗憾的是 我们婴儿潮一代中的绝大多数 并不知道这样的事实 在正常的生命过程中 他们不必像前一代人那样 遭受折磨与死亡 如果他们积极地行动起来 就可以以超越常规健康生活观念的方式行动 从历史上看 人类的精神寿命 长于有限的生物寿命 唯一的手段 只有将价值观 信仰和知识 传递给后代 建表6-1 我们现在正在接近一种模式的转变 这意味着 我们将可以维持我们存在的基本形式 人类寿命本身的增长是稳定的 不久之后 它将会加速 这是因为 我们正处于逆向设计生命与疾病内在信息处理的初期阶段 罗伯特·弗雷塔斯估计 如果排除特定的一半医学上可以预防的情况 那么将可以把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超过150岁39 如果能够预防90%的医学问题 人类平均寿命将超过500岁 如果达到99%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超过1000岁 我们可以预见到 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革命的完全实现 将使我们能够消除几乎所有死亡的医学原因 当向着非生物存在前进时 我们将获得 备份我们自己的方法将隐含在知识 技能 个性内的关键形式储存 从而以我们所知的方式排除大多数的死亡原因 向非生物体验的转移 一个固定容量的头脑会走到尽头 在几千年后 它的生命历程更像是不断重复的一盘磁带 而不是人 要想无限地活下去 头脑自身必须增长 当它长到足够大 在回顾历史的时候 对于它起源时的状态 能产生多少同类之情 当然 原始的版本 只是后来版本的一个很小的子集 后来的版本要比原来的扩大很多 弗诺 文奇 未来的帝国是思想的帝国 丘吉尔 我在第四章介绍了大脑上传的问题 直接的大脑移植方案 涉及扫描人脑 最有可能从内部 捕捉所有主要的细节 然后将大脑的状态 重新实力化到一个不同的 可能更强大的计算机中 这将是一个可行的步骤 并且最有可能出现在21世纪30年代末 但这不是我对正在进行的 向非生物体验转变 所设想的最主要方式 它会在一定程度上 以这种方式发生 其他样式的转变也会发生 逐渐的 但加速 正如我前面指出的 向非生物思考的转变 将会急剧的下滑 但是我们已经开始了 我们还将继续拥有人类身体 但它们将是我们智慧的可变投影 换句话说 当我们将MNT结构 合并到我们的体内时 我们将能够按照意愿创造 或重新构造出不同的身体 无论怎样变得完美 这种根本性的转变 会使得我们长生不老吗 答案取决于 我们对生与死的定义 思考一下 在今天 我们对个人计算机上的文件 都会做什么 当从一台旧计算机 迁移到一台新计算机时 我们不会扔掉所有的文件 相反 我们将它们复制 并重新安装到新的硬件上 虽然我们的软件 不必永远继续存在 但其寿命在本质上是 独立于硬件的 并且 与其所运行的硬件是断开的 目前 当我们人类的硬件发生故障时 我们生命的软件 个人的思想文件 也会随之逝去 不过 当我们有办法存储和恢复 万一字节的信息时 这种情况将不会再继续 当然 这些信息 在线了调用大脑 连同其余的神经系统 内分泌系统 以及其他思想文件的组成结构的模式 基于以上观点 基于以上观点 一个人 思想文件的寿命将不依赖于任何硬件媒介的持续生存能力 例如 一个生物身体和大脑的存在 最终基于软件的人将大大超越今天我们所知的人类的严重限制 他们将会在网络上生活 在他们需要或想要时设计出躯体 包括不同领域的虚拟现实中的虚拟躯体 全息投影躯体 Folkite投影躯体 以及由纳米机器人集群和其他形式的纳米技术组成的物理躯体 到了21世纪中叶 人类将可以无限制地扩展思想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 数据和资料不一定会永远地延续 信息寿命取决于它的相关性 实用性和易用性 但是这确实是某种形式的永生 如果你曾经试图从废弃的数据存储结构中 恢复那些以古老而废解的格式存储的数据 例如 一卷1970年小型计算机中的磁带 你就会知道在保持软件可行性中所面临的挑战 但是 如果我们勤奋地维护我们的思想文件 经常进行备份 并将其移植到当前的格式和媒介中 至少对于基于软件的人 就可以实现某种形式的永生 在21世纪末 人们将会惊讶于早期的人类 在生活中竟然没有备份 他们最宝贵的信息 在他们的大脑和身体中含有的那些 这种不朽的形式 与我们今天所知的生物人类的永生 是否具有相同的概念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 它是的 因为今天的自我 也不是一个恒定的物质集合 最近的研究表明 即使被我们认为是相对持久的神经元 也会在短短数周内改换其全部子系统 如小管等 只有我们物质和能量的形式持续着 即便这样 它也是逐渐变化的 同样 这也将是存在 发展 并且慢慢改变的软件人的形式 但那个基于我的思想 文件的那个人 真的是我吗 他在许多计算子系统中迁移 并且 他比任何思想介质的寿命都长 这种考虑 把我们带回到 已经在柏拉图的对话中 辩论过的同样的意识与身份的问题 我们将在第七章介绍 在21世纪 这将不会再是文雅的哲学讨论中的主题 而是不得不面对重要的 实际的 政治的 法律的问题 相关的问题是 死亡是可取的吗 在人们的思想中 死亡的必然性 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 如果死亡是不可避免 我们没有选择 那么只能把它合理化为必要的 甚至是崇高的 起点技术 可以为人类提供实用而可行的方法 以演变为更伟大的物质 所以 我们将不再需要把死亡合理化为 给予生命意义的主要方法 信息的寿命 那时候的荣誉 国王继续说 我将永远 永远都不会忘记 然而 你会忘记的 王后说 如果你不把它记录下来的话 路易斯 卡罗尔 Fru the looking glass 常言道 你唯一能够确信的事情是死亡与税负 但对死亡不要特别确信 约瑟夫 斯特劳斯 神经系统学家 我不知道陛下怎么样 但无论他们变成什么 我肯定你都可以向他们征税 耐克尔 法拉第 英国财政部询问关于他的电磁论证的实际用途时所作的回答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凉宵 应怒斥 怒斥光明的消逝 迪伦 托马斯 将我们的生命 历史 思想和技能 转换为信息 针对这样的机遇 会产生一个问题 信息会延续多久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我就尊重知识 经常将收集各种信息 作为一种爱好 并且与我的父亲分享 有这样一类人 他们喜欢保存记载他们人生中所有的图像和声音 我的父亲就属于这一类人 1970年 58岁的父亲不幸去世 我继承了他的档案 一直珍藏到现在 我保存了1938年 父亲在维也纳大学的博士论文 其中包括了 他对布拉姆斯在音乐词汇方面贡献的独特见解 有整理好的简报簿 是关于他年轻时 在奥地利的山上举办的令人欢呼的音乐会 有不少来往于 他与赞助他逃离希特勒的美国音乐赞助人之间的紧急信件 就在水晶之夜之前 联想到欧洲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历史发展 使得这样的逃离变得不可能 这些东西与很多有些年代的盒子待在一起 盒子里装满了无数的纪念品 还有老照片、塑料磁带上的音乐唱片、个人信件甚至很古老的钱币 我同样继承了他对保存人生记录的爱好 所以与父亲的盒子一起 我有几百个保存着我自己的报纸和文件的盒子 父亲的生产力仅仅依赖于手动打字机和复写纸技术 不能跟我的生产力相比 在电脑和高速打印机的帮助与支持下 可以以各种变换再现我的思想 在我的盒子之外 也有各种形式的数字媒介 打孔卡、纸带滚 各种大小和格式的数字磁带和磁盘 我常常在想 怎样容易保存这些信息 讽刺的是 接近信息的容易程度 与创造它的技术的先进程度 呈反比例关系 最直接的是纸质文件 它可以显示 在其寿命内都明显可读的符号 只是略微有些挑战的是 黑胶片唱片和模拟磁带记录 虽然需要一些基本的设备 但它们不难找 也不难使用 打孔卡可能更有挑战性一些 但仍然可以找到打孔卡阅读器 而且格式并不复杂 迄今为止 最需要恢复的信息是包含在数字磁盘和磁带中的 考虑一下所涉及的兼具任务 对于每个戒指 我不得不明确地指出 哪个磁盘或磁带已经用过 是1960年的IBM1620 还是1973年的Data General Nova 然后当我组装好这些必要的设备时 就需要解决一些软件层的问题 合适的操作系统 磁盘信息驱动以及应用程序 而且当我不可避免地遇到 在软硬件层次中固有的大量问题时 我要向谁求助呢 很难使同代系统运行 更不用说那些用于这些系统的服务器 它们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解散了 如果它们曾经存在 甚至在计算机历史博物馆中的大部分展品 好多年前就已停止工作41 假设我能战胜所有这些障碍 我不得不说明一个事实 在磁盘上的这些实在的磁性数据已衰退 就电脑很可能仍然会产生错误信息42 但是 这些信息就真的没了吗 答案就是 不是全部 即使这些磁点不能再被原始设备读取 退化区域也会被适当的灵敏设备所增强 可以采用类似于应用在扫描旧书页面时的图像增强的方法 信息仍在那里 虽然很难取得 如果有足够的现身和历史研究精神 或许真的能恢复它 如果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些磁盘中的一个内涵价值巨大的秘密 或许我们就会成功地恢复该信息 但仅仅是怀念 可能不大足够激发一个人去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我会说 因为我在很大程度上预感到了这个困境 我对这些旧文件的大部分都做了纸质的打印资料 但是 在纸上保存我们的所有信息并不是最终答案 就像硬拷贝档案出现在他们自己的问题集里一样 假如把一份上百年的纸质手稿拿在手里 我很容易阅读它 但从成千上万 越有组织的文件夹中找到一份想要的文档 这会是一个令人沮丧并且浪费时间的任务 它将可能花费整个下午来定位正确的文件夹 更不用说 由于移动很多沉重的文件箱 而使人被不拉伤的危险了 使用缩微胶卷或缩微胶片 可以减轻一些困难 但定位正确文件的问题仍然存在 我梦想将这些成千上万的记录 装入一个巨大的个人数据库中 它允许我对这些数据使用当代强大的搜索和恢复方法 我甚至为这一冒险起了个名字 Daisy文件与影像存储发明 并且为它积累了多年的想法 计算机先驱戈登 贝尔原数据设备公司的总工程师 DARPA 国防先进研究计划局和恒金基金会 也在研究这个系统 以解决这一艰巨的任务43 Daisy将涉及相当艰巨的任务 审查和登记所有这些文档 但在我的梦想中 Daisy的最大挑战是十分深奥的 我将如何选择合适的硬件及软件层 来保证我的存档在今后几十年内 都是可见且可得的 当然 我自己的存档需求 只不过是人类文明积累的 指数增长的知识基础的一个缩影 正是这种共同的物种范围的知识基础 区别了我们与动物 其他的动物沟通并没有积累一个不断演变并增长的知识基础 用以传递给下一代 当我们在用被医学信息专家布莱恩 伯杰称为消失的墨水写下珍贵的遗产时 我们的文化遗产似乎面临很大的风险44 这个危险似乎随着我们知识基础的增长而成指数级增长 我们在用于存储信息的软硬件的许多层次上采用新标准的速度越来越快 使得以上的问题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进一步恶化 还有另一个有价值的存储在我们大脑中的信息仓库 我们的记忆和技能 虽然它们看起来稍纵极势 但它们代表着信息编买于神经地质浓具物 神经元连接 以及其他神经元相关细节的大量形式中 这个信息是最宝贵的 这也是死亡会如此悲惨的一个原因 就像我们讨论的 我们最终能够访问 永久地保存 理解这些在我们每个人的大脑中隐藏的千万亿字节的信息 将人类的思想拷贝给其他介质将会引起许多哲学问题 我将在第七章中讨论 例如那是真正的我吗 还是掌握了我所有思想和知识的另一个人 无论我们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捕获我们大脑中的信息 以及信息过程的想法 似乎意味着我们至少是行为非常像我们的实体 可以长生不老 但这真的是它的含义吗 我们世世代代的精神软件的寿命 无情地被关联在我们生物硬件的存亡上 能够捕获并且重新实力化我们信息过程的所有细节 这确实是可以分离我们死亡的两个方面 但是我们也看到 软件本身并不需要永远存活下去 而且有难以克服的障碍使它无法支撑很久 所以信息能否代表一个人的情感存到 人类机械文明累积的知识基础或我们大脑中存储的思想文件对于最终的软件寿命会产生什么结论 答案很简单 那就是 只要有人关心它 它就会存在 关于我的 Daisy工程 得出的结论是 在经过几十年认真的考虑后 不会有今天的硬软件标准及存在 将来也不会出现 可以提供任何合理的信任级别 在数十年后 这些存储的信息依然可以访问 不考虑不合理的努力等级 45 我的存档或其他任何信息基础可以保持可见的唯一办法就是持续升级 并且移植到最新的硬件和软件标准上 如果一个存档一直被忽略 它将会最终变得和我的8寸 PDP 8软盘一样 不可访问 信息需要不断的保养与支持来保持生命力 不管是数据还是智慧 只有我们想要信息生存 它才能生存下去 推而广之 只有我们关心自己 才能继续生存 我们控制疾病和衰老的知识 已经进步到你对自己寿命的态度 成为长期健康最重要的影响 我们文明的知识宝库 并不能简单地独自生存 我们必须不断地在发现 在解释 在整理 我们祖先赐予我们的文化和知识遗产 如果我们不关心这些信息 它们都将会消逝 将我们当前应连线的思想 转变成软件 这并不一定能让我们长生不老 它只是简单地给出了一个方法 用来决定 我们想让我们的生命及思想 在我们手中持续多久 莫利2004 那么 你是在说 我只是一个文件 莫利2104 好吧 不是一个静态的文件 而是一个动态的文件 但是你的指示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更重要的呢 莫利2004 好吧 我一直在丢弃文件 即使是动态文件 莫利2104 并不是所有创建的文件都是平等的 莫利2004 假设那是真的 当我丢失了我的高级论文的唯一副本 当我丢失了六个月的工作成果 并且不得不重新开始时 我身心焦脆 莫利2104 啊 是的 那很可怕 我记得很清楚 即使已经过了一个世纪 这个毁灭性的记忆 因为它是我的一部分 在那个信息文件上 我投入了我的思想与创造力 那么想想 所有你和我累积起来的思想 经验 技能和历史是多么宝贵啊 关于战争 远程的 机器人的 健壮的 更小尺寸的 虚拟现实的范式 随着武器变得越来越智能 军事战争便产生了一种 令人印象深刻的趋势 那就是用更少的伤亡 完成更精确的任务 当这一趋势 与包括更加细节 且现实的电视新闻报道 一同出现时 它可能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在看到更精确 更现实的电视新闻报道的趋势时 它似乎不是那样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及朝鲜战争中 短短的几天内 数以千计的人失去了生命 这只被偶然的新闻短片 所可视化的记录下来 今天 我们几乎每一次 都有约定的前排座位 每个战争都有它的复杂性 但是 通过检查伤亡的数量 可以明确精确 智能战争的整体动向 与这一趋势相似 我们在医药领域 开始看到的情况是 对抗疾病的智能武器 可以在产生较少副作用的情况下 执行具体的任务 这一趋势与相关 伤亡者类似 虽然它从当代媒体报道中 看起来 可能不是那么回事 回忆一下 5000万的公民 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图6-2 我是陆军科学咨询小组 ASAG的五名成员之一 ASAG的职责 是对军方科学研究的 优先级提出建议 虽然我们的情况介绍 讨论和建议是保密的 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些军队和美国所追寻的整体技术方向 约翰 A.帕门特拉博士 是美国陆军研究与实验室管理部门的负责人 也是ASAG的联络员 他将国防部的异常过程描述为 像这样的武器力量前进 高度灵敏 以网络为中心 有快速判断能力 各编队优良 在任何战役中都能够提供巨大的压倒性的影响 46更小 更轻 更快 更致命 更智能化 他这样描述 目前正在开发的 以及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内计划推出的未来战斗系统 FCS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用于未来作战部署和技术的转变 已经在计划之内了 具体的细节可能会改变 军队射想部署旅集战斗队BCT 其中包括约2500名士兵 无人操控的机器人系统FCS装备 一个单独的BCT将代表约3300个平台 每一个平台都有他自己的智能计算能力 BCT可能有一个战场的通用作战仕途 可以为他做合适的转化 每一名士兵都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接收信息 包括视网膜显示 包括其他形式的提醒 未来也许是直接神经连接 军队的目标是能够在96小时内部署一个BCT 并且在120小时内分派完毕 目前每个士兵的负载是大约为100磅的设备 最初通过新的材料和设备将其减少为40英镑 并显著地提高其效用 一些设备将被卸载到机器人骡子 目前已经开发出一种新型制服材料 它使用的是悬浮在聚以二唇中带有硅纳米粒子的纤维 DJ以吸引结构 该材料在正常使用时十分灵活 但当它被重压时 它就会形成一个几乎坚不可摧的团块 对穿刺有抵抗作用 麻省理工学院的军队士兵纳米技术研究所 正在开发一种基于纳米技术的称为电子肌肉 的材料 这可以使战斗人员在操纵重型机械时 大大增加其身体的力量47 Abrons坦克有着引人注目的生存记录 在20多年的作战经历中 只有三台在战斗中报废 这是先进的装甲材料与用于防御如导弹等武器智能系统的设计 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然而 坦克重70多吨 这一数字需要大大减少 以满足适用于更小FCS的目标 新型轻质但超强纳米材料 如与纳米管结合的塑料 它比钢的强度高50倍 与对应导弹攻击的增强计算机智能相似 预计将大幅降低地面作战系统的重量 无人驾驶飞行器UAV的开发趋势将会加速 它以最近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役中运用的武器Predator作为开端 陆军的研究包括发展与鸟大小相似的UAV 并且将快速、准确、同时有执行侦察和战斗任务的能力 更小规模的、雄风大小的UAV也被想象出来 实际雄风的导航的能力基于它的左右视觉系统的复杂配合 这一导航能力已经被逆向工程 并且将会适用于这些微型飞行器 FCS的中心是一个自我组织的、高分布式的通信网络 可以从每个士兵和设备部件那里搜集资料 相应的、为每个人和机器参与者提供合适的信息显示和文件备份 它将不会像集中式的通信Hub那样容易受到恶意攻击 信息自己会迅速寻找路线 并且绕过网络的损坏部分 一个明显首要考虑的问题是 发展技术能维护整个通信 并阻止任何敌对力量对信息的窃听与操纵 通过使用电子手段和软件病毒的网络站 同样的信息安全技术也将应用到渗透、破坏、混淆或销毁敌人的通信设施 FCS不是一次性的程序 它代表着对军事系统的广泛焦点 远程引导的、自动的、小型的以及机器人的系统与件状的、自组织的、分布的、安全的通信相结合 美国联合部队司令部的Alpha项目 在武器服务期负责加快转型思路 构想出一个主要式 机器人的2025作战力量 其包含战术自制战士Tech 它有一些级别 包括自制可调的自主权 或者受监督的自主权 或者完全的自主权 在任务范围内 48Tech将可以在广泛的范围内使用 从纳米机器人和微型机器人再到大型、UAV和其他车辆 以及可以步行通过复杂地形的自动化系统 美国航天局正在研制一个采用蛇形结构 具有军事应用展望的创新设计 49 海军研究部的自主式智能网络系统 AINS 计划是一个促进21世纪20年代 自组织性、小机器人风群的计划 他设想了一种包含大量无人驾驶的自主机器人的雄风部队 他们可以在水中、在地上、在空中作战 这一风群还包括可以发出命令与控制他们的人类指挥官 项目负责人艾伦、莫什飞鹤称其为天空中牢不可破的互联网 50 广泛的研究将进入风群智能设计51 风群智能描述了这样一种方式 复杂的行为可以产生于大量独立的动音 每一个动音都有相对简单的规则52 成群的昆虫往往能够对复杂的问题设计出聪明的方法 例如设计一个巢穴的结构 尽管风群中没有任何一个成员拥有设计该结构必须的技能 DARPA在2003年宣布一个有120个军事机器人组成的部队 由一、机器人制造 这是一家机器人先驱罗德尼、布鲁克斯与人合伙创办的公司 该部队已装上了风群智能软件 可以模仿昆虫的组织行为53 当机器人系统物理结构变小 数量变多时 自组织风群智能的原则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军事上也同样认同必须减少开发时间 从历史上看 军事项目的典型时间从研究到部署一般都会超过10年 但随着技术思维转换速率每10年下降一半 这些开发时间需要跟上步伐 因此许多武器系统到达现场时就已经过时了 改变这一现状的一个办法是 在开发和测试新武器时使用模拟 这会使武器系统在设计 实施 测试时 远远快于先建造模型 然后在实际中进行测试 通常是使他们爆炸这些传统的方法 另一个重要的趋势是让战斗人员远离战场 以提高士兵的存活率 通过允许人类远程驾驶和引导系统 这是可以做到的 让飞行员离开交通工具 这可以使交通工具参与更危险的任务 并且可以将它的操作设计的更为简单 由于减少了用于支撑人类生命的额外需要 它可以让设备变得更小 将军会离得更远 在卡塔尔的掩体中 汤米 弗兰克 指挥着阿富汗战争 智能尘埃 DARPA是一种正在开发的设备 它甚至比鸟类和雄蜂更小 成为智能尘埃 其复杂的传感器系统并不比一个大头真大 一旦技术充分成熟 数以百万计的这种设备 可能会投向敌人的领土 用于提供详细的监视 并最终支持进攻作战任务 例如 释放纳米武器 智能灰尘的功能系统 将由纳米燃料电池提供 也可以从自己的运动 风和热气流等机械能转换得到 想找到一个关键的敌人 需要找到其隐藏武器的位置 大量不容易发现的间谍 可以监视敌方每一平方英寸的领土 认出每个人通过热电磁成像 最终是通过DNA测试 以及其他方式和各种武器 甚至执行摧毁敌方目标的任务 纳米武器 智能尘埃的下一步 将是以纳米技术为基础的武器 它将使得大体机武器过时 敌人对付这种大规模 分布式部队的唯一办法 就是利用自己的纳米技术 此外 加强纳米设备的自我复制能力 将扩展其能力 但是这将会引入严重风险问题 这个问题将在第八章详细讨论 纳米技术已经广泛地应用于军事 包括用于改进装甲的纳米涂料 用于快速化学和生物剂检测和鉴定的芯片实验室 用于区域净化的纳米及催化剂 用于不同环境的 可以重构自己的智能材料 可以降低受伤感染的 并进入制服中的可杀菌的纳米粒子 用于创建极为牢固的原料 如与塑料结合的纳米管 自我修复的材料 例如 伊利诺伊大学已经开发出自我修复塑料 它将液体单体和催化剂的微球合并到塑料机体 当裂缝出现时 微球破裂 并自动密封裂缝54 智能武器 我们已经从与期望找到目标一起发射的普通炸弹 前进到智能巡航导弹 这种智能巡航导弹通过使用模式识别 可以自己做出数千种战术决定 然而 子弹基本上还是普通炸弹 为他们提供智能方法的 是另一个军事目标 当军事武器体积变小 规模变大时 若坚持人控制每一个设备 是不可取的 也是不可行的 因此 提高自主控制水平 是另一个重要的目标 一旦机器智能 赶上了生物人的智慧 更多的系统将会完全自制 虚拟现实 虚拟现实环境已经用于控制远程制导系统 如美国空军的武装掠夺者UAV55 即使有士兵在武器系统如主战坦克内 我们也不要指望他只看窗外发生的事 虚拟现实环境必须提供一个实际环境的视野 允许有效的控制 人类指挥官在控制风群武器时 还需要专门的虚拟现实环境来展示这些由分布式系统收集的复杂信息 到21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 当我们接近人体版本3.0 非生物智能战主导时 网络战问题将移到中心位置 当一切都成为信息 控制自己的信息 破坏敌人的通信 命令和控制 这种能力将是军事胜利的首要因素 关于学习 科学是有组织的知识 智慧是有组织的生活 伊玛纳尔·康德 1724-1804 当今世界上大多数教育 包括在富裕的社会中 与14世纪欧洲修道院学校的模式相比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学校仍然建立在建筑与教师的匮乏之上 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机构 教育的质量也有巨大的差异 这取决于当地的社会财富 依靠财产税资助教育的美国传统 加剧了这种不平等 这样就造成了鸿沟 与其他的机构一样 我们最终将走向分散的教育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 每个人将有权使用最高质量的知识和指导 现在 我们在这一转变的初期 但是确实已有大量有用的知识 出现在网上 有用的搜索引擎 高品质开放式的网络课件 越来越有效的电脑辅助教学 这些提供了广泛和廉价的受教育的机会 现在 大多数主要的大学都提供大量的网络课程 其中的许多是免费的 麻省理工学院因提出公开课程 OCW的倡议而成为这一成就中的领导者 麻省理工学院免费提供了900门课程 是他所有课程的一半56 这些已经在世界各地对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 例如布里吉特巴斯森写道 作为一名法国数学老师 我想感谢麻省理工学院 因为 这些 很清晰的讲座 对我为自己班级的备课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巴基斯坦的教育家塞伊德 拉提夫 已将麻省理工学院的公开课程 纳入到自己的课程里面 他的巴基斯坦学生定期参加虚拟的麻省理工学院课程57 作为教学的重要部分 麻省理工学院计划在2007年 让每个人都拥有在线课程和开放圆满 更确切地说 免费用于非商业用途 美国陆军已经使用基于网络的教学管理 其所有非物理训练 方便便宜 在网上可以得到更多高质量的课件 也对在家获得教育的趋势起到促进作用 用于基于互联网的高品质视听通信的基础设施 其成本大约以每年50%的速率持续下降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讨论的 2010年为世界上欠发达地区提供非常便宜的 高质量的用于从幼稚园到博士学习的各阶层教育将是可行的 在每个城镇和乡村 受教育的机会将不会再因为缺乏受过培训的教师而受到限制 随着计算机辅助教学 CAI变得更加智能 为每个人进行因材施教的能力将会得到很大提高 新时代的教育软件将能为每个学生的优势和弱点建模 发展出交距于每个学员问题领域的策略 我成立的公司 库兹威尔教育系统 提供一种软件 可以帮助数万个学校的有阅读障碍的学生 使他们能够阅读普通印刷材料 以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58 由于目前带宽的限制 以及缺乏有效的三维显示 现今通过常规的web访问所提供的虚拟环境 还完全不能与在那里媲美 但这将会发生改变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时 视听虚拟现实将会是全沉浸的 拥有超高的分辨率 并且十分有说服力 大多数高校将会以麻省理工学院为榜样 越来越多的学生将会虚拟地参加这些课程 虚拟环境将提供高质量的实验室 在那里可以进行化学实验和物理实验 或任何其他科学领域的实验 学生可以与虚拟托马斯 解斐逊或托马斯 爱迪生互动 甚至成为一个虚拟的托马斯 解斐逊 课程将适用于所有年级 并提供多种语言版本 介入这些高品质 高清晰度虚拟教室所需的设备 即使在第三世界国家也将无处不在 而且其能够负担得起 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任何年龄的学生 从幼儿到成人 都将可以得到世界上最好的教育 当我们与非生物智能混合时 教育的性质将会再次改变 届时 我们将可以下载知识和技能 至少对于我们智慧的非生物部分 是这样的 今天 我们的机器都在以常规的方式 做着这些 如果你想在你的笔记本上 安装最先进的技术 如语音识别 字符识别 语言翻译 或互联网搜索 你的计算机只需要快速地 下载正确的模式 软件即可 在人类的生物大脑方面 我们还没有类似的通信接口 以使其可以飞快地下载 代表我们学习的神经元间连接 和神经地质模式 我们现在用于思考的生物范式中 存在众多深远的限制 这是其中的一个 而我们将在起点克服这种限制 关于工作 如果乐器能够服从与预测他人的意愿 从而完成自己的工作 如果梭子能够编织 但骗触碰里拉琴 而不需要帮助和引导 那么级别最高的工匠就不需要仆人 更不用去指挥奴隶 亚里士多德 在创造写之前 几乎每一个领悟都是首次出现 至少是对于涉及的人类小群体的知识 当你站在起点时 一切都是新的 在我们的时代 几乎所有的艺术都与意识有关 而意识在很久很久之前就已经形成 在后人类时代初期 一切又都是新的 因为任何事情都需要更大的人类能力 而且没有被和马霍达 芬奇或莎士比亚所做过 瓦诺尔 温格59 现在 我的意识的一部分生活在互联网上 而且似乎一直待在那里 学生拥有一本打开的教科书 电视是打开的 而声音是关闭的 他们能够通过耳机获得音乐 随着电子邮件和即时消息 屏幕上有一个家庭作业的窗口 相比较于面对面世界 一个多任务的学生 更喜欢网络世界 现实生活 他说 仅仅是一个更大的窗口 克里斯特 博森 就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雪莉 特克尔的发现 所作的报告六十 1651年 托马斯 霍布斯将人生描述为 孤独 贫穷 肮脏 野蛮 和短暂六十一 那个年代 这是一个对生活不错的评价 但是 通过技术的进步 我们已在很大程度上 克服了这一严酷的特性 技术通常以买不起 且性能不好的产品作为开始 接着是价格昂贵 性能稍微好一点的版本 再然后是便宜 性能相当好的产品 最后是 技术变得高效 无处不在 并且几乎免费 广播电台和电视 就是按照这个模式发展的 当然 手机也是 当代的外访问 正处在便宜 且运转相当好的阶段 现在 早期阶段和晚期阶段之间 有大约十年的延迟 但保持着每十年增长一倍的范式转移速率 在21世纪20年代中期 这种延迟将只需要大约5年 在20年代 则仅需要两年半 由于GN2技术拥有潜在的巨大财富 因此我们将会看到 在未来二三十年间内 下层社会将会消失 见2004年世界银行报告的第二章和第九章 然而 很可能会发展成 日益增长的原教职主义和乐得分子 技术反对者 一折住的反作用将加快改变的步伐 随着以MNT为基础的制造业的出现 制作任何物质产品的成本 会降至每磅及每分 再加上指导这一过程的信息成本 而后者代表着该产生的真正价值 我们离这一现实已经不远了 今天在自动化工厂中 以软件为基础的工序 指导着制造中的每一个步骤 从设计 原料采购到装配 制造产品的成本的一部分 取决于用于其创造的信息过程 这一部分的价值 可以将一种产品区别于其他产品 这部分的价值正在全面地增长 迅速地接近100% 到21世纪20年代后期 实际上所有产品的真正价值 如服装 食品 能源 以及电子产品 将几乎完全取决于他们的信息 正如今天的情况 专利和每种产品和服务类型的开源版本 将共存 知识产权 如果产品和服务的主要价值 在于他们的信息 那么 信息版权的保护 对于支持未有价值信息的创造提供资金 这种商业模式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 在娱乐行业中 关于非法下载音乐和电影的小规模冲突预示着 当所有东西的价值都由信息组成时 它将成为更深远的斗争 显然 有宝贵的知识产权 IP创造的 现有的或新的商业模式 需要得到保护 否则知识产权供应本身将受到威胁 然而 源自复制信息的简易性的压力 这将是一种不会离去的现实 如果不保持商业模式与公共期望的一致性 制造业就会受到损害 以音乐为例 唱片公司固执地坚持着 一直到最近昂贵地记录唱片的观点 而不领导心范例 这种商业模式 从20世纪40年代 那时我父亲还是一个年轻的奋斗音乐家起 就一直没有改变过 只有在商业价格被认为是保持合理的水平时 公众才可以远离信息服务的大规模盗版 移动电话部门是没有猖獗盗版行业的一个主要例子 随着技术的提高 手机电话成本迅速下降 如果移动电话行业还一直保持着我还提时的呼叫率水平 当时人们很少打长途电话 在打长途电话时 人们要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 我们同样会看到盗版手机通话 这项技术不会比盗版音乐困难多少 但是盗版手机通话被广泛认为是犯罪行为 主要是因为普遍观点认为手机收费是合理的 知识产权业务模式总是存在于改变的边缘 由于电影文件较大 他们已经很难下载 但它却越来越不是关键问题 电影产业需要将收费变为新的标准 如即时高清电影点播 音乐家通常从现场表演中赚取他们大多数的钱 但在未来十年中 当我们将有权沉浸虚拟现实时 这种模式也将受到冲击 每一个行业都将需要不断重塑其业务模式 它需要与知识产权自身的创造一样多的创造力 第一次工业革命扩展了我们身体的范围 第二次工业革命扩展了我们思想的范围 正如我提到的 在过去一个世纪的美国 工厂和农场的职位数已经从60%降低到现在的6% 在未来的20年 几乎所有的日常的体力和脑力劳动将会被自动化 计算和通信将成为不可分离的产品 如手持设备 并且将形成一个环绕着我们的智力资源的无缝网络 大多工作都涉及不同知识产权的创造和促进 以及直接针对不同个人的服务 保健 健身 教育等 随着知识产权的创造 包括所有我们在艺术 社会 科学方面的创造 这些趋势还将继续 并且通过与非生物智慧的融合 我们的智慧扩展的趋势还会大大增强 个人服务将主要转移到虚拟现实环境中 特别是当虚拟现实开始涵盖所有感官时 权力下放 在今后几十年中将看到一个权力下放的大趋势 今天 我们高度集权而脆弱的能源工厂利用传和燃料管道运输能源 纳米燃料电池和太阳能的出现将使能源资源大规模的分散 及融入我们的基础设施中 通过使用纳米制造的廉价的锈针工厂 MNT制造业将得到高度分散 与从任何地方来的任何人做任何事情的能力一样 在任何虚拟现实环境下 办公楼和城市中的集中技术将成为过去 随着人体3.0版中 躯体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愿 电体呈不同形状 我们大半的非生物大脑将不再受限于生物学以赋予的有限结构 而这所带来的问题是 人类将遭受彻底的考验 这里描述的每一个转换 并不代表一个突然飞跃 而是许多小步骤组成的一个序列 实施这些步骤的速度在加快 而且得到了公众的迅速认可 思考一下新的生育技术 例如试管兽精 这些技术一开始的时候受到争议 但很快就被广泛应用和接受 另一方面 改变总会产生原教旨主义和乐得分子抵抗 随着变革步伐的加快 这些抵抗也会增强 但是尽管表面上有争议 对人类健康 财富 情感 创造和知识的巨大好处很快就会显现出来 关于游戏 技术是组织宇宙的一种方法 所以人不需要亲身参与 迈克斯 弗利西 小说 Homo Faber 人生要么是一次大胆的冒险 要么什么都不是 海伦 凯乐 游戏只是工作的另一种版本 并在人类创造各种知识的过程中 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玩娃娃和积木的孩子 本质上是通过他或者他自己的经验来对这些玩具进行创造 从而获取知识 跳舞的人从事协作创造的过程思考一下 在美国最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创立了霹雳舞 并且引领了街舞运动 爱因斯坦放弃在瑞士专利局的工作 从事与有趣的思想实验 从而创造了他的不朽理论 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 在越来越尖端的电子游戏 与教育软件之间已经没有明确的界限 在2004年9月发布的游戏 《模拟人生2》采用了基于人工智能的人物 而且他们有自己的动机和意图 由于没有事先准备好的剧本 人物的行动无法预测 故事情节源自他们的相互配合 虽然认为这是游戏 但是它为玩家提供了发展社会意识的前提 同样的 那些越来越现实的运动类模拟游戏 传授了技能和理解力 在21世纪20年代 全沉浸虚拟现实将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环境 和体验的巨大乐园 以有吸引力的方式 与他人长距离通信 和描绘大量多样的可选择的环境 虚拟现实最初将肯定会对这两方面产生有益作用 虽然最初环境并不完全令人信服 但是到21世纪20年代末 将难以把它们与真正的现实区分开 并且 它们将涉及所有的感知 以及与我们情绪相关的神经系统 当我们进入21世纪30年代的 人与机器 真实与虚拟现实 工作与游戏之间将没有明显的区别 关于宇宙中智能的命运 为什么我们可能是宇宙中唯一的 宇宙不仅仅比我们猜想的要奇异 而且比我们能够猜想的要奇异 JBS霍尔丹 宇宙正通过一个它最小的产物 询问它自己 它在做什么 第一詹金斯 圣公司神学家 什么是宇宙计算 据我们所知 很难对这一单一的问题产生单一的答案 相反 宇宙正在计算它自身 在标准模型软件的推动下 宇宙计算着量子领域 化学 细菌 人类 恒星 以及星系 如它所计算的 它将自己的时空几何映射到物理定律允许的最大精度 计算是存在的 赛斯 劳埃德和捷克 NG62 关于幼稚的宇宙观 可以追溯到哥白尼时期 那时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人类智慧是它最伟大的赐予 仅次于上帝 更有根据的近代观点是 即使一个恒星存在一个具有技术 创造物种的行星的可能性非常低 例如 在一百万中有一个 有那么多恒星 更确切地说是数万亿亿个 一定有许多星球 数万亿拥有先进技术 这是隐藏在搜寻地外文明 SETI后面的观点 而且是今天常见的 有根据的观点 然而 有理由怀疑搜寻地外文明中所说的地外文明是普遍的 首先 思考一下流行的搜寻地外文明的观点 德雷克方程式的共同诠释 见后面的介绍 得出结论 在宇宙中有很多 如数十亿地外文明 在我们银河系中 也有成千上万个 我们只是检查了甘草堆 宇宙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所以 我们至今 未能从中把真地外文明的信号找出来 这不应该被认为是令人沮丧的 我们检查甘草堆的努力要扩大 图6-3 来自于Sky与Telescope杂志 通过测绘各种扫描尝试的能力 和以三个主要参数为标准 到地球的距离 传输的频率 天空的比例 说明了搜寻地外文明工程的范围63 图6-3 这项计划包含两个未来系统 艾伦望远镜阵列是以微软创始人保罗 艾伦的名字命名的 它是基于许多小型扫描天线的使用 而不是一个或少数几个大型天线 在2005年上线32个天线 当它所有的320个天线都运行时 在2008年实现 将相当于一个2.5英亩的天线 1万平方米 它将有能力同时监控高达1亿个频率通道 并能够覆盖整个微波频谱 它的一个计划任务是 扫描我们银河系中的上百万颗恒星 该项目依托智能计算 可以从许多便宜的天线中提取出精确的信号64 俄亥俄州立大学正在建设全方位搜索系统 该系统依赖智能计算 用于翻译从大型简单天线阵列中得到的信号 利用干涉原理 关于信号之间如何相互干扰的研究 整个天空的高分辨率图像 能从天线数据中计算出来65 其他项目正在扩大电磁频率范围 比如 探索红外和可见光范围66 除了显示在图6-3中的三个参数外 还有六个参数 例如 极化电磁波方向有关的波阵面水平 我们可以从图6-3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是 搜寻地外文明只是探索了这个久违参数空间中很小的一部分 因此 继而可以推理出 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地外文明的证据 但是 我们正在寻找的真不止一根 基于加速循环规则 当地外文明具备了原始的机械技术 仅仅数百年之后 它将会具备更强大的能力 那是一种我为22世纪的地球设想的能力 俄罗斯天文学家 N.S.卡尔达肖夫描述了第二类文明 使用电磁辐射并利用了它的恒星的能量进行通信 在我们的太阳约4×1026W60起 我预测 见第三章 我们的文明将在22世纪达到这样的水平 鉴于有寻找地外文明设想出来的许多文明的技术发展水平 应该已经传播了很长时间了 应该有很多文明已经大大的超越了我们 所以应该会有许多第二类文明 事实上 有足够多的时间让这些文明中的一部分 在他们的星系中开拓殖民地 并且实现卡夫达肖夫的第三类文明 一个已经可以利用其星系能源的文明 在我们的银河系 约4×1037W 即使是单一的先进文明 也应该发射出数十亿数万亿个针 更确切地说 传书会把搜寻地外文明参数空间中 大量点描绘成人工制品 以及其无数信息处理的编辑效应 即使搜寻地外文明工程 到目前为止扫描了参数空间很少的一部分 也很难错过第二类文明 更不用说第三类文明了 如果再将我们预期 有很多这样高级的文明这一因素考虑进去 很奇怪 我们并没有发现它们 这是费米悖论 德雷克方程 搜寻地外文明的动机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1961年 弗兰克·德雷克方程 德雷克方程是用来估计在我们的银河系中 智能更准确地说 无线电传输文明的数量68 可能相同的报告也适用于其他信息 思考一下来自德雷克方程的搜寻地外文明 德雷克方程这样表述 无线电传输文明的数量等于N乘FP乘NE乘FL乘φ乘FC乘FL 其中 N等于在像牛奶道路一样的银河系中的恒星数量 目前的估计大约拥有1000亿 1011 FP等于那部分有行星环绕轨道运行的恒星 目前估计的范围约为20%至50% NE 对于每个拥有轨道行星的恒星 能够维持生命的行星的平均数是多少 这一因素极具争议性 有人估计是一个或更多 每一个有行星的恒星 平均至少有一个行星可以维持生命 也有认为是低得多的因子 如1000分号 甚至更低 FL 对于可以维持生命的行星 其上有生命确实进化的部分有多少 估计的范围很全面 从接近100%到0 FY 对于每一个其上有生命进化的行星 其上有智能生命进化的部分占多少 FL和FY是德雷克方程中最具争议性的因素 这里再一次出现 估计范围从近100% 一旦生命得到了一个立足点 智能生命就一定会随之而来 到接近0 智能生命是非常罕见的 FC 对于每一个拥有智能生命的行星 用无线电波通信的所占的比例 估计比FL和FY都要大 基于可能的理由是 当一个智慧物种出现时 发现和使用无线电通信是可能的 FL等于在宇宙中 通信文明用无线电波通信阶段的时间69 如果以我们的文明为例 在大约100年里 我们使用无线电传输交流 宇宙的历史大约是11至20亿年 因此对地球来说 到目前为止 FL约为10-8 如果我们继续用无线电波沟通 比如说 900年 这个因子将是10-7 这一因子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如果一个文明无法控制 可能伴随着无线电通信发展而来的技术的破坏力 如何巨变 或自我自制纳米技术而毁灭自己 无线电传输就会停止 我们看到地球上的文明 例如玛雅人的 突然结束了 他们有组织的社会和科学的追求 尽管比无线电早 另一方面 似乎不可能每一种文明将以这种方式结束 所以 突然的毁灭 很可能只是在减少有无线电能力的文明数量时的一个适度的因素 更为突出的问题是 文明从电磁 无线电 传输 发展到更强大的通信方式 在地球上 我们正迅速从无线电传输转换到有线传输 在长距离通信时 使用电缆和光纤 因此 尽管总体通信带宽有巨大的增加 但从我们星球发送到太空的电磁信息的数量 在过去的十年内 仍相当稳定 另一方面 我们也有越来越多的无线通信手段 例如 手机和新的无线互联网协议 如新兴的YMAX标准 即使不用线揽 通信也可以依靠其的媒体 如引力波 然而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电磁手段通信 可能不再是一个地文明的通信技术的最前沿技术 但它很可能继续使用 至少在某些应用程序 在任何情下 FL也确实考虑到一个文明将停止传输的可能性 德雷克方程包含很多无可估量的因素 这是无疑的 许多认真研究过这个方程的搜寻地外文明的鼓吹者争辩说 仅仅在银河系中 一定有数量可观的其他无线传输文明 例如 如果我们假设50%的恒星具有行星 FP等于0 5 然后 这些恒星平均有两颗行星能够适合生命生存 N1等于2 然后 在一半以上的这些行星中的生命能够进化 FL等于0.5 然后 一半以上的这些行星有进化了的智能生命 Fa等于0.5 然后 它们中的一半又有无线电能力 FC等于0.5 然后 有无线电能力的文明平均已经传播了100万年 FL等于14 则根据这个德雷克方程 我们能计算出 在我们的银河系中 一共有1250000种无线电广播文明70 凯尔 萨根 估计在银河系中一共有100个 德雷克估计有1万个71 但是以上的数据参数可以被证明定太高了 如果我们在生命进化方面 特别是智能生命方面 做一个更保守的假设 我们会得到非常不一样的结果 如果我们假设50%的恒星具有行星 FP等于0.5 然后 在这些恒星 只有10%具有行星 NE等于0.1 基于生命支撑环境并不是十分普遍的这一观察 然后 其中只有1%的行星 在其上的生命已经进化 FL等于0.01 基于生命在行星上开始的困难 然后 这些生命进化的星球中 有5%有智能生命 FY等于0.05 基于这在地球上花费了很长时间 然后 这些中有一半有无线电能力 FC等于0.5 有无线电能力的文明平均已经传播了1万年 德雷克方程告诉我们 在牛奶道路上 有一个准确的说是1.25个无线电文明 并且 我们已经知道一个 最后 很难通过这个方程去赞同或反击地外文明 如果德雷克方程告诉我们一切 那么我们将会终结我们估计的不确定性 然而 我们现在知道的是 宇宙很禁忌 就是说 我们没有发现有说服力的地外文明传播的证据 在搜寻地外文明背后的假设是 生命 以及智慧生命 是如此的普遍 在宇宙中 没有数十亿也有数百万无线电文明 至少在很小的范围内 这涉及无线电传播文明发送无线电波足够早 使其在今天可以到达地球 然而 并不是他们中单独的一个使他自己对我们搜寻地外文明的努力是可见的 因此 让我们从加速循环规则出发 思考一下在搜寻地外文明中 有关无线电文明数量的基本假设 正如我们所讨论的 进化过程本身是加速的 此外 进化过程导致了技术创造物种 而从一开始 技术的发展就要远远快于相对缓慢的进化过程 在我们自己的实力中 我们在短短的200年里 就从没有电 没有计算机 用马匹 作为其最快路上交通工具的社会 走到了今天的精密计算和通信技术 我的预测显示 如上所述 在另一个世纪 我们将以数以万一亿倍地增加我们的智慧 因此 仅仅需要300年 就能将我们从原始机械技术的兴奋中 带到人类智慧与通信能力极大扩展的社会 一旦一个物种产生了电子学 以及用于无线电传输的足够先进的技术 那么 它只需短短几个世纪 就可以极大扩展它的智慧的力量 考虑到宇宙的年龄 估计在130至140亿年72 在地球上的三个世纪 以宇宙的尺度来说 是极为短暂的一段时间 我的模型暗示 当有348个文明 到达我们的无线电传播等级时 它会再一个 最多两个世纪内达到第二类文明 如果我们接受了搜寻地外文明的假设 在我们银河系中 没有数百万也有数千个无线电文明 并且 在我们地球的范围内 宇宙中有数十亿个这样的文明 这些文明 经过数十亿年的发展 必然处于不同的阶段 一些可能落后于我们 一些可能超过我们 每一个比我们先进的单独文明 都只比我们先进几十年 这是不可信的 那些走在我们前面的文明中 大多数比我们先进很多 即使到不了数十亿年 也有数百万年 只用几百年时间 就足够从机械技术 前进到智慧与通信 极大扩展的起点 在搜寻地外文明的假设中 在我们地球可及范围内 应该有数十亿个文明 在我们银河系中 有几千 甚至数百万个 它们的技术 以无法想象的程度领先于我们 至少在某些搜寻地外文明项目的讨论中 我们看到了一样的 遍布到其他所有领域的线性思考 假定那些文明 将会达到我们的技术等级 并且 从那一点开始 那些技术 将会渐渐地进步数百万 至少数千年 然而 无线电的第一次启动到 超越第二类文明的力量 只需要几百年 因此 天空应该被文明传播所映红 然而 天空很安静 奇怪和有趣的是 我们发现 宇宙是如此沉默 正如恩里科 费米在1950年夏天的发问 外星人在哪里73 一个足够先进的文明 不可能把它的传输 限制为 在黑暗频率上的细微信号 那么 为什么所有的地外文明 都这么害羞 曾有回应 所谓的费米悖论的尝试 当然 只要他接受大多数观察员运用于德雷克方程中的乐观因素 他就是一个悖论 一种常见的回应是 当一个文明有无线电能力时 他就会毁灭自己 如果我们谈论的只是极少数这样的文明 这个解释可能可以接受 但一般的搜寻地外文明假设认为 他们有数十亿个 很难相信 他们每一个都毁灭了自己 其他的争论 也沿着同一方向发展 也许他们决定不打扰我们的 考虑到我们如此的原始 只是静静地注视着我们 星际迷航爱好者提出了相似的道德准则 同样 很难相信 应该存在的数十亿这样的文明中的每一个 都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或者也许他们已经前进到更强大的通信模式 我相信 比电磁波更强大的通信方式 甚至是甚高频的电磁波 很可能是可行的 先进的文明 比如我们在下一个世纪将达到的 有可能发现并利用它们 但是很难相信 在数百万文明里的任何一个中 电磁波一点作用也没留下 顺便提一句 这不是一个反对搜寻地外文明工程价值的争论 这个工程应该有更高的优先权 因为消极的寻找与积极的结果一样重要 计算限制的回顾 让我们看一下 对于宇宙中的智慧 加速循环规则的一些其他暗示吧 在第三章里 我介绍了最终的冷计算机 并且估计了其最佳计算能力 为每KG1042CPS 这足够了 它相当于在十微秒内 处理一万年里十亿人大脑的计算量 如果我们允许更加智能的能量与热量管理 EKG物质潜在的计算能力 可能有1050CPS 若要达到这样的计算能力 技术上的要求是令人生畏的 但是正如我所指出来的 适当的心理实验可以得出结论 一种文明中的巨大工程能力 每KG有1042CPS 而不是现在的有限制的人类工程能力 一种有1042CPS计算能力的文明 很可能会想出 如何得到1043CPS 然后是1044CPS等等 事实上 我们在每一进行到下一步时 都会有相同的争论 当文明达到这些等级 显然不会继续将它的计算能力 限制在1000克的物质上 肯定会比我们今天做得多 考虑一下我们自己的文明 我们可以用周围的质量和能量完成什么 地球包含大约6×1024KG的物质 木星包含大约1.9×1027KG的物质 如果我们忽略了氢和氦 在太阳系中 我们有大约1.7×1026KG的物质 不包括太阳 这是一个保守的估计 整个太阳系被太阳所控制 它拥有大约2×1030KG的物质 作为一个粗糙的上限分析报告 如果使用太阳系中的物质 用于我们估计的每KG物质的1050CPS计算能力 基于纳米计算的极限 我们得到了我们附近的计算能力的极限 为1080CPS 很明显 要达到这种上限 很可能有实际的困难 但即使我们致力于将1%0.0005%太阳系的物质 用于计算或通信资源 我们仍然得到1069CPS冷计算能力 1077CPS的热计算能力74 考虑到复杂设计需求 如能源使用 热量消耗 内部通信速度 在太阳系中物质的混合 以及许多其他因素 这些尺度的计算工程 估计已经被做了出来 这些设计采用可逆计算 但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指出的 我们仍然需要考虑到 用于纠正错误和通信结果的能量需求 在计算神经科学家安德斯·布拉德波利的分析报告中 他回顾了地球大小的计算对象 被称为宙斯的计算能力75 冷计算能力的概念设计 由大约1025千克菱形结构的碳构成 质量约是地球的 1.8倍 包含大约5乘以1037个计算节点 每个节点都使用大规模并行计算 宙斯估计可以提供1061CPS峰值计算能力 或1047bit的数据存储能力 一个主要的设计限制因素是 被允许删除的bit数 它允许高达2 6×1032bit S的删除速度 这首先被用于纠正来自宇宙射线和量子影响的错误 1959年 天体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提出一种观点 即恒星周围的曲壳如同一条路 为先进文明提供了能源和栖息地 戴森球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恒星周围的 用于收集能量的博球76 文明生活在球里 将热红外能量散发到球外远离恒星 戴森球的另一个并且更实际的版本是 一组曲壳中的每个躯壳只阻塞住恒星辐射的一部分 这样可以设计戴森而不会对现有的行星产生影响 尤其是那些像地球一样存在一个需要被保护的生态 虽然戴森将它的概念作为一种为生物文明提供大量空间和能源的方法提出 但是它也可以用作恒星尺寸计算机的基础 这种戴森壳可以在不影响阳光到达地球的前提下 绕着太阳做轨道运动 戴森设想 智能生物生活在壳或球中 但当文明发现计算时 它将会迅速前进到纳米智能 这可能就没有理由将生物人类移居到壳中了 戴森概念的另一个改良是 一个壳辐射出来的热壳以被一个平行的壳捕获并使用 这个平行壳被放置在一个远离太阳的位置 计算机科学家罗伯特·布拉德波利指出 这些层的数量可以任意 并提出了一种恰当地称为Metrioshka大脑的计算机 它由一组围绕太阳或其他恒星的嵌套可组成 一种由布拉德波利分析的这类概念设计称为乌拉诺斯 它被设计为使用太阳系中1%的非氢非氦的物质 不包括太阳 或者说约1024千克比宙斯稍小1.77 乌拉诺斯提供约1039个计算节点 估计有1051CPS的计算能力 以及约1052bit的存储空间 计算已经是一个广泛分散的而不是集中的资源 我期望这一趋势将继续向更广阔的分散前进 然而 当我们的文明接近了上面设想的计算密集度时 大量处理器的分散可能会具有这些概念设计的特征 例如 Metrioshka的想法会最大限度的利用太阳能和热浪费 请注意 这些太阳系统级别的计算机的计算能力 根据我在第二章的预测 大约在21世纪末将会实现 更大或更小 鉴于我们太阳系的计算能力在1070CPS到1080CPS的范围内 根据我的预测 在22世纪初 我们将达到这些极限 计算的历史告诉我们 计算能力在内外两方面扩展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我们就能够在每一个完整电路芯片里放置计算单元 晶体管 大约每两年就增长一倍 这代表着内在增长指向每kg物质的计算密度 我们也在外在的扩展 因为芯片的数量当前在以每年8.3%的速度扩大78 预期两种扩展都会继续 这是合理的 并且 当我们达到内在增长的极限时 三维电路 外在的增长率会有显著的增长 此外 当我们碰到太阳系中 用以支持计算扩展的物质和能量的限制时 我们将别无选择 只能将外在扩展作为增长的主要形式 我们前面讨论过的猜测 更好的计算级别可能是可行的 在亚原子粒子级别上 这种照一分之一或者非米技术 可能允许以持续的特征尺寸缩小 从而使计算继续增长 即使这是可行的 但是在控制纳米以下尺寸的计算中 有可能存在主要的技术挑战 因此 外在扩展的压力仍然存在 向太阳系以外扩张 当我们将智慧扩展到太阳系以外时 这将以什么速度进行 扩展不会以最大速度开始 它很快会达到一个 与最大速度光速或更高没什么差别的速度 一些批评家反对这一观点 坚持认为将人或者任何地外文明的高级生物和机器 以接近光速移动而不把它们压碎 这将非常困难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缓慢的加速来避免这一问题 但另一个问题是 在加速过程中可能会与星际物质碰撞 但同样的 这一反对完全忘记了在这个发展阶段的智能的性质 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在21世纪末 地球上的非生物智能将会比生物智能强大数万亿倍 所以在这样的任务中 派生物人类可能没有意义 对于任何其他地外文明应该也同样适用 这不是简单的生物人派遣机器人探测器 到那时 基于所有的实际目的 人类文明将是非生物的 这些非生物步兵不需要很大 事实上它主要由信息组成 然而 一定存在某个基于物质的设备 它对其他恒星和行星系统有物理影响 它不会只满足于发送信息 然而 由于探测器变成了自我复制的纳米机器人 它一定可以得到满足注意 纳米机器人拥有纳米尺寸的特征 但一个纳米机器人的整个大小有若干MS79 我们可以派遣数万一纳米机器人组成的群 这些种子中的一些就可以在其他行星扎根 建造它们的复制品 一旦确立 纳米机器人集群可以从以光速传输的 只有能量没有物质的纯信息传播中 获取它们需要的附加信息 用于优化它们的智能 不像其他大型生物 例如人类 这些纳米机器人特别小 可以以接近光速旅行 另一个方案是 无需信息传播 而将需要的信息嵌入到纳米机器人内存里 软件文件可以在上百万个设备中传输出去 当它们中有一个或几个通过自我复制 到达了最终的立足点 这个及时的大型系统 可能就会将在附近传输的纳米机器人收集起来 这样 从那时开始 纳米机器人主体就会朝着那个方向传播 而不是简单的飞过 与分布式计算资源一样 通过这种方式 及时建立的殖民地 也可以收集它需要的信息 以优化它的智能 光速的回顾 在这里 一个太阳系智能 第二类文明 像宇宙中剩余部分扩张的最大速度 可能会接近光速 我们现在明白 传输信息和物质对象的最大速度是光速 但这里至少有个建议说 它可能不是绝对的限制 我们不得不把克服光速的可能性认为是带有疑问的 在对21世纪将会经历深远改变的预测中 没有做这样的假设 然而 在这一限制周围的工程师的潜力 对这一速度有着重要的含义 在这一速度下 我们将能够以我们的智慧 在宇宙的其他部分开拓殖民地 最近的实验已经测定光子的飞行速度是光速的两倍 这是量子位置不确定性的结果80 然而 这一结果对该分析报告实在没有什么用处 因为它不是真的允许信息通信的速度比光速快 而我们只对通信速度感兴趣 另一个关于在一段距离出现比光速更快速度的 非常有趣的建议是量子纠缠 两个粒子一起产生可能会是量子纠缠 意思是一个特定的性质 如它的旋转阶段不决定于任何粒子 对两个粒子的这种模式的分辨也发生在同一时间 换一种说法 如果在一个粒子中测量未确定性质 它也将被限定为在另一个粒子内的同一时刻的同一值 即使它们两个非离了很远 这里假设存在粒子间的某种通信连接 经过测量 量子纠缠比光速快很多倍 这意味着 在辨别一个粒子状态后 只需经历很短的时间 如果信息是以光速从一个粒子传送到另一个粒子 就可以辨别 另外一个粒子的状态理论上 这个时间为零 例如 日内瓦大学的尼古拉斯 金斯博士将量子纠缠的光子 以反方向通过穿越日内瓦城的光线 当光子分开七英里时 它们碰到了一个玻璃平面 每一个光子 不得不决定是穿过平面 还是从平面弹回 以前的非量子纠缠光子实验显示出 这是随机选择的 由于两个光子是量子纠缠的 它们在同一时间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许多重复的实验得到了相同的结果81 这个实验没有完全排除对隐藏变数的解释 每个铜像在一个周期中设置的相同的点 粒子的不可测量状态 这样 当测量一个粒子时 例如 决定它的线路是穿过还是不穿过玻璃平面 另一个也有相同的内部变数值 因此 由相同的这种隐藏变数设置产生选择 而不是两个粒子间真正通信的结果 然而 大多数量子物理学家反对这种解释 即使我们接受这些实验说明了两个粒子间有量子连接的解释 但是这种表面通信 只以比光速更快的速度 传输随机的数据 深层次的量子随机性 而不是已确定的数据 比如文件中的bit 这种在空间中 由量子随机决定不同点的通信 可能会有价值 然而 这只能在如加密编码等程序中应用 确实有商业加密产品包含了这一原理 这是偶然的量子技术应用 因为量子技术的其他可能应用 量子计算可能会终结基于分解大量数字因子的标准加密算法 具有大量量子未源的量子计算 可能擅长于此 另一个超过光速的现象是 由于宇宙膨胀 每个星系与其他星系背离的速度可能超过光速 如果两个星系之间的距离大于所谓的哈勃距离 那么这些星系正在以超过光速的速度相互背离82 这并不违背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 因为这个速度是由空间本身的扩大引起的 而不是星系在空间移动 然而 它对我们以比光速更快的速度传输信息没有帮助作用 虫洞 两个探索性的猜测提供了规避光速明显限制的方法 第一种是利用虫洞 宇宙在超过可见的三维上的断层 这并不真正涉及超光速飞行 而只是意味着宇宙的拓扑结构 不是天真物理学所暗示的简单三维空间 然而 如果宇宙中的虫洞或者断层是普遍存在的 或许这些捷径将使我们能够迅速到达任何地点 或许我们甚至可以建造它们 1935年 爱因斯坦和物理学家罗森构想出爱因斯坦罗森桥 从狭小时空通道方面来说 该理论作为描述电子和其他粒子的方法83 1955年 物理学家约翰·惠勒将这些通道描述为虫洞 第一次引入了这个专有名词84 他对虫洞的分析显示 虫洞与广义相对论完全相符 他将空间描述为在其他维度上是弯曲的 1988年 加州技术研究所的物理学家迈克尔、莫里斯、奇普、索斯和尤瑞、尤尔特塞维尔解释了这些虫洞可以被制造的某些细节85 为了回答卡尔、萨根的问题 他们描述了在打开大小不同的虫洞时的能量需求 他们还指出 基于量子波动 所谓的空白空间不断产生亚原子粒子大小的小虫洞 通过加入能量以及量子物理和广义相对论中的其他需求两个领域以及难统一 这些虫洞可以扩大 从而使大于亚原子粒子的物体可以穿越它们飞行 通过它们发送人类并非不可能 但极其困难 不过 正如我前面指出的 我们只需要发送加载有信息的纳米机器人 它们可以通过以微米而不是以米来衡量的虫洞 索恩以及他的博士学生莫里斯和尤尔·塞维尔还介绍了一种与广义相对论和量子技术 相符的方法 可以用来建立在地球和遥远位置之间的虫洞 它们提出的技术是 将一个自然生成的亚原子大小的虫洞 通过增加能量的方式扩大到一个更大的尺寸 然后在两个虫洞口使用超导球 从而将其稳定住 在虫洞扩大和稳定之后 它的一个嘴入口被运送到另一个位置 同时保持与另一个留在地球上入口的连接 索恩提供了通过小型飞船将远端入口移动到25光年外的支女星的一个实力 在接近光速的飞行中 以飞船上的时间衡量 旅行时间相对很短 例如 如果飞船以光速的99.995%飞行 那么飞船上的时钟就会向前移动三个月 拉伸的虫洞可以保持两个地点的直接连接 以及两个地点的时间点 这样 即使是在地球上体验建立地球与支女星之间的连接 也只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因为虫洞的两端会保持它们时间上的相关性 适当的提高设计 可以使这样的连接建立在宇宙的任何地方 通过无限接近光速飞行 需要建立一个通往其他位置 即使那些数百万数十亿光年远的连接 用于通信和传输的时间 也可以相对很短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麦特 维瑟已经提出了莫里斯 索恩·尤尔赛维尔概念的优化 该概念提供了一个更加稳定的环境 可能甚至允许人类通过虫洞旅行86 不过 在我看来 这是不必要的 到可能设计这一等级的工程时 人类智慧将早已受控于 它的其非生物成分了 发送分子级自我复制设备级软件 就已经足够了 而且更加容易 安德斯·桑德伯格估计 一那秒的虫洞 每秒可以惊人地传送1069bit数据87 物理学家大卫 霍赫伯格和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托马斯 凯法特指出 大爆炸之后不久 引力强大到 足以提供自发创造大量自我稳定的虫洞 所需的能量88 这些虫洞的一个重要部分 可能依然在周围存在 可能提供了一个庞大的无处不在的通道网络 可以到达宇宙的各个地方 相对于建立新的虫洞 可能更容易发现和利用这些天然虫洞 改变光的速度 第二个猜想是改变光速本身 在第三章中 我提到了一个发现 似乎表明 在过去的20亿年里 光速出现了1分之4.5的差异 2001年 当天文学家约翰 微博检查68类星体 非常光明的年轻星系时 他发现所谓的精细结构常数改变了 89光速是精细结构常数包括的四个常量之一 所以 这一结果的另一种意见认为 宇宙中变化的环境可能会导致改变光速 剑桥大学物理学家约翰 巴罗和他的同事 正在进行一个为期两年的桌面实验 该实验将测试将光速做一小改动的能力 90 光速可以改变 这与最近在宇宙膨胀期间宇宙历史的早期 那时他正在经历非常快速的膨胀 光速显著变快的理论相一致 这些表明光速可以改变的实验 显然需要进一步证实 并且实验也只是显示出光速很小的变化 但是 如果证实光速可以改变 那么这些发现的意义将是深远的 因为它产生了一个很小结果 工程作用就会极大的放大这种结果 同样 将来旅行的智力试验将不是现在像我们一样的当代人类科学家可以旅行的 而是由万亿倍扩展了其智慧的人类文明来这么做 现在我们可以说超高水平的智慧将会以光速向外扩张 同时当代物理学认为 这未必是扩张速度的实际限制 或者即使光速被证明是不可改变的 但是这种限制不会对通过虫洞迅速到达其他地点产生约束力 费米悖论的回顾 回想一下 生物进化是以数百万或数十亿年来测量的 因此 如果外面有其他的文明 以发展的角度来看 它们会以巨大的时间跨度延展 搜寻地外文明的假设意味着 应该有数十亿的地外文明在所有星系中 所以应该有数百万个文明 它们的技术发展远远超过我们 从用于文明的计算出现到至少以光速扩张 最多只需要几百年 鉴于此 难道我们竟然没有注意到它们吗 我得出的结论是 可能没有其他文明 虽然不确定 换句话说 我们处于领先地位 是的 我们的文明 与皮卡 快餐 以及持续的冲突 以及计算一起 在宇宙复杂而有序的万物中处于领先地位 现在怎么可能呢 考虑到可能有人居住的星球的数量 难道这不是可能的吗 事实上 这真的不太可能 但是 使生命进化成为可能 所需的物理定律和相关的物理常数 是如此精致与精确 以致同样的进化 不可能也存在于我们的宇宙中 但是根据人则原理可以知道 如果宇宙不允许生命的进化 那么我们就不会出现在这里 并注意到它的存在 然而 我们在这里出现了 因此 由一个类似人则原理可以得出 我们在宇宙中处于领先地位 同样 如果不是 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也不会注意到它 让我们考虑一些反对这一观点的论据 也许在外面有极端先进科技的文明 但我们在他们的智慧传播范围以外 也就是说 他们还没有到达这里 好吧 在这种情况下 搜寻地外文明仍然无法找到地外文明 因为我们无法看到或听到他们 通过改变光速或者寻找捷径 我们找到一个方法来打破我们的僵局 或者地外文明这么做了 正如我上面所讨论的 这样我们才可能而不是一定能找到地外文明 或许他们在我们中间 但决定继续让我们看不到 如果他们做出上述决定 他们有可能成功地避免被人注意 同样很难相信每一个地外文明都有同样的决定 约翰 斯马特在他所谓的超越行为中描述 当文明将他们当地的空间区域填满他们的智慧时 他们创造了新宇宙 新宇宙将允许持续复杂和智慧的指数级增长 并且从根本上离开这个宇宙 91 斯马特认为 这一选择很有吸引力 因此 这是地外文明在达到其发展的高级阶段时 一贯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 从而解释了费米悖论 顺便说一句 我一直认为 在科幻小说中 与我们长得不像的巨大失滑生物控制的 大型空间飞船的概念是非常不现实的 赛斯 肖斯塔克评论说 合理的可能性是 任何我们将检测到的外星智能 都将会是机器智能 而不是像我们一样的生物智能 我认为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生物派遣出来的机器 如我们今天 任何科技尖端发展到足以旅行到这里的文明 应该已经远远超越了与它的技术融合 也应该不需要发送大块的器官和设备 如果它们存在 它们为什么会来这里 一种说法是 它们的任务是观察 以便收集知识 正如今天我们观察地球上的其他物种一样 另一种是寻求物质和能量 提供附加的培养机 用于扩展其智能 地外文明 或者到达到那个发展阶段后的我们 探索与扩展所需要的智能与设备 可能非常少 基本是纳米机器人和信息的传送 看来 我们的太阳系 尚未变为某人的计算机 并且 如果其他文明 由于知识的原因 只是在观察我们 并决定保持沉默 那么搜寻地外文明将无法找到它 因为如果一个先进文明 不希望我们注意到它 它会使它的愿望成真 请记住 这样的文明 会比今天的我们智能的多 也许 当我们达到我们的下一级进化水平时 特别是将我们的生物大脑与技术融合后 也就是起点之后 它就会把它自己显露给我们 不过 鉴于搜寻地外文明的假设 意味着 有数十亿个这样高度发达的文明 他们都做出同样的置身室外的决定 这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人则原理的回顾 我们会惊讶于人则原理的两种可能应用 一个是用于我们不寻常的生物友好的宇宙定律 另一个是用于我们地球的实际生物 首先 让我们认为人则原理 适用于宇宙的更多细节中 关于宇宙的问题产生了 因为我们注意到 自然界中的常量 恰恰是宇宙在复杂性上发展所需要的 如果宇宙常数 普朗克常数 还有许多其他物理学中的常数 刚好被设置成略微不同的值 那么 原子 分子 恒星 行星 生物和人类 将是不可能存在的 宇宙似乎拥有完全正确的规则和常量 这种情况 像史蒂夫 沃尔夫勒姆观察到的 某些细胞的自动机规则 可以建立非常复杂 并且不可预测的模型 而其他的规则 则导致非常枯燥的模型 例如 重复或者随机构造的相交线 或者是简单的三角形 我们如何证明 宇宙中存在不同寻常的定律设计 以及物质能量守恒 已经考虑到了 我们在生物学和技术发展中看到的日益增长的复杂度 弗里曼 戴森曾经评论到 宇宙在某种意义上 知道我们来了 复杂性理论家 詹姆斯·格莱德纳 以这样的方式描述了上述问题 物理学家认为 物理学的任务是 预测在实验里会发生什么 并且他们相信 弦论或者M理论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是他们不知道宇宙为什么要 有标准的模式 以及我们看到的四十多种参数值 怎么可能每一个人都相信 如此肮脏的东西是贤论的唯一的预测 使我惊讶的是 一部分人如此目光短浅 他们只专注于宇宙的最终状态 而不问他如何以及为什么成为那样 92 宇宙怎么会对生物如此友好 这种困惑已经导致人则原理的各种构想 若人则原理仅仅指出 如果不是这样 我们就不会在这里思考它 因此 只有在一个顾及日益复杂的宇宙中 上述问题才会被提及 强人则原理声称必须要有更多 这些版本的倡导者不满足 仅仅是机缘巧合 它为智能设计论的倡导者们 打开了被科学家一直质疑的 上帝存在证据的大门 多元宇宙 最近 人们提出了一个更为达尔文的强人则原理 可以考虑数学方程可能会有多解 例如 如果我们解方程 x2等于4 x可能为2或2 一些方程允许无穷多解 在方程 ab乘x等于0中 如果a等于b 则x可以取任意值 因为0乘以任何数等于0 结果是最近闲论在理论上也允许有无穷多的解 为了更加准确 既然宇宙中空间和时间解被限制在非常小的普朗克常数中 那么解的数量不是真正无限的 而仅仅是大量的 因此 弦论意味着 许多不同自然常量的集合是可能的 这导致了多元宇宙的想法 即存在数量巨大的宇宙 我们渺小的宇宙只是其中一个 与弦论一样 这些宇宙可以有不同的物理常数集合 进化着的宇宙 伦纳德 斯金德是弦论的发现者 李斯梦林是理论物理学家和量子引力专家 他们两个共同提出 一个宇宙会自然地引起其他宇宙的进化 促使其逐步地提炼出自然常数 换句话说 我们的宇宙中的规律和常数 对于进化出智能生命来说非常理想 这并不是偶然的 而是他们自己进化成这样的 在斯梦林的理论中 引发新宇宙的途径是通过黑洞进行创造 所以那些最能够产生黑洞的宇宙 很可能是被复制的那一类 按照斯梦林的意思 最能创造递增复杂度的宇宙 及生物的生命 同时也最有可能创造新的宇宙 即产生黑洞 正如他阐述到 通过黑洞进行的复制会导致多元宇宙 在那里 生命所需的环境是普遍的 主要因为一些生命环境所需的物质 比如丰富的碳 推动了大道 可以变为黑洞的恒星形成 九十三思金德的建议 在细节上不同于斯梦林 但也是基于黑洞 以及自然的膨胀 这种力量引起早期宇宙的迅速扩大 智能作为宇宙的命运 在DH of Spiritual Machines 一书中 我提出了相关的想法 即那些智能将最终渗透到整个宇宙 并决定宇宙的命运 智能与宇宙有多相关 一般的智能与宇宙并不是很相关 恒星诞生和死亡 星系经历创造和毁灭的循环 宇宙本身在大爆炸中诞生 并且将以收缩或者哭泣为结束 我们目前尚未确定 但是智能与它没什么关系 智能仅仅是一点泡沫 只是小动物冲向无情宇宙力量的泡泡 宇宙的无知机制将在遥远的未来结束 或者逐渐结束 并且没有什么智能可以对它做什么 这是一般的智能 但我并不同意 我的推测是 最终将会证实 智能比这些客观力量更为强大 宇宙会以大收缩结束 或者以死星的无限扩展结束 或者以其他方式 我认为 首要问题不是宇宙的规模 或者反引力存在的可能性 或者爱因斯坦所谓的宇宙常数 相反 宇宙的命运是一个尚未做出的决定 当时间合适的时候 我们将理智地考虑它 94 复杂性理论家詹姆斯 格莱德纳把我关于贯穿宇宙的智能的发展的提议 与斯梦林和斯金德的进化者的宇宙的概念 相结合 格莱德纳推测 特别是智能生命的进化将开启子宇宙 95 建立在英国天文学家马丁 李斯的观测之上 格莱德纳说 我们所说的基本常数是一些对物理学家来说很重要的数 可能是终极理论的次要结果 而不是它最深刻和最根本水平的直接表现 对斯梦林来说 黑洞和生物生命都需要相似的条件 例如大量的碳 这不仅仅是一个巧合 所以在它的构想中没有给智能明确的定位 除了那碰巧式特定生物友好环境的复产物 在格莱德纳的构想中 是智能生命创造了它的接班人 格莱德纳写道 我们和整个宇宙的其他生物是一个巨大的 仍未被发现反地球的生命与智能群落部分 传播于亿万个星系与无数秒差距之间 共同从事于真正极为重要的危险任务 根据生命宇宙论的梦想 我们有着与该群落共同的命运 帮助塑造宇宙的未来 并且把它由一个无生命的原子集合 转变为一个庞大的超级智能 对于格莱德纳来说 自然规律以及精确的平衡常数 在宇宙中有与DNA一样的功能 它们提供处方使不断进化的宇宙 获得产生生命的能力 以及更加有能力的智能 在作为宇宙中最重要的现象 智能方面 我自己的观点与格莱德纳是一致的 但是我也确实不同意 它关于巨大的反地球的生命与智能群落 传播于亿万个星系的意见 我们还没有证据表明 存在这种超越地球的群落 这里 群落问题可能只是我们自己较低级的文明 正如我前面指出的 尽管我们可以对为什么每个特定的智能文明 都可能对我们保持隐藏形成各种原因 例如 它们自己摧毁自己了 或者它们决定维持看不见 或者悄悄的 或者它们已经改变通信方式 不再使用电磁传输 等等 在应该存在的数以亿计的文明中 按存在地外文明的假设 每一个文明都有不为我们所察觉的原因 这是不可信的 终极效用函数 斯金德与斯孟林提出 在多元宇宙中 黑洞将成为每一个宇宙的效用函数 该性质在进化过程中得到优化 我与格莱德纳分享了关于智能作为效用函数的构想 我们可以形成一种将以上两者结合的概念 正如我在第三章讨论的 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是其质量和计算效率的函数 回想一下 一块岩石具有很大的质量 但是计算效率极低 几乎所有粒子的运动情况实际上都是随机的 人类的很多粒子的互动也是随机的 但是在对数规模下 人类大约处在岩石和中级小型计算机之间 中级计算机范围中的计算机 具有非常高的计算效率 当我们需要获得最佳的计算机效率时 提高计算机的计算能力的唯一途径 将是增加它的质量 如果我们增加了足够大的质量 它的引力会引起它坍塌成为黑洞 所以可以将一个黑洞视为一台终极计算机 当然没有任何黑洞会这么做 许多黑洞像大多数的岩石一样 都在执行着许多随机事物 而不是有用的计算 但是就CPS而言 一个组织性良好的黑洞 将是最强大的可信任的计算机 霍金辐射 存在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 是关于我们是否可以给黑洞传送信息 有效地改变它 然后再把它检索回来的 霍金的黑洞传输构想 涉及在世界附近 黑洞附近不能返回的点 超过了它 物质和能量 就都无法逃脱 所创建的粒子 反粒子队 当这种自发创造发生时 尽管它确实在空间各处发生 但是粒子与反粒子 彼此向相反的方向飞行 如果粒子队中的一个飞入世界 永远不会再看到 则另一个将远离黑洞 这些粒子中的一些 将有足够的能量去逃脱黑洞的引力 并且导致所谓的霍金辐射 96 在霍金的分析之前 人们认为 黑洞是相当的黑 以霍金的见解 我们认识到 它们实际上是不断释放出高能粒子促射 但是按照霍金的想法 这种辐射是随机的 因为它源于世界边界附近的随机量子事件 所以按照霍金的意思 黑洞可能包含中级计算机 但是按照它原始的构想 没有信息可以从黑洞中逃脱 所以这台计算机永远无法传递其结果 1997年 霍金和物理研究员齐普 索恩重动科学家 与加州理工学院的约翰普瑞斯基打赌 霍金和索恩断言进入黑洞的信息会消失 并且可能在黑洞里发生的任何计算 有用的或者没用的 都永远不能被传送到黑洞以外 然而普瑞斯基认为信息是可以被找回的97 失败者将以百科全书的形式提供给赢家一些有用的信息 在随后的几年中 物理学界的共识逐渐远离了 霍金 在2004年7月21日 霍金承认失败 并公认普瑞斯基最终是正确的 送到黑洞的信息不会丢失 他在黑洞内部可以转换 然后传播出去 根据这一理解 所发生的情况是 从黑洞中飞出的粒子 仍与它消失在黑洞里的反粒子 保持着量子纠缠 如果黑洞内部的反粒子 涉及一个有用的计算 那么 这些结果将以它黑洞之外的 纠缠粒子的状态来编码 因此 霍金送给普瑞斯基 一本关于板球的百科全书 但是普瑞斯基拒绝了 他坚持要一本棒球大百科 为了参加颁奖仪式 霍金飞了过去 假设霍金的新立场 确实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可以创造的终极计算机 可能就是黑洞 因此 一个被很好的设计为 能够创造黑洞的宇宙 将成为一个 被很好的设计为 能够优化智能的宇宙 斯金德和斯孟林 只不过在争论 而生物学和黑洞 都需要相同种类的材料 所以 一个针对黑洞优化的宇宙 也会是针对生物优化的宇宙 认识到 黑洞是智能计算的终极宝库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最佳黑洞产生的效用函数 与优化智能的效用函数 是一样的 为什么智能比物理更为强大 还有一个适用于人则原理的理由 很明显 我们的星球 不太可能在技术发展方面领先 但是正如我前面所指出的 应用弱人则原理 如果我们没有进化发展 我们也不会再次讨论这个问题 智能沉浸 在对它有用的物质与能量中 它将愚蠢的物质变成了聪明的物质 尽管聪明的物质仍然名义上遵循物理定律 但是 它如此突出的智能 使得它可以掌控定律中最微妙的方面 以它的意愿 操控物质和能力 所以 智能至少在表面上 比物理更为强大 我要说的是 智能比宇宙更强大 也就是说 一旦物质进化为聪明物质 完全渗透着智能过程的物质 它就可以操作其他物质和能量 来执行它的命令 通过适当强大的设计 这种观点 不是未来宇宙论讨论中的普遍观点 它假定 智能与在宇宙论规模上的事件和进程 是无关的 一旦在一个行星上 产生了一个技术创造物种 并且 该物种创造了计算 正如这里发生的 几个世纪之后 它就会渗入它周围的物质和能量中 并且 它开始至少以光速的速度 通过一些规避此限制的建议 向外扩张 这样的文明 将克服重力 通过微妙且强大的技术 和宇宙中其他类型的力 或者完全准确地说 它将调动和控制这些力 并且按照它的想法来设计宇宙 这是起点的目标 宇宙规模的计算机 对我们的文明来说 要多久才能将我们巨大扩展的智慧 进入宇宙中呢 赛斯 劳埃德估计 在宇宙中大约有1080个例子 理论上拥有大概1090CPS的能力 换句话说 宇宙规模的计算机将能够以1090CPS进行计算 98为了得出这些估计值 劳埃德得出物质密度的观察值 约为每M3一个氢原子 并以这个数字来计算宇宙的总能量 用普朗克常数除以这个能量数字 它得出大约1090CPS 宇宙的年龄大约为1017S 所以迄今为止 在整数范围内 它最多计算过大约10107次 由于每个例子在其所有的自由度 包括位置、轨迹、旋转度等 上大约能够存储1010bit数据 因此 在每个时间点上 宇宙的状态大约相当于1090bit信息 我们不需要考虑将宇宙的所有物质和能量 都投入到计算中 如果我们使用0.01% 那仍然有99.99%的物质和能量 没有被修改 但是仍将会有大约1086CPS潜力 基于我们现在的理解 我们只能接近这些数量级 任何接近这个水平的智能都如此强大 以致它可以足够小心地来执行这些工程的创举 以便不破坏它认为重要的自然进程 全息宇宙 另一个关于最大信息储量和宇宙处理能力的观点 来自于最近推测出来的信息本质理论 按照全息宇宙理论 宇宙实际上是一个在它表面写有信息的二维数组 因此它传统的三维出现形式是一种错觉 99按照这一理论 从本质上讲宇宙是一个巨大的全息图 信息已很好的由普朗克常数管理着的规模写入 所以宇宙的最大信息量是它表面积除以普朗克常数的平方 接近于10120bit 宇宙中似乎没有足够的物质来编码这么多的信息 因此 全息宇宙的限制可能高于其实际的可行性 任何情况下 这些各种各样估计的数目的数量级都处在相同的范围内 把宇宙改组成有用的计算 所能够存储的bit是1080至10120 同样 我们的工程 甚至是未来经过极大进化的我们 将有可能达不到这些最大值 在第二章我已经展示了 在20世纪 我们是如何从10-5上升到108CPS每千美元 基于我们在20世纪看到的平滑的双倍指数增长的延续 我预计 我们将在2100年到达大约1060CPS每千美元 如果我们估计将几万亿美元用于计算 在21世纪末 总共会有大约1069CPS计算能力 我们太阳系的物质和能量可以达到这一目标 为获得大约1090CPS 需要扩展到宇宙的全部其他部分 持续的双指数增长曲线表明 倘若可以不受光速的限制 我们可以在22世纪末将智能渗透到整个宇宙 即使全息宇宙理论所支持的附加的1030倍证实 我们仍能在22世纪达到饱和 同样 如果确实能绕过光速限制 我们将拥有的太阳系规模的智能将能够设计并应用必要的工程来做到这一点 如果让我吓住 我将把我的钱压在可能绕过光速这一推测上 并且我们将能够在200年内做到这一点 但那是我的猜测 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这些问题 因此不能去做更明确的声明 如果光速是无法改变的障碍 而且不存在穿过虫洞这样的捷径可以利用 那么我们的智能充满宇宙所花费的时间将是数十亿年 而不是几个世纪 并且我们将被我们在宇宙中的光追所限制住 无论怎样 计算的指数增长都将在22世纪遇到这道壁垒 那是真正的壁垒 这个在时间跨度上巨大的差异 数百年与亿万年对抗使宇宙充满我们的智能 说明了为什么规避光速限制的问题是如此重要 在22世纪 它将成为我们的文明所拥有的强大智能的当务之极 这就是我为什么相信虫洞或者其他规避手段是可行的 我们将非常积极地发现和利用它们 如果有可能设计新宇宙 并与它们建立连接 这会为智能文明的持续扩张提供更进一步的手段 格莱德纳的观点是 智能文明在创建新宇宙的问题上的影响 依赖于设定的婴儿宇宙的物理定律和常数 但是像这种文明中强大的智能 可能会更为直接地想出一种办法 以使它能将自己的智能拓展到一个新宇宙上 当然超出这个宇宙去传播我们的智能的想法是推测 因为没有一个多元宇宙允许从一个宇宙到另一个之间的通信 除了传播基本的法则和常数 即使我们被限制在已认知的宇宙中 用智能充满宇宙中全部的物质和能量仍然是我们的终极命运 宇宙将会是什么样呢? 嗯,暂且拭目以待 莫利2004 那么宇宙什么时候到达第六纪元 在那个阶段 人类智能的非生物部分将贯穿于整个宇宙 在它之后将怎么办? 查尔斯 达尔文 我不确信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正如你所说的 这好比一个细菌问另一个细菌人类将要做什么 莫利2004 那么这些第六纪元实体将认为我们生物人类像细菌 乔治2048 这肯定不是我对你的看法 莫利2104 乔治 你只是在第五纪元 所以我不认为那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查尔斯 回到细菌上 他们将会说什么 如果他们可以交谈 莫利2004 以及思考 查尔斯 是的 还有思考 他们会说 人类会像我们一样做相同的事 也就是 吃饭 躲避危险 以及繁殖 莫利2104 哦 但是我们的繁殖有趣得多 莫利2004 未来的莫利 实际上 这是我们人类起点前的繁殖 那很有趣 事实上 你的虚拟繁殖很像细菌 性别对它不起作用 莫利2104 这是真的 我们已经把性别从繁殖中分离了出来 但这对2004年的人类文明来说 也并不新鲜 再说 不像细菌的地方是 我们可以变换我们自己 莫利2004 其实 你也已经把变换和进化 从繁殖中分离出来了 莫利2104 在2004年 那确实也是真的 莫利2004 好吧 好吧 但是关于你的清单 查尔斯 我们人类也做些像是艺术和音乐之类的事 这将我们与其他动物区分开 乔治2048 的确 莫利 那就是起点的根本意义所在 起点是最美妙的音乐 是最深刻的艺术 是最美丽的数学 莫利2004 我懂了 所以起点的音乐和艺术 对我这个时代的音乐和艺术来讲 大约就像2004年的音乐和艺术队 内德 路德 细菌的音乐和艺术 莫利2004 嗯 我已经看到一些真菌的艺术模型 内德 是的 但我敢肯定你不会尊敬他们 莫利2004 不 事实上 我打扫了他们 内德 好吧 但我没说过 莫利2004 我仍然试着去预想一下 在第六纪元时 宇宙将会做什么 地墨西 乐瑞 宇宙会像鸟儿一样飞行 莫利2004 但是它在哪里飞呢 我的意思它就是全部了 第七章 我是起点 所有愚蠢中最普遍的就是 狂热地相信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 HL门肯 美国作家和编辑 生命哲学 植根于历史悠久的传统 包含了很多 关于个人的 组织的 和社会生活的智慧 我们中的许多人 也发现了那些传统的缺点 在科学尚未成型的年代 这种传统 怎么可能不引领我们 走向某种谬物 先进的现代科技 已经成功地使人 由个人转化为人类整体 同时 经济 政治 文化等因素 已经使得国际形势发生了改变 对此 古代的生命哲学 并未做过多的阐释 迈克斯 摩尔 英国哲学家 未来学家 Principles of Extropy 世界不需要另一个极权主义的信条 迈克斯 摩尔 Principles of Extropy 是的 我们有一个灵魂 但它有许多微小的机器人构成 朱里奥 奇奥尼 如果培养机不影响人类的功能和意识 那么它就与道德无关 从道德角度来看 人是在龟上 还是在生物神经上运行 都没有关系 就像你是黑色还是白色皮肤一样 都没有关系 尼克 波斯特拉姆 Ethics for Intelligent Machines A Proposal 2001 哲学家们很久以前就意识到 与他们的祖先相比 他们的孩子出生在一个更加复杂的环境中 对加速转变早期的认识 甚至是无意识的认识 都可能会促进西方传统的思想 比如乌托邦论 世界末日论 以及新千年论等 然而不同的是 现在每一个人都在某一层面上 认识到了前进的脚步 而不是简单的空想 约翰 斯马特 美国蔚来学家 加速变化理论奠基人 奇点人 就是那些了解奇点内涵 且能将其运用在生活中的人 我本人就曾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来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 当然 这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任务 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少年时代的我就开始对人类思维与计算技术之间联系的问题进行思考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我又致力于研究技术加速理论 并且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版了第一本书表达我对这一问题的见解 所以 我有时间去思考现在的叠加转变对社会和人类自身造成的影响 乔治 吉尔德将我在科学和哲学上的理论称为为对传统信仰失去信心的人提供的替代幻想 乔治尔德的陈述也不难理解 因为关于基点的猜想与关于传统信仰转化的猜想之间至少存在着一些共性 但我并不会将我的观点作为寻找传统信仰替代品的结果 我了解技术趋势的探索出发点非常现实 只是想去尝试实践我的一些发明 并且为未来的技术公司创造最佳决策条件 这种技术建模渐渐地呈现他自己的生命 并且引导我构想出关于科技进化的理论 此时 这些决定性的改变对社会和文化习惯与我自己的生活的影响并不是一个很大的跳跃 所以 当起点人不与信仰有关 而只与认识有关 我在书中对科技趋势做出预测时 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关于传统信仰试图去陈述的观点 死亡与不朽的本质 人类存在的意义 宇宙中的智慧 作为一个起点人 我总是会感到很孤独或者不太合群 因为我遇到的很多人并不认同我的观点 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伟大的思想 在无数的陈述和评论中 相反 人们通常会相信这种普遍的智慧 人生短暂 人类的智力 体力已经达到极限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本质上改变我们的寿命 我预料 当加速改变的暗示变得越来越明显 这种狭隘的观点将会改变 于是我编写了这本书 希望更多的人能来认同我的观点 那么 我们应当怎样去认知起点呢? 正如对待太阳一样 很难指示它 最好是从我们的眼角挟视它 正如麦克斯 摩尔所说的,我们需要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另一个教条 而不是迷信 因此,起点理论不是一套信仰或统一观点的系统 起点本质上是对科技趋势的理解 同时也是引起一个人重新思考每一件事的领悟 从健康和财富的意义到死亡和生命的本质 在我看来,作为一个起点人应包括方方面面的知识 而以下列出的只是沧海一宿 这些想法不是一个新教条的建议 只表达我个人的人生观 现在,我们有让人类活足够长的时间 直到永远的方法 当更多生物科技和纳米科技的根本生命 扩展治疗可用时 现有的知识可以大幅减缓衰老的速度 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保持健康二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这一代人 普遍不认可这一现实 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人类日渐加速的衰老过程 以及阻碍这一过程的机会 本着这种精神 我重新编写了我的生物特征 它与它本来应该成为的样子有很大的不同 三吃补品或药物 不是要等出现问题时最终诉诸的手段 我们的机体早已存在许多问题 在很久之前就进化出来的过时的基因序列 管理着我们的身体 所以我们需要战胜我们的遗传基因 我们现在具备了知识 开始完成它 我也正在致力于这样做 我的躯体是短暂的 组成它的各种粒子 平均每月就完全翻新一次 只有我的身体和大脑的形式 有连续性 我们应该通过优化我们的身体健康 扩展我们的思想范围 努力地提高这些形式 最终 通过与技术的融合 我们将能极大扩展精神的能力 我们需要一个身躯 只要我们在体内植入了MNT结构 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自己的身躯 只有科技能够战胜人类社会 一代一代为之奋斗的挑战 例如 新兴科技可以供应和存储 可再生清洁能源 消除人体内部和自然环境中的毒素和病原体 提供战胜贫困与饥饿的知识和财富 各种形式的知识都很珍贵 音乐 艺术 科学 技术 以及嵌入在人体内部和大脑中的知识 任何形式知识的损失都是悲剧 信息不是知识 世界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 而智慧的作用就是寻找并且作用于它们中主要的部分 比如说 每秒有几百兆比特的信息流穿过我们的感官 其中大多数的信息被智能地过滤掉了 只有一些关键的认知和领悟及各种形式的知识得到了最终的保留 因此 智能选择性的销毁信息以创造知识 死亡是悲剧 将人比作一种深邃模式 一种形式的知识 在人死亡时就会消失 在这里并没有贬低的意思 至少这在现在的社会中已成事实 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一方面的知识 当人们失去心爱之人时 他们会说自己已经不再完整 的确 他们这样说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我们确实失去了有效使用大脑中的神经模式与去世的人交流的能力 在我的观点中 人生以及我们生命的宗旨在于创造并欣赏不断增长的知识 向着更加有序的方向移动 正如我在第二章中讨论的 更加有序往往意味着更加复杂 不过有时候 深刻的观察力会在提高有序性的同时降低复杂性 正如我的理解 宇宙的宗旨反映了与我们生命一样的宗旨 向更高级的智能和知识发展 我们人类的智能和科技构成了这一扩展中的智慧的前沿 假设我们没有意识到任何地球外的竞争对手 已经到了临界点 在21世纪 我们就能够通过自我复制的非生物智能将我们的智能注入太阳系中 那时 它将会扩散到宇宙的其他部分 想法是智慧的表现和产物 想法可以用来解决人类所面对的大多数问题 当下我们不能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那些我们不能清楚表述的问题 通常是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对于那些我们已经遇到的问题 关键是要用适当的文字 有时候用方程来表述它们 做到了那些 我们就能找到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想法 我们可以利用科技加速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 通过桥梁 桥梁 桥梁来获得人类寿命的显著增长 把当前的知识作为通往生物科技的桥梁 生物科技又将是我们通往纳米科技时代的桥梁四 今天 尽管我们并没有掌握用于根本寿命扩展的所有知识 但这为我们提供了通往无限生命的道路 换一种说法是 我们并不需要解决所有的问题 我们可以对五年 十年 甚至二十年之后 可能的科技能力进行预测 并把它们也纳入我们的计划 那就是我规划的我的科技项目 在面对社会中的巨大问题以及我们的生命时 我们也可以采取同样的做法 当代哲学家麦克斯 摩尔将人类的目标描述为一种超越 从人类价值观所掌控的科学与技术中获得五 摩尔引用了尼采的论述 人是一条纽带 将动物和超人类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一条跨过深渊的纽带 我们可以将尼采的观点解释为 我们比其他动物高级 同时试图变为更高级的物质 我们可以把尼采提及的深渊 看作是科技潜在的危险 关于这一问题 我在第八章里会有详细的论述 同时 摩尔也对期望起点 可能对今天的消极作用表示了担忧 又因为出现战胜衰老问题的巨大能力 就有可能出现一种渐渐远离日常琐事的趋势 我赞成摩尔关于消极起点主义的担忧 前面观点的一个原因是 科技是一把双刃剑 在奔向起点的道路上 与走向起点的可能一样 我们也很可能会走向岔路 造成令人担忧的后果 甚至在应用新兴技术中 很小的岩石都会使数百万人 继续经受痛苦和死亡 例如 在实施生命挽救治疗中 过度调整的岩石会导致大量的死亡 世界上每年都有数百万的患者 因心脏病而丧生 摩尔也担心为了稳定与和平 反对傲慢与无知 思想文化反抗 可能会使技术加速走入歧途 其在我看来 在整个科技进步中 严重的出轨不大可能发生 即使像两次世界大战 这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一亿人丧生 美苏冷战这样划时代的事件 甚至数次的经济 文化 社会大动荡 对科技进步的趋势 也只有非常非常小的影响 然而 那些浅薄的反科技思想 现在在世界上逐渐发出声音 它们确实有着潜在的消极影响 人还能被称为人吗 有一些评论家将后起点时期 叫做后人类时期 并且把对这一时代的预测 称为后人类主义 然而 就我来说 作为人类就意味着 作为努力扩展其范围的文明的一部分 通过很快就会获得的改变 与提高生物的工具 我们会超越生物 如果我们认为 经过科技改造过的人类 已经不属于人类的范畴 那么界定人与非人的界限又是什么呢 植入通过仿生学制造心脏的人 还能被称作是人吗 植入一条人工神经的人还是人吗 如果一个人的大脑中 植入了十个纳米机器人呢 五一个怎么样呢 是不是我们应该这样界定 已在人脑中有六 五一个纳米机器人为界限 少于这个数目 你还是人 超过了这个数目 你就属于后人类了 我们与技术的结合 就像走在一个光滑的斜面上 只不过是 沿着它向上滑行 从而走向更伟大的希望 而不是向下走入泥彩的深渊 有些评论家认为 这种结合创造出了新的物种 但物种这一范畴 是生物学概念 我们正在做的 已经超越了生物范畴 总之 起点的潜在转化 并不仅仅是 生物进化长链中的另一步 我们已经完全颠覆了生物进化 比尔 盖茨 我99% 同意你的看法 我喜欢你的观点 是因为他们有科学依据 但是你的乐观 完全是一种宗教信仰 我也是个乐观的人 雷 是的 我们现有的法律和道德系统 就是建立在尊重他人意识的基础上的 假如我打伤了别人 就被认为是不道德的 可能还是违法的 因为我使其他有意识的人遭受痛苦 假如我破坏财产 如果损坏的是自己的财产 那就没有关系 如果是别人的财产 那就是不道德或者违法的 因为我不是使财产遭受痛苦 而是使拥有财产的人遭受痛苦 比尔 那世俗的原则呢 雷 从科学与艺术中 我看到了知识的重要性 知识超越了信息 它是对意识主体有意义的信息 就像音乐 艺术 文学 科学 技术等 这些都是在我谈到的趋势中 将会得到扩展的品质 比尔 我们需要专注于某些简单的消息 我们需要有魅力的领袖 雷 有魅力的领袖 也是旧模式中的一部分 那是我们希望舍弃的 比尔 那么 一台有魅力的计算机 雷 有魅力的操作系统 如何 比尔 哈哈 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 雷 当我们将智能进入宇宙中的物质与能量之后 它就会觉醒 拥有意识和伟大的智能 那与我可以想象的上帝很接近吧 比尔 那已经是龟智能 而不是生物智能了 雷 对啊 我们将会超越生物智能 我们首先将会与它结合 但是最终 我们智慧中的非生物部分将会占据主导地位 顺便提一句 不可能是龟 可能是碳纳米管 比尔 这个我知道 我之所以把它称为龟智能 是为了让人们明白它的意思 不过我不认为它能拥有人类的意识 雷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模仿人类大脑和身体中发生的必要事件的运行机制 将这些过程放在其他培养机中 然后大大的扩展它 难道它不会有意识吗 比尔 哦 它会有意识 我只是觉得 那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意识 雷 可能这就是我们那1%的分歧吧 它为什么不同呢 比尔 因为计算机可以在瞬间实现合并 十台甚至百万台计算机 可以合并成一台更快更强的计算机 但是人类可做不到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 不能相互桥接 雷 这正是生物智能的局限所在 不可桥接不同的生物智能不是一个优势 龟智能可以在两方面拥有它 计算机不必共用它们的智能与资源 如果它们希望 它们可以保持独立 龟智能可以在同一时间既结合又保持独立 作为人类 我们也尝试与他人结合 我们缺失了完成这些的能力 比尔 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缺失的 雷 是啊 不过它会被其他更有价值的东西所替代的 比尔 没错 所以我们应当不断创新 关于意识的繁人问题 如果你将大脑增大到一间工厂那么大 然后漫步其中 你不可能会找到意识 GW 莱布尼兹 一个人可以不断地想起爱情 这就像是设法鼓起地窖中的玫瑰花香 你可以看到玫瑰花 但你永远也闻不到花香 亚瑟 米勒巴 当一个人开始最简单的尝试思考哲学问题时 他往往会被这样一些问题困扰 当人明白某件事情时 他是否意识到自己已经明白 还有 当人对自身进行思考时 他想了些什么 是什么在进行思考 人在被这些问题困扰和折磨了很久之后 就学会了不去深究 意识存在的概念完全不同于无意识对象 在说意识存在知道某件事情时 我们不只说他知道了某事 还说他知道他知道某事 还说他知道他知道他知道某事 如此往复 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关心一样长 我们认识到 他的长度无穷无尽 但他并不是在坏的意义上 无尽的退化 因为相较于这个答案 这个无尽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J.R.卢卡斯 牛津大学哲学家 出自他1961年的文章 Minds, Machines and Goddell 9 当我们做梦时 他们很真实 但我们能说比生活更真实吗 海威洛克 未来的机器将具有情感和精神体验的能力吗 我们已经讨论了 非生物智能几种方案 用来全方位的展示 生物人显现出来的 情感丰富的行为 第一种情况是 到21世纪20年代后期 我们完成了人脑的逆向工程 那将使我们开发出 可以匹敌甚至超越人类的复杂与灵活的非生物系统 包括我们的情绪智力 第二种情况是 我们可以将一个真实人类的部分 上传到一个合适的非生物的 可以思考的培养机中 第三种情况是 也是最引人注目的 方案涉及逐渐的 但不可阻挡的进程 从而使人类自身 从生物过渡到非生物 这已经从设备的良性引入开始 如用于改善残疾和疾病的神经植入 它与血液中纳米机器人的引入 一起进步 纳米机器人的开发一开始将会用于医疗和抗老化应用 然后 更复杂的纳米机器人将与我们的生物神经元交互 以增强我们的感官 从神经系统内部提供虚拟与增强的现实 它们可以帮助我们记忆 也可以提供其他常规的认知任务 随后 我们将成为机器人 从我们大脑的立足点出发 我们智能的非生物部分将以指数级扩大其能力 正如我在第二和第三章讨论的 我们看到信息技术的每一个方面都在以指数级增长 包括价性比 容量 采用率 由于每一bit信息计算和通信所需的质量和能量都非常小 见第三章 这些趋势将能继续下去 直到我们的非生物智能大大超越生物部分 由于我们生物智能的能力基本上是固定的 除了一些相对温和的生物优化技术 非生物部分将最终占主导地位 在21世纪40年代 当非生物部分有数十亿倍的能力时 我们还会坚持将我们的意识与我们智能的生物部分相联系吗? 显然 非生物实体会声称有情绪和精神体验 正如我们今天所做的 它们 我们会声称是人类 并且有人类声称的完全范围的情绪和精神体验 而这些将不会是无根据的声明 它们将证明 丰富 复杂 微妙的行为与这种感觉相关联 但如何将这些引人注目的声明和行为 与非生物人的主观体验相联系呢? 我们继续回到非常真实 但最终无法计量用完全客观的方法的意识问题上 人们经常谈论的意识 就好像有一个实体清晰的属性 可以对其很容易的认识 发现和测量 意识问题 为什么如此容易引起争议? 如果我们可以对它做出决定性的领悟 那就是 不存在 可以最终确定 它的存在的客观的测试 科学是客观的测量及其逻辑的关联 但客观的本质是 你无法测量主观的感受 你只能测量它的关联性 如行为 我说的行为 包括内部行为 也就是说 实体中原件的动作 比如神经元 以及它们的许多部件 这一限制 与客观和主观概念的本质有关 若采用直接客观的方法 我们根本无法看穿 另一个实体的主观体验 我们能够对它产生争论 如 观察非生物实体大脑的内部 看它的秩序 多像一个人大脑里的 或者 看 它的行为 多像人类的行为 但最后 这些仍然只是争论 不管非生物人的行为 如何有说服力 一些观察家 仍将拒绝接受 这样一个实体的意识 除非它喷出神经地质 是基于 DNA引导蛋白质的合成 或有某些生物人特有的属性 我们假设 其他人是有意识的 但这只是一个假设 人们对非人类实体的意识 如高级动物 没有统一的意见 思考一下 关于动物权利的争论 它将所有事情 都与动物是否有意识 或只是有本能操作的准机器 未来非生物实体 展现出来的行为与智能 比那些动物更加像人 到那时 在这一问题上将更加有争议性 事实上 这些未来的机器 甚至比今天的人类更加像人 如果这看起来像一个似是而非的陈述 那么请思考一下 今天很多人类思想都是自私 而且是派生的 我们惊叹于爱因斯坦 从一个思想实验中 想象出普遍相对论的能力 或者被多分在听不到声音的情况下 想象出交响乐的能力 但这些最优秀的人类思想 是罕见的 稍纵即逝 幸好我们对这些 稍纵即逝的时刻有记录 这反映了我们与其他动物的区别 我们未来主要的非生物自我将会更加智能 因此将会把这些人类思想中的出色能力 以更杰出的程度展现出来 那么我们将如何来对待 由非生物智能主张的意识呢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 这类主张会被接受 一方面 它们会是我们 所以在生物与非生物智能之间 不会有任何明确的区分 另一方面 这些非生物实体将非常聪明 所以它们就可以说服 它们意识到的其他人 生物 非生物 或介于两者之间 它们将拥有所有微妙的情感暗示 这种情感暗示 说服我们的今天人类 它们是有意识的 它们将能够使其他人欢笑和哭泣 如果别人不接受它们的主张 它们会很生气 但是 这基本上是政治核心理的预测 而不是哲学争论 一些人还在坚持主观体验 或者不存在 或者是一个可以忽略的无关紧要的特征 我不同意这些人的观点 谁或什么是意识或者他人主观体验的本质 这个问题对我们的伦理 道德 法律等概念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的法律制度主要基于意识的概念 它对造成一个有意识的人痛苦的行为 特别是意识体验的剧烈形式 或者结束一个人的意识体验的行为 给予特别认真的关注 人类关于使动物遭受痛苦的能力的矛盾心理 也反映在立法上 我们有反对虐待动物的法律 特别强调规定了更加智能的动物 如灵场类动物 尽管我们关于大型动物 在工厂、农场遭受的痛苦方面存在很明显的盲点 但这是另一论文的主题 我的意思是 我们不能把意识问题作为一个礼貌的哲学问题而病除 它是社会中法律和道德基础的核心 当机器、非生物智能可以令人信服地为它自己辩论 它它它的感情需要得到尊重 这种争论将会改变 当它可以用幽默感做这些时 这对使他人信服十分重要 它可能会赢得辩论 我期望法律制度中的那种实际的改变最初来自诉讼 而不是立法 因为诉讼往往会引起这种转变 例如马丁、罗斯布雷特律师是Mahome、Potasty、Rolf Blatt与Fischer的股东 他在2003年9月16日提出了一个模拟议案 用于防止一个公司从有意识的电脑中脱离 在国际律师协会会议上 该议案主张模拟生物数字准则的审判时 我们可以衡量的主观体验的某些相关因素 例如客观可测量神经活力的特定部分 与某种主观体验的客观需证实的部分联系在一起 如听到声音 但是 我们不能把客观的良度深入到主观体验的核心 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提到的 我们正在处理第三人的客观体验 这是科学的基础 与第一人的主观体验 这是一个意识的代名词 之间的差异 想想看 我们无法真切地感受到他人的主观体验 2029年的体验术技术将会使一个人的大脑 可以感受到他人的感知体验 情感与体验等 其他方面 在精神方面的某些潜在联系 但是 作为一个人经历过的愉快体验 这仍然不能传递相同的内部体验 因为他或他的大脑是不同的 我们每天听到别人的经验报告 我们甚至可能感到同情 以回应他们内部状态导致的行为 但是由于我们只接触到别人的行为 我们只能想象自己的主观经验 因为他可能构建一个完全一致的 科学的世界观 省略了意识的存在 一些观察家得出的结论是 这只是一种幻想 杰罗恩 拉尼尔是虚拟现实的先驱 他反对那些 主张主观体验不存在 或者因为它是外围或次要的影响 所以不重要的观点 引自他在 One Alpha Manifesto中 所谓的控制完全主义 提出的六个反对的 第三个 十一正如我曾指出的 我们假定没有任何设备或系统 可以明确直接地 与实体发生主观意识体验关联 任何此类设备 将包含一种哲学假设 虽然我不同意拉尼尔大部分的意见 见第九章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我同意他的观点 我甚至可以想象 心领神会道 他在面对控制完全主义时 和我一样的无奈 并不是说我同意这样表述 十二 就像拉尼尔一样 我甚至接受了那些 主张不存在主观体验的人的主观体验 正是因为 我们不能通过客观的测量 和分析科学 来完全地解决意识问题 所以 哲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我们完全想象出一个 没有主观体验的世界 只有旋转的物质 没有有意识的实体来体验它 那么这个世界 也许就不存在了 在一些宗教思想的某些流派的传统哲学中 就可以看出 人们是怎样看待这个世界的 雷 我们可以讨论 什么样的实体是有意识的 或可能有意识的 我们也可以讨论意识是突然产生的 还是有某些特殊的生理上的 或其他的机制产生的 但是关于意识 还有另一种说法 这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种 莫利2004 好的 我洗耳恭听 雷 嗯 我们假定所有看起来有意识的人 事实上是有意识的 为什么我的意识 要和这个特别的人 我相关联呢 为什么我会意识到 这个特别的人 他童年时 读过小汤姆 斯维夫特的书 搞过某些发明 写过关于未来的书 等等 每天早晨醒来 我都会有这个特定的人的体验 为什么我不是爱拉尼斯 莫利塞特 或其他的人 希格蒙德 弗洛伊德 嗯 你想要成为 Elanes Morissette 雷 那是个很有意思的提议 但那不是我要说的重点 莫利2004 你要说什么 我不明白 雷 为什么我会意识到 这个特别的人的体验和决定 莫利2004 因为那就是你呀 希格蒙德 看起来你不喜欢你身上的某些东西 再多说一点 莫利2004 以前 雷也不喜欢当人 雷 我没说我不喜欢当人 我说我不喜欢在人体1.0中的这些限制 问题 以及高强度的维护 但是这跟我这里要说的 没有任何关系 查尔斯 达尔文 你质疑 你为什么是你 这只是语意重复 没有太多需要质疑的地方 雷 就像许多尝试解答关于意识的问题一样 这个问题听起来毫无意义 但是如果你问我 我在质疑什么 那就是 为什么我会持续地意识到这个特别的人的体会和感觉 至于其他人的意识 我只能接受它 但我没有体验过其他人的体验 至少不是直接的 西格蒙德 好的 我现在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没有体验过其他人的体验 你曾经与某人谈论过共鸣吗 雷 听着 我在以一种非常个人的方式来谈论意识 西格蒙德 很好 继续说 雷 事实上 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 当人们谈论意识时会发生什么 讨论无可避免的会转移到其他的话题 比如哲学 行为 智能 或者神经 但是我真正质疑的是 为什么我是那个特别的人 查尔斯 你知道是你自己创造了你自己 雷 是的 就像我们的大脑创造了思想 思想又反过来创造了大脑 查尔斯 因此你自己创造了你自己 可以说 那就是 为什么你是你 茉莉2104 我们会在2104年 直接体验到这一切 若成为非生物的 我可以非常容易地改变我是谁 就像我们先前讨论过的 如果我愿意的话 我可以 把我的思维模式 和其他人的思维模式合并起来 成为一种混合的个性 这会是一种深刻的体验 茉莉2004 哦 未来的茉莉小姐 我们在2004也这样做过 我们把它叫做相爱 我是谁 我是什么 你所要寻找的是 谁在观察 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 我知道的东西不多 我知道我所知道的 如果你知道我的意思 哲学是在古物和尚的谈论 我就是我 你就是你吗 还是什么其他的呢 伊迪 布里克尔我是什么 意志的自由 就是高兴地做自己必须做的事情 凯尔 荣格 样子理论学家眼中的几率 不是奥古斯丁的道德自由 诺伯特 温格13 我比较喜欢平淡的死亡 周围围着几个朋友 喝着葡萄酒 直到那个时刻 在那时 温暖阳光照耀着自己 但是几乎可以肯定 我们生活在一个落后的 科学不发达的时代 我没有看见 科学把我们的时代 变得更加完美 本杰明 富兰克林 1773 关系到我们身份的一个相关的 但不同的问题产生了 我们先前谈到了一种可能性 把一个人的思维模式 知识 技能 个性 记忆上传到另一个人身上 尽管他会像我一样行动 但那真的是我吗 一些根本性延长寿命的方法包括 重新设计与重建组成身体和大脑的各个系统 子系统 在参与重构的过程中 我会迷失自我吗 再说一次 这个问题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 从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 演变为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 所以 我是谁 由于我不停地变化 我只是一个形式 如果有人复制了我的形式 那我是原始版本还是复制版本 或许我就是这种材料 有序的和混乱的分子 一起组成了我的身体和大脑 但是这个观点存在一个问题 事实上 构成我身体与大脑的特定粒子集合 与很短时间之前 构成我的原子和分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 我们大部分的细胞 会在几周之内更新一次 即使我们的神经作为特殊细胞存在时间比较长 但是也会在一个月内改变其分子组成 微管构成神经的一种丝状蛋白的半衰期是十分重 树突的激动蛋白丝大约每40S更新一次 为突出提供动力的蛋白 也是大约每小时更新一次 突出周围的NMDA受体坚持的时间相对长一些 大约每五天更新一次 所以 与一个月前的我相比 现在的我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物质集合 唯一延续的是物质的组织形式 形式也会变化 但是比较慢 也有持续性 我比较喜欢水流的形式 因为它在它的路径上冲刷了岩石 水的分子组成每毫秒都在变化 但是这种形式会持续几小时甚至数年 因此 也许我们应该说 我是一种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的物质和能量的组成形式 但是这个定义也有一个问题 因为最终我们能够以很高的精度上传这种形式 以复制我们的大脑和身体 甚至这一复制品与原本没有任何差别 这一复制品就可能通过雷库兹维尔图灵基测试 因此 这一复制品会共享我的形式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 我们不可能把每个细节都做到正确无误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创造细胞和复制身体的精度和准度 会与我们管理信息的能力一样 呈指数级增长 最终 我们会在想要的任何精度下 捕获和重建我的形式中主要的神经和身体的细节 虽然这一复制品共享了我的形式 但很难说它就是我 因为我还在这 你甚至可以在我睡觉的时候扫描和复制我 如果早上你走过来对我说 好消息 雷 我们已经成功的把你重新实力画到一个持久的培养基上 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你的救身体和大脑了 我不会同意这种说法的 如果你做一个思想实验 很明显 这一复制品只是看起来和行动起来像我 但它不是我 我甚至不知道它的创造 虽然它可能有我的全部记忆 并且在回忆时想起的也是我 但是从创造它的那一刻起 雷二将有它独一无二的体验 它的实体已经与我的实体分开 这确实是一个关于人体冷冻法的问题 把一个刚刚死去的人用冷冻技术保存起来 当有技术 可以把以前时代的死亡 人体冷冻 第一次杀死它的疾病和环境等这些损害复原时 就可以让它重生 假设冷冻的人最终重生了 提出的许多方法暗示 使人重生 本质上是用新的材料 甚至是用全新的等效神经系统重构它 因此 这个重生的人最终会成为雷二号其他人 现在我们在深入进行思考思维的训练 你就会看到出现了进退两难局面 如果我们复制了自己 然后毁掉了原始的 那么我就结束了 这是因为 正如我们讨论过的 那个副本不是我 尽管副本会冒充我做工作 没有人会看出差别 但是我已经死了 考虑用等效神经材料替换我大脑的一小部分 好的 我还在这 手术是成功的 顺便提一句 纳米机器人技术将最终不依赖手术 我们知道已经有这样的人存在 比如人工耳窝植入者 帕金森病的植入物 等等 现在替换我大脑的另一部分 好的 我还在这 而且最后我还是我自己 从来就没有一个老雷和一个新的雷之分 我还是以前的我 没有人曾经想念过我 包括我自己 雷逐渐替换的结果产生了新的雷 因此意识和身份很明显得到了保留 然而 在逐渐替换的过程中 老雷和新雷不是同时存在的 过程结束之后 会有一个与之前相当的新我雷二 老我雷一已经不复存在了 因此逐步替换也意味着我的终结 我们不禁怀疑 我的身体和大脑究竟在何时转变成另一个人的 另一方面 我们已经讨论完哲学方面 就像我在问题开始时指出的 事实上 作为生理过程的一部分 我也在逐步的替换 顺便提一下 这个过程并不是逐步的 而是很快的 正如我们总结的 持续的 只是物质和能量的空间与时间的形式 但以上的思想实验表明 即使我的形式是持续的 逐步替换也会导致我的结束 所以我是否正在被一个 看起来跟我长得很像的人持续的替换呢 所以 问题又来了 我是谁 这是最终的本体论问题 我们常常把它归结为意识问题 我有意识的 有意的双关 以第一人称表述这个问题 因为它是本质的 它不是第三方的问题 所以 我的问题不是你是谁 尽管你可能会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当人们谈论意识时 往往会滑入 对行为与神经之间的意识关联的思考 无论实体是否可以自我反应 但是这些是第三人称 客观的问题 不能代表大卫 查默斯所谓的意识难题 物质 大脑 是怎样引起像意识一样 看起来无形的东西 15 一个实体是否是有意识的问题 对它自己来说是清晰的 意识的神经关联 例如智能行为 和意识的本体论实体的区别 即是主观和客观的区别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不能在不考虑 内在的哲学假设的前提下 构建一个客观的意识探测器 我相信 人类最终会接受非生物实体 也是有意识的 因为最终非生物实体 将拥有人类目前拥有的 全部微妙的暗示 情绪 以及其他的主观体验 然而 当我们能够验证这些微妙的暗示时 我们没有通往这些隐藏意识的道路 我承认 在我看来 你们中的许多都是有意识的 但是我不会很快接受这个印象的 也许我确实生活在模拟中 而你们只是模拟的一部分 或者只是对你的记忆 存储在我的脑海里 而这些经历从未发生过 又或者我正在经历 回忆貌似真实的记忆的感觉 而这些记忆和经历并不存在 你看 这就是问题 尽管我这些个人 哲学的困境 只是基于形式主义 本质上我只是一种在时间上的持续形式 我是一个进化形式 并且我能够影响形式的进化进程 知识是一种形式 它区别于纯粹的信息 遗忘知识是一种深刻的损失 因此 失去一个人是根本性的损失 茉莉2004 就我所关心的是 我是谁 这个问题很简单 她基本上就是这个大脑和身体 她们至少在这个月的状态很好 谢谢 雷 你是否包括那些 处在消化到不同阶段的食物 茉莉2004 好吧 你可以排除那些 其中有些会成为我 尽管她还没有加入茉莉俱乐部 雷 哦 你身体中90%的细胞 都不含有你的DNA 茉莉2004 是吗 那是谁的DNA 雷 生物人含有自己DNA的细胞数 是10亿个 而消化道中含有的微生物 是1000亿个 基本上全是细菌 茉莉2004 听起来不是很有吸引力 它们是完全必须的吗 雷 它们是使茉莉保持健康 与充满活力的细胞群中的一部分 没有有益的肠道菌群 你不可能活下去 假设你的肠道菌群 处于良好的平衡状态 那么它们对你的健康是十分必要的 茉莉2004 好吧 但是我不能把它们算作我的一部分 我的幸福取决于很多事情 如房子和车 但是我不能把它们算作我的一部分 雷 很好 把胃肠道 细菌和其他的不算作在内 是很合理的 这正是身体如何看待它的 即使在结构上它在身体内部 但身体认为 胃肠道是外部 并仔细地甄选吸收到血液里的物质 茉莉2004 当我对我是谁这个问题思考更多时 我有点像杰罗恩 拉尼尔的同感圈 雷 继续说 茉莉2004 基本上 我认为是我的实体集团 它的轮廓并不鲜明 它不仅是我的身体 我有限地认同 包括脚趾 甚至是前面讨论的肠道 雷 这是很合理的 甚至包括我们的大脑 我们仅仅了解在其中所发生的事情中的很小一部分 茉莉2004 确实 我的大脑的一部分是别人的 或者至少某些其他地方是别人的 经常侵入我的意识的思想 与梦来自某些陌生的地方 它们显然来自我的大脑 但它看起来不是以那种方式展示的 雷 相反的 亲人或许与我们在物理空间上是分离的 但是与我们如此亲密 以至于就好像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 茉莉2004 我自己的界限看来越来越模糊了 雷 等到我们是非生物主导时 我们就可以按我们的意愿和并思想与思考 那时再去确定界限就更加困难了 茉莉2004 那听上去有点吸引人 你知道 一些宗教哲学强调 我们之间并没有本质的界限 雷 貌似他们在讨论起点 起点是一种超越 现代理论认为 人性来自人的内心 生命从泥土中开始 在智慧中结束 而传统的文化认为 人性是从它的上级继承下来的 正如人类学家马歇尔 沙林斯所说的 我们是认为 我们起源于猿猴的人类 而其他人理所当然的认为 他们是神的后裔 休斯顿 史密斯十六 一些哲学家认为 在问题可以通过科学明确解决之前 哲学是你应该对它做的事情 其他人认为 如果一个哲学问题 屈服于实验的方法 那么一开始 它就不是哲学问题 杰瑞 A.弗多尔时期 起点指出 发生在物质世界里的事件 不可避免的 也会发生在进化过程中 进化过程开始于生物进化 通过人类直接的技术进化而扩展 然而 它就是我们所超越的物质能量世界 人们认为 这种超越的最主要含义是精神 思考一下物质世界的精神实质 从哪说起呢 从水开始讲吧 它很简单 但思考一下 它表现各种美丽的方式 它在小溪流中流经岩石形成小瀑布 然后汹涌着飞下瀑布 不断变换着形式 顺便提一下 从我办公室中都可以看到 在天空中滚滚翻腾的云的形式 山上堆积的雪 一片美丽的雪花 它们就从物质材料升华为艺术 任意的音符只是声音 但当以合理顺序排列时 它们就是音乐 一堆元素只是一个流水杖 但当以创新的方式排列 或许加上软件系统 其他形式 就会实现技术的魔法、超越 虽然有些人把精神作为超越的真实含义 其实超越是指各种现实的层年 自然世界的各种创造 包括我们和我们的艺术、文化、技术 以及情绪、精神情感的创造 进化关系到形式 进化就是进化过程中 形式的深度与顺序的改变 作为我们进化的极致 起点会加深超越的所有这些表现 精神的另一层意思是含有精神、有意识的 许多宗教和传统哲学都认为 意识、私人席位是真实的 普遍的宗教本体论 把主体意识、体验作为最终的现实 而不是物理的或客观的现象 这些被认为是Maya、错觉 我在本书中提出关于意识的观点 目的是为了说明意识烦恼和矛盾 还有深邃的本质 一系列的假设如何最终导致了相反的观点 我的思想复制品 或者共享了我的意识 或者没有共享我的意识 反之亦然 我们假定人类是有意识的 至少人类看起来是这样的 另一方面 我们认为简单的机器是没有意识的 在宇宙感官中 现代宇宙行为更像是一台简单的机器 而不是有意识的物体 但正如我们前面内容提到的 我们附近的物质和能量都会注入人类机器文明的智慧 知识 创造性和情商 例如 爱的能力 我们的文明向外延伸 把我们所预见的没有智慧的物质和能量 变为超越智慧的物质和能量 因此 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 起点会最终把宇宙打上意识的烙印 进化会变得更加复杂 更加高雅 更多知识 更加美丽 更加富有创造性 在信仰中 上帝被描述为 这些美好特点的集合体 并且没有任何的限制 无限的知识 无限的智慧 无限的美丽 无限的创意 无限的爱 等等 当然 即使进化加速增长 从来没有达到 没有限制的水平 但是当它以指数级增长时 它肯定会向那个方向快速的发展 因此 进化会无情的向着上帝概念发展 虽然不会完全达到这个理想 因此 我们可以认为 把我们的思想 从生物形式的严格限制中解放 这是一种根本的精神事业 茉莉2004 那么你相信上帝吗 雷 哦 它是一个有两个汉字组成的词 而且 它有强大的力量 茉莉2004 我意识到这个词和概念的存在 但是它指的是你相信的任何东西吗 雷 人们用它表示很多东西 茉莉2004 你相信这些吗 雷 相信所有的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的 上帝是一个全能的有意识的人 它观察着我们 公正 并且很少生气 或者它是无处不在的生命 拥有完全的美丽和创造力 或者上帝创造了一切 然后退位 茉莉2004 我明白了 这些理解中有能让你相信的吗 雷 我相信宇宙的存在 茉莉2004 等一下 那不是一个信念 那是一个科学的事实 雷 事实上 除了我的思想外 我不确信任何物质的存在 茉莉2004 好吧 我理解这是哲学的问题 但是你可以去阅读科学论文 成千上万的论文 证实了星系和恒星的存在 我们把所有这些星系称为宇宙 雷 是的 我听说过这一点 我记得读过这些论文 但我不知道这些论文是否真的存在 或者这些论文所说的东西是否真的存在 除了我的思想外 茉莉2004 那么你不承认宇宙的存在 雷 不 我刚刚说过 我相信它的存在 但要指出的是 这是一个信念 我个人信念的一个飞跃 茉莉2004 好吧 但我问的是 你是否相信存在上帝 雷 又来了 人们用上帝这个词 表示很多东西 对于你的问题 我们可以认为 上帝就是宇宙 而我说过 我相信宇宙的存在 茉莉2004 上帝 仅仅是宇宙吗 雷 仅仅 使用仅仅这个词 是很大的一件事 如果我们相信科学 所告诉我们的 我说过 我相信 那么这就是一个 大到我们 几乎无法想象的现象 茉莉2004 事实上 现在许多科学家 相信我们的宇宙 只是众多其他宇宙中的一个 但我的意思是 人们通常通过上帝这个词 表达比仅仅物质世界 更多的意思 一些人确实把上帝 与所有存在的东西 联系在一起 但是他们仍然认为 上帝是有意识的 你认为上帝是无意识的吗 雷 宇宙目前是没有意识的 但是将来会有 严格地说 我们今天应该说 宇宙的很小一部分 是有意识的 但是很快会改变 我期望 宇宙会在第六纪元 变得有智慧 并且觉醒 我在这里设想的 唯一信念是 宇宙是存在的 如果把这一信念 进一步升华 基于同样的宇宙存在的科学 它会觉醒地表达 就不是信念 而是有根据的理解了 茉莉2004 有意思 你知道 它与有意识的造物主 在开始时创造了一切 然后退休的观点 基本相反 你基本上是在说 一个有意识的宇宙 会在第六纪元开始出现 雷 是的 那就是第六纪元的本质 第八章 GN2 希望与危险的深度纠结 我们正被推入这个新世纪 没有计划 没有控制 没有刹车 我觉得 唯一现实的选择 就是放弃 限制我们人类 对于某种知识的追求 从而限制那些太过危险的技术的发展 比尔 乔伊 Why the future doesn't need us 环保主义者 现在必须牢牢记住 世界已经拥有足够的财富和技术能力 我们不应该追求更多 比尔 麦奇本 第一个写道 全球变暖的环保主义者 一 进步一开始还是正确的 但现在已经失控了 奥格登 那时 1902-1971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 我变身为一个激进的环保活动家 我和一群乌合之众一起驾驶着一艘陈旧的 有点漏水的笔木渔船 穿过北太平洋 去阻止尼克松总统最新的清淡实验 在这个过程中 我和别人共同创建了绿色和平组织 当我们在做一些好事时 比如拯救鲸鱼或者清洁水和空气之类的事情时 环保主义者经常持有貌似有道理的理由 但现在 我开始后悔 建立这个组织 环保主义者 反对生物技术 特别是反对基因工程的运动 由于对一项能给人类和环境 带来如此多益处的技术 采取丝毫不能容忍的政策 他们已经脱离科学家 知识分子 国际主义者 媒介和公众 最终将不可避免的看到他们立场的错乱 帕特里克 摩尔 我们并不希望在网络中看到下面的文章 让你的敌人铭记 如何用容易得到的材料2来制造你自己的原子弹 如何在学校的实验室里修改流感病毒 以释放蛇的毒液 对大肠肝菌的十种简单的修改 如何修改天花病毒 以对抗天花疫苗 使用通过互联网获得的原料来制造你自己的化学武器 如何通过使用廉价的飞行器 GPS和笔记本电脑来制造一个无人驾驶 自我导航 低空飞行的飞机 或者如何解决下列问题 十种重要病原体的基因组 主要摩天大楼的建筑平面图 美国核反应堆的布局 现代社会的一百个大弱点 互联网的十大弱点 一亿美国人的个人健康信息 色情网站的顾客名单 任何人只要发布上述第一项 几乎可以肯定 美国联邦调查局很快就会来造访他 2000年3月 一个名叫纳特 齐格勒的15岁高中生 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为了一个学校的科学项目 他建立了一个原子弹的纸模型 结果十分的准确 在随后的媒体风暴中 齐格勒告诉ABC新闻 你知道 就像某些人提到的那样 你可以上网获取信息 我并不是最早获得这些信息的人 试一试 我上网 点几下鼠标 找到了合适的信息 3 当然 齐格勒没有拿到核心配料布 也没有打算得到它 但是这篇报道 仍然在媒体界 一旦惊起千层浪 更别提担心核扩散的政府了 据报道 齐格勒找到了563个 关于原子弹设计的web页面 报道的结果是 这些网站很快被封杀 遗憾的是 试图在互联网上 禁止一些信息 就像是用扫帚把海水扫退 直到今天 这些网站都还很容易访问 我不会在本书里提供他们的网址 但是他们并不难找到 虽然上述文章标题是虚构的 但是人们可以从互联网中找到许多关于这些问题似的信息 万维网是一个非凡的研究工具 以我个人的体验 过去需要在图书馆利用半天时间做的研究 现在只需要几分钟甚至更短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这对于促进友谊技术的进步具有巨大和明显的好处 但是这同时也为那些反社会的人提供了便利 那么我们生活在危险之中吗 回答显然是肯定的 有多危险 要怎样做才能规避危险 这些是本章的主题 追溯起来 我密切关注这个问题已经至少几十年了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 我写DHF Intelligent Machines那本书的时候 我对那时新兴的基因工程表示担忧 因为基因工程可以通过技术的手段 使用大量有效的设备修改细菌和病毒性病原体的结构 从而制造新的疾病 我在破坏者或者粗心人的手中 这些改造的病原体可以组合成具有高度传染性 隐蔽性和破坏性的联合体 在20世纪80年代 这些工作很难实现 但却是可行的 我们现在知道当时的一些国家从事过生化武器的计划 又当时我特意做了一个决定 在我的书里不去讨论这些恐怖之事 因为我不想给那些坏人任何破坏性的想法 我不想在某一天打开收音机时 听到一个灾难 然后犯罪分子说 他们的想法是从雷、库兹维尔纳得到的 由于这样的决定 我会听到一些合理的批评 这本书只强调未来技术的好处 而忽视了其中的陷阱 1997至1998年 我编写那本书时 我试图对希望和危险期两方面都做出解释 在那时 公众有足够的注意力 比如1995年的电影Outbreak 描绘了一种心病原体的释放 引起的恐惧和惊慌 使我感觉可以向公众陈述这个问题了 1998年9月 我刚刚完成手稿 就在塔霍湖的一个酒吧 偶然遇见了比尔乔伊 这是一位在高技术领域令人尊敬的老同行 虽然我对乔伊在交互WAB系统的领军语言 朝晚上的开创工作以及创办散公司方面仰慕已久 但是在这次简短的聚会中 我所关注的不是乔伊 而是在我们房内坐着的第三个人 约翰 塞尔 塞尔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杰出的哲学家 以保卫人类意识的深层奥秘为终身事业 我和塞尔在刚刚闭幕的乔治·吉尔德的Telechasm大会上 对进化了的机器是否拥有意识这一问题辩论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精神机器 对我即将推出的新书中的哲学含义的讨论有很大意义 我给乔伊出稿 并试图使他跟上我和塞尔关于意识的讨论 原来乔伊的兴趣放在了完全不同的问题上 特别是三种新兴的技术 基因 纳米 机器人技术 这就是之前讨论过的GN2对人类文明即将产生的危险 我对未来技术下降趋势的讨论警醒了乔伊 他后来将此和现在很著名的在线故事 Why the future doesn't need us 8联系起来 乔伊在文章中指出 他向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朋友询问我做的工作是否可信 然后沮丧地发现这些功能多么的接近实现 乔伊的文章完全集中于对下降趋势的描述 这引起了轩然大波 他作为一位技术界领军人物 指出未来技术会产生新的可怕的危险 这让人想起乔治 索罗斯 当这位从事货币套利活动的资本家 对无限制的资本主义发表隐晦的批评言论时 受到很大的关注 尽管关于乔伊的争议更加激烈 据纽约时报报道 大约有上万篇文章对乔伊的文章发表评论或进行讨论 超过历史上任何其他技术问题 我想在塔霍湖的酒吧放松下 所以没有进行这两个长期的辩论 因此我和约翰 塞尔的谈话持续到了今天 尽管我是乔伊忧虑的起源 但我作为技术乐观主义者的声望 完好无损 我和乔伊被很多论坛邀请 去讨论未来技术的危险和希望 虽然人们期望 我负责讨论希望部分 但是最终 我总是花费大量时间来捍卫乔伊的立场 那就是危险可能发生 很多人认为 乔伊的文章是在倡导放弃技术 这并不是指所有的技术发展 而是指那些有害的技术 比如纳米技术 乔伊现在是一名风险投资家 为硅谷传奇的 Kleiner Kartens Coffield 与Bias公司服务 这些公司 现在正在投资类似纳米技术的技术 用于可再生能源 和其他自然资源 他说广泛放弃是误解了他的立场 而且 这从来也不是他的想法 在最近的私人电子邮件交流中 他说重点应该是呼吁限制危险技术的发展 参见本章前面的介绍 而不是完全禁止 例如 他建议禁止自我复制纳米技术 这与先知学会倡导的路线相似 先知学会是纳米技术先驱埃里克 德雷克斯勒与克瑞斯汀·彼得森创建的 总的来说 这是一个合理的指导路线 尽管我认为有两点例外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讨论到 另一个例子 乔伊不提倡在互联网上发布病原体的基因序列 我也同意这一点 他希望所有国家的科学家 自愿地遵循这些规则 并且他指出 如果我们一直等到大祸临头之后 我们也许最终会制定更加严格和有伤害性的规则 他说他希望我们遵循这些规则 简单却能得到最多好处 九 其他人 例如环境学家比尔 麦奇本 他就是最先提醒 提防全球变暖的人之一 他提倡放弃大量领域 例如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 甚至所有的技术 正如我将在接下来的内容中详细讨论的 只有从根本上放弃所有技术的发展 否则放弃大量领域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反过来需要一个新世界体系来禁止开发所有的技术 这个方案不仅与我们的民主价值观相悖 而且实际上它会使危险更加严重 因为通过秘密操纵技术 最没有责任心的从业人员会得到最多的专业技术 相互纠缠的益处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 那是最糟糕的时代 那是智慧的年代 那是愚昧的年代 那是信仰的时期 那是怀疑的时期 那是光明的季节 那是黑暗的季节 那是希望之春 那是失望之冬 我们面前应有尽有 我们面前一无所有 我们都将直上天堂 我们都将直下地狱 查尔斯 狄庚斯 双城记 这就像争论是否支持耕地 你知道有人会反驳它 但是你也知道它还会继续存在 詹姆斯 修斯 超人主义协会的秘书 三一学院的社会学家 争辩说 人们应该欢迎 还是抵制成为后人类 技术从来就是好坏参半 一方面 它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 比如长寿 健康 从身体和精神的苦差事上解脱 以及很多新奇的富有创造性的可能 另一方面 它也带来新的危险 技术既赋予我们创造性 也赋予我们毁灭性 大部分人类 在贫穷 疾病 苦意和不幸等方面都得到了缓解 这也是人类大部分历史的特点 现在我们很多人有机会从工作中找到满足感和意义 而不仅仅是为生存而劳碌 我们有了更加强有力的工具来表达自己 随着网络不断深入世界的欠发达地区 我们将看到在提供高质量教育和医疗知识方面的重大进展 我们可以共享文化 艺术和全世界人类的以指数方式增长的知识 我在第二章提到了世界银行关于全世界贫穷减少的报告 在第九章我将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我们已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全世界大约20个民主国家发展到如今超过100个国家 主要是由于分布式电子信息技术的影响 在20世纪90年代 随着互联网及其相关技术的发展 产生了最大的民主化浪潮 当然每一个领域都有更多待完成的事业 在早期阶段 生物工程在扭转疾病和衰老进程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 生物工程处在扭转疾病和衰老进程的巨大进步的早期阶段 二三十年过去了 无所不在的N纳米技术和R机器人技术 将继续以指速度来扩大这种优势 回顾我在前面内容中提到的 这些技术将创造非凡的财富 从而克服贫困 并且通过把廉价的原料和信息转化成任何产品 来使我们可以提供人们需要的所有物质 我们将在虚拟环境中花费更多的时间 将能够拥有和任何人在一起任何想要的经历 这些经历是现实的或是在虚拟现实中的模拟 纳米技术将带来一种类似变形的能力 将物理世界变得满足我们的需求和愿望 在逐渐减弱的工业时代 持续的难题将会被克服 我们将能恢复遭到破坏的生态环境 基于纳米工程的燃料电池和太阳能电池将提供清洁能源 纳米机器人将能进入我们身体内部摧毁病原体 去除残骸 例如乱序的蛋白质和原纤维 修复DNA以及逆转老龄化 我们将会重新设计我们身体和大脑的所有系统 使它们更加能干和持久 将生物智能和非生物智能结合将会是最有意义的事 尽管非生物智能将迅速占据主导地位 人类意味着什么 这个概念将会迅速扩展 我们将大大增强 创造和欣赏各种知识的能力 从科学到艺术 同时扩展我们的能力 使其与我们的环境相融合 另一方面 相互纠缠的威胁 叶子植物不再比今天的太阳能电池更高效 太阳能电池超过植物很多 它带着不可食用的叶子挤进了生物圈 顽强的杂实性细菌可以竞争过真实细菌 它们可以像吹花粉一样传播 很快地复制 在短短几天之内使生物圈沦为尘土 危险的 可复制的基因轻易地就会变得顽强 它们微小 扩展迅速 以至无法制止 至少在我们没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就很难控制病毒和果蝇 埃里克·德雷克斯勒 20世纪有着许多非凡的成就 同时我们也看到 技术所拥有的可怕的能力 也放大了我们的毁灭性 2001年的911惨案是一个例子 技术、飞机和建筑物 被拥有破坏计划的人所利用 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 拥有巨大数量的核武器 还并不是所有 足以结束星球上所有生灵的生命 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一个普通的学院生物工程实验室 就有手段和知识 可以制造出恶意的病原体 这些病原体 很可能比核武器更加危险 在一次由约翰 或普金斯大学组织的 称为黑暗冬季的模拟实战演习中 假设在三个城市中 故意散播的普通天花病毒 会导致100万人死亡 时如果这个病毒 经生物工程改进能够抵御现存的天花疫苗 那么结果将会更加糟糕 这个恐怖之物 于2001年 在澳大利亚的一次实验中显现了出来 在这次实验中 鼠疫病毒的基因被不经意地修改 这改变了免疫系统的反应 鼠疫疫苗 缺乏足够的能力来消灭这种 发生改变的病毒 十一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 还有其他一些危险的事件 复古沟腺炎的瘟疫 造成了三分之一的欧洲人死亡 更近一些 1918年的流感 造成了全世界大约2000万人死亡 十二 这些威胁会阻止复杂系统 例如人类和我们的技术的力量 效率 智能的不断加速前进吗 在这个星球上 关于复杂度增加的记录显示为一种平稳的加速 即使在长期的灾难中 这不仅有内部原因 也包括外部压力 这在生物净化 面临着诸如碰到大行星和流星的灾难 和人类历史中曾经被一系列 无止境的战争打断都是真实的 然而 我相信 我们可以从世界对SARS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病毒的应对措施 来得到一些鼓励 尽管在编写本书的时候 还不能确定SARS是否具有一种更具危害的残留物 但是看上去防范措施已经相对成功 并且已经阻止了悲剧的爆发 应对措施的一部分是古老的 低技术的工具 例如隔离和面罩 然而 这个方法脱离了高级工具是不会发挥功效的 这些高级工具最近刚刚可用 研究人员能够在31天中发现SARS病毒的DNA序列 相比较HIV的15年 这是个突破 这使得人们可以迅速开发一个有效的测试 来确定病毒的携带者 另外 全球及时通信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协作 这是在病毒肆虐的古代不可能有的伟大功绩 随着技术加速GNR的实现 我们将会看到同样纠缠的潜在因素 人类智能成倍扩大而带来的创意盛宴 其中混杂着许多严重的新危险 一个备受关注的担心是纳米机器人的无限制复制 纳米机器人技术需要数以万亿计的智能设备来工作 为了达到这个数量级 这需要他们可以自我复制 特别是需要使用与在生物界中相同的方法 也就是一个受精卵细胞 如何变成数以万亿计的 人体细胞 与生物同样的 自我复制除了小差错 也就是癌症 会导致生物毁灭外 机制中的一个缺陷 也会剥夺纳米机器人的自我复制 成为灰雾方案 将会危及所有的物理实体 生物或者其他 生物 包括人类将会成为以指数方式 大量传播的纳米机器人攻击的首要受害者 纳米机器人构建的设计原理是使用碳作为主要组件 由于碳具有形成四方结构 Form 4 Way Bounce 的特性 它是一个理想的分子组装组件 碳分子可以形成直列 支字形 Z-Sax 环 纳米管管状六角形阵列 片状 八基球 由六边形和五边形的阵列组成的球 和很多其他形状 因为生物学同样使用碳 并里纳米机器人将发现地球的生物质是这一主要成分的理想来源 生物实体还可以提供以葡萄糖或ATP13形式存储的能量 生物质中含有猪乳氧、硫、铁、钙等有用的微量元素 一个失控的正在自我复制的纳米机器人需要多久才能够摧毁地球上的生物质 生物质碳原子秩序的数量级为1045 14一个能够复制的纳米机器人中 碳原子数目的合理估计大约是106 请注意 这种分析对这些数字的准确性不是很敏感 只是数量级上的近似 这种恶毒的纳米机器人将需要创建1039个自己的副本来取代生物质 这可以通过130次复制来完成 每一次都可能加倍破坏生物质 罗伯、弗雷塔斯估计复制最少需要约100秒的时间 因此130个复制周期需要约3个半小时15 不过 实际的破坏速率将慢些 因为生物质并不会高效 Efficiently 的安排 制约因素是破坏前方的实际行动 纳米机器人由于个体很小 不能很快移动 这可能需要数周的时间才能使得这项毁灭遍布全球 基于这种观察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更加阴险的可能性 在一个两阶段的攻击中 纳米机器人需要几个星期才能传播到整个生物质 但只需使用了极少一部分碳原子 每万一分之一 1015 在此低浓度水平下 纳米机器人将尽可能地隐蔽 然后 在一个最优的时刻 第二阶段将会开始 种子纳米机器人将迅速扩张以破坏生物质 对于每个种子纳米机器人 复制本身数以千万亿剂 只需要大概50次二元复制 约需90分钟 由于纳米机器人的分布已经遍布生物质的各个位置 破坏波的向前运动将不再是一个限制因素 问题是没有防守 可用生物质会被挥物迅速破坏 正如我在后面内容中讨论的 在这些情况成为可能之前 我们明显需要一个纳米技术免疫系统 这个免疫系统不仅要能对付明显的危害 而且还要能对付任何潜在危险的隐身复制 哪怕是一个非常低的浓度 耐克 特瑞德和克里斯 菲恩克斯分别是纳米技术研究中心研究部的执行董事和主任 以及埃里克 德雷克斯勒 罗伯特 弗雷塔斯 拉尔夫 梅克尔和其他人都指出 未来的医学营养治疗 制造设备可以具有保护措施 它可以阻止纳米器件16的自我复制 我将在后面讨论一些这样的战略 然而 这种监督虽然重要 但是并不能消除挥物的幽灵 因为有其他原因 并非制造因素 需要制作能够自我复制的纳米机器人 前面提到的纳米技术免疫系统 就需要自我复制功能 否则就无法 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感谢战争中没有使用核武器 但是我们显然不能轻易放松 因为现存的氢弹数量仍然足以毁灭人类很多次 21 虽然不足以威胁文明的存在 但是我们仍然密切关注着核扩散核核材料及核技术的广泛传播 也就是说 只有使用洲际弹道导弹的全面核战争的爆发 才会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威胁 核扩散核核恐怖主义属于严重 本地风险类别 及种族灭绝 不过 我们仍然严正关注 因为双方均能摧毁对方的逻辑 不适用于自杀式恐怖主义者身上 如今 我们可能面临另一种生存危机 生物工程可能制造出一种一传播 潜伏期长且致命的病毒 有些病毒很容易传染 如普通的核流行性感冒病毒 有些病毒是致命的 如艾滋病病毒 但很少有病毒 同时具备这两种特性 现在的人类是已经对大多数流行病毒免疫的人类的后代 一个物种能从病毒爆发中生存下来 得益于有性繁殖 它保证了人类的基因多样性 所以人们对特定病毒的反应千差万别 所以 尽管是灾难性的 现属疫并没有杀死所有欧洲人 其他病毒如天花等 具有双面特性 很容易传染和致命 但是它们存在了很长的时间 人类已经研制出了对抗它们的疫苗 但是基因工程可能绕过进化保护 突然产生一种新的病毒 而对这种病毒 我们没有任何自然或技术上的保护措施 将致命毒素的基因注入诸如普通感冒 或流行感冒等容易传播的普通病毒中 这会带来另一个生存危机 正因如此 阿希罗马会议商议如何应对这种威胁 并且起草了一系列安全和道德准则 这些准则沿用至今 但遗传操作基本技术的复杂性正在迅速增加 2003年 世界成功击败了SARS病毒 SARS病毒是由一种古老病毒 该病毒可能是人类与真奇动物 可能是果子里的 亲密接触中传播到人体的 和一种现代病毒通过空气 迅速传播到全世界相结合而产生的 SARS病毒具有益传播 离开人体后能长时间生存 能够造成14%至20%的高死亡率等特性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次人类对抗新病毒的演练 这又是一次古代和现代技术相结合的反应 SARS的经历表明 大多数病毒即使相对容易传播 并具有高致命性 看起来很吓人 但不一定带来生存危机 然而 SARS病毒并不是被设计出来的 SARS容易通过体液传播 但不易通过气体威力传播 它的潜伏期从一天到两周不等 较长的潜伏期会使病毒在携带者被确认前 就通过快速繁殖而得到广泛传播了 22 SARS是致命的 但是绝大多数感染者都幸存了下来 恶意制造病毒变得越来越可能 而制造出的病毒比SARS更易传播 具有更长的潜伏期 并且对几乎所有感染者都是致命的 天花几乎具有所有这些特点 尽管我们有疫苗虽然很原始 但并不能有效防止天花的变异 正如我下面所说 21世纪20年代 当我们完全掌握基于纳米机器人23的反病毒技术后 生物工程病毒无论存在与否的作恶之窗将最终关闭 然而 因为纳米技术比生物体强大 快速 智能上千倍 能自我复制的纳米机器人将带来更大的风险和生存危机 恶意的纳米机器人将最终被强大的人工智能终结 但毫无疑问 不友好的人工智能将会带来更大的生存危机 我会在后面的内容中讨论 预防原则 正如波斯特杰姆 弗雷塔斯 以及包括我在内的观察员指出 我们不能用是错法来处理生存危机 对预防原则的解释还存在争议 如果一个行为的后果未知 但是据科学家判断 有极小可能会带来巨大的负面风险 这一行为最好不要进行 但很明显 在我们的战略中需要尽可能提高自信 以对抗这种风险 这就是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我们停止技术发展的原因之一 这也是在新的生存危机发生之前将其消除的主要战略 然而放弃并非合适的行为 只会阻止新兴技术带来的好处 而且实际上还增加了灾难性结果的可能性 迈克斯 摩尔阐明了预防原则的局限性 并且主张用他的所谓行动原则来取代预防原则 以平衡行动与不行动间的风险 24 在讨论如何应对新的生存危机挑战之前 有必要来回顾一下波斯特拉姆和其他人提出的假设 相互作用越小 爆发的可能性越大 近来正在争论 用未来的高能粒子加速器 会不会造成亚原子级的能量状态转换的连锁反应 其结果可能是破坏面积成指数级扩散 分裂银河系内的所有原子 已经提及很多这种情形 包括可能制造出一个吞噬掉整个太阳系的黑洞 对这些情形的分析 表明其发生的可能性极低 尽管也有物理学家对此并不乐观 25这些分析在数学上看起来似乎合理 但是我们对这个公式描述的物理意义层面没有达成共识 如果这些危险听起来太不着边际 那试想一下这种可能 我们的确在物质衰减中检测到了日益剧烈的爆炸现象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探测到分子的化学反应 而发明了炸药 原子弹的威力是炸药威力的数万倍 它基于大型原子的核反应 这些原子比大分子小很多 氢氮基于更小的原子的相互作用 威力比原子弹大上千倍 虽然这种认识并不一定意味着通过利用亚原子粒子 还可能制造出威力更强大的毁灭性连锁反应 但是它证明了这种猜想是有道理的 我对这种危险的评价是 我们不可能只是简单的偶然发现了这种破坏性事件 就如原子弹的产生不可能是偶然的一样 这种设备需要精确的配置材料和动作 而且原料也需要通过大型且精密的工程来开发 无意中制造出氢氮的说法则更不可信 因为想要制造出氢氮 必须将原子弹、氢核及其他物质进行特定精确的安排 而在亚原子集偶然制造出新的毁灭性连锁反应更加不可能 其后果将十分严重 然而预防原则会引导我们认真对待这些危险的可能性 在进行新的加速器实验之前应该仔细分析 但是这种风险并非是我所列的21世纪风险名单中处于最高级的 我们的虚拟世界已经关闭 波斯特拉姆等人曾指出另一个已被证实的已经存在的危机 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虚拟世界中 而这个虚拟世界将被关闭 似乎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但是既然我们成为这个虚拟世界中的元素 那么我们就有机会影响其中发生的一切 避免被关掉的最好方法就是引起虚拟世界监视者的兴趣 假设某人正注视着这个虚拟世界 完全可以推测 如果他更能激发此人的兴趣 那么这个虚拟世界被关闭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我们应该花大量时间思索 让一个虚拟世界变得有趣意味着什么 而新知识的创造是这个评估中最重要的部分 虽然我们很难猜测什么才能使我们假想的监测者感兴趣 而起点似乎和我们想象中的任何新进展一样 令人兴奋 能以一个令人吃惊的速度创造新知识 事实上 实现知识爆炸的起点可能正是虚拟世界的目标 因此 确保一个建设性的起点 避免像被挥物毁灭或被邪恶的人工智能统治等这样的悲惨结果 是避免虚拟世界被关闭的最好方法 当然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理由作为实现一个建设性的起点的动机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计算机的虚拟世界中 这是一个很好的情景 如此详尽 以至于我们也可以接受 它是我们的现实 不管怎样 这是我们唯一可以接触到的现实 我们的世界似乎有着悠久的历史 这意味着我们的世界要么不是虚拟的 确实也不是 要么是虚拟的 这个虚拟世界已经运行了很长时间 并且也不会很快停止 当然 也有可能 这个虚拟世界并不像它所展示的那样 具有悠久的历史 正如我在第六章所提到的 有人推测 一个先进的文明 可能会创建一个新的宇宙进行计算 或换一种方式 继续膨胀 它自己的计算 我们在这个宇宙的生活 被另一种文明所创建的 可以被认为是模拟场景 也许其他文明 正在我们的宇宙中运行一种进化算法 我们正在见证的进化 来创建一种 来自于起点科技的知识爆炸 如果这是真实的 那么当知识起点发生错误 或不像预期那样发展的时候 正在注视着我们的文明 可能关闭我们的虚拟世界 这种场景并不在我所担心的清单中 因为这是我们可以避免负面结果 而遵循的唯一策略 这也是我们无论如何必须遵循的 组织的崩溃 另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忧虑是一个大型的行星或彗星撞击 在地球历史上这种情形多次发生 它们代表了那些时代物种生存的结局 当然这不是危险的技术造成的 相反技术将保护我们 避免这个风险当然是在一至几十年中 虽然小的影响会经常发生 然而大的 来自太空的 有破坏性的风险 却很罕见 我们无法预期它到来的时间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这种危险来临之时 我们的文明将很容易在入侵者摧毁我们之前 便能摧毁他们 危险列表中的另一项是被外星智能不是我们已经创建的破坏 我在第六章讨论过这种可能性 我认为这也是不可能的 GN2 希望与危险的合理聚焦 GN2是最令人担忧的技术 不过 我们需要认真对待错误的 日益尖锐的路德的声音 他们倡导放弃科技进步来避免GN2带来的危险 原因我将在后面的内容中讨论 放弃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理性的恐惧可能导致非理性的解决办法 在克服人类苦难时 拖延会产生严重后果 只有极权制度才能贯彻广泛放弃的实施 但由于日益强大的分布式电子和光子通信的民主化冲击 对抗新世界的一个极权主义是不可能产生的 在世界范围内 互联网和手机等分布式通信的蓬勃发展 代表了一个遍布各地的民主力量 这不是推翻原有政权的政变 而是由传真机、复印机、录像机以及个人计算机组成的秘密网络 打破了几十年来极权主义者对信息的控制 2620世纪90年代的特点是民主、资本主义的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 而这些都得益于人与人之间通信技术的加速发展 有一些问题不是生存危机但仍然很严重 包括谁来控制纳米机器人 和谁与纳米机器人交谈 未来的组织无论是政府或极端组织 或只是一个聪明的人可以把数以亿万计的隐形的 纳米机器人放在一个人或所有人的水或食物里 那么这些间谍机器人就可以监测、影响 甚至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另外 现有的纳米机器人会受到软件病毒和黑客技术的影响 当软件在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中运行 我们讨论过的,一些人已经可以这样做 隐私和安全问题将迅速涌现出来 我们需要设计出对抗这种入侵的反监视方法 转变未来的必然性 不同的GN2技术在许多方面取得了进步 GN2得以完全实现源于一次次良性的进步 对这来说 我们已经掌握了设计病原体的方法 生物技术将得益于伦理和经济的诸多好处 而持续加快发展 这些好处源于人们对构建生物体的信息处理过程的掌握 纳米技术是各种技术持续微型化的必然结果 包括电子、机械、能源、医学在内的广泛应用的重要特征 是其以每10年4%的速率线性的缩小 此外 寻求理解纳米技术及其应用的研究 也在呈指数方式增长 同样 我们在人脑逆向工程所做的努力 也是被各种预期的益处所驱动的 包括理解和扭转已认知的疾病和衰老 监视大脑的工具 在时空决策方面 呈指数方式增长 而且 我们已经证明了 这些工具有能力将大脑扫描和研究获取的数据 转化成工作模型 并进行仿真 大脑逆向工程中的努力蕴含了这样的道理 发展人工智能算法的整个研究 以及计算平台持续的指数增长 使得更强大的人工智能和人类一样 甚至超越人类的人工智能的产生成为必然 一旦人工智能达到人类的水平 它一定会很快超越人类水平 因为它会把人类智能的力量和非生物展现出来的智能 包括速度 内存容量 知识共享 结合在一起 这不同于生物智能 非生物智能也将从规模 能力 性价比的指数级的持续增长中受益 极权放弃 要想终止各方面加速进步的步伐 我们唯一能想到的方法 就是一个放弃进步的全球极权制度 但是这不能避免 GNR带来的危害 因为它会导致地下活动 而这样会带来更具有毁灭性的应用 因为我们所依赖 能够快速开发出防御技术的人 将很难获得必要的研发工具 幸运的是 极权主义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因为知识的日益分布是一种内在的民主化力量 准备防御 我期望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技术应用将占主导地位 因为我相信他们今天所做的 但是 我们必须大大增加在发展具体防御技术上的投资 正如我所讨论的 我们现在正处于生物技术的关键阶段 在21世纪末的十几年间 我们将达到把防御技术应用于纳米技术的阶段 现在我们不需要往回看 就能看到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深度纠缠的希望和危险 想象一下几百年前的人怎样描述现存的危险原子弹 氢弹 他们会觉得发疯了才会冒这样的风险 但在2005年 有多少人会真的想回到那野蛮 充满疾病 贫困 自然灾害多发的生活 27而几个世纪前 99%的人类都曾与这些进行抗争 我们可以将过去浪漫化 但直至最近 大部分人类的生活仍是极度脆弱的 再普通不过的不幸都可能会引发一场灾难 200年前 有记载的一些国家的女性的预期寿命 大概是35岁 与现在的日本女性平均85岁的寿命相比 显得过于短暂了 男性的预期寿命大概是33岁 而现在男性平均寿命最高的国家是79岁 28在那个年代 人们花了半天时间准备晚餐 大部分人将从事艰苦的劳作 没有社会保障 人类物种中的大部分仍处于这种不稳定的生活方式中 这至少是促进技术进步 提高经济的一个原因 只有技术才能大幅度提高能力和承受力 进而可以克服诸如贫困、疾病、污染以及其他重要的社会问题 当人们考虑未来技术的影响时 经常会审视三个阶段 首先是敬畏并惊叹于其克服衰老问题的潜能 然后是害怕新技术带来一系列新危险的恐惧感 最后是认识到唯一可行和负责任的道路 就是精心设计一种发展路线 既能实现好处又能控制危险 不用说 我们也经历过技术所带来的坏处 比如战争带来的死亡和毁灭 一百年前 使用粗糙工艺技术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已经使我们地球上的许多物种灭绝 我们的集中化技术如建筑 城市 飞机和发电厂具有明显的不安全性 战争的NBC和生物 化学技术已全部被使用或即将被使用 29更为强大的GN2技术 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深刻的生存危机 如果说 过去我们担心的是通过修改基因而制造病原体 后来担心的是通过纳米技术自我复制实体 那么现在我们所担心的是 遭遇那些智能与我们相当 并将最终超越我们的机器人 这样的机器人可能是很好的助手 但是谁敢说 我们能指望他们与生物人始终保持友好的关系 强人工智能 强人工智能保证了人类文明 能够持续地以指数形式增长 正如我前面讨论过的 也包括从人类文明衍生出的非生物智能 但正因为它放大了智能 所以其带来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 由于智能天生无法控制 所以用来控制纳米技术的很多战略 例如下面描述的广播架构 对人工智能不起作用 已经有很多讨论和建议将人工智能 像埃利泽 由德克斯克的所谓友好的人工智能三式引导 这些讨论很有用 但据此来制定 确保未来人工智能 遵循人类道德价值观的战略 却是不可行的 回到过去 比尔 乔伊在他的文章和演讲中 描述了过去几个世纪的瘟疫 以及新的自我复制技术 如由生物工程引发突变的病原体 和杀气腾腾的纳米机器人 将会带来 已被人们长期遗忘的瘟疫 乔伊承认技术的进步 例如抗生素和卫生条件的改善使我们摆脱瘟疫 因此 这种建设性的应用要继续下去 世界仍然存在苦难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我们是否应该告诉数以百万计的癌症患者 和患其他严重疾病的人 我们要取消所有生物工程治疗方法的发展 因为这些技术将来有被用于恶意目的的风险 提出这个问题 我也意识到现在的确有这样的讨论 但是大多数人也认为 如此大的让步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不断减轻人类痛苦 是技术持续进步的主要动力 同样起推动作用的是 明显的增加经济收益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 收益将持续增加 许多综合技术的持续加速发展 打造了很多条黄金之路 在这里我强调的是很多 因为技术显然不是仅有的路径 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 经济必须走这些道路 放弃技术进步 对于个人公司和国家都等同于经济自杀 放弃的理念 文明的重大进步几乎破坏了文明的产生 阿尔弗雷德 诺斯 怀特海德 这给我们带来了放弃的问题 这也是比尔 奈奇本等放弃主义的倡导者提出的最有争议的主张 我确实觉得在适当的水平放弃未来将面对的基因危险是一个负责任的和具有建设性的对策 然而 更精确地说 问题是 我们应该在什么层次上放弃技术 举世文明的炸弹客特德 卡钦斯基希望我们放弃所有的技术 31 这既不可取也不可行 只有卡钦斯基才会提出这种毫无意义 毫无价值的策略 然而其他一些观点虽然没有卡钦斯基这么莽撞 但却同样赞成广泛放弃技术 奈奇本的立场是 我们已经拥有足够的技术 应该停止进一步发展 在他的最新著作Enough Staying Human in an Engineered Age中 他将技术比喻成啤酒 一杯啤酒很好 两杯啤酒可能会更好 八杯啤酒 你几乎肯定会后悔的 32 这个比喻遗漏了一个重点 它忽略了人类世界的很多苦难 而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不断进步来减轻这些苦难 虽然新技术像其他事物一样 有时可能会过量使用 但是最初产生他们的希望并不仅仅是使手机增加 四分之一或使垃圾邮件翻倍的问题 相反 它意味着用完善的技术去征服癌症和其他破坏性疾病 创造无处不在的财富去克服贫困 清除第一次工业革命对环境带来的影响由迈其本产名的目标 并克服许多其他古老的问题 广泛的放弃 放弃的另一个层次是放弃某些特定领域 例如纳米技术 人们认为这种技术太过危险 但是 这样清扫式的放弃同样站不住脚 正如我前面指出的 纳米技术是所有技术微型化的长期趋势的必然结果 这远不是单一的集中的努力 而是无数具有不同目标的项目所共同追求的 一位观察家写道 工业社会不能改革的一个深层原因就是 现代科技是一个统一的系统 其中的各个部分彼此依赖 你不能去掉技术坏的部分 而只保留好的部分 以现代医学为例 医疗科学的进展依赖于化学 物理学 生物学 计算机科学 以及其他领域的进展 先进的医疗方法 需要昂贵的高科技设备 只有技术先进 经济富裕的社会才能提供 显然 如果没有整个技术体系 及与其相搭配的一切 将不可能在医疗上取得大的进展 在这里我再次引用特德 卡钦斯基33的话 尽管有人可能会认为 卡钦斯基不那么权威 但我相信 在认为收益和风险深度纠结这一点上 它是正确的 不管怎样 卡钦斯基和我都很清楚 这两者之间的相对平衡 是我们对公司整体评估的一部分 无论在公共场合还是私底下 比尔 乔伊和我都曾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我们都相信技术会进步 也应该进步 我们需要积极关注技术的阴暗面 要解决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是确定既可行又可取的放弃的力度 细利度放弃 我认为正确层次上的放弃 应是我们应对21世纪技术危机的对策中的一部分 一个建设性的例子 就是由前瞻学会提出的道德准则 也就是说 纳米技术人员同意放弃那些 能在自然环境中自我复制的物理实体的研发 34在我看来 这一准则有两种例外情况 第一 我们最终将需要提供 一个基于纳米技术的行星免疫系统 自然环境中的纳米机器人 对抗凶猛的自我复制的纳米机器人 罗伯特、弗雷塔斯和我讨论了 这种免疫系统本身是否需要自我复制 弗雷塔斯写道 一个全面的监控系统连同预先放置的资源 资源包括高容量非复制性纳米工厂 这种工厂能够大量生产 能应对特殊威胁的非复制性防御体应该足够了 35我同意弗雷塔斯的观点 在初期阶段增加防御体的预制免疫系统是足够的 但是 一旦强大的人工智能与纳米技术结合 由纳米技术制造的实体生态将变得高度复杂和多样化 我个人期望 我们会发现防御型纳米机器人 它们需要有能力在合适的地方快速自我复制 第二 需要自我复制的纳米机器人探测器 去探索太阳系之外的行星系统 还有另一个有效的道德准则的例子 即禁止那些包含自我复制代码的物理实体进行自我复制 按照纳米技术专家拉尔夫梅克尔所说的广播架构 这种实体必须从一个集中的安全的服务器中获得复制的代码 这样可以防止不良复制36 在生物世界 这个广播架构是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至少在一个方面 纳米技术可以比生物技术更安全 在其他方面 纳米技术可能更为危险 因为纳米机器人比基于蛋白质的实体更加强大 其智能化程度更高 正如第五章所述 我们可以把基于纳米技术的广播架构应用到生物中 纳米计算机会增加和更换每个细胞的细胞核 并提供DNA代码 纳米机器人包含了类似核糖体的分子机制 描述细胞核外性使核糖氨基酸减积对的分子 能够获取代码并产生氨基酸序列 既然我们可以通过无线消息控制纳米机器人 我们就能够关闭不必要的复制 从而消除癌症 我们可以按照需要制造特殊的蛋白质来抵制疾病 我们可以纠正DNA错误 更新DNA代码 下面我会进一步评论广播架构的优点与弱点 处理滥用科技 考虑到科技能减轻疾病 摆脱贫困 清理环境 那么广泛的妥协是和经济的发现相违背的 在道德上也不正确 如前面所述 这只会加剧危险 安全管理细利度的放弃才是适用的 不过我们还需要简化管理过程 目前在美国 新的卫生技术获得食品药物管理局的批准 需要5-10年的时间与其他国家基本相似 与新疗法的风险相比 阻止可能拯救生命的治疗的危害 例如 因为延误治疗心脏病 美国每年有100万人丧失生命 显得微不足道 其他的防护方法包括监管机构的监督 特定免疫 对策技术的发展 以及执法机构的电脑辅助监视 很多人不知道 情报机构已经使用了高级技术 例如 使用关键字自动定位来监管电话 电缆 人造卫星和互联网交流 随着社会进步 我们需要在隐私权和防止强大技术 被恶意使用之间寻求平衡 这将成为许多重大挑战中的一个 这也是加密门 其中执法部门将有机会接触 其他安全信息和联邦调查局的 食肉兽电子邮件 监听系统引起争议的原因 37 作为一个测试案例 我们可以从近年来 对技术挑战的处理中 得到一些安慰 现在存在一种新的 能自我复制的非生物实体 计算机病毒 这在几十年前还不存在 当这种破坏性的入侵形式 第一次出现时 就有人表示了强烈的担心 计算机病毒会变得更加复杂 有可能破坏 他们生存的电脑网络媒介 然而 这种免疫系统在应对这一挑战时 已非常有效 虽然破坏性的自我复制的软件实体 确实不时地造成破坏 但跟我们从计算机和通信中 获得的利益相比 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 计算机病毒 并没有像生物病毒 和破坏性纳米技术那样的致命因子 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我们依靠软件来运作911护叫中心 监测重症监护室的病人 控制飞机飞行与着陆 在军事行动中操作智能武器 处理金融交易 经营市政公共事业 以及完成许多其他的关键任务 在某种程度上 软件病毒还没有造成致命的危害 不过这个发现 却加强了我的论证 电脑病毒通常不会使人类致命的事实 意味着更多的人愿意创建和发布它们 大多数制造软件病毒的人 如果认为该病毒能杀死人 就不会发布 这也意味着 我们对危险的反应不需紧张 相反 如果面对大规模致命的自我复制的实体 我们的反应会紧张得多 尽管软件病毒仍然令人担忧 不过当前的危险主要是在干扰级别上 请记住 我们在清除病毒上所取得的成功 发生在一个没有规则 而且从业者不需要认证的行业中 不规范的庞大电脑行业也着有成效 有人会说 在人类历史上 他们在技术与经济上所取得的成绩 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行业 不过 软件病毒和病毒防护之间的战争 永远不会结束 我们越来越依赖于 执行关键任务的软件系统 能自我复制的软件工具的复杂性 和潜在的破坏性会继续升级 当软件在我们的大脑和身体中运行 并控制世界上纳米机器人的免疫系统 这些风险将变得更加巨大 防守技术的发展和监管的影响 需要广泛放弃的一个原因是 他们描绘了一个关于未来危险的画面 这些危险将被释放到没有防备的世界中 事实上 我们的防御知识和防御技术 会跟随危险一起 变得更复杂和更强大 灰色粘性物质 纳米机器人的无限复制 将会遇到蓝色粘性物质 警察纳米机器人与坏纳米机器人 展开斗争 显然 我们不能肯定地说 我们都将成功地避免误用 但是 防止有效的防御技术发展的最可靠的方法 是在一些领域中放弃对知识的追求 我们已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有害的软件 因为只能由负责任的从业者掌握知识 试图限制这种认识将会引起相当不稳定的局势 针对新的挑战 做出的反应会更慢 天平会向更具破坏性的应用 如自我修改软件病毒 倾斜 如果我们把控制设计软件病毒所取得的成绩 与控制设计生物体病毒所面临的挑战相对比 我们会感到差别非常大 正如前文所述 软件业几乎完全不受管制 同样 生物技术显然不是这样的 虽然使用生物武器的恐怖分子 不需要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提出它的发明 但是我们确实需要科学家开发防御技术来遵循现行法规 这样会减缓每一步创新的过程 此外 根据现行法规和道德标准 测试对生物恐怖分子人员的防御是不可能的 人们正在广泛讨论如何修改这些法规 使之允许动物模型和模拟仿真代替不可行的人体试验 这将是必要的 但我相信我们需要超越这些措施 加速发展急需的防御技术 依据公共政策 接下来的任务是迅速发展必需的防御措施 其中包括道德标准 法律标准和防御技术本身 这显然是个竞赛 正如我所指出的 在软件领域 防守技术会迅速对攻击技术的创新做出响应 然而在医学领域 广泛的规章制度减慢了创新的速度 所以我们同样对生物技术的泛滥没有信心 在目前的环境中 当有人死于基因疗法试验时 相关的研究可能会受到严重限制 38生物医学研究保证尽可能安全是合理的需求 但我们完全扭曲了对风险的平衡 成千上万的人急需基因疗法和其他生物技术的突破性进展 但他们却无法得到救助 由于不可避免的风险问题而延误 当我们考虑生物工程制造的病原体带来的新危险时 这种风险平衡方程将变得更加明显 现在需要的是公众态度的转变 它们应当能够容忍必要的风险 加快防御技术对于我们的安全至关重要 为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需要简化管理程序 同时我们必须明确地在防御技术方面增加投入 在生物技术领域 这意味着抗病毒药物的快速发展 我们没有时间对出现的每一个新挑战都制定具体的对策 我们正打算开发具有更广泛的抗病毒药物的技术 例如RNA干扰 而且要加速发展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解说生物技术 是因为它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近的门槛和挑战 而对于自组织纳米技术方法的门槛 我们需要针对这个领域的防御技术开发 投入具体的力量 包括开发一个技术免疫系统 试想我们的生物免疫系统是如何工作的 当身体检测到病原体时 T细胞和其他免疫系统细胞就会迅速地自我复制来抵抗病毒入侵 纳米免疫系统会同样地工作在人体体内和外界环境中 系统将由纳米机器人哨兵来检测恶意自我复制的纳米机器人 一旦有威胁 防御纳米机器人有能力消灭迅速创建最终自我复制的入侵者 以提供一种有效的防御力量 比尔、乔伊和与其一样的观察家指出 因为潜在的自身免疫性的反应 这种免疫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危险 免疫系统纳米机器人可能会攻击他们应该维护的世界 39 然而 这种可能性并不是一个可以用于避免创建免疫系统的令人幸福的理由 由于存在发展自身免疫疾病的可能 因此没有人会说人类没有了免疫系统就会变得更好 虽然免疫系统本身构成威胁 但是没有了它 人类不会活过几个星期除非完全与环境隔离 即使如此 就算没有明确地创建一个系统 纳米技术免疫系统的发展也会发生 软件病毒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建立免疫系统不是通过正式的宏伟设计的项目 而是通过增量式的解决每个新挑战 并为早期检测研发启发式算法来完成的 我们可以预见 当面对纳米技术危险的挑战时 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 公共政策的重点将是增加对特定的防御技术方面的投入 现在开发具体的防御纳米技术实在是言之过早 这是因为现在对于试图防范的东西 我们仅有一个总体的思路 然而针对这个事件已经产生了着有成效的对话与讨论 并鼓励在这些方面扩大投入 正如我上面提到的一个例子 为确保纳米技术的安全发展 Forsight Institute已经设计了一套基于生物技术准则的道德标准和策略 40当1975年基因减切研究开始的时候 两名生物学家马克欣、辛格和保罗、伯格 建议暂停技术的研究 直到其所涉及的安全问题得以解决 原因似乎很明显 如果有毒基因植入诸如感冒之类异于传播的病原体中 将产生巨大风险 经过10个月的暂停 阿希罗马会议上批准了这些准则 包括身体供给和生物防范 对特殊类型实验的禁止和其他一些规定 由于严格遵守这些生物技术准则 30年来没有任何关于这个领域的事故报道 最近 代表世界器官移植医生的组织暂停了把动物血管 器官移植到人类身上的手术 这样做是担心那些长期潜伏的 类似艾滋病病毒等一种病毒 从猪或肺肺等动物身上传播到人类身上 遗憾的是 这种暂停也延缓了对病人的救生移植 人类免疫系统可以接受转基因动物器官 每年数以百万剂的人死于心脏 肾脏和肝脏病 伦理学家马丁 罗斯布雷特建议用一套新的道德准则 来解决延缓所带来的问题 41 针对纳米技术 道德辩论在具体的危险应用出现前的几十年就开始了 对于Forset Institute来说 最重要的几个指导方针包括 人造复制基因不能在自然的 不可控的环境中复制 不提倡在自我复制的制造系统中进化 医学营养治疗设备的设计 应特别限制扩散 并且提供任何复制系统的可追溯性 分子制造开发能力应该被严格限制 只有那些同意遵循规则的 负责任的人才可以拥有该能力 没有这样的限制 就必须终止进行相关产品的研发 Forset Institute提出的其他政策包括 复制需要的材料不能从自然界获取 制造、复制应和终端产品的功能分离 制造设备可以创造最终产品 但不能自我复制 并且最终产品应该没有复制功能 复制需要执行复制操作的代码 该代码经过加密和时间约束 前面提到的广播体系是该建议的一个例子 这些指导方针和策略 可以有效地防止意外释放危险的 自我复制的纳米技术实体 但是处理类似故意设计和释放这类实体 是一个更加复杂和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一个足够坚定并具有破坏性的对手 可以攻破各层的防御 以广播架构为例 如果设计得当 每个实体没有获得复制代码 就不能够复制 这个代码不能由这一代传到下一代 然而 这种设计只需简单的修改 就可能绕过对复制代码的破坏 从而将其传递给他们的下一代 为了对付这种可能 有人建议将复制代码的内存 限制成一个完整的代码的子集 但是 扩大内存会使这个方法失效 另一种推荐的保护措施是加密代码 并在解密系统中建立保护措施 比如设置超时限制 然而 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知识产权的非法复制的保护 比如音乐的非法拷贝 多么容易被打败 一旦复制代码和保护层剥离 信息就可以跳过这些限制 被任意复制 这并不意味着 保护是不可能的 相反 每个等级的保护 只对特定的复杂度有效 这表明 我们要把不断发展防御技术 当作21世纪最重要的事情 以保证 它们比破坏技术快一步 或更多步 或至少不落后 防御不友好的强人工智能 即使是像广播体系这样有效的机制 也不能对抗强人工智能的滥用 广播体系设置的障碍 只对缺乏智能的纳米工程实体起作用 然而 智能实体显然具有足够的智能 可以轻易克服这些障碍 埃利泽 尤德克斯克 已经分析了大量的模式 架构和道德规则 这也许有助于确保 一旦强大的人工智能够获取和修改自身设计 它仍然能够友好的对待生物人 和维持原来的价值观 考虑到不能收回自我改善的强人工智能 由德克斯克指出 我们需要首先保证它们的正确性 其初步设计必须保证0个不可恢复的错误 42 本质上不存在能对抗强人工智能的绝对保护措施 虽然这听起来很微妙 但是我相信 为不断前进的科学和技术进步 维持一个开放自由的市场环境 以前进的每一步都要被市场接受 从而提供一个最具有成效的环境 以使技术体现人类的普遍价值观 正如我曾经指出的 强大的人工智能 正随着我们的不懈努力 而深入到我们人类文明的基础设施中 事实上 它将紧密嵌入到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中 正因为这样 它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 因为它将成为我们 试图通过秘密的政府计划 控制这些技术 以及不可避免的地下开发 只会营造不稳定的环境 而且可能使危险应用占主导地位 分散化 一个已经发生 并将越发稳定的 具有深远意义的趋势 是从集中技术向分布技术的发展 从现实世界向上述虚拟世界的发展 集中技术涉及资源聚集 如人的聚集 如城市 建筑物 能源 如核电厂 液态天然气 石油油轮 能源管道 交通 飞机 火车 和其他方面的聚集 集中技术容易受到破坏 而发生灾难 而且 它们往往效率低下 造成浪费 并破坏环境 而分布式技术 往往是灵活 高效 相对环保的 典型的分布式技术 是互联网 迄今为止 互联网没有遭受严重的破坏 并在继续向前发展 其健壮性和可靠性 也在继续加强 如果某一个极限器或通道 不能正常工作 信息可以简单地找到别的路线 来进行传输 分布式能源 在能源方面 我们需要摆脱 现在我们所依赖的集中式的设施 例如 一家公司利用MAMS技术研发微燃料电池 43 它们就像电子芯片一样 被制造出来 但实际上 这种能量存储装置的能量与尺寸比 远远超过了传统技术的 正如我在前面讨论的 纳米技术的太阳能电池板 可以以一个分布 可再生 清洁的方式来满足我们的能源需求 最终符合这些条件的技术 会使每个事物都快速发展 从手机到汽车和住宅 这些分散式能源技术不容易引起灾难或遭到破坏 随着这些技术的发展 把人们聚集在大型建筑和城市的需求会下降 人们将会分散地住在各自想住的地方 然后在虚拟世界聚集在一起 在不对称战争时代的公民自由 恐怖主义袭击的性质 及其背后组织所反映的人生观 突出表现了公民自由与监管 控制方面的法律权益之间的冲突 事实上 我们的执法系统 主要考虑的是安全问题 它假定人们的动机 是维护自己的生活和福利 这一逻辑成为我们所有政策的基础 从地区级的保护到世界舞台的争斗 但反对意见认为 它和它的敌人的破坏性并不服从于这一论点 对付那些不计较自身危险的敌人是很麻烦的 这已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并且这种讨论愈演愈烈 风险也会持续升级 例如 当联邦调查局确定一个可能的恐怖组织 那么它将逮捕所有参与者 尽管可能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些人有罪 甚至很可能这些人尚未犯罪 根据反恐战争中的相关规则 政府有权继续拘留这些人 GN2的一个防御计划 从本质上说 我们来自金鱼 但是那不意味着我们回头杀死了所有的金鱼 也许智能机器人会一周饲养我们一次 假如你有一台拥有比人高出10-18倍的智商的机器 难道你不想让它来管理 或者至少控制你的经济 赛斯 舒斯塔克 我们怎样确保既拥有 GN2深刻的好处 又减轻其危害性 在此让我们回顾 解决那些包含 GN2风险的建议方案 最紧要的建议 就是增加我们在防御技术方面的投入 由于我们现在已经处于基因时代 所以投入应该大部分放在生物抗病毒药物治疗方面 我们有非常适合这项工作的新工具 例如 RNA干扰可以用来阻止基因表达 几乎所有的感染 包括癌症 都依赖其生命周期中某个时刻的基因表达 早日使用防御技术 需要安全的引导纳米技术N和机器人技术2 这方面的努力应该得到支持 并且由于我们已经更深入地了解了 制造分子和强大人工智能的可行性 因此 这方面的努力更应该大幅度地增强 一个附带的好处 就是加快研制有效治疗传染病和癌症的方法 在国会之前 我就已经论证了这个问题 提倡每年投资数百亿美元 小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 来解决这个新的公认的 对人类生存的威胁 我们需要精简基因技术和医疗技术方面的监管过程 这些制度不能阻碍技术的恶意使用 但却大大的推迟了必要的防御 如上所述 我们必须更好的平衡新技术 比如新药物带来的风险和已知的拖延带来的伤害 应该出资建立一个全球计划 用来对未知或不断变化的生物病原体的随机血清 进行秘密监测 诊断工具可以快速确定未知蛋白或核酸序列的存在 防御的关键是智能 而且这样的方案可以为即将发生的传染病提供宝贵的早期预警 公共健康组织提出类似的病原体哨兵计划已经很多年了 但是他们从未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 目标明确并有针对性的暂时停止某项研究工作 就像1975年发生在基因学领域的暂停一样 但是这种暂停对纳米技术来说并不是必须的 在技术主要领域的广泛放弃 只会延缓新技术朝有力方面发展 继续人们的巨大痛苦 并且实际上会使危险恶化 为纳米技术确定安全准则和道德准则的努力应该继续下去 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分子制造 这些准则必然会更加详细和完善 为了获得上述对建立政治资金的支持 就必须提高公众对这些危险的认识 当然 由于危险意识的淡泊和不明就里的反科技的存在 我们还需要让公众认识到不断进步的技术所带来的好处 这些危险是跨越国界的 当然这已经不再新奇 生物病毒 软件病毒 导弹早已跨越了国界 国际合作在抗击SARS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并且将在面对将来的挑战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全球性的组织 例如在抗击SARS时起到了协调作用的世界卫生组织 都需要被加强 一个引起争议的当代政治问题 是否需要对风险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 这些措施将一直引起争议 但显然是需要的 核弹可以在几秒钟之内摧毁一座城市 基于生物技术或纳米技术的可自我复制的病原体 可以在几天到几周之内摧毁人类的文明 我们总不能等着大规模军队或者其他不良意图暴露才开始采取保护措施 情报机构和警察部门将在防范绝大多数潜在事故威胁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需要最强大的技术支持 例如再过几年 尘埃般大小的设备将可以执行侦查任务 当我们到达21世纪20年代 软件将在我们的身体和大脑里运行 政府部门可以随时合法地监测这些软件流 很明显可能会有人滥用这种权利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折衷的办法 既可以防止灾难性事件的发生 又可以保护我们的隐私和自由 上述这些方法还不足以对付病变的 二、强人工智能带来的危害 在这个方面 我们的主要策略应该是最大程度上 使得非生物智能反映我们的价值观 包括自由、宽容以及对知识和多样性的尊重 为了做到这点 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当今社会 推动这种价值观的前进 这听起来的确很模糊 但是在这个领域 纯粹的技术策略是不可行的 因为措施是某一级别智能的产物 但总有与之相比更强大的智能能够找到方法来 规避措施 我们正在创造的非生物体将会在我们的社会 扎根并反映我们的价值观 这种生物变革阶段包括将非生物智能和生物智能紧密结合起来 这将扩展我们的能力 并且这些更强大智能的应用将会受他们的创造者的价值观所支配 生物变革时代将会被后生物时代所取代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价值观仍然发挥作用 这个策略绝不是万无一失的 但这是我们影响未来的强人工智能的主要手段 技术仍将是一把双刃剑 它象征着用于所有人类目的的巨大力量 GN2将会提供办法克服自古就存在的一些问题 如疾病和贫困 但也可能被破坏性意识形态利用 我们除了加强防御之外 别无选择 因为我们可以运用这些飞速发展的技术来推动人类的价值观 尽管对这些价值观人们明显缺乏共识 莫利2004 好吧 我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再次运行 你知道 一个坏的纳米机器人正在悄无声息的部署 实际上并没有扩大 直到他们在全球蔓延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摧毁任何事物 雷 纳米机器人传播的浓度非常低 每1015个碳原子中只有一个 所以 他们会被平均的散播 因此 破坏性纳米机器人的传播速度 不会是一个限制因素 因为他们在到达指定位置之后会进行自我复制 假如他们跳过这个隐形阶段 从单一点向外扩散 这种蔓延就会被人注意 并且会被相应的减缓 莫利2004 那么我们将如何保护不受伤害 当他们开始第二阶段时 我们只有大约90分钟的时间 如果想避免巨大损坏 我们的时间会更少 雷 因为指数增长的性质 巨大的破坏将在几分钟后发生 你的观点很有用 在任何情景下 如果没有纳米免疫系统 我们就没有机会 很明显 我们不能等到破坏的90分钟 循环开始时 再思考如何创造一个免疫系统 这样的系统可以和我们人类的免疫系统相媲美 没有它 人能活多久 莫利2004 我猜不会太久 如果坏的纳米机器人所占的比率 仅是1000兆之一 那么 纳米免疫系统如何将它们找出来 雷 我们人的免疫系统同样有这个问题 免疫系统一旦检测到 哪怕仅仅是一个外来的蛋白质 都会引起快速的反应 所以当病原体达到临界水平前 免疫系统已经很有效了 我们的纳米免疫系统需要同样的能力 查尔斯 达尔文 不要告诉我 免疫系统纳米机器人要有自我复制的能力 雷 它们需要这种能力 否则它们无法跟上病变纳米机器人的复制步伐 有人建议将保护性免疫系统机器人的生物质保持在一定浓度 但是一旦坏纳米机器人超过这个浓度 免疫系统就会失败 罗伯特 弗雷塔斯提出不能复制的纳米工厂 这个工厂能在需要时生产保护性纳米机器人 我想这种方式一时会有作用 但最终这种防御系统需要能复制自身免疫能力 已跟上新出现的危险的步伐 查尔斯 那么免疫系统机器人和恶意纳米机器人完全一样了 我指的是设定生物量的第一阶段 雷 但免疫系统的纳米机器人应该保护我们 而不是伤害我们 查尔斯 我觉得软件可以被修改 雷 你是指黑客 查尔斯 是的 如果免疫系统软件被黑客修改 就会产生无止境的自我复制吗 雷 是的 那好 我们不得不很小心地对待它们 是吧 茉莉2004 我也这样认为 雷 我们自己的生物免疫系统也有一些问题 我们的免疫系统相对强大 并且如果带给我们的是免疫性疾病 那也是很危险的 但我们还是需要免疫系统的 茉莉2004 所以一个软件病毒能够将纳米机器人免疫系统转变成潜在的破坏者 雷 这是有可能的 公平地讲 软件安全将成为很多人类机器文明层次的关键问题 因为一切都是信息 保持我们防守技术的软件完整性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 即便在经济层面 保持创造信息的经济模型对我们的物质生活也至关重要 茉莉2004 这时我感到相当无奈 我的意思是 当所有好的和坏的纳米机器人决斗出来 我就是一个不幸的受害者 雷 这不是一个新现象 在2004年 我们对处置世界上数量庞大的核武器的影响是什么呢 茉莉 至少我有表达意见的机会和选举权 进而影响外交政策问题 雷 没有理由因此改变提供一个可靠的纳米免疫系统 将是21世纪20年代到21世纪30年代的重大政治事件之一 茉莉2004 那么有关强人工智能呢 雷 好消息是他将保护我们避免恶意纳米技术的伤害 因为他足够智能 可以帮助我们使防守技术超前于破坏技术 内德 路德 猜想他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雷 是的 第九章 回应评论家 人类的思想不需要陌生的想法 这就像身体不需要陌生的蛋白质一样 并且可以用相似的能力来抵制他 WI 贝弗里奇 如果科学家说某事是可能的 那么他很可能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他说某事是不可能的 那么他很可能是错误的 亚瑟 C 克拉克 一系列的批评 在DH of Spiritual Machines这本书中 我开始审查我试图在本书中进行深度探索的一些加速趋势 ASM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应 包括对他认为即将出现的深刻变化的广泛讨论 正如我在前面内容中介绍的比尔乔伊的连载故事 Why the future doesn't need us 激发的关于危险和希望的讨论 还包括尝试在许多层面上争论 为什么这样的变革不会 不能或不应该发生 下面是一些批评 我会在本章予以回应 来自马尔萨斯的批评 关于无限的指数趋势的推断是错误的 因为它们终究会耗尽维持其指数增长的资源 另外 我们将没有足够的能源来供应异常密集的计算预测平台 即使我们可以 这些平台也会像太阳一样套 指数趋势最后变成一条渐进线 但每次每一bit的计算和通信所需的物质和能源资源是如此的小 以至于可以在这一点上继续进行操作 而在这一点上 非生物智能比生物智能强大无数倍 可逆计算可以极大的减少能源需求和散热需求 即使将计算限制在冷电脑中 将实现性能远远超越生物智能的非生物的计算平台 来自软件的批评 我们的硬件呈指数上涨 但软件却发展缓慢 虽然软件发展的倍增时间比计算硬件的长 但是软件也在效益 效率和复杂性上加速发展 许多应用软件 从搜索引擎到游戏 经常使用人工智能技术 而人工智能技术在十年前还仅仅只是一个研究项目 通过解决关键算法问题 软件在整体复杂性 生产率和效率方面都获得了很大收益 此外 我们有一个有效的在机器上实现人类智能的游戏计划 逆向设计大脑来捕获其运作原理 然后再在有大脑能力的计算平台上执行这些原理 大脑逆向工程的每一个方面都在加速发展 脑扫描的空间和时间分辨率 大脑运作每个层面的知识 模拟神经元和大脑区域等仿真模型的成果 来自模拟处理的批评 数字计算过于僵化 因为数字bit不是一旧是零 生物智能大部分是模拟的 所以可以考虑细微的变化 的确 人类大脑使用数字控制的模拟方法 但我们也可以将这种方法应用于机器中 此外 数字计算可以以任意精度对一个模拟过程进行模拟 反之并不正确 来自神经处理复杂性的批评 神经元间轴突 竖突 突出的信息处理 比神经网络使用的简单模式复杂得多 这话虽然没错 但大脑区域模拟不使用这些简单模式 我们已经研究出逼真的数学模型 以及用电脑模拟神经元和它们之间的联系 从而捕获生物体中非线性的 错综复杂的特征 另外 我们发现 大脑区域处理的复杂性 往往比它们包含的神经元简单 我们已经拥有了人类大脑几十个区域的有效模式和模拟 考虑到冗于 在基因组中11个字节的设计信息中 仅仅包含30个字节的信息 所以我们还是有能力管理大脑的设计信息 来自微管和量子计算批评 神经元的微管能够进行量子计算 这种量子计算是意识的先决条件 一个人要想上传一种个性 就必须掌握他的精确的量子状态 以上的陈述都没有证据支持 即使这些陈述是真的 也没有什么阻止量子计算在非生物系统中执行 我们经常使用半导体量子效应 例如晶体管隧道 基于机器的量子计算也正在取得进展 如果捕获精确的量子状态 我现在的量子状态和写这句话之前的已经非常不同 所以难道我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 也许是这样的 但如果有人捕获我一分钟前的状态 那么基于这个状态的上传仍然可以成功的通过雷·库兹维尔的图灵测试 来自图灵支持派理论的批评 图灵教派理论说道 我们能够证明很多问题不能用图灵机解决 也可以证明图灵机可以模拟任何计算机 也就是存在一个图灵机 只要是计算机解决的问题 它就可以解决 所以这说明一个问题 一个计算机可以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 然而人类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机器永远都赶不上人类的智能 事实上 人类通常没有比机器更多的能力去解决无法解决的的问题 在某些情况下 人类可以用猜测来解决问题 但机器也能 而且做起来快得多 来自故障率的批评 随着计算机系统复杂性的增加 它们也表现出惊人的灾难性故障率 托马斯·雷写道 我们正在超越通过传统方法 有效设计和制造的东西的限制 我们已经开发出日益复杂的系统来管理各种各样的关键任务 这些系统的故障率很低 不管怎样 不完善是任何复杂过程的固有特征 人类智能当然也是如此 来自锁定效应的批评 能源或运输这些领域 普遍需要复杂的支持系统 和这些系统中的巨大投资正在阻碍革新 所以这也将阻止起点的相关技术 所带来的快速变化 尤其是信息处理 在容量和性价比上 呈指数增长 我们已经看到 在信息技术的每个方面 范例迅速转变 并没有被锁定效应现象所阻止 不管是在互联网还是电信等领域中的大量基础设施投资 能源及运输部门 甚至还将见证 基于纳米技术的创新带来的巨大变化 来自本体论的批评 约翰、塞尔 描述了不同版本的中文房间的类比 一种构想 是一个人根据已编写的程序 用中文来回答问题 这个人似乎完全用中文回答问题 但是由于这个人只是机械的执行写好的程序 所以他没有真正理解中文 而且没有真正意识到他自己在做什么 用塞尔的话说 房间里的人什么都不懂 因为他只是一台计算机 很显然 计算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因为他们只是执行命令 塞尔的中文房间理论 从根本上讲是重言是同意反复 因为他首先假定了自己的结论 计算机不可能真正理解什么 塞尔简单类比中的部分哲学把戏 只是规模问题 他声称描述了一种简单的系统 然后让读者考虑 这样一个系统怎么会有真正的理解能力 但是表征描述本身就是错误的 为了符合自己的假设 塞尔描述的中文房间系统 必须像人脑一样复杂 因此也拥有和人脑一样的理解力 实验中的人表现得像中央处理器 这只是整个系统的一小部分 尽管人可能看不到理解能力 但这个能力遍布在程序中 他认为按程序执行就必须做出很多注视 想想看 我懂英文 但是我的神经元不懂 我的理解能力是以神经地质 突出间隙 以及神经元间连接的很多形式来表现的 来自贫富分化的批评 富人通过这些技术可以得到某些机会 而其他人则不能 当然 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我想说 由于性价比持续快速增长 所有技术将很快变得非常便宜 甚至几乎免费 来自政府管制可能性的批评 政府监管会减缓甚至停止技术增长的加速度 虽然监管阻碍发展的可能性很重要 但是它几乎对本书讨论的趋势没有任何影响 例如 结束干细胞研究等具有争议性的问题 就像河流中的岩石被前进的激流冲刷着 来自整体论的批评 引用自麦克尔 丹顿的格言 生物体式 自我组织 自我参照 自我复制 互惠 自我构成 并且具有整体性 这种有机形式只能通过生物过程创造 而这种形式是不可改变的 坚固的 基本的存在事实 亦的确 生物设计有一套深刻的原理 然而 机器能够使用 且一直在使用这些原理 没有任何东西限制非生物系统 治理生物世界模式中出现的属性 为了回应各种论坛上这样的挑战 我已经经历了无数次辩论和对话 我编写这本书的一个目标是 对我遇到最主要的批评 提供一个全面的回应 在本书里 我对关于可行性和必然性的批评 做了大部分的反驳 但在本章中 我想就其中一些很有趣的问题 做些详细回答 来自怀疑者的批评 也许对于我在本书中预想的未来来说 最直白的批评 就是简单的怀疑 这种深刻的变化会发生 例如 化学家理查德 斯莫利认为 纳米机器人在人的血液中 执行任务的想法很愚蠢 科学家的道德规范 要求他们谨慎地评价 目前工作的前景 这种合理的谨慎 常常导致科学家不去考虑 远远超越当今社会的 科学技术的力量 随着范式变化得越来越快 这种根深蒂固的悲观情绪 不符合几十年后 社会评估科学能力的需要 想想看 一个世纪以前的人们看到现在的技术 他们会觉得 多么难以置信 与此相关的批评 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 未来很难预测 以前的未来学家 很多错误的预测 都证明了这一点 很难预测 哪一家公司 或哪一个产品会成功 或者根本不可能预测 同样很难预测 哪一项科学设计 或者标准会流行 例如在未来几十年 无线通信协议 YMAX CDMA 和3G 将怎样发展 然而 如同在本书中 广泛讨论过的一样 在评估信息技术的整体效益 通过性价比 带宽 和其他能力的测量中 我们发现了非常精确 和可预测的指数趋势 例如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 计算的性价比 成平稳的指数增长 以至计算和传输EBIT信息 需要的介质和能量的最小值 趋向于零 我们可以自信地预测 至少在下一个世纪 这些信息技术的趋势会继续 而且 我们可以可靠地预测 这些技术 在未来的能力 预测一个分子 在气体中的移动路径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 热力学定律 准确地预测气体 有很多混乱的 相互作用的分子组成 但某些属性 类似的 无法可靠地预测 某个项目或公司的结果 但我们可以通过 加速回归定律 准确地预计信息技术 有很多无秩序的 活动组成的整体能力 关于为什么机器 非生物系统 永远不可能和人相比 有很多激烈的争论 并且 该论点遭遇广泛的怀疑 这种争论 仿佛愈演愈烈 人类思想史的特点是 试图拒绝接受某种新思想 因为我们已经接受的观点是 我们人类是一个特殊的物种 而新思想 似乎威胁到了这个观点 哥白尼认为 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 他的这种见解 被大家抵制 达尔文认为 我们人类 只是从其他灵长类动物 稍稍进化而来 这种观点同样被抵制 认为 机器可以和人类媲美 甚至超过人类智慧的想法 似乎再一次挑战了人类地位 我认为 人类有某些东西 本质上是特殊的 我们人类是地球上 第一个将认知功能 和有用的对生负气 对生拇指 结合起来的物种 所以我们能够创造技术 来扩展自己的视野 地球上的其他物种都做不到这一点 准确地说 在这个生态位上 我们是唯一继续存在的物种 其他物种都没有活下来 比如学居人 而且正如我在第六章中讨论的 在宇宙中 我们还没有发现其他文明 来自马尔萨斯的批评 指数趋势不会永远持续 有一个经典的例子 隐喻指数趋势将会进入瓶颈期 这个例子就是澳大利亚兔子 一个物种碰到舒适的新环境 将会成指数扩张 直至达到环境承受能力的极限 靠近指数增长的极限 甚至可能导致总数量的减少 例如 人类发现害虫蔓延时 就可能设法消除它 另一个常见的例子 是微生物生长 它可能在动物体内 呈指数增长 直至达到身体承受能力的极限 此时或者免疫系统做出反应 或者宿主死亡 人类的人口正在接近极限 发达国家的很多家庭 已经掌握了多种节育手段 而且 他们希望给自己的孩子 提供相对高级的资源 因此 发达国家的人口扩张 基本上已经停止 与此同时 在一些 但不是全部发展中国家 人们继续把大家庭 作为一个社会保障的手段 父母希望 至少有一个孩子的寿命足够长 以便在自己晚年的时候 由他们赡养 然而 随着加速回归定律 提供更广泛的经济利益 人口增长的整体速率 正在放缓 那么 对于我们为之辩护的信息技术 难道不存在类似的限制 答案是存在的 但在本书描述的深刻变革发生之后 正如我在第三章讨论的那样 计算或传送Ebit 所需要的介质和能量 是微乎其微的 通过使用可逆的逻辑门 能量的输入 只用于传输结果 和纠正错误 否则 每部计算所释放的热量 会立即被回收 并用于下一个计算 正如我在第五章讨论的 事实上 所有应用计算通信制造和运输 基于纳米技术的设计需要的能量 远远少于他们现在所需要的 纳米技术也有助于获取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在2030年 我们只要捕获3000分号 太阳照射到地球的能量 就可以通过太阳能发电 提供所有工程所需要的30万亿瓦能量 而且可以用便宜 轻便高效的纳米太阳能电池板和纳米燃料电池 来存储和分发获取的能量 事实上无限的极限 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所讨论的 一个重量为2.2磅 使用可逆逻辑门的经过最优组织的计算机 大约有1025个原子 其可以存储大约1027bit的信息 仅仅考虑粒子间的相互电磁作用 计算能控制每bit每s至少1015次状态变化 这可以使这个冷的2.2磅的终极电脑 每秒大约1042次计算 这比当前所有生物的大脑强大1016倍 如果允许终极电脑变热 那么我们可以将此能力继续增加108倍 显然 我们不会将计算资源限制为1000克物体 而是将很大一部分物质和能源 部署在地球和太阳系中 然后从那里向外传播 具体的范式确实已经达到极限 我们预计 摩尔定律关于平板集成电路上 晶体管尺寸的缩小 将在未来20年内达到极限 摩尔定律失效的日期正在向后推 第一次预测2002年失效 但现在英特尔公司说 它要到2022年才会失效 但正如我在第二章讨论的 每当人们认为 一个具体的计算模式接近极限时 总会有不断增长的研究兴趣和压力 来创造下一个范式 在计算的指数增长一个世纪的历史中 从电磁计算机到寄电器 到真空管道分散的晶体管 到集成电路 这已经发生了四次 在朝着下一个 第六个计算范式前进的过程中 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里程碑 分子水平的三维自组织电路 所以 一个现有范式的即将结束 并不代表真正的极限 信息技术的能力存在着极限 但这些极限是无穷大的 我估计 太阳系所存储的物质和能量 至少能支持每S1070CPS的计算 见第六章 由于宇宙中至少有1020颗星 那么宇宙的计算能力 大约为每S1090CPS 这与赛斯 劳埃德的独立分析相吻合 所以 确实存在极限 但这些极限 并没有多大限制性 来自软件的批评 人工智能的可行性 遭遇的挑战以及起点 是从区分量变和质变开始的 这种论点承认 在大体上 诸如内存容量 处理器速度 和通信带宽等能力 呈指数扩张 但同时坚持软件 方法和算法 则没有这样扩张 这是硬件与软件的挑战 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例如 虚拟现实先驱杰罗恩 拉尼尔 刻画了我和其他所谓的控制论 极权主义者的立场 我们仅仅以一些模糊的方式 来理解软件 在他看来 这就好像软件 DaisxMontina 二 但是 他忽略了我所描述的具体 和详细的情景 据此 才能实现智能软件 人脑逆向工程 是一项远比拉尼尔和其他观察员 所能认识到的 更为深远的事业 它将扩大我们的人工智能工具包 并将包括 自我组织方法等 基本的人类智慧 我在后面会着重这个话题 但是我首先要解答一些 关于软件缺乏进步的基本误解 软件的稳定性 拉尼尔认为 软件的笨拙和脆弱是固有的 并且长篇累读的描述 他在使用软件时遭遇的各种挫折 他写道 让电脑以可靠且可变的方式 执行十分复杂的特定任务 而没有崩溃或安全漏洞 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三 我并不打算捍卫所有的软件 但复杂的软件并不一定是脆弱和容易灾难性崩溃的 有很多例子表明 执行关键任务的复杂软件很少出现故障 或几乎不出现故障 比如控制飞机降落增长比例的复杂软件 监测重症监护室中病人的软件 引导智能武器的软件 控制基于自动模式识别的数十亿对冲基金投资的软件 以及实现其他许多功能的软件 似我不知道 有任何空难是因为自动降落软件的故障引起 但我也不能说人类就同样可靠 软件的响应 拉尼尔抱怨道 电脑用户界面对于用户操作的反应 似乎比15年前还要慢 如按键 这是怎么了 无我现在想请拉尼尔试试使用旧电脑 即使排除配置一个旧电脑的困难不说 这是另一个问题 我想他已经忘记了以前的电脑反应有多么迟钝 笨拙 受限 以现在的标准 让20年前的电脑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就会明显看到 无论从量上还是从质上 就软件都不会比现在的好 虽然总是能发现不好的设计 响应延迟 但这通常是新特性和新功能带来的 如果用户愿意 他们的软件不增加新功能 凭借不断指数增长的计算速度和内存容量 软件响应延迟将很快消除 但是 市场要求不断扩大功能 20年前 没有搜索引擎 或其他与万维网集成的软件 事实上都没有万维网 只有原始的语言 格式和多媒体工具等 因此 功能总是处在可行性的边缘 几年或几十年前的软件浪漫发展时 比得上数百年前人们对田园生活的看法 那时人们不会遭遇与机器工作的挫折 生活无拘无束 但是生命短暂 劳动强度大 充满贫穷 疾病和灾难频发 软件的性价比 关于软件的性价比 每个方面的比较都很显著 看看1000页的语音识别软件的表格 1985年 你花5000美元买一个软件 它提供100个词汇 不提供联读能力 需要训练三个小时来识别你的发音 而且准确性相对较差 2000年只需50美元 你就可以购买一个软件 包括10万字的词汇表 并且提供连续发音功能 只需要经过5分钟的语音训练 就可以识别你的发音 精度显著提高 提供了自然语言理解能力 为了编辑需要和其他用途 还包括许多其他功能 6.软件开发效率 软件本身是如何开发的 40多年来 我一直在开发软件 所以关于这一点 我有一些看法 我估计软件的开发效率 倍增时间约为6年 这比处理器性价比的倍增时间长 现在处理器性价比的倍增时间 大概为一年 不过 软件生产率呈指数增长 现在可用的开发工具 类库和支持系统 比几十年前的有效的多 我现在的项目组中只有三四个人 只用几个月就完成了一个目标 25年前 同样的目标需要很多人工作一两年才能实现 软件复杂度 20年前的软件程序通常包括几千至几万行代码 现在 主流程序例如 供应渠道控制 工厂自动化 预定系统 生化模拟都是数百万行或者更多 主要防御系统软件如联合攻击战斗机包含了数千万行 用来控制软件的软件本身的复杂性迅速增加 IBM引导了自主计算的概念 即自动完成日常的信息技术支持功能 7这些系统将根据自己的行为模式进行编程 将能够实现IBM公司提出的自我配置 自我愈合 自我优化和自我保护的目标 支持自主计算的软件代码量将达到数千万行 每行包含了几十字节的信息 人类基因组中只有几千字节的可用信息 因此 在信息复杂度方面 软件已超过了人类基因组及其中的分子 然而 程序中包含的信息量并不是计算复杂度最好的标准 一个软件程序可能会很长 但可能包含很多无用信息 当然 基因组也是这种情况 它看起来是非常低效的编码 很多人尝试制定复杂度的测量标准 例如 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8的计算机科学家亚瑟 沃森和托马斯 奈凯布提出的回录复杂性度量标准 Psychometric Complexity Metric 这个度量标准用于计算程序逻辑的复杂性 并考虑到了分支结构和决策点 大量的实力研究表明 按照这种方法测量 复杂度会快速增加 哪怕没有充分的数据来跟踪倍增时间 不过 关键在于 如今在行业中使用的最复杂的软件系统 比以神经形态为基础模拟大脑区域的程序 以及对单个神经元进行生化模拟的软件程序复杂度更高 我们在人类大脑中发现了并行 自我组织 分形算法 现在我们能处理的软件的复杂度 已经超过了对这些建模和仿真所需要的复杂度 加速算法 诸如信号处理 模式识别 人工智能等程序使用各种方法来解决基本的数学问题 这是因为软件算法的速度和效率 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 在硬件不变的情况下 因此解决问题的性价比 不仅从硬件的加速中受益 也从软件的加速中受益 不同问题上的进步各不相同 但普遍都有进步 例如 考虑一下信号处理 这是一个普遍的计算密集型任务 就像人脑一样 佐治亚理工学院的马克 A.理查德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盖理 A.肖记录了信号处理 算法效率显著提高的趋势9 例如 要找到信号的种类 往往需要解决所谓的偏微分方程 算法专家乔恩·本特利 已经证明了解决这类问题的计算量在不断下降 实例如 从1945年至1985年 对于一个代表性的应用而言 为一个每面64个元素的三维网格 找出一个椭圆形 偏微分的解决方案 计算量减少到原来的30万分之一 这使得效率每年增长38% 不包括硬件的改善 另一个例子 12年间 在音变电话线上发送信息的能力 以每年5500分号11的增长率从每S发送300bit 提高到每S5600bit 这一进步一部分是由于硬件设计改进 但主要还是因为算法创新 处理问题的关键之一是使用复理液变换 将信号转换成频率分量 将信号表示成一组正弦波 此方法用于计算机语音识别 和许多其他应用的前端 人类听觉感知 也从将语音信号分解成频率分量开始 1965年 用于快速复理液变换的RIDIX2 COOLY 2P Algorithm 将1024点 复理液变换所需的操作量 减少到原来的1200 12一个改进的RIDIXA算法 进一步促进了这个进步 将操作量减少到原来的1800 最近引进了小波变换 它能将任意信号表示成一组 比正弦波更复杂的波 这些方法进一步极大的增加了效率 可以将信号分解成关键组成部分 上面的例子并非异常现象 大部分计算密集的核心算法 所需的操作量显著减少 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子 比如排序、查找、自相关 和其他统计方法、信息压缩和解压 并行算法即将一个方法分解成多个能同时执行的方法 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正如前面所讨论的 并行处理必然运行在较低的温度下 大脑使用大量的并行算法 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更复杂的功能 我们需要在机器中使用这个方法 以达到最优的计算密度 在硬件性价比的提高和软件效率的改进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差别 硬件改善有着显著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 每当我们达到一个硬件速度和效率的新水平时 我们就能获得强大的工具来实现指数级进步 以便到达下一个新水平 软件的改善则是较难预测的 理查德和肖称 他们为开发阶段的重动 因为我们可以经常看到 实现某个算法的改进就相当于硬件一年的进步 请注意 我们不依靠软件效率的不断改进 因为我们可以依靠硬件的不断加速 然而,算法突破带来的好处非常有助于实现计算机能力 赶上人类智慧的目标 而且这些好处很可能继续累积 智能算法的根本来源 最重要的一点 为了在机器中实现人类智能 这里已经有了一个具体的游戏计划 逆向设计出人脑中的并行、混乱、自组织、分形方法 并将这些方法用在现代计算硬件中 我们已经看到人脑及其方法 呈指数及增长知识 见第四章 可以预料 未来20年内 我们将有数百个信息处理器官的详细模型及仿真 所有这些都统称为人类大脑 理解人类智慧的运作原理 有助于我们开发人工智能算法 很多这样的算法被广泛用于机器模式识别系统 系统表现出的微妙复杂的行为 是设计师也想不到的 对于创造复杂的智能行为来说 自组织方法并不是一个捷径 但它是一个重要方式 通过它可以增加逻辑编程系统的复杂度 而不会引起系统脆弱 正如我前面所讨论的 人脑本身是由基因组创建的 而基因组只包含3000万到1亿字节的压缩的有用信息 那么 之间有百兆个连接的器官怎么会来源于如此小的基因组呢 我估计 仅仅是用来标识人脑的互联数据就比人脑基因组的信息多100万倍13 答案是 基因组指定了一组进程 每一个都采用无秩序的方法随机出实话 然后自组织来增加信息量 据了解 该互联不限遵循的计划包含很大的随机性 当一个人来到一个新的环境 他的连接和神经地质层模式就会自我组织 以便更好地描绘这个世界 但是规定最初设计的程序并没有那么复杂 我并不支持我们通过编程将人类智能连接起来 从而形成一个巨大且规则的专家系统 我们也不希望以人类智能为代表的一系列技能 来源于一个巨大的遗传算法 拉尼尔担心 任何这样的做法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某个局部极小值 这个设计比与之类似的设计要好 但实际上并不是最优设计 有意思的是 像理查德、道金斯一样 拉尼尔也指出 生物进化丢失了轮子 因为没有一个生物进化拥有它 事实上 这种看法并不完全准确 像在蛋白质层的结构 还是存在小轮子的 比如细菌鞭毛的离子发动机 它就用来在三维环境中充当传输工具 十四对于形态较大的生物 如果没有道路 轮子当然不管用 这就是为什么 没有用于二维平面移动的生物进化的轮子十五 然而 进化确实产生了一种物种 它既能创造轮子 又能创造道路 因此 它也成功地建立了很多车轮 尽管是间接的 间接的方法并没有什么错 我们一直在工程中使用间接的方法 事实上 间接是进化进行的方式 每个阶段的产品创造下一个阶段 大脑逆向工程没有局限于复制每个神经元 在第五章中 我们了解了如何通过实施具有与大脑等同功能的并行算法来对包含无数神经细胞的大量大脑区域建模 这种神经形态方法的可行性已经被十多个区域的模型和仿真所证明 正如我之前讨论的 这些往往能使得计算的耗费大大降低 正如劳埃德 瓦特 卡弗 密德等的实验表现的那样 拉尼尔写道 如果存在一个复杂 无序的现象 那就是我们 我同意他的观点 但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阻碍 我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是无序计算 这是我们做模式识别的方式 这又是人类智慧的核心 无序设模式识别进程中的一部分 他推动这一进程 我们没有理由不在机器中使用这些方法 就像在我们的大脑中使用一样 拉尼尔写道 进化已经演变 例如开始有了性别概念 但进化无一例外都非常缓慢 但拉尼尔的意见只适用于生物进化 而不是用于技术发展 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对生物进化感动 拉尼尔忽略了进化过程的本质 它加速了 因为每一个阶段为创建下一阶段引入了更强大的方法 生物进化的第一阶段 核糖核酸经历了几十亿年 我们已经由这个阶段发展到如今的技术快速发展阶段 万维网出现才短短几年 速度却明显快于寒5G大爆发时期 这些现象都是相同的进化过程的一部分 开始时缓慢 目前的速度相对快一些 而未来几十年会变成快的惊人 拉尼尔写道 整个人工智能事业是建立在一个聪明的错误之上 在此之前 计算机至少在每一个层面都可以媲美人类的智慧 它始终让怀疑论者认为计算机和人相差无几 人工智能的每一个新成就都受到尚未完成的其他目标的影响 事实上 研究人工智能的人都会遇到这种挫折 一旦人工智能的目标实现 便不再认为它属于人工智能的领域 而只是一个一般的有用技术 因此 人工智能经常被认为是一些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 但是 机器的确越来越智能 它们能完成的任务范围也在很快扩大 这些任务以前需要聪明的人类关注 正如在第五章和第六章讨论的一样 现在有数百个关于操作性的狭义人工智能的例子 例如 在前面的内容中描述了Deep Fritz Draws 电脑像其软件不再仅仅依赖强力计算 2002年 Deep Fritz 仅仅运行在八台电脑上 表现和1997年的IBM深蓝相当 深蓝使用了基于模式识别的改进算法 我们能看到很多这种例子 它们都是软件智能的进步 然而 到现在 随着整个人类智力都可以被机器赶上 机器能力总是被尽量减小 一旦我们取得人类智能的完整模式 机器将能够将人类模式识别的灵活 微妙和机器智能天生的优势结合起来 比如速度内存容量最重要的是将知识和技能快速分享的能力 来自模拟处理的批评 许多批评家 如动物学家和进化算法科学家托马斯 雷专门负责批评像我这样的理论家 我认为对于智能计算机来说 存在所谓的未能考虑到数字媒体的独特性石榴 首先我的论文包含了一个思想 那就是将模拟方法和数字方法相结合 可以采用大脑结合这两种方法的方式 例如更先进的神经网络 已经可以使用人类神经元非常详细的模型 包括详细的非线性的模拟的激活功能 模仿大脑的模拟方法有着显著的进步 模拟方法也并非生物系统的专有领域 我们使用数字计算机来区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广泛使用的模拟计算机 它显示了硅电路的能力 通过数字控制实现模拟电路 它完全类似于哺乳动物的神经元环路 因为晶体管本来就是模拟设备 模拟方法很容易被常规晶体管重新创建 而这仅仅是增加了一个机制 就是将晶体管的输出和做成数字设备的临界值相比较 更重要的是 没有一件事是模拟方法可以完成 而数字方法不能完成的 数字方法可以模仿模拟方法通过使用浮点表示 反过来却不一定 来自神经处理的复杂性的批评 另一种常见的评论是 大脑的生物设计细节实在是太复杂了 使用非生物技术模拟难以建模和仿真 例如托马斯雷写道 大脑的结构和功能或其组成部分不能分割 循环系统为大脑提供基本生活支持 但它也提供了荷尔蒙 这是大脑化学信息处理必不可少的元素 神经元的模是一个结构性特点 它确定了神经元的范围和完整性 同时也是沿着这层模的表面向两极传播信号 这个功能是结构性的 也是生命之本 不能和信息处理分开 17 雷接着描述了几个大脑的化学交流机制的广阔频谱 事实上 所有这些特点可以很容易地进行建模 并且在这方面已经取得很大进展 数学是中间语言 将数学模型转化为等价的非生物机制 比如计算机模拟和使用晶体管的电路 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过程 比如说 循环系统释放激素 这是一个带宽非常低的现象 它的建模和复制都不难 某些激素的血液水平 以及其他化学影响参数水平 可以同时影响许多突出 托马斯 雷得到一个结论 一个金属计算系统工作在完全不同的动态属性上 而且永远无法精准的复制大脑功能 随着神经生物学 脑扫描 神经元相关领域 神经区域建模 神经元电子通信 神经植入物及相关事业的发展 我们发现 我们有能力在任何想要的精确度上 复制生物信息处理的突出功能 换言之 复制功能可以满足任何想得到的目的或目标 包括图灵测试 另外 有效实现数学模型 所需的计算能力远远低于对生物神经元粗建模的理论值 在第四章中 我回顾的一些大脑区域模型 瓦特的听觉区域 小脑等 并证明了这一点 大脑复杂度 托马斯 雷指出 我们可能很难建立一个相当于数十亿行代码的系统 他认为 人类大脑大概就在这个复杂度 然而 这个数字是被夸大了的 我们已经知道 创造大脑的基因组 仅仅包含大约三千万至一亿字节的独特信息 八亿没有经过压缩的字节 这显然存在大量的冗余 其中大概三分之二的内容用于描述大脑的运作 正是因为包含大量随机因素的自组织过程 就像现实世界表现的那样 使得相对少的设计信息扩大到数千万亿字节信息 就像一个成熟的人脑所表现的那样 类似的 在一个非生物实体中创造人类级别智能的任务 不仅是创建一个由无数规则和代码组成的庞大的专家系统 而是一个能学习的 无序的 自组织的系统 一个有生物创造力的系统 雷继续写道 有些工程师可能会提出带有球翘状碳分子开关的纳米分子器件 甚至是类DNV的计算机 但我相信他们绝不会想到神经元 与我们开始说的分子相比 神经元的结构大得多得多 这仅仅是我自己的观点 人类大脑逆向工程的目的不是要复制消化或其他笨拙的生物神经元过程 而是要了解他们处理信息的关键方式 现在有许多项目都证明了这个观点的可行性 随着其他技术能力的提高 模拟的神经醋的复杂度增加了好几个数量级 计算机固有的二元论 红木神经科学研究所的神经专家安东尼 贝尔阐明了在我们用计算来建模和模拟大脑上有两个挑战 第一个是 计算机本身就是一种二元实体 它的物理结构被设计成 不会影响到用来执行计算的逻辑结构 根据以往的调查 我们发现大脑并不是一个二元实体 计算机和程序能分开 但思维和大脑是一个整体 因此大脑不是一个机器 这意味着它不是一个实体化的确定模型或计算机 因为在模型中 物理实力不影响该模型或程序的执行 18 很容易看出这个论点的破绽 计算机能将程序和执行计算的物理实体分离的能力 是一种优势 而不是一种限制 首先 我们有专用电路的电子设备 其中计算机和程序不再是两个东西 而是一个整体 这种设备不是用编程驱动 而是为特定算法设计的硬件 请注意我不仅仅 只在计算机只读存储器中的软件 称为固件 这种设备在手机或袖真型计算机中也能找到 在这样的一个系统中 电子器件和软件仍可被视为二元 即使程序不能轻易地进行修改 我提到用根本不能进行编程的专有逻辑代替系统 例如用于某些应用程序的特定的集成电路 例如用于图像和信号处理的 用这种方法执行算法能节约成本 而且许多电子消费产品使用这样的电路 不过虽然可编程计算机需要的成本更高 但是提供了灵活的软件改变和升级 可编程计算机可以模仿任何专用系统的功能 包括我们发现的关于神经元件 神经元 大脑区域的算法通过大脑逆向工程的努力而实现 有人认为逻辑算法和物理设计 存在固有联系的系统不是机器 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如果人们可以理解该系统的工作原理 用数学术语对其建模 然后在另一个系统中创建实例 无论其他系统是不可改变的专用逻辑机器 还是可编程计算机软件 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台机器 当然也是一个实体 其功能可以在机器中重新创建 正如在第四章广泛讨论的 我们完全能从分子间的相互作用 开始来发现大脑的运作原理 并对其成功的建模和模拟 贝尔指出计算机的物理结构 被设计成不干扰它的逻辑结构 这暗示了大脑并没有这种限制 它是正确的 我们的思想确实协助建立大脑 正如我刚才所说 我们可以在大脑动态扫描中观察到这一现象 但我们可以用软件轻易建模和模拟大脑的可塑性 无论是物理方面还是逻辑方面 事实上 电脑软件能和物理实体分开 这是一个架构优势 因为这允许相同的软件应用于不断改善的硬件上 计算机软件就像大脑中的改变电路 也能自我修改 还能升级 同样的 在软件没有变化时 计算机硬件也可以升级 大脑相对固定的架构 才是严重的限制 虽然大脑能够创建新的连接 以及神经地质模式 但是其化学信号低于电子100多万倍 适应我们头骨的神经元间连接的数量也有限 也不能升级 除非通过我前面提到的和非生物智能的合并 层次和循环 贝尔还评论了大脑的复杂性 分子和生物物理过程控制神经元 对传入尖峰的敏感性包括突出的效率和后突出响应 神经元产生尖峰的兴奋性 产生的尖峰模式 以及新的突出形成的可能 动态不现 这里仅仅列举了四个子神经元层最明显的参考值 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 一些跨神经元的作用 比如局部电场 氧化氮的跨模扩散 分别影响着连贯的神经激励 Cofferent Neurofaring 和传递给细胞的能源 血流量 后者直接影响着神经元活动 还可以继续列举很多例子 我相信 任何人只要认真研究神经调节 离子通道 或突出机制 肯定就不会认为 神经元层面是一个单独的计算层面 甚至会发现 它是一个有用的描述层面 19 虽然贝尔在这里指出 神经元并不是模拟大脑的适当层次 但是它主要想说的 和托马斯 雷的论点很相似 大脑比简单的逻辑们复杂 对此 它做了详细阐述 有人认为 为了描述大脑的功能 一个结构性的水 或一个量子一致性 是必须的细节 这种观点 显然很荒谬 但是 如果在每一个细胞中 分子来源于 子分子过程的系统功能 如果一直使用 这些过程来便利大脑 来反应 记录和传播的 时空相关性分子的波动 来增强或减弱反应的 可能性和特异性 那么 这种情况 就与逻辑们有着质的不同 它在某个层面 反驳了神经元和神经元间 连接的简单模型 这些模型应用于 许多神经元项目 大脑区域模拟 没有使用这些简单模型 而是使用基于 逆向工程结果的 逼真数学模型 贝尔真正的观点是 大脑是非常复杂的 还有很多后继反应 因此 大脑是难以理解的 也很难对其建模 和模拟其功能 在贝尔看来 主要问题是 它不能解释 大脑设计的自组织 无秩序 不规则特性 可以肯定的是 大脑非常复杂 但是很多情况下 只是看起来复杂而已 换言之 对大脑的设计原则 比表面看起来的 要简单些 为了理解这一点 我们首先考虑 大脑组织的不规则性质 这在第二章讨论过 在创建一个模式或设计时 分形是一个迭代使用的规则 该规则通常很简单 但由于迭代 使得设计显得很复杂 一个著名的例子 是由数学家伯诺伊特 万德尔布罗设计的 Mando Broad Set 二十Mando Broad Set的 可视化图片非常复杂 在复杂的设计中 嵌套复杂的设计 当我们看 Mando Broad Set的一个图像时 随着看的细节越来越细 但复杂度却永远不会消失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同样的复杂度 然而 关于所有复杂度的公式 却是惊人的简单 Mando Broad Set 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描述 这个公式是 Z等于Z2加C Z是复数 C是长量 公式是迭代使用的 图9-1所示的曲线图 描述了结果的二维点 图9-1 关键点在于 一个简单的设计规则 就可以创建巨大的复杂度 史蒂芬 沃尔夫勒姆 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见第二章 它在细胞机器人上使用的规则 也很简单 这种见解 抓住了大脑设计的真谛 我曾经说过 经过压缩的基因组 只是一种相对紧凑的设计 甚至比当代的 一些软件程序还小 但是正如贝尔所指出的 大脑的实际实现 却要复杂得多 就像Mando Brothset一样 当越来越精细地观察大脑的特征时 我们仍然能够很清晰地看到 每个层次的复杂度 从宏观的层面来看 连接的模式 看起来很复杂 从微观的层面看 一个神经元 单个部分的设计 比如树状突 也同样复杂 我提到过 如果想描述一个人大脑的状态 我们至少需要万一字节的信息 但是 如果只是设计大脑 那么只需要千万字节的信息 因此 大脑所表现出来的复杂度 与设计它所需的信息的比率 至少是108比1 虽然大脑信息的开始阶段 充满大量的随机信息 但随着大脑与环境 发生复杂的相互作用 人的学习和成熟 这些信息 才变得有意义 实际设计中的复杂度 是由设计阶段的压缩信息 基因组和支持分子 所决定的 而不是由迭代使用 设计规则所创建的模式 来决定的 我认为 虽然基因组中 约有3000万至1亿字节 当然比Mando Broad Set中 定义的六个字符 复杂得多 但这并不代表 它是一个简单的设计 不过这个复杂度 我们能够通过技术来管理 很多观察家 被大脑物理实体 表现出来的复杂度所迷惑 他们没有认识到 设计的不规则特性 意味着实际的设计信息 远比我们从大脑中 看到的信息简单 我在第二章中也提到 基因组的设计信息 有一种随机的不规则性 这意味着 当每一次迭代规则时 都存在着一定的随机性 也就是说 例如 只有很少的基因组信息 用于描述小脑 Cerebellum的不线图 而小脑包含了大脑中 半数以上的神经元 很小一部分基因 用于描述小脑中 四核细胞的基本模式 而且从本质上说 重复这种模式几十亿次 在每个重复过程中 都存在一些随机的变化 结果看起来非常复杂 但所需的设计信息 其实相对较少 试图将大脑设计与传统的计算机 相比较 将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行为 在这点上 贝尔的判断是正确的 大脑并不是那种典型的 自上而下 模块的设计模式 它利用随机的 不规则的组织结构 创建一个无序的进程 这是一个没有可预见性的进程 若一个成功的数学模型 用于模拟与仿真无序系统 用于了解诸如天气和金融市场等现象 这个模型同样也适用于大脑 贝尔没有提到这种方法 他认为 大脑与传统的逻辑门和传统的软件设计相比 有着巨大的差异 因此他得到了一个没有经过充分论证的结论 即大脑不是机器 也就不能用机器去模拟它 尽管他说得很对 标准逻辑门和传统模块化软件的组织 并不是分析大脑的恰当方法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在计算机上模拟大脑 因为我们可以用数学术语来描述大脑的运行原则 而我们又可以在计算机上对任何一个数学过程建模 包括无序过程 所以我们能够实现这种模拟 而且事实上 这些工作一直在做 并且一直在进步中 尽管贝尔持有怀疑态度 但是他对于我们将更好地理解我们的生理和大脑 并对他们加以改进的观点 表达了一种谨慎的信心 他写道 会不会出现一个超人类的年龄 为了这个目标 要有一个强大的生物先例 出现在生物进化主要的两步中 第一 真核与原核细菌的共生 第二 在真核生物中出现多细胞生命形式 我相信 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像超人类的寿命也许会发生 来自微管和量子计算的批评 样子力学是神秘的 意识也是神秘的 PuED 量子电动力学 一褶住 量子力学肯定和意识有关系 克里斯托弗·科赫 嘲讽罗杰 帕罗斯的量子计算理论 关于把神经微管 作为人类意识之源21 在过去十年中 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 罗杰·帕罗斯 连同麻醉师斯图亚特 哈莫洛夫 都认为 神经元中的精细结构微管 可以执行一个奇异的计算方式 即所谓的量子计算 正如我讨论过的那样 量子计算使用所谓的量子比特来计算 它能同时采取所有可能的组合方案 该方法可以被认为是并行处理的一种极端形式 因为每组量子比特值的组合都是同时测试 帕罗斯表示 微管及其量子运算的能力使重建神经元和重新构建精神区域的概念变得复杂22 他还推测说 大脑的量子计算是意识的原因 没有量子计算的生物系统或其他系统没有意识 虽然有些科学家声称发现大脑中的量子波衰变 模糊的量子属性的分辨率 比如位置 旋转和速度 但是没有人提出 人类的能力需要量子计算的能力 物理学家赛斯·劳埃德说道 我认为 微管在大脑中用帕罗斯和哈莫洛夫提到的方式执行计算任务是不正确的 大脑是一个炎热潮湿的地方 它不是一个开发量子相干性的有力环境 他们寻找微管叠加和装配拆卸的种类 但这些种类似乎并没有表现出量子纠缠 无论如何大脑显然不是一个经典的数字计算机 但我猜测它采用古典的方式完成大部分任务 如果你拿一个足够强大的计算机对所有的神经元 数突突出等建模 那么你就可能得到大脑执行大部分任务的想法 我认为大脑没有利用任何量子动力学执行任务 23 安东尼 贝尔也表示 没有证据表明 在大脑里面发生了大规模的宏观量子相干性 比如超流体和超导体 24 然而 即使大脑做量子计算 这也并不显著改变人类级计算 及超人类的前景 也不表示大脑上传是不可行的 首先 如果大脑确实做了量子计算 这仅仅证实了量子计算是可行的 没有什么发现表明量子计算局限于生物机制 如果存在生物量子计算机制 那么它应该是可以被复制的 事实上 最近用小规模的量子计算机做的试验看起来很成功 即使是常见的晶体管也依赖于电子隧道效应的量子作用 有人认为 帕罗斯的立场意味着不可能完全复制一组量子态 因此 也不可能完全下载 那么 下载必须完整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我们的下载技术发展到这样一个水平 副本极为接近原本 就像人和一分钟前的自己那么相像 那么对于任何目的来说 这种技术都足够好了 哪怕是不需要复制量子态的目的 随着技术的进步 副本会越来越接近原本 两者间的时间间隔会越来越短一秒 一毫秒 一微秒 当有人向帕罗斯指出神经元甚至神经连接太大 以致不能进行量子计算 他想出了小管理论 一个使神经元量子计算成为可能的理论 如果一个理论要寻找复制大脑功能的障碍 那么 这是一个有独创性的理论 不过 他不会找到任何实际的障碍 然而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 为神经细胞提供结构完整性的微管能进行量子计算 以及这一能力有助于思维过程 即使人类知识和潜能的模型 比目前对大脑的估计尺寸大 但神经元的模型功能 还是不包括基于微管的量子计算 最近的实验表明 这种生物和非生物的混合网络的功能 类似于生物网络 即使不是很确定 至少也强烈暗示着 没有微管的神经元模型的功能 是足够的 劳埃德 瓦特对人类听觉过程的复杂模型的软件 模拟使用的计算量 比他模拟的神经网络 少几个数量级 这再次无法说明量子计算是必要的 在第四章中 我回顾了对大脑区域建模和仿真方面不断的努力 在第三章中 我讨论了对模拟所有大脑区域必要的计算量的估计 这种模拟基于不同区域的等价功能模拟 没有一个分析表明了 为了实现人类及性能 样子计算是必要性 一些神经元的详细模型 尤其是那些由帕罗斯和哈莫洛夫给出的 确实让微管在竖突 和轴突的功能和增长中起了作用 然而 关于神经区域的成功神经形态模型 似乎并不需要微管组建 对于那些确实考虑了微管的神经元模型 通过对整个无序的行为建模 而不是对每一个微管斯分别建模 结果似乎是令人满意的 然而 即使帕罗斯和哈莫洛夫提出的微管 是个重要因素 但他们并没有显著改变我上面讨论过的预测 根据我的计算增长模式 如果小管乘以神经元复杂度 哪怕只是千分之一牢记 我们目前的无微管神经元模型 已经很复杂了 其中每个神经元一千种连接顺序 还包括多元非线性 以及其他细节 都会将大脑能力推迟九年 如果因子是一 106仍然有一个17年的延迟 如果因子是108 那么将延迟24年计算成双指数增长 25 来自图灵支持派理论的批评 早在20世纪数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德和波特兰、拉塞尔就发表了他们的开创性工作 Principia Mathematica 数学原理 这本书试图确定一些公理 让他们作为所有数学的基础 26 然而 他们最后没能证明可以生成自然数、正整数或自然数的公理系统不会引起矛盾 据推断 这种证明迟早会被找到 但在20世纪30年代 年轻的捷克数学家库尔特、哥德尔证明了 在这样的一个系统中必然存在一些命题 它们既不是真命题也不是假命题 他通过这个证明震惊了整个数学界 后来发现 这些不可证明的命题就像可被证明的命题一样常见 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从根本上表明逻辑、数学甚至计算的能力是有限的 这个定理被称为数学中最重要的定理 它的含义仍在争论中 27 艾伦、图灵在理解计算的性质时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1936年 图灵提出了图灵基详见第二章 并报告了一个意外的类似哥德尔的发现28 图灵基作为计算机的一个理论模型发展至今 并形成了现代计算理论的基础 图灵在当年的论文中描述了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概念 那就是存在这样的问题 它有明确的定义和唯一的答案 但我们不能通过图灵基计算 事实上 存在一些不能用这个特定理论机器来解决的问题可能不会特别令人吃惊 直到考虑图灵论文的其他结论 图灵基可以模拟任何计算过程 图灵表明 不能解决的问题和能解决的问题一样多 每种问题的数量是无穷的最低值 所谓的可数无穷大可以计算整数的数量 图灵还论证了 在任何一个系统判断任何逻辑命题的真伪都很困难 哪怕这个系统的逻辑强大到能描述自然数就是无解问题之一 这个结论类似哥德尔 换句话说 任何程序都无法保证回答所有命题的问题 大约在同一时间 美国数学家和哲学家阿龙佐 丘奇发表了一个定理 在算术方面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丘奇独立地得到了与图灵相同的结论29 综合来说 图灵、丘奇和哥德尔首次正式证明了逻辑 数学和计算机能做的事情有一定的限制 此外 图灵和丘奇还分别改进了一个称为 丘奇、图灵理论的声明 对于这一理论 既有狭隘的解释又有广义的解释 狭隘的解释是 如果一个问题能出现在图灵机中 但得不到解决 那么它不能被任何机器解决 这个结论来源于图灵的证明 它证明了图灵机能够模拟任何算法过程 要想描述遵循一种算法的机器行为 这仅仅是一小步 广义的解释是 图灵机无法解决的问题 人类思维也无法解决 这一论点的依据是 人的思维被人脑执行 身体也有一些影响 即人脑和身体包括物质和能量 这物质和能量遵循自然法则 这些法则能够用数学术语描述 而算法能够在任何精度上模拟数学 因此 存在着算法可以模拟人的思想 秋奇图灵理论的广义版本 假定人类能够想到的和知道的与可计算物质在本质上是等价的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图灵无解问题的存在是一种数学论断 但秋奇图灵理论根本不是一个数学命题 事实上 它只是一个在各种假设情况下的猜想 它处在我们关于精神哲学最深刻的辩论的核心三十 基于秋奇图灵理论的强大人工智能提出如下的批判意见 因为计算机能够解决的问题类型存在明确限制 但人类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 机器却永远不能完全赶上人类智能 然而 这一结论是经不起论证的 和机器相比 人类没有更多的能力处处解决这种无解的问题 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可以做些有根据的猜测 或采用启发式方法一种程序 试着去解决问题 但不保证有用 并偶尔成功 但这两种方法都是基于算法的处理 这意味着机器也能够做这些 实际上 和人类相比 机器通常可以找到更快的更彻底的解决方案 秋奇 图灵理论的广义阐述 暗示着生物大脑和机器一样 受制于物理学定律 因此 数学同样可以对它们建模和仿真 我们有能力对神经元的功能进行建模和仿真 这是已经论证了的 那么 为什么不见一个有千亿个神经元的系统 这样的系统 像人类智能一样 显示同样的复杂度 同样缺乏可预见性 事实上 我们已经有结果复杂和不可预测的计算机算法 例如遗传算法 这些算法能提供问题的智能解决方案 秋奇 图灵理论 暗示了大脑和机器实质上是等价的 为了查看机器使用启发式方法的能力 可以考虑一个最有趣的无解问题 忙碌的合理问题 它是蒂伯 雷德在1962年提出的31 每个图灵机器有一定量的状态 其内部程序可处于这些状态 每个状态对应其内部程序的步骤数量 有可能存在一些四个不同状态图灵机 五个状态图灵机等 在忙碌的合理问题中 给定一个正整数N 使所有的图灵机都具有N种状态 这种机器的数量总是有限的 接下来我们消除这些N种状态机器 它们进入一个无限循环 永不停止 最后我们选择一个机器 它已经停止下来 它在自己的磁带上写入最多个1 这种图灵机写入1的数目 就是所谓的N个忙碌的合理问题 雷德表示 任何算法 任何图灵机都不能为所有N种状态 计算这种功能 问题的癥结是清理这些陷入无限循环的N种状态机器 如果我们编写一个图灵机 能够生成和模拟所有可能的N种状态图灵机 当它试图去模拟进入了无限循环的N种状态机器其中一个时 这种模拟器本身就已进入了一个无限循环中 尽管它是一个无解问题最有名的一个 但是我们还是能够针对某些N确定忙碌的合理功能有趣的是 将我们能够确定其忙碌的合理的N和我们无法确定的N分开也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例如 很容易确定6的是35 对于7种状态 一个图灵机可以相成 所以7种状态的忙碌的合理是非常大的 22961 对于8种状态 一个图灵机可以计算出指数函数 所以8种状态的忙碌的合理更大 约1043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智能功能 因为它需要更高的智能来解决更大的N的忙碌的合理 当我们算到10的时候 图灵机可以计算很多类型 这些计算对于人类来说是不可能的 不从计算机得到帮助 因此 我们必须依靠计算机才能确定时的忙碌的合理 答案需要用一个奇异的标记写下来 在这个标记中有一个指数堆栈 这些指数的极数是由另一堆栈的指数确定 由于一台计算机能保持这种复杂数字的轨迹 而人脑却不能 这证明计算机比人类更有能力解决无解问题 来自故障率的批评 杰罗恩 拉尼尔 托马斯 雷和其他观察员都认为 技术的高故障率是它持续指数增长的障碍 例如 雷写道 我们最复杂的创造显示了惊人的故障率 轨道卫星 望远镜 航天飞机 星际探测器 奔腾芯片 计算机操作系统等似乎都超过了我们通过常规方法进行有效设计和制造的极限 我们最复杂的软件操作系统和电信控制系统已经包含了数千万行代码 目前看来我们不太可能生产和管理包含数亿或数千亿行代码的软件 32 首先我们可能会问雷指的惊人的故障率是什么 如前所述 很多重要的电脑复杂系统 如控制飞机日常自动飞行 着陆的系统 在医院监视重症监护室的系统 几乎从未发生故障 如果有人关心到惊人的故障率 就会发现那往往是人为的错误 雷提到英特尔微处理器芯片的问题 但由于这些问题非常微妙 几乎没有引起反响 而且很快被纠正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电脑系统的复杂度在不断扩大 此外 我们最前沿的努力 是利用我们在人脑中发现的自组织模式 来模仿人类智慧 在我们继续逆向设计人类大脑的过程中 我们会在模式识别 与人工智能工具中添加新的自组织方法 正如我讨论过的 自组织方法有助于缓解 对大到难以管理的复杂度的需要 我以前指出过 我们并不需要包含数十一行代码的系统来模拟人类智能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缺陷是任何复杂过程的固有特征 当然也包括人类智能 来自锁定效应的批评 杰罗恩、拉尼尔和其他评论家 引证了锁定的前景 由于花费大量资金的基础设施 使用了许多旧技术 因此这些旧技术被抵制和替换 这些人认为 在某些领域 比如交通领域 普遍和复杂的支持系统阻碍了创新 在这些领域 我们没有看到和计算方面一样的快速发展 33 锁定的概念不是发展交通运输的主要障碍 如果一个复杂的支持系统的存在 必然导致锁定 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发现 互联网所有方面的发展 都受到这种影响 毕竟 互联网肯定需要巨大和复杂的基础设施 因为信息的处理和流动 呈指数增长 但是 例如交通之类的领域 已经达到了稳定水平 停留在一个S型曲线的顶部的原因 指数增长的通信技术满足了交通领域的很多用途 例如 在我自己的组织中 同事们来自美国的不同地区 过去我们需要通过一个人或运输一个包裹来实现的及时需求 现在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 可以通过日益可行的虚拟会议和文件的电子分布或其他智力创造实现 其中一些工作拉尼尔自己正在推进 更重要的是 我们将会看到 基于纳米技术的能量技术会促进交通领域的进步 这个已在第五章讨论过 无论如何 随着虚拟现实不断在真实性 高分辨率和全沉浸上的进步 我们聚在一起的需求将越来越多地通过计算和通信来满足 正如在第五章讨论的 以MNT为基础的制造业的到来 将给能源 交通等领域带来加速回归定律 一旦我们可以从信息和非常便宜的原材料中 创建几乎所有的物理产品 那么 在这些传统的缓慢移动的产业中 将看到每年增加一倍的性价比和容量 如同我们在信息技术领域看到的那样 能源和运输也将成为信息技术 我们将看到 基于纳米技术的高效 轻便 便宜的太阳能电池板 和还有同样强大的燃料电池 以及其他存储和分发能源的技术 廉价的能源将改变运输 纳米太阳能电池 和其他可再生技术获取能源 并将其存储在纳米燃料电池中 然后为各种运输提供清洁廉价的能源 此外 我们将能够生产设备 包括不同大小的飞行器 除了设计成本 只需要偿还一次外 几乎没有别的成本 因此 建立廉价的小型飞行装置将是可行的 这种装置 可在几小时内将包裹直接送到你的目的地 而不用通过任何诸如运输公司这样的中介 通过纳米工程制造的微型翅膀 人们可以搭乘更大更廉价的交通工具 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 信息技术已经深入每个行业 在未来几十年 随着GNR革命的全面实现 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都会包括信息技术 从而将直接受益于加速回归定律 来自本体论的批评 一个计算机可以有意识吗 因为我们不是很了解大脑 所以总是想用最新的技术 作为一个模式去试图了解它 在我的童年里 我们总是确信大脑是一个电话交换机 还能是什么呢 我很开心地看到 伟大的英国神经学家谢林顿认为 大脑就像一个电报系统一样工作 弗洛伊德经常将大脑比作电磁液压系统 莱布尼兹把它比作一个工厂 据我所知 古希腊人有些人认为大脑功能像一个弹射器 很明显 目前大家认为它像数字计算机 约翰、阿尔塞尔、Minds、Brains and Science 计算机非生物智能可以有意识吗 当然 首先我们必须弄懂这个问题的含义是什么 正如我前面所讨论的 关于简明的问题是什么这一点 大家普遍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不管我们想如何定义这个概念 我们都必须承认 人们广泛地认为 意识是人类至关重要 如果不是必须的的属性 34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杰出的哲学家 约翰、塞尔 深受他的追随者喜爱 他们坚信 人类意识十分神秘 并且坚定抵制像我这样的 强大人工智能还原论者 将人类意识平凡化 尽管我一直觉得 塞尔在其著名的中文房间论点中的逻辑 是同意反复的 但是我盼望有一篇关于意识悖论的高深论文 因此 当我发现塞尔写的以下句子时 我有点意外 人通过大脑中一系列特定的神经生物过程产生意识 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认识到意识是一个生物过程 就像消化、哺乳、光合作用、有丝分裂 大脑是一台机器 确切说是一个生物机器 因此 第一不是弄清楚大脑如何运作 然后制造一个人造机器 也可以用同样有效的机制产生意识 我们知道大脑通过特定的生物机制产生意识 35 那么究竟谁是还原论者 塞尔显然希望我们能够衡量另一实体的主观性 就像我们测量光合作用的氧气输出一样容易 塞尔说我经常引用IBM的深蓝电脑作为高级智能的例子 当然情况是相反的 我引用深蓝不是为了抨击象棋问题 而是检验它阐明的人和机器 解决游戏问题的对比 正如我之前指出的 因为国际象棋程序的模式识别能力正不断增长 所以 国际象棋机器开始将传统机器的分析能力 和更加类似人类的模式识别能力结合起来 人类范式 自我组织的无序过程提供了深厚的优势 我们可以识别和应对非常微妙的模式 而且 我们可以制造出具有相同能力的机器 这确实也是我自己感兴趣的技术领域 塞尔最著名的理论就是中文房间模拟 在过去的20年间 塞尔对这个模拟发表了各种阐释 在他1992年的著作《The Rediscovery of the Mind》中 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描述 我相信 最有名的反对强人工智能的观点 就是我的中文房间论点了 他表明 系统可以实力化一个程序 以便让系统完美地模拟人的一些认知能力 如理解中文的能力 哪怕该系统完全不了解中文 设想一下 将一个完全不懂中文的人锁在一个房间里 这个房间有很多中文符号 以及一个用中文回答问题的计算机程序 这个系统的输入是用中文问一些问题 系统的输出是用中文来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假设该程序非常好 好到难以区分答案是由系统回答的 还是由普通的中国人回答的 但是 无论是屋内的人 还是这个系统的任何其他部分 都不能从字面上理解中文 由于编程计算机有的东西系统都有 因此这个编程的计算机也并不懂中文 因为程序是完全正规的语法 而思想有精神内容和语义内容 所以任何试图用计算机程序产生思想的行为 都偏离了思维的本质36 塞尔的描述 阐述了不能评价大脑处理和能够复制本身的非生物过程的本质 他从开始就假设在房间里的人不懂得任何事情 因为毕竟他只是一个计算机 从而阐释自己的偏见 塞尔得出了计算机由人执行不理解的结论毫不奇怪 塞尔把这种同意重复和基本的矛盾结合在一起 电脑并不懂中文 但根据塞尔能用中文令人信服的回答问题 但是如果一个实体生物或非生物的真不明白人类的语言 他很快就会被聪明的对话者揭露 此外该程序能令人信服的响应 那么他必须和人脑一样复杂 房间里的人若按照几百万页的程序执行 这要花费了数百万年时间 到那时这些观察员已经死了 最重要的是 这个人的地位就像CPU 只是一个系统的一小部分 虽然这个人可能看不见理解能力 但是理解能力将会分散到程序本身的整个模式 而这个人必须做很多笔记来跟进程序 我理解英语 但我的神经元不理解 我的理解能力表现在神经地质 突出列系和神经元之间连接的巨大模式中 塞尔没能对信息的分布模式和他们表现出的性质的意义 做出解释 从塞尔和其他唯物主义哲学家对人工智能前景的批判中 我们看不到计算过程可以是无序 不可预测 杂乱 短暂 自然发生的 就像人脑一样 塞尔不可避免地回到了对符号计算 symbolic的批判 对有序连续的符号处理 无法重新创建真实想法 我认为这是正确的 当然这取决于我们对智能过程建模的水平 但符号的处理 塞尔暗示的意义并不是建立机器或电脑的唯一方法 所谓的计算机 问题的一部分是计算机这个单词 因为机器能做的不止计算 并不局限于符号处理 非生物实体也可以使用出现的自组织范式 这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趋势 而且在未来几十年将会变得更加重要 计算机将不必只使用零和一 也不必全是数字的 即使电脑是全数字式的 数字算法可以在任何精度上 或无精度对模拟过程进行模拟 机器可以大规模并行 机器可以使用无序的应急技术 就像大脑一样 我们用于模式识别系统的主要计算技术 并没有使用符号处理 而是用了自组织方法 就像在第五章描述的神经网络 马尔可夫模型 遗传算法 基于大脑逆向工程的更复杂的范式 一个机器如果能真正做到 赛尔在中文房间论点中描述的那样 那么它不会是仅仅处理语言符号的 因为这种做法行不通 这是中文房间背后的哲学花招 计算的性质不仅局限于处理逻辑符号 人类大脑正在进行一些事情 而且没有什么能防止这些生物过程 被逆向设计 以及在非生物实体中复制 看起来 赛尔的追随者 相信赛尔的中文房间 论证证明了机器 非生物实体 不可能真正理解事物的意义 比如说中文 首先 很重要的一点是 确认系统中的人与电脑 就像赛尔所说那样 能完美地模拟人的认知能力 譬如理解中文的能力 而且能用中文令人幸福的回答问题 还必须通过中文的图灵测试 请注意 我们所说的回答问题 不是回答一个固定问题列表中的问题 因为这是一个不重要的任务 而是回答任何意料之外的问题 或者是来自一个知识渊博的 审判官的一系列问题 现在 在中文房间的人 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他只是把东西放到电脑中 然后机械地传递电脑的输出 或者是执行程序的规则 房间里既不需要计算机 也不需要人 对赛尔描述的解释 暗含了执行程序的人 并没有改变任何事 除了让系统时间变慢很多 和让系统非常容易出错外 人和房子都不重要 唯一重要的是计算机 电子计算机 或由执行程序的人组成的计算机 计算机要想真正实现完美的模拟 他就必须理解中文 由于前提是 该计算机必须具有理解中文的能力 所以编程的计算机 并不懂中文的说法 是完全与之矛盾的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计算机和计算机程序 并不能成功地执行上面描述的任务 因此 如果我们把上面提到的计算机 理解成现在普通的电脑 那就不能满足上述的前提 计算机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唯一办法就是它具有和人一样的复杂度和深度 图灵认为 图灵测试敏锐的洞察力在于能否令人信服的回答来自一个聪明的人类提问者的 所有可能问题 并且是用人类的语言回答 而且 考察点要涉及人类智能的方方面面 能够实现这个任务的计算机 未来几十年将出现 它需要具有像人类一样的复杂性 甚至更复杂 还要深刻理解中文 否则 就算它宣称能完成这样的任务 也没人信服 那么 仅仅声称计算机不能从字面上理解中文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它和这个论证的大前提相对 声称计算机没有意识也不是一个引人关注的论点 为了和塞尔的其他陈述保持一致 我们必须断定我们真的不知道计算机是否有意识 对于相对简单的机器 包括普通的计算机 即使我们不能肯定地说这些实体没有意识 但是起码它们的行为 包括其内部运作 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它们有意识的印象 这样的计算机能够真正在中文房间里 做需要的事情 肯定是假的 能做到这种任务的机器 至少应该看起来有意识 哪怕我们不能绝对地说它有意识 所以 计算机 计算机 人 房间的整个系统 显然没有意识远非一个引人关注的论点 在上述的引述中 塞尔说程序是完全正规的 或符合语法的 但是正如我之前指出的 这是一个不成立的假设 因为塞尔并没有对这样一种技术的要求做出解释 这个假设隐藏在很多塞尔对人工智能的批评中 一个正规的或符合语法的程序 无法理解中文 也不会完美的模拟人的认知能力 不过 我们并不一定要使用那种方式来制造机器 我们可以采用与人脑性质相同的形式来制造它们 使用大规模并行的无序应急方法 此外机器的概念并不一定将其专长限制在 只能理解语法层次的东西 而不能掌握语义层次的东西 事实上 如果塞尔中文房间概念中的机器没有掌握语义 就不能令人信服地用中文回答问题 这与塞尔自己的前提相矛盾 在第四章中曾讨论过 人们一直在努力逆向设计人脑 并将这些方法应用于有充足动力的计算平台 所以 像人脑一样 如果我们教计算机中文 他就会理解中文 这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但这也是塞尔提出的问题之一 用他的话说 我谈论的不是模拟本身 而是组成大脑的大量神经元素的因果动力的副本 至少这种因果动力与思想显著相关 这样的副本有意识吗 我认为 关于这个问题 中文房间没有给我们任何答案 同样重要的是 塞尔的中文房间论证 也可以应用于人类大脑本身 虽然这不是他所希望的 但是他的推理 却暗含了人脑没有理解力 他写道 计算机成功地处理正规符号 符号本身是毫无意义的 只有和我们发生联系时 它们才有意义 计算机对此一无所知 他只是随机地给出符号 塞尔承认生物神经元是机器 那么如果我们只是将计算机替换为人类大脑 正是符号替换为神经地质含量和相关机制 就会得到下列信息 人脑成功处理神经地质含量和有关机制 神经地质含量即有关机制 本身毫无意义 只有和我们发生联系时 它们才有意义 人脑 对此一无所知 它只是随机给出神经地质含量即有关机制 当然 神经地质浓度和其他神经细节 例如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和神经地质模式 本身没有意义 实际出现在人脑的意义和理解力是这样的 一个活动的复杂模式的性质 机器也是同样的道理 虽然随机符号本身没有意义 但是紧急模式Emergent Pattern 在非生物系统中可能有同样的作用 就像它们在生物系统如大脑中一样 汉斯·莫拉维茨曾写道 塞尔在错误的地方寻找理解力 它似乎不能接受真正的意义 可能存在于模式中的事实 37 让我们来看看中文房间的第二个版本 在这一概念中 房间里没有计算机模拟人的计算机 但是房间里有很多人 这些人都在处理写着中文符号的纸 本质上就像很多人在模拟计算机 这个系统将用中文令人信服地回答问题 但所有的参与者都不懂中文 我们也不能说整个系统真正理解中文 至少不是有意识的 所以塞尔嘲笑认为这个系统有意识的想法 他问道 我们所说的意识是什么呢 是纸条还是房间 这个版本的一个问题是 他远远没有解决用中文回答问题 这一具体难题 实际上 它更像是一个对机器式过程的描述 这个过程使用了类似表查询的算法 用一些可能比较简单的逻辑处理来回答问题 他也许能回答一些录音问题 不过数量有限 而且如果他能回答任何可能被问到的问题 那么他必须要能理解中文 用中国人说话的方式 另外 如果他想通过中文图灵测试 那么他一定要像人脑一样 聪明和复杂 简单的表查询算法太过简单 不足以完成这种任务 如果我们要重建一个理解中文的大脑 在这个过程中 使用功能跟齿轮一样少的人 我们还确实需要几亿人才能模拟人脑中的过程 本质上是人们将模拟一台计算机 这个计算机能模拟人类大脑的方法 这将需要相当大的空间 即使组织效率非常高 这个系统的运行也会比他试图重建的说 中文的大脑慢几千倍 事实是 现在这几十亿人不需要知道中文 也不需要知道在这个精心设计的系统中 正在进行什么 对于人脑的神经元连接来说 也是这样的 这百万个神经元连接 对我现在写的这本书一无所知 他们也不懂英语 也不理解我知道的其他事情 他们不关心本章的内容 也不关心我所关心的事情 也许他们完全没有意识 但是他们的整体系统 也就是我本人 是有意识的 至少我能说我是有意识的 到目前为止 这个说法没有遇到挑战 因此 如果我们将塞尔的中文房间 扩大成一个 它需要成为的相当大的空间 那么谁能说整个系统没有意识 这个系统包含了几十亿模拟 懂中文的大脑的人 这个系统懂中文的说法 当然是正确的 我们不能说 它比别的大脑过程的意识少 我们不知道别的实体的主观感受 至少在塞尔的一些其他著作里 他看起来承认这个限制 而这个庞大的 具有数十亿人的房间 就是这样一个实体 也许它是有意识的 塞尔只是宣称和鼓吹它没有意识 还说这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你认为 它只是一个房间 只能和处理少数符号的少数人谈论 那也许是这样的 但是 我会说 这种系统远远不能工作 另一个隐藏在中文房间论证中的 哲学疑惑 与系统的复杂度和规模有关 塞尔说 虽然他无法证明 他的打字机或录音机没有意识 但是他认为 他们没有意识是显而易见的 为什么显而易见 至少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打字机或录音机是相对简单的实体 但是 一个像人脑一样复杂的系统 是否存在意识 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上 这个系统可能是对真正人脑的组织 和因果动力的直接复制 如果这样的一个系统 表现得像人一样 并且能用人类的方式来理解中文 那么它是否有意识 答案已经不再那么显而易见 塞尔在中文房间论证中说道 我们讨论的是一个简单机器 然后认为这样一个简单的机器有意识 他觉得我们非常荒唐 这个谬论和系统的规模 还有复杂度非常相关 仅仅只有复杂度 并一定赋予我们意识 但是中文房间完全没有告诉我们系统是否有意识 库兹维尔的中文房间 我将自己对中文房间的概念 称为库兹维尔的中文房间 在我想象的实验里 房间里有一个人 房间被装饰成明朝风格 在一个基座上面放了一台机械打字机 打字机被改造过 因此它的键盘是中文符号 而不是英文字母 并且这个机械联动装置也被巧妙地修改了 当一个人用中文输入一个问题时 打字机打出的不是该问题 而是该问题的答案 现在房间里的人收到中文字符的问题 然后如实在打印机上按下适当的键 打字机打出的不是问题 而是合适的答案 然后人将答案传到房间外面 这里我们描述的情景是 有一个房间 房间里有个人 在外界看来 这个人看起来懂中文 其实显然不是 很显然 打字机也不懂中文 因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字机 仅仅是他的机械联动装置被修改过 那么 毕竟事实是 房间里的人能用中文回答问题 那么我们能说 谁或什么东西懂中文 难道是装饰品吗 现在 你可能对于我的中文房间 有一些反对意见 你可能会指出 装饰品似乎没有任何意义 是的 这是事实 底座也没有意义 人和房间也可以被认为 同样没有意义 您可能还会指出 这个前提是荒谬的 仅仅改变打字机的机械联动装置 不可能使它能够用中文 令人信服的回答问题 更别提 我们不能把数千个汉字符号放在一台打字机的键盘上 是的 这也是一个有根据的反对 关于中文房间的概念 我和塞尔唯一的不同是 在我的概念中 他显然不会工作 而且性质是非常荒谬的 可能对许多读者来说 塞尔的中文房间理论不那么明显 不过 事实上都是一样的 然而 我们可以按照我的观念展开工作 正如我们 可以按照塞尔的概念工作一样 你所必须做的是 让打字机的连接 如同人的大脑一样复杂 这就是理论上 不是实际上的可能 但是打字机的联动装置 并不用有如此巨大的复杂性 同样是塞尔的一个操纵人的描述纸条 或以下的规则 或预定计算机程序 这些都是同样可能会引起误导的观点 塞尔写道 人类大脑造成的实际作用 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神经生物学的意识 在大脑的进程中运行 但他尚未提供任何这样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作为基础 为了说明塞尔的观点 我引述了他给我的信件 结果可能会像白蚁或蜗牛 而不是简单的生物体的基本意识 事情的本质是认识到 一个意识是一个生物过程 如消化 哺乳 光合作用 还有有私分裂 你应该寻找特定的生物 就像你寻找其他生物过程的特定生物 38 我回答说 是的 意识从大脑和身体的生物过程中产生 这是个事实 但至少有一个区别 如果我提出这个问题 特定实体排放二氧化碳吗 通过客观的测量 我可以明确地回答 如果我提出这个问题 这是实体意识吗 我可能能够提供推理论据 并且可能是强有说服力的 但是不清楚客观的测量会是什么结果 关于蜗牛 我说 现在 当你说一个蜗牛可能有意识的时候 我想你所说的是以下几点 我们可能发现了 为人类的意识提供特定的神经生理依据 称为X 如果它不存在 人类就没有意识 因此 我们大概有一个为意识提供了客观衡量的意识 然后 如果我们发现 对于蜗牛来说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这是意识 但是这个推理的结论是 只有一个强大的建议 但不是主观的经验证明 蜗牛具有意识 它可能是人类意识的 因为它们有X以及其他一些物质 基本上所有的人分享 这种称为Y Y可能与人类的复杂程度相关 或跟我们室友组织存在某种相关性 或与量子方式有关 我们的微观的性能 虽然这可能是部分的X 或者完全是其他的什么东西 那个蜗牛有X 但并没有Y形 所以可能没有意识 将如何解决这样的说法 你显然不能问蜗牛 即使我们可以想出办法提出了这个问题 它的回答是 这仍然不能证明它具有意识 你情不自禁地说其相当简单的或多或少的预测行为 指出它有X可能是个好论据 很多人可能会被它说服 但是这只是一个争论 而不是直接测量蜗牛的主观经验 而且客观测量是不符合主观体验的概念 现在正在发生许多这样的争论 虽然没有这么多的蜗牛 以及更高级的动物 对于我来说 很显然狗和猫的意识是有意识的 而且塞尔曾经说过他也承认这点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接受这点 我可以猜想加强论据的科学方法 通过指出与这些动物和人类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同样这些只是争论 却没有科学证据 塞尔希望能够找到意识的一些清晰的生物上的原因 他自己似乎都无法承认这点 要么理解力 要么意识可能来自一个总体的活动模式 其他哲学家如丹尼尔 戴尼特已阐明了这样的模式出现的理论意识 但无论是引发的 通过一个特定的生物过程或一个活动模式 塞尔都没有为我们提供如何衡量或侦测意识的基础 在人类中寻找一个与神经相关的意识 并不证明意识在相同的关联的其他生物体也会 必然出现 也没有证明据表明在没有这种关联的情况下 表示就没有意识 这种推理的论点必然被中断 因为缺少直接的测量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 例如由哺乳和光合作用客观衡量的过程 所反映的意识就会不同 正如在第四章讨论的 对人类和其他一些灵长类动物来说 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个独特的生物学功能 缩形细胞 它们的细胞具有深厚的分支结构 这些细胞看起来大量参与意识反应 特别是情感的反应 难道缩形细胞结构 是为人类意识打下神经生理基础的X 什么类型的实验可以证明 猫与狗没有缩形细胞 这是否能够证明 它们没有意识的经验 塞尔曾写道 单纯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 是不可能推断出 椅子或计算机有意识 我同意 椅子看起来没有意识 但是对于计算机未来 可能会具有和人类相同的复杂性 深度和微妙的变化 并具备人类的能力 我不认为我们可以排除这一可能性 塞尔只是假定 它们没有意识 然而却是用一句不可能来支持这个论点 塞尔的论据与这种同意反复相比 实在是没有更多实质性的内容了 目前 塞尔反对计算机有意识的部分立场认为 现在的计算机只是看起来没有意识 它们的行为是靠不住的 公式化的 甚至它们有时还不可预测 但正如我前面指出的 今天在计算机上即使进步了一万倍 也远远比不上人类的大脑 至少有一个原因 它们不具备简单人类思维的品质 但差距正在迅速缩小 并最终在几十年后发生逆转 我在书中讨论到的 21世纪早期的计算机即将出现 这些计算机的运作与现在相对简单的计算机有很大不同 塞尔阐明自己的观点 非生物实体只能处理逻辑符号 但它似乎不知道其他的范例 处理符号尽管是法则式专家系统和人机博弈程序的主要工作方式 但目前的趋势是朝着其相反方向 自组织混沌系统发展 自组织混沌系统采用生物激励方法 其中包括来源于人脑的数千万神经元的反向工程的进程 塞尔认识到生物神经元就是一些机器 事实上 整个大脑就是一台机器 如第四章所说的 我们已经十分详细地创造了与实际神经元团促一样的因果动力个体神经元 将我们努力的结果扩大到全人类 理论上是没有障碍的 来自贫富差距的批评 杰罗恩、拉尼尔和其他人都表达了另一种观点 即存在这样一种巨大的可能性 通过这些技术 富人会获得其他人无法获得的某些有利条件和机会 39这样的不公平并不稀奇 由于这一问题的出现使得加速回报理论有了重要的和有益的影响 由于正在进行的价格效能指数的增长 这些技术很快就会变得不值钱甚至免费 网上免费的高质量信息是十分多的 而这些在几年前并不存在 如果有人指出目前只有世界的一小部分可以使用网络 我们要想到的是网络的激增还只在初始阶段 其实正在以指数方式增长 甚至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网络也在快速蔓延 每一种信息技术在开始时都有其早期采用的版本 而且不是很奏效 只为技术精英所掌握 后来技术越来越奏效 价格也只不过稍贵 接下来会越来越好 而且价格便宜 最后会十分好 而且免费 比如手机就处在后两的阶段之间 细想十年前 如果电影里有人取出一部可移动电话 那就说明这人非富即贵 二十年前 世界范围的好多国家的大多数人口 还在用双手务农 现在他们都拥有手机广泛应用的繁荣的 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 从早期使用起来很昂贵 到现在使用起来廉价且无处不在 大约花费了十年的时间 但是 若每十年都保持这种倍增范式迁移率 从现在起 这种差距会减少到五年 二十年后 差距将会只需二至三年 建第二章 贫富差距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每一个时间点 都有很多事能做和应该做 令人遗憾的是 发达国家在与非洲或者其他地方的贫穷国家 分享抗艾滋病药物时 还不具有前瞻性 结果是数百万人失去生命 然而 信息技术在价格效能方面的指数增长 会很快缓和这种差距 药物本质上就是信息技术 就如计算机 通信和DNA的剪辑 对测序这些技术的倍增范式迁移率一样 每年我们也能看到 药物的倍增范式迁移率效益 抗艾滋病药物刚开始时 效果不是很好 但一个病人每年的花费在1万美元 现在抗艾滋病药物的效果已经很不错了 哪怕在非洲最穷的国家 每年每个病人的花费也就在100美元 第二章引用了世界银行报道的 2004年发展中国家超过6% 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 4%的高经济增长 以及总体平民数的减少 如从1990年起 东亚和太平洋区域的贫困及人口减少43% 另外 经济学家泽维尔、塞拉、市、马丁核实了全球个体间的不平等性的八项测试 发现在过去的25年里 所有的不平等都在降低 40%来自政府管制可能性的批评 在这里谈论的人们表现得如同政府与他们的生活无关 他们也许希望这样 但是事与愿违 就我们今天所知的话题而言 他们最好知道这些话题会在全国范围内讨论 大部分美国人不会熟视无睹的让某个精英剥夺他们的个性 然后把他们上传到网络空间 他们会对此有意见 这个国家将会有一场激烈的讨论 里昂、菲尔特、副总统戈尔的前国家安全顾问 在2002年前瞻性会议上 不会死亡的人将不再是人 死亡的意识激发我们极度的渴望和最伟大的成就 里昂、凯斯、总统生物伦理委员会主席 2003 对于政府控制的批评 主要在于其会减缓甚至停止科技的加速进步 虽然管理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 它对本书中讨论的趋势没有显著的影响 而这种趋势在适当的地方却形成了广泛的控制 非全球性极权主义国家的经济和其他技术进步的基本力量 只会不断成长与进步 考虑到干细胞研究的问题 曾经引起特别的争议 也正是因为如此 美国政府严格限制其资金投入 即使在细胞疗法领域对于胚胎干细胞的争议 也只会有助于通过其他的途径来达到相同的目标 比如转分化作用将一种类型的细胞 比如皮肤细胞转化成另外一种类型的细胞 已经在快速向前迈进 正如在第五章中提到的 最近科学家们已经证实了将皮肤细胞改变为其他类型细胞的能力 这种方法代表了细胞疗法的最高水平 它保证可以无限供应携带有患者自身DNA的分化细胞 它还容许选择的细胞没有DNA错误 并将最终能够提供广泛的端粒媒串 使细胞更年轻 即使是胚胎干细胞本身也在向前迈进 比如哈佛大学新的重要研究中心和加州3亿美元成功的启动资金项目支持这项工作 由于对干细胞研究的限制已经令人遗憾 所以细胞疗法的研究就很难说了 更别提生物技术的广泛领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影响 李昂·菲尔特的引字上文的观察结果揭示了一个有关信息技术的误解 信息技术不是只提供给精英 正如讨论到的 理想的信息技术会迅速普及并且免费 只有当它们没有运转良好在发展的早期阶段 它们的价格才如此昂贵 并且局限于在精英中应用 早在21世纪的20年代 网络将给我们提供一个涵盖视觉和听觉的全进入式的虚拟现实 图像会通过眼镜或棱镜直接写入我们的视网膜 超高带宽的无线网络接入 会编织到我们的衣服里 这些功能并不仅仅提供给特权阶层 就像手机 当手机的技术成熟的时候 它们将无处不在 21世纪20年代 在我们的血液中 将定期的有纳米机器人以保证我们健康和增强我们的心理能力 到这些技术成熟的时候 它们也将会便宜和应用广泛 正如前面讨论的 减少信息技术应用的早期和晚期之间的滞后将会加速技术自身的发展 从目前的十年期减少到几年 一旦非生物信息立足于我们大脑 它的能力至少会每年翻一倍 这是尤其信息技术的性质决定的 因此信息的非生物部分不会花费很长时间就将占据主导地位 这对有钱人来说不是一个奢侈的保留 就如同今天的搜索引擎 并且到了一定程度将会有一场关于能力增强的可取性的辩论 很容易预测谁会赢 因为那些有增强信息的人将会是更好的变手 不可忍受之社会机构的迟缓 麻省理工学院的高级研究科学家约尔·库奇·葛申菲尔德曾写道 回顾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历程 每一个政权的更迭对于之前的困境都是一个解决方案 但随后的时代会创造出新的难题 比如Tamany Hall和政治赞助方式在基于不动产的上流社会 占统治地位的系统上有一个较大的改进 很多人都参与到这一政治进程中 然而资助方式产生了新问题 从而导致了公务员模式 通过引入精英来解决之前出现的问题 然后 当然 当公务员成为技术创新的障碍时 我们又转而重组政府 而故事还在继续 葛申菲尔德指出 即使在他们的时代是创新的社会机构 这也依然是创新的拖累 首先 我要指出的是社会机构的保守主义不是一种新现象 这是创新的进化过程中的一部分 在这方面加快收益的规律一直在起作用 其次 创新有一种方法能够解决机构所施加的限制 分散化技术的出现使人能够绕开种种限制 而且也代表了加快社会变迁的一个主要手段 作为许多例子中的一个通信规则的整体 正处在被新兴点对点技术 如IP电话 VOIP绕过的过程中 虚拟现实将会是代表社会加速变迁的另外的方式 人们最终能够在沉浸式和高度逼真的虚拟现实环境中发生关系和活动 而这些是在现实的环境中所不能够或者不愿意做的 随着技术越来越先进 它日益替代了传统的人类的活动能力 并且适应很快 在计算机出现的初期使用时需要熟练的技术 而在今天使用计算机系统如手机、音乐播放器和Web浏览器 则只需要少得多的技术能力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 尽管目前图灵测试还未能成功 但是我们将定期的与虚拟的人物发生关系 而他们将会具有足够的自然语言理解能力 在一个范围广泛的任务中担当我们的个人助理 一直以来 一直存在早期和晚期新范例采用者的混合 今天我们看到仍然有人像在第七世纪一样的生活 这并不妨碍早期的应用者新的观点和社会习俗 例如新的基于Web的社区 几百年前 只有少数人如达、芬奇和牛顿 在探索了解和联系世界的新途径 今天 世界范围内参与和有助于应用的社会革新 并且适用技术革新的社区占了相当的比例 另外的是加速返回法的反应 来自整体论的批评 另一种常见的批评这样说道 机器是严格按照模块层次结构组织的 而生物是基于元素的整体组织 每个元素都影响着另外的元素 生物独特的能力来源于这种整体设计 此外 只有生物系统可以使用这个设计原则 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生物学家迈克尔 丹顿指出了生物实体和他所知道的机器 两者设计原理的明显不同 丹顿形象地把生物描述为自我组织 自我指示 自我复制 互惠 自我形成 具有整体性 41 然后他做了一个没有经过论证的转变 简直是一个180度的转变 他说 这种有机形式只能通过生物过程创建 并且这种形式是不可改变的 深不可测 基本的存在现实 丹顿对有机系统的美感 复杂 奇异 及相互联系 感到震撼和惊奇 从非对称的蛋白质形状 带来的怪异的其他世界的印象 到诸如人脑这种高阶器官的 非凡的复杂度 这种感觉我也有 此外 我同意丹顿说的生物设计 代表了一套深刻的原则 但是 准确地说 我的论点是 机器 以人为导向的设计的衍生物 可以访问 并已经在使用同样的原则 但是丹顿和其他的整体论学派的批评家 都不承认和回应 这一直是我自己的工作要点 并代表了未来的潮流 模拟自然的想法 是使未来的技术 提供巨大能力的最有效的方式 生物系统并不完全是整体的 现代的机器 也不完全是模块化的 它们都存在于一个连续体上 我们可以在分子水平上 确定自然系统中的功能单元 以及在更高的器官和大脑区域 层次上的更为明显的动作识别机制 表现在大脑特定区域的理解功能和信息转换的过程正在顺利进行 正如在第四章中讨论的那样 大脑的每一个方面都与其他方面相互作用的说法是一种误导 说不存在可能理解它的方法也不对 研究人员已经在一些大脑区域确定了信息转换过程 并对此进行了建模 相反 有无数的例子显示 机器并没有用模块的方式来设计 而被设计成各个方面紧密联系 比如在第五章描述的遗传算法的例子就是这样 丹顿写道 今天 几乎所有的专业生物学家都采用了这种机械还原的方法 并假设一个生物体如手表的齿轮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最重要的事情 而生物体如手表不超过这些部件的总和 而且由部分来决定整体的属性 对一个生物体如手表的属性的完整描述 可以通过单独的特征部分来表示 丹顿忽视了这里的复杂过程的能力 认为用新星的属性可以超越孤立的部分 他似乎认识到这一潜在的性质时写道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机形式 代表真正出现的现实 但是几乎没有必要借助丹顿的生命哲学模式来解释出现的现实 急诊性能来源于全力的模式 并没有限制模式及其紧急属性的自然系统 丹顿似乎承认模拟自然的方法的可行性 他写道 从蛋白质上升到生物体 成功构建新的器官的形式将需要一种全新的方法 一种从上到下的设计 由于有机体的部分只作为一个整体存在 有机体不能被一点一点的指定 而是由一套相对独立的模块组成 因此整体不可划分的单元全部一起被指定 丹顿在这里提供了很好的意见 并描述了我和其他研究人员使用在模式识别 理论复杂度无序自组织系统领域通常使用的工程方法 丹顿似乎不知道这些方法论 但是最后这句不成立 正如在第五章讨论的 我们可以创建自己的怪异的其他世界 但是通过应用发展的有效设计 我说明了如何运用进化的原则 通过遗传算法以创建智能设计 我对这一方法的经验是 良好的结果代表丹顿描述的有机分子 在设计显然不合逻辑和没有任何明显模块化或规律 这种安排的纯粹的混乱和非机械的印象 遗传算法和其他自下而上的自组织设计方法 如在第五章讨论的神经网络 马尔可夫模型和其他人的方法 集成了一个不可预知的因素 因此这种制度的结果是 每次运行的都是不同的过程 尽管具有共同智慧的机器是确定的和可预见的 但是机器还是可以获得很多现在的随机来源 当代量子力学的理论假设了深刻的随机性 处于生存的核心 根据量子力学的某些理论 似乎任何系统在宏观层面确定的行为 只不过是压倒一切统计结果的基于 根本无法预料的事件的巨大数字 此外 斯蒂芬 沃尔夫勒姆和其他人的作品已经证明 即使一个系统 在理论上可以完全确定 但可以随机产生有效的 最重要的 完全不可预知的结果 遗传算法和类似的自我组织的方法 引起的设计 通过驱动的做法 不可能抵达模块组成 在陌生 试 混乱 动态互动的部分的整体 丹顿专门为有机结构 很好的描述了这些人为发起的混乱过程的结果的品质 在将遗传算法应用于我所从事工作的过程中 我发现该算法能够逐步改建设计 遗传算法并不是通过每次设计单独的子系统 而达到其设计目的 而是通过每次对整体施加影响 而达到设计目的的 这使得很多小的分布式的改变 贯穿整个设计 从而渐进式的改进了整体性适配 或解决方案的能力 解决方案本身从简单到复杂 逐渐呈现出来 遗传算法所构建的解决方案 通常具有非对称性 不美观 但效率高的特点 这与自然极为相似 当然也有可能产生优雅 甚至美丽的解决方法 丹顿认为 现代的大多数机器 如当今的常规计算机 都采用模块化方式设计 它的想法是正确的 这种设计想对于传统技术来讲 有着某种重大的工程优势 例如 计算机有着比人类更为准确的记忆 同时和单独的人类智慧相比 它可以执行更有效的逻辑转换 最重要的是 计算机可以随时分享它们的存储内容和模式 正如丹顿阐述的那样 自然的混乱的非模块化方法也具有明显的优势 以及阐明丹顿 这一点已经被人类模式识别的强大能力所证实 但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飞跃说 因为当前的同时正在减少 对于人类导向技术的限制 这种技术是生物系统本身所继承的 所固有的 同时存在于世界之外的 大自然的精致设计 例如眼睛得益于深刻的进化过程 我们当今最复杂的遗传算法 包含数万位遗传密码 而像人类这样的生物实体 是由数十亿比特的遗传密码所组成 压缩后仅数千万字节 然而 就像所有的信息化的技术一样 遗传算法和其他所有的启发式算法的复杂性 都是呈指数级别增长的 如果我们仔细地检查 这种复杂性的增长率 我们会发现 它将在未来的两年内 达到与我们人类智慧复杂性相符的程度 这一点也从我们对软件和硬件发展趋势的估计中得到印证 单顿指出 我们还没有成功地 以三维形式表现蛋白质结构 甚至它只有100个组成成分 但是 就是在最近几年 我们就可以利用一些工具 来虚拟化这些蛋白质的三维模型 此外 模拟原子间的相互作用力 需要拥有每秒1014次计算能力 在2004年底 IBM推出了一版蓝色基因L的超级计算机 它拥有每秒大约1014计算能力 这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 它渴望能够提供模拟蛋白质三维结构的能力 我们已经成功地切割 拼接和重新安排遗传密码 并利用自然本身的生化工厂生产复杂的生物酶和其他物质 诚然 现在这些方面的工作都是在二维模式下进行的 但是虚拟化和模型化更加复杂的三维自然形式所需的计算资源 已经指日可待了 在和丹顿讨论蛋白质问题过程中 他自己也承认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 并且估计大概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 某项伟大的技术 在没有实现之前 是不可能不经历一番激烈的讨论的 丹顿写道 凭借我们对一种生物体基因的了解 将不能预测编码的有机形式 哪怕是对基因和它们的初级产品 以及现形氨基酸序列 做出最为详尽的分析 也不能推断出 关于个体蛋白质或者更高的组成形式 比如核糖体和整个的细胞的性质和结构特点 尽管丹顿的上述观察 基本上是正确的 但是 它主要是表明 基本组只是整个系统的一部分 DNA代码并不代表全部 它的分子支持系统 对于整个工作系统是必须的 因此 也需要被我们所理解 我们还需要核糖体和使DNA 能够正常运行的其他分子的设计 然而 这些设计并不会显著地改变 生物领域设计信息的数量 但是 重新创建具有大规模并行 数字控制分析 全息图像 自我组织 混沌处理的人类大脑 并不需要我们折叠蛋白质 正如在第四章讨论的那样 已经有很多项目 成功地实现神经系统再造 其中也包括 可以成功植入人体大脑中的 不需要任何蛋白质折叠的神经系统 然而 虽然我知道 单顿的关于蛋白质被认为是大自然整体存在方式的说法 要模仿这些方式也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技术障碍 我们也已经铺垫好了这条路 总之 单顿过快地得出了 关于物质世界的物质和能量 所组成的复杂系统是不能表现出突发的 生物体的重要特征力 例如自我复制 变形 自我再生 自我组装和生物设计的整体组合 除此之外 生物和机器属于不同的存在类别 登布斯基和单顿都认为 机器作为实体 只能通过模型的方式 被设计和构建的想法 是有局限的 我们能够 并且已经开始构建一些机器 它们综合所有自然自组织的设计原理 有着比每个部分单纯加在一起 更为强大的能力 它们将推动人类技术的大幅发展 这将是一项艰巨的组合 后继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如何看我 但对我自己而言 我仅仅是一个在海边嬉戏的玩童 为时不时发现一粒光滑的石子 或一片可爱的贝壳而欢喜 可与此同时 对我面前的伟大的真理的海洋 熟视无睹 爱萨克 牛顿一 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爱 这并不是因为爱是一种内在的感觉 或是一种私密的脆弱的情绪 而是因为爱是一种动态的力量 穿梭于世间 驾驭着最原始的事物 汤姆 莫里斯 If Aristotle and General Motors 没有指数增长是永远的 但我们可以延迟永远 戈登 义摩尔 2004 多么奇异 奇点有多么奇异 它会发生在瞬间吗 让我们再来考虑一下这个词的出处 在数学中 基点是一个值 它实质上超越任何限制 是无穷大的值 一般来说 含有奇点的函数 在这个点是没有定义的 但我们可以证明 函数在这个奇点附近的值 是超过任何具体的有限的值的 二 正如本书所讨论的 奇点并没有实现无限级别的计算 存储 以及任何其他可测量的属性 但是在所有这些特性上 包括智能 奇点肯定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随着人脑逆向工程的发展 我们有能力将并行的 自组织的 无序的人工智能算法 应用于大规模的复杂计算 届时 这种智能将有能力 在一个快速推进的迭代过程中 在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 改善自己的设计 但是局限性似乎依然存在 宇宙所能支持的智能计算能力 似乎只有大约1090CPS 这一点在第六章就曾经讨论过 也有些理论 如全息宇宙理论 指出宇宙所支持的智能计算能力 可以达到更高的水平 比如 10120CPS 但这些量级显然都是有限的 当然 对于我们当前的计算能力 能够实现的所有实际目标来说 这种智能的计算能力 看起来是无限的 宇宙智能的计算能力 是1090CPS 这比当今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大脑 还要强大1048倍 三 就像我在第三章回顾过的那样 即使是一个1000克的冷 计算机 它的峰值 计算能力是1042CPS 这也比全人类大脑的计算能力 高1016倍 4 鉴于指数技术法的力量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联想到更大的数字 即使我们缺乏想象力 去考虑这些意味着什么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我们将可能 把智慧传播到其他的宇宙中去 这种情况 是基于我们目前对宇宙的了解 所做出的设想 尽管不太确定 这可能使我们未来的智能水平 足以超越任何限制 如果我们有能力创造 或向其他宇宙移民的话 如果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我们在未来的文明里 所拥有强大智能 很可能是可以驾驭它的 我们的智能水平 最终将能够超出任何具体有限水平 这正是我们在数学函数里所说的基点 起点这个词 在物理学中又是如何应用的呢 物理学从数学中借用了这个词 总是用在一些女人化的情况 就好像将有魅力和奇异的 用于夸克的命名 在物理学中 起点在理论上是指密度无限大的零点 以及其无限大的万有引力 但是 由于量子的不确定性 实际上不存在无穷大密度的点 事实上 量子力学也不允许出现无穷值 就像我们在本书中所讨论的基点一样 物理学中的起点表示的是难以想象的巨大的值 而物理领域所感兴趣的并不是实际的大小是否为零 而是一个有着和黑洞内的起点理论相似的事件世界 这甚至都不一定是黑洞了 事件世界内的粒子和能源 如光都是无法逃避的 因为重力太强大了 因此 从事件世界以外 我们肯定不能轻易看到世界内部 然而 因为黑洞释放出了粒子语 这给出了一种看到黑洞内部的方法 事件空间附近会产生粒子 反粒子队 这会发生在空间里任何的地方 对于某些粒子队 有时候会有一个被拉到黑洞里 有一个会趁机逃跑 这些逃离的粒子会形成光束 称为霍金辐射 是用它的发现者史蒂芬霍金的名字来命名的 现在普遍认为的是 这种辐射并不反映 以一种编码方式 并作为一个量子纠缠 与内部粒子形式的结果 黑洞内部发生了什么 霍金起初抵制这个解释 但现在似乎已经同意 因此 我们认为在本书中 所使用的起点这个词的准确性 并不比物理学领域差 正如我们很难看到 超出了黑洞的事件世界 我们也很难看到 超越历史起点的事件世界 我们怎么能够 在我们每个大脑 限制于1016CPS的情况下 去想象 我们在2099年 能够拥有进行1060CPS计算的能力 来思考和处理事情 然而 正如我们从未实际进入黑洞中 但却能通过概念思考 得到关于黑洞属性的结论 我们现在的思考 足以洞察起点的含义 这正是我在本书中 一直在尝试做的 人本主义 人们普遍认为 科学一直在纠正我们 过分夸大自己的意义 斯蒂芬 杰伊 古尔德说 所有重要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共性是 推翻了人们相信自己 是宇宙中心的信仰 而后使人类放弃顽固的傲慢 5 但事实证明 我们始终是中心 我们有能力在大脑中创造模型来虚拟现实 凭借这种能力 再加上一点前瞻性的思考 我们就足以迎来又一轮的进化 技术进化 这项进化 使得物种进化的加速发展过程一直延续 直到整个宇宙都触手可及 本书相关资源与联系信息 Singularity.com 书中所讨论的各个方面的最新进展 正加速积累 为了使你能跟得上发展的节奏 请访问Singularity.com 你将看到 最新的新闻报道 可追溯到2001年的数千篇相关新闻集合 请访问CurswellAI.net 来自CurswellAI.net的数百篇相关主题文章 研究链接 所有图的数据和引用 关于本书的材料 本书的注释 CurswellAI.net 您还可以访问CurswellAI.net 这个备受赞誉的网站 它包含超过100名大思想家 本书引用了他们中很多人的话的600多篇文章 数千篇新闻报道 事件清单 以及其他有用的专题 在过去的六个月中 我们已经拥有了超过百万的读者 网站主要内容有 起点 机器是否将具有意识 永生 如何创造一个大脑 虚拟现实 纳米技术 危险地未来 未来的愿景 你可以免费注册 获得我们提供的免费电子资讯新闻 你可以将你的电子邮件地址填入 CurswellAI.net主页的表单中 我们不会向任何人提供你的邮件地址 fantasticvoyage.net和rayandterry.com 对于那些想优化自身健康的人 或者希望长寿以期见证和经历起点的人 请访问 fantasticvoyage.net和rayandterry.com 我与特里 格鲁斯曼合著了 Fantastic Voyage Life Long Enough to Live Forever一书 这些网站包含了改进人类健康的广泛信息 当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革命充分成熟的时候 人类的身心将保持健康 联系作者 雷·库兹维尔 rayandterry.com 附录 重新审视加速回归定律 以下的分析将帮助用户理解进化如何成为一种双倍指数增长的现象 也就是说 指数增长中的指数增长速度 指数本身也在以指数速度增长 尽管这里的公式与进化的其他方面相似 但是我将在后面的内容中描述计算能力的增长 特别是基于信息的过程和技术 其中包括人类智能的知识 它是软件智能的主要源头 我们将关注以下三方面内容 v 计算以每单元造价每秒产生的计算能力衡扬的速度 这里是指能力 w 用于设计和构建计算设备的世界知识 t 时间 在第一集的分析中 通过观察得到的结论随着时间的增长 计算能力呈指数方式增长 换言之 计算机的能力就是用于构建计算机的知识的线性函数 这实际上是一个保守的估计 总之 创新是通过很多种方式而非附加的方式来提升v值的 独立的创新 每一次创新代表着知识的线性增加将成倍的提升彼此的效果 例如 CMOS 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是电路技术的一项进步 它是一种高效的集成电路布线方法 流水线是处理器的一项重要创新 副理液快速变换是一种算法的改进 所有这些都是通过独立相成的方式增加了v值 在开始阶段 我们可以观察到 计算的速率正比于世界的知识 1 v等于CW 世界知识改变的速率正比于计算的速率 将1带入2 可得 进一步可以得到 4 w等于w0e CEC2L w将随着时间以指数速度增长 亦是自然对数的底 数据显示将以指数增长的方式增长 在20世纪早期 计算机的能力以每三年的时间翻倍 20世纪中叶 计算机能力翻倍所需时间为两年 现在计算机能力每年都会翻倍 技术的指数增长能力导致了经济的指数增长 这是从过去一个世纪得出的结论 有意思的是 经济萧条包括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 已若周期出现于潜在的指数增长之上 在每次经济萧条后 经济又得到了迅速恢复 似乎经济萧条和衰退从来就未曾发生过 我们可以看到某些特定行业成更快的指数增长趋势 这些行业与那些指数增长的技术相关联 如计算机工业 如果将指数增长的资源作为计算的重要因素 我们可以看指数增长的第二层次 让我们来再看下面的公式 5V等于CW 现在包含用于计算的资源部署N 6N等于C3E C4T 现在世界知识的变化率与计算速度和部署的资源的乘机乘正比 将5和6代入7可得 进一步可以得到 世界知识就以两倍的指数增长速率累积 现在让我们考虑现实世界中的数据 在第三章中 我估计了人脑的计算能力 基于对人脑所有区域功能模拟的需求估算 人脑的计算能力为1016CPS 模拟每个神经元和神经元间连接间的突出的非线性 需要更高数量级的计算 1011的神经元乘以每个神经元计算 主要发生于这些连接中103的连接 乘以每秒102事物处理 再乘以每次事物处理需要的103计算 总共的计算能力为1019CPS 下面的分析 假设了功能模拟的计算集 1016CPS 分析三 考虑20世纪的实际计算设备和计算机的数据 令S等于CPS美元1K 花费1000美元 获得的每秒的计算能力 20世纪的计算数据 有以下公式计算 假定一段时期的增长率为G 可得 SC是当年的CPS美元1K SP是之前某年的CPS美元1K IC是当年的年份 YP是之前某年的年份 人脑等于1016CPS 人类种族等于100亿个人脑等于1026CPS 2023年我们能够用1000美元 达到人脑的计算能力1016CPS 2037年我们能够用1美分 达到人脑的计算能力1016CPS 2049年我们能够用1000美元 达到整个人类的计算能力1026CPS 如果我们考虑经济指数增长的因素 特别考虑到可用的计算资源 已经达到了每年1万亿美元 在21世纪中叶之前 非生物智能将比生物智能强大数十亿倍 我还可以通过另外的方法推导出双倍的指数增长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知识增加的速率至少与当时的知识成正比 这清晰的表明很多更新知识的增加是以乘法的方式而非加法的方式增长的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能够得到如下指数增长公式 其中C大于1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当TELNC时 W已较慢的对数增长 但是当达到基点 即T等于ELNC时 W将爆炸式的激增 甚至对于最缓和的模型 DWDT等于W2 同样将导致起点的到来 事实上任何能力增长法则都遵循以下的形式 其中A大于1 如此便得到在时间T关于基点的另一个解决方案 A的值越大 越接近基点 在我看来 很难想象依据有限的知识 并考虑到非常有限的物质和能量资源 可以计算出达到指数双倍指数增长过程的日期 增量如W 看起来可以是如下形式 W星号LogW 他描述了网络影响 如果我们有一个类似于互联网的网络 它的影响或价值将正比于N星号LogN 鲍勃 梅特卡夫以太网的发明人认为 有N个节点的网络的价值等于C星号N2 但其价值被过于夸大了 如果互联网的规模增倍 其价值也会增加 但不会成倍增加 一种合理的估计是 网络对于每个用户的价值 将正比于对网络规模取自然对数值 故网络的价值将正比于N星号LogN 如果在增长速率时 引入对数网络的影响 我们能够获得如下速率变化的等式 如此 双倍指数增长的解决公式变为 15W等于EXPET 全书完 感谢聆听